第324集 怎么办怎么办 鹰莉莉趴在桌子上 甚至不敢把视线投向无声 生怕被发现什么不寻常的地方 她会不会想要用这个秘密 强迫我干许多羞羞的事情 如果她觉得能如愿以偿 那就大错特错了 现实不是公口漫画 我一定会通知警察叔叔的 而另一边 无声察觉到鹰莉莉可能是因为过度疲劳 分给了自己错误的分镜稿后 她特意看了看周围 确定无论是真白 叠戈还是武艺 都没有发现她这边的异常 于是她带着那一画稿站起身 打算把画稿偷偷还给鹰莉莉 这个还给你 下次小心一点 无声拍了拍鹰莉莉的肩膀提醒她 结果鹰莉莉因为沉浸在自己的幻想 中根本没有留意到无声靠近的脚步声 后背突兀的被拍了一下的她当即炸毛 伴随着一声尖叫声蹦了起来 这尖叫声一起立刻把真白 叶哥和武艺的注意力吸引了过来 怎么了 三个人关切地朝这边问道 鹰莉莉一下傻了眼 张了张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回过神来的她 已经看到无声手中的那页画稿 五只小嘴对自己刚才的一惊一乍 后悔莫及 没什么 我给她倒的茶水太烫了 不是什么大事 还是无声神经百战 熟练地拿起一旁的茶杯晃了晃 笑着说道 得知并没有什么大事 真白他们把注意力重新集中到自己的画稿上 呜 无声和鹰莉莉不由的同时松了一口气 这里说话不方便 和我来一趟卫生间 无声在鹰莉莉面前晃了晃那张画稿 然后凑到鹰莉莉耳边小声说道 听到这句话 鹰莉莉身体忍不住微微颤抖 她刚才幻想的那些终于要来了吗 领着鹰莉莉来到卫生间 无声把大门锁上 为了以防万一 还特意设了一个隔音结界 她翻车这么多次 算是彻底怕了 一定要做到万全的准备才行 你 你要干什么 看到无声转身锁上卫生间的大门 鹰莉莉一下子慌了神 不想让真白知道这件事 就乖乖听话 嘿嘿嘿嘿 这句话当然不是无声说的 而是刚才鹰莉莉脑海里瞬间脑补出来的话语 我说 无声拿出画稿 打算把它还给鹰莉莉 但话才刚说到一半 就直接被她打断 我是绝对不会屈服的 屈服什么 无声此刻一脸蒙圈 她搞不懂鹰莉莉为何这么大的反应 就是你要以此为要挟 对我做这样那样的事情 鹰莉莉红着脸声音越来越小 啊 所以说我为什么要对你做这样那样的事情 无声叹了一口气 我说 擅自把别人想象成变态 可是一件很失礼的事情 抱歉 此时的鹰莉莉乱糟糟的大脑也重新冷静下来 意识到自己刚才纯粹因为思维混乱 结果脑补多了 一不小心就把平时画的漫画剧情带入了进去 这个还给你 下次小心一点 亏了这次是不留神交给了我了 如果你给的是其他任何人 恐怕都会掀起一阵腥风血雨啊 无声说着将画稿递给了英莉莉 英莉莉接过画稿的那一瞬间 心里紧绷的那根线也终于放松了下来 说起来这次要画的果然是18X的本子 个人兴趣而已 不过这件事真白并不知道 你可别告诉他 英莉莉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头 为什么要和真白保密呢 我觉得他不会因为你是公口漫画家 而对你区别对待的 无声不解的问道 这一点我当然清楚 但是真白接触这些还是太早了 知道也是 麻烦你了 两个人对视一番心有灵犀的同时点点头 重新回到餐厅 因为无声已经知道公口漫画的事情 所以英莉莉也不像之前那样 如同金毛狗狗一样警惕的护食 无声得到许可后 还翻阅了一下其中几页 发现好多只是勾了线 其他的加工作画都还没有进行 因为不能拜托真白他们 所以这几张完成度自然不高 只能自己一个人慢慢完成了 英莉莉打了一个哈欠说道 你如果信得过我的话 我可以帮忙 反正事情我也已经知道了 无声想了想说道 没问题吗 英莉莉对于她这个门外汉显得有些担忧 花背景勾线什么的由她抢人所难 不过涂黑和天网点还是没问题的 好 那这几页就拜托给你了 涂黑 天网点什么的虽然简单一点 但是却比较耗费时间 拜托你了 英莉莉也不含糊 对于这期漫画 她是真的很赶时间 经历了一晚上的休闲 夜阁和五一最先撑不住 趴在餐桌上呼呼大睡起来 无声看他们睡熟了 便将他们轻轻地抱起来 放到床铺上 给他们盖好被子 今天先到这里吧 按照这个进度 结稿日期应该是绰绰有余的 我好像太拼了 看到两只萝莉 累得直接趴在桌子上睡着 英莉莉显然很过意不去 本来她还想继续画下去 但也不得不停下了手中的画笔 无声抬头看了一眼钟表 发现已经快清晨五六点钟了 的确好像是有点修仙修过头了 无声把浑浑欲睡的真白抱起来 同样放到自己的床上躺好 修仙 英莉莉眨了眨眼 搞不懂为什么会突然蹦出来 这么一个词 啊 修仙你当做熬夜的意思就好了 是我们那边流行的说法 啊 原来如此 英莉莉恍然大悟 不过随后她看了看 已经满园的床铺 疑惑地向无声再度发问 这样床铺就没地方了 你睡哪儿 房间里就那么一张床 躺着一名高中生两只萝莉 几乎就是极限了 根本没有无声睡觉的空间 所以英莉莉好奇 无声要怎么解决睡眠的问题 我今天有点事早晨要出去一趟 没时间睡了 放心好了 身为休仙大佬 一晚上不睡觉很正常的 你如果需要休息一下的话 可以去真白的房间 我把钥匙给你 无声看了看英莉莉 感觉她好像很困的样子 没事 我正好也该回家一趟了 英莉莉摇了摇头 今天就先不在这里停留了 不过最近几天 可能还会来几次 随时欢迎来玩 告别了无声过后 英莉莉背着自己的胯包离开了 过了一会儿 无声开始翻箱倒柜 拿出墨镜口罩和帽子 给自己戴上 然后急匆匆的走出了家门 按照原定的计划 今天她要去偷偷跟踪 伪行一下七海 看看她如今的作息如何 如果一切合理正常 那她就不用再担心什么 如果依旧还是和以前那样 高强度的训练和打工 给自己施加精神和肉体的 双重压力的话 那她就必须想办法 采取一些强制措施了 比如在手游甄选会开始前 让她暂时来自己公寓 住一段时间什么的 做好伪装以后 无声偷偷地流出了公寓 然而她并没有发现 在公寓另一侧的墙壁拐角 一双眼睛正在注视着她 那个应该是无声吧 大夏天的 居然戴墨镜口罩和帽子 好可疑 跟上去看看 她到底要干什么 莹莉莉自己其实也撒了一个谎 虽说接触过了无声 但对于真白的事情 她还是没办法彻底放心 为了观察无声的为人如何 她离开后偷偷藏了起来 就是准备违行无声 看看她这一天的行动如何 于是乎 一场违行与被违行的行动开始了 正走在半路上 无声总觉得背后 有一股若有若无的视线盯着自己 她猛地回过头去 但是在来来往往的行人中 却并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目标 不过的确有那么几个人 在偷偷无声这一遍 同时在那里小声低语 仔细想想 自己这身装扮还真的挺可疑的 会吸引别人的目光也很正常 无声将冒烟拉低 再一次踏上了前往七海家的路途 而躲在小巷里的英莉莉 大气不敢出一口 偷看到无声重新转过身去 这才重重地呼出了一口气 哦 好险 刚才差点就被发现了 这家伙的反应好敏锐啊 英莉莉捋了捋平坦的胸口 让自己重新放松下来 就像无声那样 我也必须做出点伪装才行 不然一旦躲得不及时 很容易一下子就被认出来 英莉莉想了想 从胯包里翻出自己在家 常常会穿的运动长裤和上衣 套在了身上 拿出一副黑框眼镜戴上 备用的口罩套上 同时摘掉了两个膀在头发上的发箍 让自己重新变回普通的金色长发 英莉莉对着小镜子 看了看自己的新造型 除了那头依旧亮眼的金发外 其他的打扮 看上去让他直接泯然众人 英莉莉满意的点点头 一路小跑着 继续暗自追踪 伪行无声 你把自己乔装打扮 套上马甲 就以为我看不出来了吗 哼 就让我看看 比行踪如此可疑 到底是要去干什么吧 身为真拔的青梅竹马 自然是要替他好好把关 如果无声在这里 一定会吐槽 他现在这时装扮 绝对比自己要更可疑 樱花庄距离无声的公寓 说不上特别远 所以他决定步行前往 十几分钟后 樱花庄的老旧牧师结构建筑 已经映入眼帘 他左看看右看看 最后躲到樱花庄 对面的公寓楼层里 静静地等待着七海楼面 他之所以敢确信 七海还没有离去 是因为樱花庄里 有一名小小的二五仔 报告无声前辈 秦山他刚刚起床 还没有离开樱花庄 一条邮件发到 无声的手机上 让他时时刻刻 可以掌握樱花庄里的 最新情报 至于获取情报的代价 则是最近新出的游戏光盘 确定了七海还没有离开 无声暂时放松下来 用手机的摄像头 对准了对面 摄像 作为证据链的一环 防止自己抓到七海 玩命工作或者练习时 对方死不承认 录制视频就是最好的铁证 而偷偷跟踪而来的英里里 藏在商业街的霓虹灯广告牌后面 看到无声偷偷掏出手机 一副准备偷拍的模样 心中顿时一惊 没想到你居然是这样的无声 难道说他有偷拍其他人的兴趣 想到这里 英里里也拿出手机 偷偷对准了无声那边 他要把无声偷拍的证据录下来 到时候给真白看看 让他意识到 卢深的卢山真面目 过了一小会儿的工作 樱花庄的他门打开 只见七海穿着一身运动服走了出来 开始在马路边上小跑 这是早晨起来开始沉练 无声见到七海清晨开始锻炼 心里稍微放松一趟 如果是平日里 是没打工战士的七海 现在应该骑着自行车 在各个街区送报纸才对 现在他没有开始工作 证明的确是按照之前 他离开夏令营时所说的那样 退掉了多余的一些打工 看准了时机 无声手握着摄像机 竟悄悄地跟上了七海 这家伙 难道是个跟踪狂 另一旁的英里里依靠着广告牌 小脑袋如同小金啄米一样 不停地点头 休闲了整整一个晚上 让他显得有些无精打采 直到无声再次开始行动 他才彻底清醒了过来 结果刚清醒过来 英里里就看到 眼前无声 伪行不知名少女的操作 不由地瞪大了双眼 英里里举起手机 打开摄像模式 同样悄悄地跟了上去 不愧是影帝 如果不是我展了一个心眼 跟了上来 都差点被他给欺骗了 哼 今天就让我们侦探英里里 把你真实的一面 全部记录下来吧 无声默默地跟在后边 但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打了一个喷嚏 还在前面领跑的七海 听到略显耳熟的声音 顿时驻足向后看了看 但是却并没有看到 他印象中的熟悉身影 奇怪 为什么我会突然产生 无声的幻听啊 难道是几天不见 有点想念 以至于产生幻听 不对不对 现在不是回思乱讲的时候 七海晃了晃脑袋 双手拍拍脸颊 让自己重新清醒过来 七海就这样绕着住宅区 绊跑了两三圈 然后来到一片人烟稀少的空地 休息了一小会 再从衣服内侧的口袋里 掏出一本台子布 开始训练起来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已经逃了这么久 可你为什么还是不肯放弃我 你这个人渣 你明明已经有了他 却依旧不愿意放弃我 明明知道我也对你 你就打算这么玩弄我的感情吗 你这个花心大萝卜 你喜欢的到底是他 还是我 不是说好了 不再和他一起见面了吗 你要怎么解释这张照片 为什么你们这么轻易地 粘在一起 只要杀掉另外那个女人 你就会一直看着我了吧 一句句不同口吻的台子 伴随着情感 被七海演绎了出来 为什么七海被分到的 每次都是这种羞耻度 爆表的台子 话说 最后那句是怎么回事 完全并交化了 这是什么奇葩的人物 好可怕 听得无声不知道为什么 感觉背后一阵发麻 为什么要解决真白 他和你什么仇什么怨啊 明明做错的是无声啊 错的是他脚踏两条船 要解决 也是解决掉他呀 这时候 一名金色长发的少女 气喘吁吁地跑到七海面前 指着他勇敢地反驳的 英莉莉不知道七海 是在演练台词 无声躲着的那个方位 从英莉莉这个侧面角度看过去 就好像七海正对着无声 但实际上中间挡着一个看牌 他以为七海是在和无声讲话 而听到台词内容 英莉莉更是直接慌了神 本来正在专心致志训练的七海 看到眼前突然出现的可疑陌生人 有些摸不着头脑 第三百二十五集 另一边 还在伪行七海的无声 同样傻了眼 英莉莉怎么会在这里 还掺和进了七海的训练之中 你在说些什么呀 话说你是哪位 七海一脸蒙圈地 看着这位突然蹦出来的金发少女 不妙 无声的第一反应就是 又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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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车了 他想先夺远点 看看到底什么情况 但终归还是晚了一步 我是谁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找错了报复的对象 真白和你什么仇什么怨 你真正要报复的负心汉 应该是他才对 英莉莉说着一路小跑的告示牌后面 把装扮可疑的无声从里面拉了出来 其实说实话 如果他想的话 英莉莉不可能拉得动他 但事情已经暴露到这个份上 他再藏起来也没什么意义了 还不如站出来 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实测 实测 没想到居然会有人跟踪自己 大意了 无声把注意力全都集中在了 伪行七海身上 生怕被对方留意到 结果完全没想到 自己也被人违行了 你又是谁 还跟踪我的痴汉 七海看到突然冒出来一个装扮可疑的家伙 警惕地后退了几步 也不能怪七海紧张和害怕 帽子 墨镜加口罩 还有摄像机 无声这身打扮 的确太像是违行别人倒设偷拍的变态了 等等 先被报警 是我 看到七海已经去掏裤兜 要拿手机报警 无声赶紧把自己脸部的伪装全部卸除 无声 你这是又要搞什么要额子 七海看到无声熟悉的容貌 心里稍微松了一口气 去掏口袋的手也停了下来 意外 纯粹意外 无声露着一丝苦笑 随即把英莉莉拉到自己身旁 压低了音量问道 英莉莉 你怎么在这里 我本来只是想观察一下 真白选择的对象 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七谷没想到 你居然是违行跟踪女生 还偷拍倒设的变态 糟糕 好像完全被误会了 无声心里咯噔一下 他本来只是因为担心七海的身体状况 所以想看看他如何安排自己的一天 结果没想到居然被人套路了 如果我说这里面有天大的误会 你会不会相信 无声露出微妙的表情 不相信 人证物证俱载 你还有什么可狡辩的 你伪行了他 而且还和他有着纠缠不清的关系 你这样对得起真白吗 英莉莉气呼呼的说着 金色的长发在摇摆间搞得乱糟糟的 这家伙不会是把刚才七海练习的台词当真了吧 蠢萌蠢萌的 想到这一点 无声没忍住笑出声来 你笑什么 你严肃点 英莉莉如同金毛狗狗被抢食了一般 瞪了无声一眼 摆出超胸的姿态 还有你 居然想对真白动手 我是绝对不会让你得逞的 英莉莉教育过无声以后又鼓起勇气转过身去面对在他看来已经病交换了七海 我为什么要对真白动手啊 和无声不同 无声好歹知道英莉莉是谁 但对于七海来说对方却是彻头彻尾的陌生人 他完全搞不懂自己和这位金毛到底有什么仇什么怨 你自己心里难道没点数吗 你知不知道真白和他有什么关系 知道啊 七海点点头 你真的知道 知道他们是男女朋友 英莉莉狐疑地看向对方 当然了 当初他们还是我撮合的 七海又点点头 对于真白对无声的称呼 七海早就习以为常了 他也不清楚 无声到底是怎么就把真白给成功忽悠了 七海可没忘记当初无声和他坦白自己喜欢真白 让他帮忙做辽机协助的事情 既然知道 你还要做第三者 你的良心难道不会痛吗 一上来就第三者什么的 完全搞不懂你在说什么 七海叹了一口气 绕过英莉莉直接走到无声身旁 远念地看着他 你搞事的能力 真是出乎我的意料 这位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女生 到底是你什么人啊 虽然我不想再对别人的私事 做什么评价 但无声你这样到处张话惹草 真的不好 七海并没有一惊一仗 对于这种情况 他反而已经习以为常了 显然他把英莉莉误解成和施语 学乃他们同样处境的人了 这个你真误会了 英莉莉不是我狩猎目标 我和他没什么关系 听完之后 七海了然地说道 哦 原来如此 这么说其他人都是狩猎目标 都和你有关系了 这个话题 我们以后再谈可不可以 无声一阵喊言 其他的我不管 如果敢辜负真白 无声你要小心一点了 七海笑眯眯地说道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感觉你和英莉莉应该非常谈得来 都是护白狂魔吗 无声在心里吐槽 不管怎么说 七海这边解除误会还是很简单的 他只是把今天违行七海的目的说了一下 对方就原谅自己了 现在真正麻烦的是英莉莉这边 英莉莉 你听我解释 不听不听 王八年轻 这样吵下去也不是回事 无声的解释 英莉莉不相信 也听不进去 不像他和七海很熟 只要稍微解释一下 对方就会信任自己 无声和英莉莉 毕竟是昨天才刚刚认识 还没有到能够这么信任的程度 所以 最好的方法就是回去 拜托真白亲自来证实 不过 对于真白的解释能力 无声是深表怀疑的 回到公寓 无声先把七海和英莉莉 安置到自己屋里 摆脱无一和叶哥的监控 防止他们吵起来 然后 他立刻来到真白的房间叫醒真白 和他把事情原委描述了一遍 希望他能够帮他解围 英莉莉是我许久不见的室友 七海也是我的好朋友 两件快乐的事情 重合在一起 得到的 本该是梦见一般幸福的时间 但是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 紧接着真白难得说出的长句子 就让无声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 真白 你从哪里学来的这个台词 七海以前的深游台本上的内容 我因为想学习编故事的台词能力 所以特意借过来学习了一番 完蛋 你说好好的真白 怎么就变成白雪家了呢 你们以前都认识 带着真白回到自己房间 拜托他和英莉莉解释清楚 他和七海的关系 在搬到公寓前 我住在宿舍时 日常起居都是七海负责照料的 照顾日常起居 战斗力和利塔相同的人物吗 英莉莉听到无声的解释 看向七海的目光完全变了 不过你既然照顾过真白 为什么还想要解决掉他呀 英莉莉护主真白质问道 那个是台词 台词而已 我在做深游练习 也不知道你是怎么联想到 我要解决掉真白的 七海无奈地拍了拍手里的台词本 诶 深游是台词 英莉莉一把抢过七海手里的台词本 翻越了一番 然后直接双手称帝 跪倒在地板上 原来是我误解了吗 不对 事情不止这么简单 就算是秦山这里是我误解了 但你的的确确地违行了他 真白 不要被这家伙给骗了 这解释起来就出来话长了 总之我是担心七海继续勉强自己 所以才偷偷去查看对方的情况 吴绅叹了一口气 虽说吴绅其他地方可能不怎么样 但是他的确不可能无缘无故地来跟踪我 吴绅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种人 七海也帮着辩解 英莉莉顿时一脸蒙圈 看了看吴绅又看了看七海 流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 他伪行你 你还替他说话 毕竟我之前确实有不少问题 太过拼命什么的 被担心也很正常 七海挠了挠头发 被吴绅提醒这么多次 要注意身体劳逸结合 所以从夏令营回来以后 他一直都在认真反省 也理解吴绅是出于什么想法 才去跟踪他 你这么关心他 他这么理解你 怎么总感觉你们之间有猫腻 英莉莉撇了撇嘴 怎么可能 我和吴绅只是朋友而已 七海连忙摆了摆手 但是反应看上去有点夸张 给人一种此地无音三百两的感觉 这个反应好可疑 英莉莉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七海 他总觉得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但无奈 真白自己不在意这回事 被违行的七海也不追究 他也不好再说什么 而且这个话题继续讨论下去的话 对英莉莉来说会变得很危险 毕竟真要较真的话 他自己也算是违行无神的一名女神使 这次的风波到这里就算告一段落 时间已经到了中午 因为有过以前餐桌上凶恶的修罗厂教训 他这次没敢让三名女生同时上饭桌 英莉莉和刚醒来的真白母女俩继续开始剩余的漫画工程 无神本来也想上去帮忙 但却被正准备离开的七海轻轻拉了一下衣角 嗯 无神转过身 一脸疑惑地看着七海 和我出来一下 我有点事要和你商量 跟着七海来到屋外 看着他低头支支吾吾地解释了一番 无神大概了解到 七海是想找人一起进行台词队列 这个请求七海曾经在侍奉部里提到过 当初施宇和薛乃作为陪练对象 无神还记得那次修罗厂是何等的惨烈 虽然声游培训班的时候会给学员组队进行训练 但毕竟只有每天晚上的两三个小时时间有限 他平时需要一个随教随道的陪练 帮人帮到底送佛送到西 既然是对声游甄选有利的事情 无神当然是毫不犹豫地点头同意 对此七海不停地鞠躬 连声道歉 接下来的几天 原本暑假应该比较空余的无神 事情反而排得满满的 早晨出门去和七海会合对练台词 中午回来给英莉莉、真白以及女孩们做饭 下午顺便帮英莉莉处理那些不方便给真白母女的宫口漫画页 可以说是忙得不亦乐乎 期间 施宇和雪奶来过几次 对于英莉莉这个突然出现的人物 他们都显得格外警惕 生怕又从哪里蹦出来一匹黑马 雪之下 你觉得那个金发双马尾如何 追迷英国的室友吗 不管怎么说 多注意一点比较好 雪奶想了想说道 是吗 不知道什么原因 我意外地觉得 他没什么威胁呢 施宇淡淡地笑了笑 为什么 会这么觉得 施宇摇摇头 我也不清楚 也没有证据 只能说是一种直觉吧 为了以防万一 还是把它列入我们联盟的 重点监视对象为妙 你家就住在无声家的对面 监视的任务 这次就交给你了 嗯 雪奶点点头 原本直立破碎的施乃联盟 因为这位半路杀出的神秘人物 不得不再次团结在了一起 为什么我感觉他们 一直都在警惕着我 戴着黑色眼镜框 穿着普通运动衫 作为工作服的英里里 显然察觉到 这两个人看自己时的目光 有点不对劲 可能是无把你当成竞争对手了吧 无声想了想说道 什么的竞争对手 盈莉莉好奇地问道 谁知道呢 无声耸了耸肩膀 我总不能说 他们都是我的翅膀吧 嗯 盈莉莉抬起头 看了看不远处的施雨和雪奶 突然间灵光一闪 试着慢慢地凑近无声 很快 原本只是偶尔眼光 瞥向这边的两位 都朝这边投来了和善的目光 他又赶紧直起身子 两股和蔼的视线 又立刻消失的一干二净 接下来 根据他一系列的实验验证 他发现 自己距离无声越近 表现得越亲密 两股视线就会越发地和蔼 不会吧 难道说这家伙其实很受欢迎 盈莉莉撇了一眼 无声 想起了那个神秘的生幽女 想起了已经沦陷的真白 突然有一种三观崩坏的感觉 怎么了 无声被盈莉莉的眼神 盯得有点发毛 没什么 我只是在想 你难道说很受女生的欢迎 瞧你这话说的 当年我出生的时候 老妈拜托老祖宗 给我算了一挂 说我天生命换桃花 经过这么多天的合作 他和盈莉莉 勉强也算互相认识了 说话不再像之前那么生疏 结果做了18年的单身狗 我本来觉得 老祖宗的算命技术 不过如此 我分明是受了单身狗的诅咒 不过现在看来 看来我人家算得还挺准的 我曾经是一名FFF团的忠实成员 直到有一天 握着膝盖重了一剑 第326集 你这是在自夸自己很有女人缘吗 盈莉莉转了转手中的笔卡 命犯桃花不是一件好事 要知道桃花运和桃花节 虽然只差了一个字 但代表的含义却差了十万八千里 无声扯下头 用手拖着塞帮子 经过这些天的努力 盈莉莉的赶稿作业 已经接近尾声 紧张的气氛已经不在 所以休息和闲聊的次数 都开始变多了 而真白也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趁着休息时间 他回自己屋 拿出了一个密封的档案袋 交给盈莉莉 这是什么 结果档案袋 盈莉莉和一旁的吴笙 都好奇地凑近了过来 新完成的漫画 想拜托身为专业漫画家的 盈莉莉看看 给一点建议 真白坐到对面的椅子上 认真地看着对方 说是专业 其实也就是在同人展 卖同人本而已 和真正专业的连在漫画家比起来 我差得不是一心半点 盈莉莉莉 也不自夸 如实地说道 真白你的漫画吗 其实我一直觉得你画得挺好 问题还是剧情 在现在这个饱和领域里 想要出人头地的 终究还是要靠吸引人的剧情 盈莉莉好像以前看过真白的漫画作品 还没打开档案袋 就说出了一针见血的评价 这一点 吴申也挺同意的 听闻网上玩耿说 毛子是战斗民族 黑人张口就是rap 天朝的种族天赋是种菜 那尼洪这边最擅长的 可能就是绘画了 这是吴申留学到尼洪以后最大的感触 大处可谓是藏龙卧虎 也许只是同班某个不起眼的同学 也许是幼儿园的女老师 便利店的收货员 即使没怎么系统的学过画画 那绘画水平也绝非 毕加索抽象派的吴申能够比拟的 在尼洪能画漫画的人很多 绘画漫画的人不少 关键还是要看讲故事的能力 人们往往只能看到行业表面的繁荣 却不知道漫画界 其实有无数能人挤破脑袋竞争 日夜绞尖脑汁操劳 到处都是尸骨累累 许多人最后只能隐恨离开 而真白的话 作为英国艺术界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 绘画水平没得说 个人风格超一流 分镜构图恐怕也是手到前来 但偏偏真白想要画漫画 那么最核心的故事便是永远不能绕过去的坎 然而真白最大的软肋 却就在这最重要的故事上 无声看过真白上次的漫画作品 那个讲故事的能力真的可以说是稀烂稀烂的 所以说最好的办法 还是由真白来负责画漫画 然后另外找一个人编剧情 两个人一起合作 你有这艺术界天才的名号 这一点相信许多漫画杂志都愿意当学头来炒作 这样未来的漫画家道路说不定会顺风顺水 宾丽丽提出十分靠谱的建议 两个人合作 这种模式没问题吗 无声显得有些担忧 能有什么问题 这种模式其实挺常见的 也诞生过许多优秀的作品 并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 像奇魂 死亡笔记 石梦哲等等 很多知名漫画都是分为作画者和编剧者的 那么现在需要搞清楚的就是一件事 真白你画漫画到底是享受绘画的过程 还是享受编故事的过程 一或者两者都有 无声点点头再次看向真白 我只是觉得漫画很有趣 无论是作画还是剧情 啊 两者皆有之吗 真是头疼 英莉莉抓了抓头发 无声能理解此刻英莉莉的心情 对于没有常识 构思故事能力较弱的真白来说 想要让他编出来引人入胜的剧情 实在是抢人所难 不过 无声比英莉莉要乐观一点 因为他记得 真白好像已经找到了一种解决方法 啊 先别灰心丧气 总之先看看漫画再说吧 我记得这次真白好像找到了解决自己弱点的方法 无声拍了一下英莉莉的肩膀 你看漫画就好好看漫画 老看我干什么 无声忍不住问了一句 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倒是出乎意料的精彩 只是这个主人公怎么看怎么觉得是以你为原型啊 英莉莉吐槽道 说起来之前野哥他们那个本子好像主角也和你很像 真白说的 解决构思剧情 而且能力差的方法 就是以现实作为参考 当时我可是做了不少调查 原来如此 以现实发生的事情作为基础 来编写漫画故事吗 这倒是个好主意 英莉莉点点头 但随即画风一转 也就是说 这里面男主角帮不会打理生活的女主洗澡 其他女生争风吃醋的剧情 都是有现实依据的了 啊 英莉莉的目光变得犀利起来 假的 不存在 不是有句话叫做艺术来源于生活 但是高于生活吗 你看看 这里面还有野哥他们 其实是我女儿的情节 你觉得这个也是真的不差 无声脸上的冷汗是花花直流 这个当然是假的 不过未来女儿穿越回来的情节设计还可以 英莉莉看了看未来女儿出现的剧情 不得不承认 无声说的很有道理 既然这个是虚构 其他的应该只是现实里发生的事情的夸张版 也说不定 英莉莉就这么被大忽悠无声给成功忽悠过去了 无声同样看了看漫画 发现剧情几乎就是自己在公寓以及学校遭遇的翻版 角色原型基本都是可以在现实里找到的 故事是从未来女儿出现 拜托爸爸想方设法攻略后补妈妈开始的 只不过最开始出现的不是五一 而是以夜哥为原型的女儿 毕竟真白还是更熟悉夜哥的事情 看样子在漫画里五一国又忘了一次 虽然我不敢打包票 不过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 感觉通过的可能性还是蛮大的 英莉莉最后又仔细阅读了一遍漫画后 给出了自己的评价 尤其是女儿这段 感觉意外的真实 用妹妹来做演示的借口 其实却是女儿 英莉莉想了想 不由得看向正在另一边玩闹的五一和夜哥 难不成其实是真的 英莉莉心里突然冒出来一个大胆的想法 不对不对 自己怎么也开始胡思乱想了 动画看太多入魔了不成 怎么可能真的有未来女儿 穿越回来这种荒唐事 不可能的 不存在的 英莉莉甩了甩头 自嘲地笑着 把自己荒诞的想法消灭掉 收拢心思回到现实 英莉莉把漫画原稿重新收起来 交给真白后 再次问出了一个 更关键的问题 现在这本漫画可以通过 对周围人现实发生的事情来进行改编 真白你有没有想过 之后该怎么办啊 这也是无身担忧的一个问题 拿它来做原型 固然也许可以画出一部漫画 人总要把目光看得更长远一些 而且这部漫画万一没通过怎么办 就算通过了 后期人气低迷被腰斩了怎么办 一个漫画家除非第一部就是现象级别 国民级别的大长篇漫画 否则一生不可能就画一部漫画 每一部漫画就是一个全新的故事 而现实里一个人的人生故事 可是只有一种模式 真白你有这么多人可以参考吗 平凡的青春日常喜剧不会出现妖魔鬼怪 校园生活也和一间冒险挨不上边 监狱魔法的世界 同样也无法和科技风的世界相提并论 这个倒是不一定 想当年我身边就有不少乱七八糟的玩意 现在不是还是被日常像恋爱喜剧之神给盯上 巫神心里默默吐槽 创作能力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练就的 不过现在可以先用这种参考现实的办法急救 这部漫画如果能够顺利连载 并且人气能够保持的话 连载个几年恐怕也没有问题 巫神想了想说道 而这几年的时间里 我会紧力教他各种生活常识 构思故事的能力也开始锻炼 我相信真白一定能够成为一名知名漫画家的 既然计划的这么详细 那我就不多说什么了 不过这期间 你如果敢辜负真白的话 给我小心一点 盈莉莉说着用手指戳了戳吴绅作为警告 盈莉莉在护白狂魔这方面 和七海就仿佛一个魔子里刻出来的 吴绅在心里吐槽道 不过真白什么都没做 光是摸鱼手下就多了两员护法大将 虽说这二位护法之间关系不是很好啊 自从上次误会之后 虽然吴绅天天和盈莉莉七海见面 但是他们相互之间却没什么联系 吴绅觉得有机会 也许应该撮合一下他们 让他们真正的和解 时光飞逝 转眼又是三四天流逝 樱花庄的一间寝室内 三个人正面对面对视 其中一对男女并列在一起站着 另一个女生则端坐在椅子上表情严肃 你真的已经决定了吗 嗯 觉悟什么的 我早就已经做好了 无论外人如何论到 我都要给自己的妹妹幸福 男生表情坚毅 那你呢 女生严肃地看向另一边 我也要和哥哥在一起 母亲你说什么也是没用的 说着 她挽住男生的手臂 看来你们是长大了 也罢 正好 有一些乘风的秘密 需要你知道 儿子 你其实不是我亲生的 什么 男生大惊失色 看 先到这里 扮演母亲角色的七海 喊了一句停 呜 训练完了吗 无声松了一口气 我说七海 你为什么总是找这种奇葩的剧本 无声看了一眼 手里台词本的标题 我家在亲妹妹与干妹妹之间的修罗场 摆出一副无语的表情 因为我觉得 自己在配人切身线的时候 有一些不足 这个台本里面 母亲的话最多了 我也是找了好半天 再找出来的 嗯 总觉得自己不太适合配人气的角色 七海皱紧了眉头 显然 对刚才的排练时 他自己的表现并不满意 也是 现在流行父母双王有门有房 就算父母没王 也是常年在外旅游压根见不到人影 想找这么一个剧本的确不容易 无声吐槽 前辈 这个时候应该安慰说 七海以后绝对会成为好人气才对 这才是固定的套路 小霾作为排练临时客串的角色 开始在一旁添油加醋 早知道你这么能搞事 我就去找上青草来帮忙了 无声叹了一口气 我本来见到前辈的机会就少 小霾表示抗议 还是算了吧 美笑觉得比小霾更能搞事 七海露出一次苦笑 无声和七海对视一番 相继露出默契的苦笑 你说的有道理 时间已经不早 最后一次训练结束后 小霾已经回到了自己的寝室 让他放弃一下午玩乐的时间 来陪自己训练 七海其实挺过意不去的 无声看了看外面的天侧 也打算离开 但是看到七海那副 心神不定的样子 他却驻足了脚步 无声你不走吗 看到无声迟迟不挪地方 七海疑惑地询问道 没事 我再待会儿 说起来明天就是声优真选会了吧 哎 我没告诉过你时间 你怎么知道的 七海惊讶地看向无声 无声凑上去 捏了捏他紧皱的眉头 让他表情重新放松下来 看你这个心事重重的样子 我猜都猜出来了 你回去还要给表妹和正麦做饭吧 待得太晚也不好 放心 有他那个老室友手着 不会出什么事的 无声笑了笑说道 以防万一 他还特意给英莉莉发了一封邮件 而与此同时 月音也偷偷地摸进了 银花庄的宿舍楼里 开始朝四周张望 不论成功还是失败 这次深游真选会的结果 都会给未来带来极大的变数 我怎么能错过这场好戏呢 虽说无声势就这么留了下来 但两个人一直这样面对面坐着 气氛一片沉默 好尴尬啊 为什么气氛如此安静呢 小霾啊 你快回来 我一个人承受不来 无声玩得还挺嗨 为了缓解尴尬感 开始在心里唱出了声来 无声其实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自从自己提到声游真选会以后 鸡海就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 无论他提出什么话题 鸡海都是呆愣愣地点点头 或者用简略的 是 对 对 哦 等简略的词句来回答 可以说是息字如今 因此 每个无声 绞尽脑汁想出来的话题 都会被七海迅速地切断 无法顺利聊下去 七海 无声试探着问道 在 你这是怎么了 无声伸出手在七海面前晃了晃 但他依旧出神的厉害 没什么 呃 所以说七海你是不是太紧张了 是啊 看样子不使出杀手锏 是没法让他清醒过来了 七海 做我女朋友吧 啊 啊 七海本来还想像往常那样下意识地做出回答 结果刚说完 便猛地察觉到情况有点不对劲 这 这 七海张了张嘴 却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呜 终于回过神来了吗 现在该怎么称呼你 叫亲爱的如何 明天要不要一起去约会 七海猛地拍了一下桌子 明天没时间约会 明天可是最重要的深游争选会 哇 这么说 后天可以了 七海立刻站起身 红着脸磕磕巴巴的飞活地 我 我不是这个意思 还有之前你那个问题 我只是一睡走神 可不是答应了 知道知道 只是开个玩笑 看你一直魂不守舍的 到底在想什么 无声笑哈哈的摆摆手 表示自己就是多弄一下七海 抱歉 一想到明天的深游考核 就感到十分的紧张 嗯 七海扶着额头 轻叹了一口气 这个时候就该转移一下注意力 有时候 你越在意某件事 就会越紧张 把它当作一次 普通的日常测试好了 无声没有多说 道理谁都懂 但并不是说每个人都绝对能够做到 该紧张还是会紧张 可是我的日常测试 经常是在河河的边缘上徘徊的 七海投来抱怨的小眼神 好吧 自己这番话算是撞在枪口上了 既然如此 我这里还有一种方法可以缓解紧张 要不要试试 很灵道 无声搓着手心问他 什么办法 七海身体前轻 很明显对这句话来了兴趣 紧张是一种情绪 只有情绪可以打败情绪 我的这种方法叫做愉悦情感替换法 用愉悦的感情来搞过紧张的情绪 无声慷慨激昂地解释着自己的方法 七海扁扁头 觉得无声说得有点道理 于是他更加好奇了 既然如此 要怎么替换 很简单啊 只需要让你身心愉悦就可以了 这个还不简单 无声说着伸出双手 灵活地摇动着每一根手指 解释得很复杂 但其实换言之就是得寸进尺的按摩 算了 总觉得有点色 而且你这几天给我按摩的次数 已经够多了 七海下意识地产生了警惕心 用手捂着身子 向后缩了缩 啊 前几天玩得有点过头 结果让七海产生警惕心了吗 既然如此 那就换个话题转移一下注意力 只要不再继续关注这件事 继续胡思乱想就OK了 无声想了想说的 对了 和我讲讲生有考核是怎么一回事吧 对于这方面的内幕 我还是完全不了解 说是考核 其实也不会发生什么证件 纯粹就是养尘所 内部筛选的一个测试 七海产也明白 无声打算转移话题的良苦用心 于是顺着回答起来 一般来说想要参加事务所成为正式的深优 都是要通过两次测试 第一次就是我现在这个 只有这个测试通过了 才会被深优养成所推荐给各个事务所 进行接下来的面试和选拔 可以说是深优这个职业的第一块敲门砖呢 不得不说 有些人真的天生就有这方面的天赋 甚至有些人比我还年轻几岁 便早早出道成为深优了 七海感叹 表情隐隐有些苦涩 似乎想起了什么不愿面对的回忆 她在这学习的一年里 不是没有在养成所里 见到过比自己还要年轻的经验之辈 有些人甚至只是训练了短短几个月 便成功被其他事务所看重 正式出道 开始给动画配音 甚至第一次 第二次工作就隐隐有些人气 准备开始转主角役的幸运儿 也有那么一两个 简直就是人比人气死人 这些都让她清楚感受到 别人的天赋与运气 那就仿佛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 不过很快 她深吸一口气 再次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用手拍来拍自己的脸颊 让自己重新振作起来 不过 这并不是我不去努力的理由 我努力了 可能比不过天才 但我不努力 连那些再努力的普通人都比不过了 我努力可能到头来 比不过的是几个人 但我不努力 比不过的将会是一大群人 仔细想想就明白了 为何要为自己战胜不了顶上的那些少数人 而就自甘堕落地 败给其他人呢 凡事都想着争取第一 那也未免太累了 只求自己排位靠前就好 七海说着说着攥紧了双拳 心态豁达了不少 也不像之前那么紧张了 心态很好啊 巫神点点头表示赞赏 而且天才的定义 本来就很模糊 有的人就算靠着辛苦努力取得成功 旁然照样回来一句 他是天才 他有天赋才取得成功 完全看不到他背后所付出的艰辛和努力 说白了 不过是庸然自扰罢了 真是讽刺 就连努力本身说不定都是一种天赋 毕竟赖挨晚期可是绝症啊 巫神吐槽道 聊得已经差不多天色也不早 该到吃晚饭的时间 而一谈到吃饭 巫神立刻来了精神 今天晚饭就交给我好了 你就在此地 不要走动 上次来樱花庄吃火锅的时候 巫神已经知道了厨房的地址 所以他一个人走下楼 打算去厨房看看 他们宿舍楼储备了什么食材 如果食材不够的话 他还要出门再采购一些 来到厨房门口 正好看到上荆草和小霾 正在里面忙忙碌碌 巫神往里面一看 发现厨房里意外地摆出了许多材料 他们正在对食材进行处理 正准备做什么料理 巫神显然来迟了一步 今晚菜肴好像挺丰盛的 巫神的声音响起 专心致志准备菜肴的小霾和上荆草 微微一浪 随机抬起头 然后露出大惊失措的表情 怎么 跟见到鬼一样 巫神喊言 他还特意往后看了看 并没有发现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啊 糟糕了 说好了要对其他保密来着 万一被前辈泄露出去怎么办啊 小霾慌慌张张地摇晃着小手 想挡住桌子上的食材 不要慌嘛 这个时候只要把巫神也一起拉入火就好了 上荆草说着迅速移动到厨房门口 挡住了出路 所以说你们到底在干什么 打算给七海来一个惊喜庆祝派对 巫神站到灶台前 不知不觉深藏的厨师之魂再次燃烧了起来 我听说明天七海要参加很重要的选拔 所以打算特意搞一个祝福晚会 我现在正在准备晚会的料理 上荆草和巫神解释道 料理吗 全都交给我来处理好了 巫神自信地拍了拍胸膛 哎 交给你没问题吗 我虽然知道巫神很擅长做饭 不过今天好多菜谱都是特别准备的 前辈真的能够胜任吗 里面有许多操作好复杂的说 小麦对此深表怀疑 上青草虽然尝过巫神亲手调味的火锅 但对于他的料理水平并没有全面的认知 小麦更是对巫神的料理技术 根本一点都不了解 哼 看来你们对力量一无所知 巫神钻紧了小泉泉 露出一丝微笑 亲爱的女士们 你们只需要到外面等候就餐即可 这里是属于我的战场 无神微微一鞠躬 小麦和上青草只觉得眼前一晕 在回过神来时 不知不觉已经来到了厨房门外 无神这是怎么了 性格感觉好像完全变了一个人 上青草和小麦对视一番 都是同样的一脸蒙圈 他就是那种在料理的时候 会转换性格的人 西海正翘从楼上走下来 接过了小麦他们的话茬 诶 这是被发现了吗 你们那点小动静 怎么可能瞒得过我 最近行踪这么可疑 西海轻轻叹了一口气 因为住在樱花庄已经有一段时间 他对于小麦和上青草 可以说是相当熟悉了 如果有什么异常 往往第一时间就能够察觉得到 刚才无神察觉到我的异常 恐怕也是这个原理吧 仔细想想自己对无神 何尝又不是如此 不知不觉之间已经这么熟悉了吗 想到这里 西海心中涌动起一股莫名的古怪情绪 对于无神而言 处理这些食材自然是小意思 美国多长时间 一道道精致的美食 从厨房里被运送了出来 看得除去已经见怪不怪的西海以外的其他成员 目瞪口呆 这么恐怖的吗 上青草惊讶地感叹道 小麦则迫不及待的每一道菜都尝了几口 为我的张大了嘴巴 惊了 没想到前辈做饭居然这么好吃 好想以后每天都吃这么好吃的饭菜 前辈干脆搬过来一起住好了 我那边自己有一栋公寓 没办法搬过来 正所谓前一发而动全身 他如果搬家的话 跟着学来语音五一他们都要搬家 月音也要重新换个地方租房子 变动实在太大 不然当初无神只选择搬到樱花庄就好了 根本没必要花真白的强角 嗯 真可惜 既然如此的话 我也想搬过去住 小麦趴在桌子上嘟囔着小嘴 无神你挖墙角的能力还真是一绝啊 当初把好玩的真白拐走 现在要玩弄我可爱的小麦了吗 上京草搂着小麦蹭来蹭去 同时忧愿地看着无神 显然还对他挖角真白的事情耿耿于怀 好了 不说这些了 我们还是住七海 明天的考核顺利吧 无神举起手中的杯子 里面盛满了橙色的果汁 住七海 明天考核顺利 伴随着玻璃杯的撞击声 杯中的液体摇荡 异口同声的琴鹤声 樱花庄的祝福晚会正式拉开帷幕 吃饱喝足 热闹的宴会 虽然仍在继续进行 但无神看了看时间 觉得自己到了该离去的时候了 他不想打搅热闹的气氛 也不想扫兴 于是打算就这么偷偷摸摸地不告而别 你就打算这么一句话不说 直接离开吗 然而就在无神开门 打算悄悄离开的时候 七海早已在楼套走廊里等候多时了 因为不想扫大家的兴致啊 你看里面现在多欢乐 我如果那个时候提出要离开 那也太不懂气氛了 今天多谢了 不 一直以来都多谢了 七海沉默了片刻 并没有去接无神上班去的话语 而是真挚的道谢 我最多就是做了点举手之劳 合作挂齿 对了 有个东西要给你 胡神掏了掏口袋 最后变戏法一样 拿出一枚吊坠递给对方 这是 七海伸出去的手停在了半空 并没有直接接过这件物品 他的直觉告诉他 这应该是十分贵重的东西 你当成护身符就好 放心 不是什么贵重物品 驱邪退摸逢凶化吉祥瑞之招 这是他的效果 参加测试时记得戴上他 无神说着亲手把吊坠拍到了七海的手中 我不能要这么贵重的 七海显然不信无神的这套说辞 但当他抬起头的时候 却发现无神早就跑得没有踪影了 这家伙 七海摇了摇头望着手中的吊坠 他流露出淡淡的笑容 最后还是选择紧紧握住 就仿佛攥着什么极为宝贵的事物一样 还是把吊坠送出去了 樱花庄的不远处 为了避免七海想把吊坠还回来 他特意趁其不注意直接开溜了 这次的吊坠吸取了前几次的经验 可是经过了筛选和特殊处理 应该不会发生类似 施宇和雪奶那样 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事件了 对于当初施宇的测谎仪 和雪奶的伪装清除 因为把自己坑得很惨 无神可是记忆犹新 现在唯一需要注意的一点是 绝对绝对不能让老妈发现 七海拥有吊坠 这里是重要的翻车点 赶快拿笔记记一下 那个吊坠可以帮助七海姐姐 顺利的通过深游针线考核吗 无神的身边突然冒出来一只白色小萝莉 我说月音 我怎么感觉你无处不在啊 无神无语的低下头 看向身旁的原因 这家伙总是神出鬼没 突然出现 搞得无神一点防备都没有 先回答我的问题 父亲大人 这一点很重要 无神看了一眼月音 发现他的表情十分严肃 不像是在开玩笑的样 于是无神也收起了玩笑的表情 该开玩笑是开玩笑 该严肃是严肃 看气氛说话这一点 无神还是懂的 难说 他虽然象征着祥瑞之兆 但作用的范围太随机 太宽泛了 不像三族金蝉的铜钱 效果那么定向 无神说着 以此伸出一根根手指 身体健康 幸运 免除灾祸 驱邪退魔 文运 伤运等等 这些可以代表祥瑞 我也不确定 他能不能恰好 在声游考核这件事起到作用 依靠这枚吊坠带来的幸运 终究几率太过虚无缥缈 和以前送给其他人 作为确保安全的护身符不同 这类操控器运的吊坠 只有在真正董行的人手里 才能发挥真正的作用 交给一般人 最多就是一个作用微弱的幸运服 而董行的人 如果不是与吊坠紧密接触 就算是远程操控 都会使效果大减 而吴绅又不可能 一边让七海带着吊坠 一边牵着自己的手 去参加声游考核 所以吴绅送出去吊坠 其实是有着其他的考量 那枚吊坠 是要在其他方面 发挥他的作用 我还在上面 加了静气凝神的效果 应该能够帮助他 缓解考试前的紧张 这是我最大限度能帮他的了 吴绅看着七海钻点吊坠 然后将其挂到了脖子上 转身重新进入到樱花庄 平静地说道 不是这样的吧 如果父亲大人愿意的话 可以很轻松地 让七海姐姐通过追选 甚至内定都很简单 不是吗 走后门 如果这件事被七海发现的话 我感觉自己会被他骂得很惨 而且就算内定又有什么意义呢 声优终究是要靠实力来说话 没法通过考核 就证明七海作为生优的水平还不及格 我就算帮他内定了 在工作时粗略的配音水平暴露出来 那才是万事休矣 吴绅依靠着街道拐角的电线杆上 轻轻地点着脚尖 那父亲大人觉得 七海姐姐明天能不能通过测验呢 月音不依不饶地缠上来 继续好奇地问 我怎么可能知道 我又没有未来式的能力 说起来能预知未来的人是月音你吗 这话应该我问你才对吧 无声说着 渐渐将月音逼到了街道的角落里 为防止他再次溜走 这一次他是真的很想知道未来的情况如何 而月音是唯一可能知道真相的萝莉 我的未来是可看不到这么详细的东西 我唯一能确定的一点是 明天的结果无论失败还是成功 都会对这次世界线的未来变动 产生重要的影响 月音露出调皮的笑容 话说父亲大人 你现在这个样子 很想准备又拐小萝莉的变态哦 你说我如果现在大声呼救 会造成什么结局呢 警察捕捉失败犯人连夜逃窜回国 无声倾咳了一声 还是说正事吧 月音 你轮回过这么多次 没有关注过七海的未来吗 以前几次时间线 父亲大人和七海姐姐的交集并不多 我哪有那么多精力 去关注一个毫不相干的女生 是吗 无声忧虑地看向不远处的樱花庄 神色略显惆怅 努力肯定是努力了 这些天七海的认真与努力 他都看在眼里 甚至亲自参与到了其中 但问题是 七海终归只训练过短短几个月 就匆匆地参加了考核 七海并非那种天赋型的生优 想要靠努力来获得成功的话 努力的时间和经验 累积的远远不够 所以究竟能否通过测验 无声也不敢打保票 这种时候除了祝福 也做不了其他事情了 无声微微一叹 牵着月音的小手转身离开了街道 该做的他都已经做了 七海也出了相应的努力 接下来能做的也就是全力拼搏 发挥出自己百分之百的水平 然后静候结果了 不过无声相信 就算七海这一次失败了 他也绝对不会从此一蹶不振 肯定会更加努力 为下一次考核做好准备 反Flag力到这个份上应该足够了吧 第二天上午 生有养成所内 无数的少年少女正坐在等候厅里 等待着命运的审判 七海手中攥着台词台本 目光时不时地朝周围撇了几眼 表面上看似平静 心脏却是扑腾扑腾直跳 这还是他第一次参加这么重要的考核 如果失败的话 父母很可能以此为理由 将他强制召回家中 那他的梦想之路 可能就要戛然而止了 前所未有的压力 让他的紧张度 与其他参加考核的人完全不同 就在他因为紧张 大到一片混乱的时候 突然觉得脖梗处传来一阵凉意 顿时意识清醒了不少 无声之前 送我的吊坠 七海摸了摸鸽梗处的吊绳 嘴角不由地勾起一丝 不易察觉的弧度 他轻轻舒了一口气 让自己的心态平静下来 下一位六号青山七海 请进来参加考核 这时候门内传来了严肃的声音 是 七海瞬间站起身 脸上的表情看上去 斗志满满 双眼中仿佛有火焰在静静燃烧 声妖考核的时间并不是很长 再加上七海的考核序列号是单位数 比较靠前 没过多久 他就从声妖养藤所里走了出来 露出一副如释重负的表情 不过 要想知道考核通没通过的结果 还需要等到几天后的发布会 所以 他的心中仍有一块大石头 没有落下来 七海 考核结果怎么样啊 肯定是很顺利吧 早已在外等候多时的上京草和小麦走了过来 来的时候 他们就一起陪着七海 考核的时候两个人也没有离开 而是直接在外面等待他考核结束 应该没什么问题 我觉得自己应该是正常发挥的 七海笑了笑说道 与此同时 他东瞅瞅西看看 他似乎是在找什么人 然而 随着在人群中的一番浏览 他并没有发现他所要找的人 于是乎 神色显得隐隐有点失落 不过在樱花庄其他人的围绕中 这份表情很快便隐藏不见 七海姐姐不会是因为没找到父亲大人 所以才失落的吧 月音抬起头看了看半空 只见乌神正稳稳地站在电线杆的最顶端 居高临下地看着下面 这可不一定 乌神耸了耸肩膀 父亲大人 你为什么要站在这么高的地方 月音仍旧抬起头 露出白皙的脖梗 无语地看着顶端的乌神 为了防止再次被人发现我的尾形 不过现在看来好像并没有什么效果 乌神嘴角抽搐了一下 连着被月音阴厉厉厉跟踪了这么多次 他决定不走寻常路 玩玩轻功水上飘 在电线杆与防炎之间游走 他本来以为这次应该稳了 结果没想到还是被月音给发现了 惊了 现在的白色小萝莉这么可怕了吗 从电线杆顶端轻轻跃下 乌神看到不远处渐行渐远 表情带着淡淡失落的七海 终究还是选择急步走了上去 呦 辛苦了 考得怎么样 乌神选择绕过这条街 直接等候在前方的单行道 等七海他们一行人走过来以后 乌神看似随意地朝他挥了挥手 出言询问 还可以 接下来就是等待结果出来了 七海明面上虽然没什么大的变化 但稍微一愣之后 神色明显开朗一点 对了 你来得正好 考试也已经结束了 这个还给你 七海把脖子上的吊坠摘了下来 想要交还给乌神 不用了 你留着吧 就当是一个纪念品 乌神双手插在裤子口袋里 并没有去接 七海每前进一步 乌神就灵活地后退一步 让他始终没法把吊坠交给自己 到最后两个人从一步变成一路小跑 相互追逐起来 逐渐远离了街道 啊 前辈们离远了 我们赶快追上去 小麦惊慌失措地想要继续往前追 但是上京草却拦住了小麦 看着远方那二人 他似乎明白了什么 别打搅他们了 我们也别继续做电灯泡了 先回去就好了 说好了中午的庆祝临时宴会呢 在小麦的一片哀嚎声中 上京草抱着他飞快地离开了这里 你这家伙好灵活 跑得也好快 我们没感觉自己体力不算差的呀 啊 干过这么多打工 七海的体能算不上顶尖 那也是一流的水平 他本来有自信追上吴神 结果追了半天 自己体能耗尽气喘吁吁 对方却呼吸平稳 一点紊乱的迹象都没有 从来都是我追别人 你主动追我 这还是第一次 谁追你了 七海脸色一红 伸出手 再次把吊坠递给吴神 这个还给你 吴神摇摇头 依旧没有去接 不用了 你留着吧 就当一个纪念品 既然如此 那我就不客气地收下了 你如果以后再想反悔收回去 我可不会还给你了 追了这么半天 结果对方还是不要 七海索性也一赌气 重新把吊吁带了起来 我既然送出去了 怎么可能还会收回来 吴神紧接着想到了什么 出声提醒道 对了 还有一件事你要记住 千万千万别在我妈面前 暴露出这条吊坠 不然情况会很不妙的 怎么个不妙法 七海显得一脸蒙圈 不可说 不可说 搞得这么神神秘秘的 也不知道你送我这个 是要干什么 总觉得没那么简单 总之 你这些天好好待着他就是了 几天后审核结果出来 记得通知我 我就在家里坐等你的好消息了 吴神挥挥手和七海告别 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的 如果是好消息的话 七海点点头 最后一句话 声音却如同文字一般细微 三四天的时间 说长不长 说短不短 事务所用邮件的形式 通知参加审核的人员 前去领取成绩评估单 结果教室递出来的信封 七海没有立刻打开 而是默默地走出了 声游事务所 今天的天气万里乌云 此时正值中午 强烈的阳光照射的 他不由的眯起眼睛 下意识地拿起信封 遮挡阳光 信封的纸很薄 里面的神器评估单也很薄 透过阳光的照射 他看到上面投射出来 代表审核结果的 那个单个英文字母 七海非为一了 还没等他做出反应 口袋里的电话响了起来 一看来电号码 正巧是父母家里打来的 喂 爸妈 是审核结果已经出来了 七海生硬地点点头 但随即目光变得坚定起来 对了爸妈 我打算今天坐车 回老家见你们一趟 嗯 有非常重要的事情 要和你们说 有非常重要的东西 要给你们看 七海不由地攥紧了 审核成绩单 像是攥着极为宝贵的事物 另一边 真白和英黎黎 仍旧在餐桌前奋被积输 叶阁和五一则是到了午休时间 开始在屋子里玩闹 而刚刚完成一份 英力力交代的画稿涂黑工作 正坐在沙发上 闭目养神的吴深 突然间睁开了双眼 果然出事了 幸亏我留了一个亲眼 第329集 吴深给予七海吊坠 一方面是因为幸运服的原因 另一方面 他也是担心考核结果出来以后 出什么意外 作为一个保险 放置在七海身边 有了这枚随身携带的吊坠 他就可以随时掌握七海的位置 与大概其情况 刚才他估摸着七海 应该知道了生优测验的结果 但对方却迟迟不给自己通知 这让他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稍微感应了一下吊坠的位置 发现吊坠正在以飞快的速度 朝着远处脱离 这个移动速度 七海应该是坐在了新干线上 这么急匆匆的离开 到底发生了什么 吴深眉头微皱 思来想去却没有什么头绪 他先拿出手机 给千诗老师打了一个电话 确定了一些事情后 造谢并挂断了电话 没有退掉樱花庄的租房 看来七海并不是打算一走了之 凭七海节俭的性格 如果他真的打算离开 必然会退还房租 做出一系列的准备 而不是这样直接买一张电车票 就不告而别 看来有必要去亲自看看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吴深心里想着站起身 走到电脑桌前 拍了拍仍旧在粪笔集书的英莉莉 有什么事吗 没看我正在画稿吗 英莉莉仍旧沉迷画稿 无法自拔 甚至连头都没有抬一下 我有事 估计要出去几天 真白和几只萝莉 拜托你照顾几天 啊 啊 英莉莉下意识地点点头 但是很快就回过神来 猛地站了起来 怎么回事 怎么突然说走就走 家里突然有点急事 你不是这些天 一直都要在这里赶搞吗 顺便照顾一下真白 一切就委托给你了 你以前是他的室友 这方面肯定有经验 狐身严肃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可 可是以前负责照顾真白的失利塔 我对这方面一窍不通的 一窍不通可以练习啊 照顾真白相当于照顾小孩子 这也算是为未来的新娘修行做准备 英莉莉刚想反驳什么 却发现狐身已经打开门 迫不及待地溜走了 她带立在原地 弄了许久才僵硬地转向真白那边 顿时一个头两个大 啊 吴神我恨你 英莉莉甩着把尾面 在内心大声咆哮起来 当然 光一个经验不足的英莉莉 吴神也不完全放心 所以 她离开的时候 还特意拜托了一下学奶 你有事要出去几天 拜托我照顾真白他们 学奶微微一愣 随即狐疑地注视着吴神 这 怎么了 吴神被学奶钉得有点发毛 照顾真白他们可以 不过你最好告诉我一下 你要去干什么 学奶现在对这方面很警惕 别回头吴神出去一趟 回来的时候又拐过来一个新的狐狸青 对于自己接下来要去做的事情 吴神倒是觉得 没什么要隐藏的必要 不需要遮遮掩掩的 于是 她就大大方方地 把要做的事情和学奶解释了一遍 没想到 你还挺关心她 学奶摸索之下了 虽然 她对七海有所警惕 但这种事 吴神并没有做什么 所以 根据她的原则 自然不可能去阻止 好吧 我会帮你看着真白他们的 不过对于七海 你懂的 你帮我当什么人了 我怎么可能会趁人之威 哼 那样最好 学奶冷哼一声 得到了她的承诺以后 吴神这才放心地离开 高速行驶的列车上 七海拖着腮帮子 静静地看着窗外景色变化 没过多久 她拿出来匆忙塞到口袋里的信封 颤颤巍巍地用手拆开 拿出里面的审核书看了一眼 上面写着一个大大的 碧简 七海轻轻叹了一口气 反而不那么紧张了 之前她还有一丝渺小的希望 比如 透过阳光看得自己比较模糊 所以看错了一类 在没有真正确认之前 她心里还有那么一丝侥幸心理 然而 现在信封拆开 正式确信了里面的成绩 她这次 的的确确没有通过考核 侥幸的希望彻底破灭 七海也彻底冷静了下来 不再去怀有虚幻的妄想 尽管距离及格只有一步之遥 但没有合格就是没有合格 由不得任何辩解与理由 不过 我不能就这样放弃 钻金手中的成绩单 七海并没有因为失败而感到沮丧 反而眼神变得更加坚定 她只是失败了 并没有直接game over 大不了从头再来就是了 现在七海唯一需要面对的阻碍 就是她家里反对她成为生优的双亲 他们之间一年之约已经到期 七海彻彻底底的败了 按照约定 她应该放弃培训 乖乖地回到老家 接受父母的安排 不过 她并不打算就这样妥协 这次她回家 不是打算接受父母的安排 而是打算再认认真真地 劝说他们一次 如果还是无法得到理解 那就只能一意孤行了 毫无疑问 那个时候 父母会彻底断掉自己的学费和生活费的来源吧 想到这种最糟糕的可能性 即使是下定决心的七海 脸色也暗淡了下来 不管怎么说 只能尽全力 将我的觉悟 呈现给爸爸妈妈了 七海甩了甩脑袋 试图给自己加油补劲 觉悟吗 有时候光靠嘴炮 光靠所谓的决心是没用的 有些父母才不会在意这种东西 七海旁边座位的男生 依靠着一份悠然地说道 七海皱了皱眉头 不知道是哪个陌生人 随意插化自己的心事 他本来就不想理会对方 但却突然觉得对方的声音有点耳熟 他猛然回过头去 恶然发现身旁坐着的 居然是自己最熟悉的一个人 无 无神 你 你怎么也在这儿啊 七海顿时间慌了阵脚 反应看上去特别的可爱 哟 这不是七海吗 好巧啊 我们居然赶上一趟列车了 无神摇了摇脑袋 装出一副看上去很惊讶的表情 别开玩笑了 你明显一开始就知道是我好吗 七海没安好气地吐槽道 这次你打算回老家见父母 干脆把我也带上好了 我正好也想见见七海的双心是什么样子的呢 无神说着露出了神秘的笑容 带上你 七海微微一愣 比起这个 你怎么也在列车上啊 你老家是大板 难怪你偶尔傲娇或者磕巴的时候 会冒出来几具关西墙 无神看了一眼列车上的电子牌 这才知道七海是打算去哪里 哪有啊 我才没有傲娇或者磕巴过 七海摇头反驳 但没意识到自己情绪一失控 方言枪直接暴露了出来 你看 就是这种腔调 嗯 七海赶忙捂住自己的嘴巴 但还是晚了一步 因为担心你如果声优审核不及格 做什么傻事 我今天可是全天候的卫星哦 看到你上了列车 我就跟着买票进来了 当然 实话是不能说的 他其实是出了门 定位好吊坠的位置以后 直接玩了一个瞬移 这种其实危险系数还挺大的 毕竟对方处于高速移动之中 一个不小心移动到前面 或者电车轨道 或者列车上方车顶 那乐子可就大了 不过 为了尽快赶到七海身旁 探明情况 也顾不得这些意外情况了 听到吴绅是因为关心自己才跟上来 他隐隐感到一丝暖意 其实你没必要担心 我这次不是打算按照父母的约定 回老家接受他们的安排 我是想 再和他们好好谈一次 将自己的觉悟展现给他们 希望他们可以理解我 从反对变成支持 打算这么靠觉悟说服父母 所以说你还是脱氧图simple 吴绅双手交叉拖着下巴 做出经典的司令手势 哪里有问题吗 吴绅这样微妙的态度 让他隐隐有些不放心 理解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问你 如果你的父母耐下心来 和你好好谈一次 展现出自己为你好的觉悟 希望你可以理解他们的苦心 听从他们的安排 你会同意吗 你会理解他们吗 吴绅把七海刚才说的话里面的人物颠倒了一下 竟然让七海一时间无语宁悦 始终保持着沉默 如果你无论怎么说服 你父母还是始终不同意 你真的打算和他们决裂吗 吴绅再次一针见血地询问呢 其实对于和父母谈话能否成功 七海也不是很确定 如果交谈失败 面对可能出现的决裂 七海更是想都不敢去想 说是做好了觉悟下定了决心 但被吴绅这么逼问 他才发现自己的觉悟和决心 是多么脆弱和幼稚 我 我可以试着认真地劝说 真的有用吗 他们的想法可是为了你好 他们不觉得这样会害了你 这种事情你我现在可能还无法理解 毕竟不同身份的人 有不同的身份的想法 就如同你父母就算认真地展现觉悟和你谈心 你也不可能理解他们的想法 放弃成为生忧的梦想一样 也许等哪天我们也为人父母才能去试着理解 七海摇摇头 如果我的女儿拥有梦想 我是不会去阻挠她的 绝对 好了 知道你不会阻挠 我们还是讨论正事吧 无神喊言 现在的她 听到别的女生提到女儿两个字 就是一阵干产 都快留下心里阴影了 我个人的看法是 在你真正做出一定的成绩之前 父母是很难认可你的 我在天朝时有一个朋友 他喜欢写小说 却被家里人当作不务正业 怎么解释都没用 可是到后来 咬着牙熬了三年多 一边送外卖一边写 总算是意外地出了点成绩 赚了点钱 然后父母的态度便立刻掉转了180度 你才练习快一年就有这样的成绩 比那家伙强多了 有点自信呢 无神用巧妙的对比手法来安慰其海 帮他重新树立自信 你那个所谓的朋友 不会又是妹子吧 身经百善的其海 独疑地看向无神 怎么可能 难的 肯定是难的 你放心 我在天朝时一直是单身狗 妹子 不存在的 总而言之 你要做的不是劝说 而是要想办法证明自己 证明自己不是不务正业 证明自己可以用生优这份工作养活自己 到那个时候 父母自然会认同你 如果做出了成绩 证明了自己 他们却还不认同七海 那就不是七海的问题 而真的是双亲的问题了 无神心想 到那个时候 就需要用对待雪之下的父母时的法子了 不过 无神觉得七海的双亲 应该还到不了那个地步 他们现在反对七海成为生优 恐怕也是为他着想 有着相应的考量 可是我现在还没有做出成绩 生优审核也没有通过 七海低下头 显得十分没有底气 所以这时候 就要想办法先糊弄过去了 能尽量拖延时间就拖延时间 然后等到你真的有了实际成绩和薪酬时 再和双亲坦白 无神开始给七海出谋划策 这也是他此行最重要的意义 可是怎么糊弄过去啊 这不是由我吧 无神自信地拍了拍胸膛 忽悠你双亲的事情 就交给我好了 还不是手到心来的事情 不过七海你也需要付出一点代价 无神伸手招呼七海走近过来 在他耳边小声说了几句话 这一招真的管用吗 七海的脸色微微有些红润 看上去对于无神的计划 不是那么确信 放心好了 你就当是上了老司机的车 绝对稳 无神笑眯眯地保证了 几个小时后列车进站 在这段时间里已经商量好解决方案的二人 毫不犹豫地朝着七海家所在的位置进发 爸妈 我回来看你们了 七海家的小院子里 七海安动门铃 外面的大门没过多久 便被从里面打开 女儿你总算是回来一趟 你后面那位男生是谁啊 一位看上去和七海样貌轮廓略有相似 表情很和蔼可亲的太太 把七海迎了进去 等她看到自己女儿身后 跟着另一位男生 青山太太疑惑地发出询问 嗯 七海张了张口 但是因为羞耻的缘故 始终说不出来一句话 无神露出一丝苦笑 知道又要轮到自己亲自出马 她上前一步十分礼貌地说道 伯母你好 我是七海的男朋友 第三百三十集 男 男朋友 七海的妈妈愣了一下 一时间脑子有点回不过来弯来 显然还没有做好准备 看到这一幕 无神赶紧偷偷给七海打了一个眼神 嗯 没错 我找的男朋友 怎么样 还不错吧 七海鼓足勇气 一咬牙点点头 说完这句话 七海轻轻输了一口气 万事开头难 只要第一句说出口 接下来就会顺利许多 你找了男朋友 怎么不和我们说一声 我们又不是不同意你交往 七海妈妈小声抱怨了一句 妈妈 我这不是把人带回来了吗 七海笑着拉了拉妈妈的手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你好歹给我们一个心理准备呀 七海的妈妈清点了女儿的脑袋 七海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头发 哼 想给你们一个惊喜来着 还惊喜 惊吓差不多 这孩子 七海妈妈溺爱地揉了揉七海的妈尾病 真好啊 有个正常的老妈很好 吴深想起了什么 不由她感叹她 吴深自己观察了一下七海的母亲 虽然已经到了中年时期 但她的保养很好 看上去并没有多显老 棕红色的长发盘成一树 从另一边肩膀上垂下来 如同成熟版的七海的容颜 温柔和蔼的表情 如果有弹幕的话 肯定又是一片 太太嫁给我爸一类的字样刷屏 她身上穿着普通的便服 外面套着一件围裙 身为厨师的吴深 一眼就能看出 她刚才有在厨房里准备过菜肴 一看就是位持家有道的家庭主妇 妈妈先照顾她进来 因为七海的妈妈太过震惊 有点反应不过来 七海拉拉拉她的衣袖 凑到她耳边小声提醒 对对 抱歉啊 你时间没有反应过来 请进 请进 七海的妈妈捂着小嘴 随即露出一副歉意的表情 大叫了 武神点点头也跟着走了进来 门口有客人专用的一次性拖鞋 武神很自然地换好以后 走到了七海旁边 您先去忙吧 我看厨房的味增汤和煎海鱼 好像要过火了 别因为我耽误了 不用特意留在这里招待我 有七海在 我这边不碍事的 武神看了一眼七海妈妈的围裙 轻轻嗅了嗅房间里散发的味道 笑着对她说 嗨 七海的妈妈微微一愣 随即露出一副你怎么知道的表情 但她很快想起了自己那还在锅里煮的汤煎的鱼 之前她以为门口只是来了送东西的 所以没关火就匆匆跑了出来 如果这样一直放着不管 一会儿就该糊锅了 七海 你先陪客人四处逛逛 去见见你父亲也行 他估计还在自己屋里 我先去处理一下厨房的事 一会儿就回来 现实陪了 七海的妈妈歉意的说完 赶忙转身朝厨房的方向快步走去 嗯 七海乖巧地点点头 看到自己妈妈关上厨房的门 七海这才依靠着墙壁 神经顿时放松了下来 怎么样 我演得像吧 无声笑嘻嘻地问他 瞧你出的馊主意 紧张死我了 不过第一关总算是过了 妈妈显然已经信了 七海神色略显复杂 信了就好 信了就好 不信的话下一步计划 还没法顺利执行了 无声这次的计划 最关键的地方 就是要让他们相信 自己是七海的男友 只有满足这个条件 后续的步骤才能继续进行 对了 你怎么知道我妈还在做饭 而且还知道她做的是什么饭 七海想起来刚才一件 在他看来比较神奇的事情 忍不住问他 看他为军上沾的酱汁 闻了闻厨房散发出来的味道 判断这些其实挺容易的 对我来说小意思了 你妈手艺应该不错 不过还是我比较强 知道知道 你用不着这么自夸 七海惊心一笑 撇了撇小嘴 好了 有什么一会儿再聊 现在先去见你爸 按计划行事 你带路 明白 七海点点头 表情也变得严肃起来 毕竟此次计划 关乎自己能否继续顺利 去追逐生忧的梦想 七海在这方面自然马虎不得 跟着七海走过长廊 来到另一侧的一间房屋 七海深吸了一口气 做好了准备以后 敲了敲门 爸 我回来了 七海啊 这么快就到家了 进来吧 门没锁 屋内传来一阵淡淡的回应 无神 一会儿就拜托你了 七海回过头 压低音量 小声地对无神说道 放心 一切交给我 无神咽了一口痛吗 挥挥手 是以七海可以开始 看到无神做好准备的手势 七海也紧张地扭开了门把手 一进屋 最先映入眼帘的 就是坐在书桌前 翻看报纸的一位男性 看上去 对方很普通的中年男人 穿着也很普通 但是眉宇间 却有一丝刚硬 应该是属于严妇的那种类型 也许七海自强自立的性格 就是随着父亲 不过 这些都是无神根据有限情报的猜测 真实情况他也不清楚 嗯 这个人是谁 七海的爸爸看到跟着七海一起走进来的无神 对我的微微皱起眉头 他 他是我男朋友 嗯 男朋友 今天带回来 想给爸爸看看 他也说 想见我父母一面 哼 男朋友 七海的父亲放下手中的报纸 把目光投向无神这边 他明显没什么好脸色 那种表情就像是自家养的水灵灵的大白菜 让猪给拱了一样 简直糟糕透了 啊 啊 啊 对此 无神只能抱一鼓笑 同为女儿的爹 他其实挺懂对方的心情的 不过 我萌萌哒的女儿们肯定都是百合 谁都别想叫我岳父 男友的事情一会儿再谈 有件事我先问一下 瞥了一眼无神以后 他再次看抢七海 你之前电话里说的 有很重要的事情和我说 是指什么 指的事情 就是我有男朋友了 七海认真地说道 这原本不是他要说的台词 不过为了顺利完成计划 就直接魔改了 你说 有什么很重要的东西要给我们看 七海的爸爸眯起了眼睛 就是指他了 七海说着 把无神拉了过来 手牵着手 虽然只是演戏 但毕竟是在自己的父亲面前 七海还是脸色一片羞红 七海的爸爸显得十分尴尬 他本来刚才想要转移话题 塑造一股严肃的气氛 结果没想到绕来绕去 结果又绕回到男朋友这个话题上了 七海和他父亲默默地对视了片刻之后 他这才缓慢地挪动视线 很不情愿地重新看向无神这边 你就是我女儿说的男朋友 叫什么名字 无神 无神知道又该轮到自己这边 于是挺胸收腹 继续按照原先计划的设定开始表演 无神 这个名字有点奇怪啊 是姓氏还是名字 两者皆在其中 我是天朝人 无神笑了笑解释道 哦 原来是外国人 七海的爸爸恍然大悟 低下头似乎在思考些什么 显得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七海朝无神这边投来担忧的神情 担心这一关可能会出问题 但无神却依旧淡然 在他看来 七海的爸爸无论是苦恼还是反对 都在情理之中 就算是跨区域交往 都有一大堆问题 跨国就更不用说了 未来继续发展下去 肯定会面对更多的麻烦事情 对方的双亲为了自家女儿考量 会苦恼这很正常 唉 你这孩子从来都是特别拧 我就算反对 也不可能放弃吧 没错 七海点点头 意志坚定 感情上的事情 我不想去抢求什么 只要你找的对象 人品没什么问题 无神是个好人 七海立刻说道 我怎么感觉 你这是当面发好人卡呀 无神在心里吐槽 这方面 回头我会亲自考核 你不用多说 七海的爸爸摇了摇头 爸爸 七海还向他解释什么 却直接被他打断了 你们不用担心 我的要求其实也不高 只要对我女儿好 人没什么问题 是真心相爱的 能够一心一意 肯定能够合格 总觉得自己 可能没法合格了 幸亏只是假扮 无神庆幸地想到 在七海爸爸眼里 自己绝对是那种 不合格的女婿 无神不由得感叹道 不过 我最多也就是在你这方面 做出一点账户 与你未来相关的 另一方面的事情 我是绝对不会让步的 七海的爸爸声音 逐渐升高 七海和无神对视了一下 心里都明了 真正的重头戏要来了 生有考核 结果出来了吗 我打电话问过事务所 你好像没有及格 果不其然 就如同七海和无神预料的那样 他开始提及 七海声忧考核的事情 因为他恋爱 结果荒废了 声忧方面的练习 七海爸爸的语调 带着淡淡的讽刺 如果是正常情况 七海早就大声反驳 我不是我没有 但现在 他却始终保持着沉默 按照约定 你没有成功 所以接下来 必须听从我们的安排 约定就是约定 七海就算再怎么反驳 约定的事情 已经给人落下了口实 再怎么反驳 也显得没有力度 站在道德高点上来看 是七海没有遵守约定 错的是七海 但是对错 如果真的那么容易划分 就好了 正好现在是暑假 趁着这段时间 我们帮你办理转学手去 你搬回来好了 以后别想那些 嫌弃杂八的事情了 安心学习 以后找份稳定的好工作 好好过日子 看到七海没有反驳 七海的爸爸 满意地点点头 开始苦口无心地劝慰 七海心中一阵紧张 能够计划成功 就看接下来 无声的表现如何了 我觉得不行 就在这个时候 无声突兀地 插入了话题之中 为什么 七海的爸爸皱起眉头 严厉地看向无声 他很不喜欢外人 这样插手自己家里的事情 虽说 对方的身份和七海 有紧密关联 不能说完全是外人 碍于这个层面 他仅仅只是表现出 些许的无悦 因为我不想和心爱的人 分开两地 无声一把把七海揽到身边 身子紧贴在一起 这就是无声计划里的一部分 在没做出什么成绩 在努力还没有开花结果之前 想要说服双金 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既然如此 与其迎难而上 不如换个角度 直接把问题绕过去 用另外一个问题来顶替他 虽然不能解决原本的问题 但原本的问题 既然已经被绕过去 那就也等同于不存在了 大板和前夜距离又不是很远 做心肝线的话 无非三四个小时而已 如果这点麻烦都不愿意 那证明感情并没有多深 七海的爸爸随口嘲讽了一句 无非三四个小时 说一句可能有些失礼的话 如果将您和妻子拆分到异地 每次想见面 必须坐三四个小时新干线的话 你们愿意吗 你们如果不愿意 是不是也证明 而且说是三四个小时 来回折返就是八个小时 还要算上见面的时间 几乎一天的三分之一 我们难道不学习不工作了吗 无声中间停顿了一下 没有把之前的论题继续说下去 最起码的尊重还是要有的 毕竟对方是七海的父亲 七海的爸爸沉默了片刻 他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 无声刚才那番话 话糟理不糟 仔细想想的确是那么回事 那你也转学过来不就好了 抱歉 出国留学生想要转学校太复杂了 几乎没有可能性 无声不好意思地解释道 虽然外国人留学生这个身份 在见家长的时候可能是一种阻碍 但在这方面找理由就好用多了 要我看 就让七海继续在千叶这边学习好了 反正他已经放弃圣游方面的事情了 无声劝说 我想和他一起共度难忘的三年高中生活 请您务必让我们如愿以偿 无声深深地鞠了一躬 请求道 到了最关键的时刻 明知道只是演技 无声也开始拼了 七海的爸爸摸索着下巴 看上去好像陷入了深思 表情显得有些犹豫 等待是煎熬的 无声还好一点 七海那边可以说是感觉度秒如天 短短几十秒钟的停顿 让他有一种仿佛过去了好几个星期的时空错乱感 第一 三百三十一集 我明白了 如果是这样 让七海继续留在那边 也不是不行 思考了片刻后 七海的爸爸做出了决定 点了点头 真的 七海和无声顿时眼前一亮 我想来是说话算话的 如果七海真的通过声优审核 我不会有半句怨言 约定就是约定 七海的爸爸严肃地说道 听到这番话 七海有点庆幸自己听从了无声的计划 选择绕开原有的问题另起炉灶 就像现在 在无声巧妙的引导下 当不当声优的问题 已经不知不觉间被替换成了 能不能不亦地恋的问题 而七海的爸爸根本没有发现这一点 要我同意可以 不过你们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七海的心再次提到了嗓子眼上 是叫无声来着吧 我要和你的父母见一面 七海的爸爸抬起头 看了看七海又看了看无声 现在就要见老爸老妈吗 无声吓了一跳 心里突然涌现出一种不祥的预感 感觉自己好像失算了 无声喊言 跨国婚姻的话 双方父母见面显得很重要 可 可是 这次轮到无声遭难了 可原本的计划里 可没想到对方会玩这一出 怎么 你们现在交往 没考虑过未来结婚的事情吗 我女儿将来要嫁给你 见一见你父母 讨论一下婚事不好吗 而且我也要知道 你父母那边的看法和意愿 七海的爸爸冷哼了一声 有道理 等等 商讨婚事是个什么情况 无声刚要点头 就发现七海爸爸的话语里 暗藏陷阱 你们既然都交往了 感情又这么好 连异地分开都不愿意 那干脆现在就结婚好了 这样我们也能安心一些 倪红的法定结婚年龄 女生16岁 男生18岁 七海和无声显然都已经符合 现在结婚 无声不由地张大了嘴巴 这是什么情况 连我是什么样的人都不清楚 刚才还说要测试自己 怎么现在就谈起结婚来了 怎么了 你不愿意 七海的爸爸瞪了无声一眼 不是不愿意 不觉得有点太早了吗 无声擦了擦额头渗出的汗珠 不早了 你们的年龄都够了 还等什么 七海的爸爸爽朗地大笑起来 不过身边影地颇多的无声 一眼就看透了这拙劣的演技 难道说七海爸爸是故意这么说的 糟糕 感觉自己这次是玩脱了 您之前不是还很反对的吗 反对归反对 但是那是我看不上你 又不是我女儿看不上你 你是和我女儿交往 又不是和我交往 伯父 你真很幽默 你这不是挺明白事理的吗 那为什么还要反对七海张为生忧 这不是一个道理吗 是七海喜欢想当生忧 又不是你要当生忧 这番话无声只能在心里猛烈地吐槽 计划进行到这一步 如果再说出来 那就翻车了 如果这点条件都不能答应 证明你对我的女儿感情也不过如此 那样的话还是让七海搬回来比较好 我先去外屋了 你们随意 一会儿你妈喊你们吃饭时再出来吧 七海的爸爸站起身淡淡地笑了一声 随即起身离开了房间 无声算是看明白了 这其实是七海父亲的一个试探 恐怕他爸爸也在怀疑自己的身份是真是假吧 无声 现在怎么办啊 听脚步声确定了自己爸爸已经走远后 七海这才凑近过来担忧地问道 怎么办 看来想要通关非要请求外援了 真是失策 无声轻叹了一口气 如今这个情况除了顺着七海爸爸的意思接受条件 不然就只能翻桌了 但翻桌这招仅限于对待学奶的那种不开笑的父母 无声其实觉得七海的爸妈挺不错的 只是有点死脑筋 外援 七海眨了眨眼 有点不明白无声在说什么 当然就是按照你爸说的把我家里人叫过来 把戏做出全套的 无声露出一丝苦笑 这样真的没问题吗 你爸妈愿意配合吗 他们有没有空来霓虹啊 七海觉得这样实在有点过意不去 太给无声父母添麻烦了 没事 这方面他们肯定愿意帮忙 到时候成功忽悠了你父母以后 回千夜先拖着 等你下次考核通过再坦白 或者直接说和我吵架分手了也行 现在真正需要犹豫的是 老爸老妈到底选谁过来 无声和七海解释完以后 自己在原地徘徊 开始琢磨找谁帮忙 老妈的话 不行不行不行 老妈搞事水平一流 对付雪之下家族那种横得再合适不过了 但是老妈不适合处理这次的事件 先问问看老爸有没有时间吧 他在这方面处理事情 要靠谱多了 无声心里想着拨通了老爸的手机号 伴随着一阵滴滴滴的盲音后 对面接通了电话 哎 居然接通了 无声感到有些惊讶 要知道老爸的手机号 基本十有八九通不了 儿子 难道给我打电话 不过 我这正忙着很重要的实验 算是不能脱身 有什么事 能不能一会儿再聊 对面传来老爸熟悉的浑厚嗓音 无声刚想再说一句 只听见对面突然传来一声巨响 砰 与此同时 对面传来一连串剧烈的爆炸声 无愿是 大事不好了 反应推在试运行的时候 三号机组的灵力转换引擎出了故障 这里危险 请您跟随护卫人员一同离开 我才不走 这可是最关键的时候 我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儿子 晚上我再给你打电话 到时候咱们详细谈谈到底什么事 我这里还有重要的事情处理 无霸说完便早早挂断了电话 手机里只传来一阵嘀嘀嘀的盲音 喂喂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总觉得自己刚才好像知道了什么不得了的事情 无声一脸蒙圈的看着手机屏幕 不过 无声倒是显得很淡定 并没有因为那边出事而变得慌乱 毕竟这种事情 从小到大 他已经见识过无数回了 不过 无声倒是显得很淡定 并没有因为那边出事而变得慌乱 毕竟这种事情 从小到大 他已经见过无数回了 不过每一次老爸老妈这对夫妻档合作都能化险为夷 无霸和无声这边的情况可以说完全是两个画风 有时候仔细想想 绝大多数人自认为无序的平凡日常 说不定真的是什么连续的奇迹 从小到大身处神秘色的他对这句话深有感触 这个世界不是没有黑暗 只是有人把黑暗当个大家看不见的地方 对于这样的人 无声一直都是很憧憬的 只可惜因为体质缘故 黑暗似乎对他青睐有加 总喜欢以他为中心迅速聚拢 别说去阻挡黑暗了 黑暗反而一窝蜂的往他身上靠 自己简直就是个人形嘲讽机 情况怎么样 你爸妈怎么说 七海看到无声把手机收起来 好奇的问道 他们现在有点忙 说晚上给我消息 我们先等等 无声把手机揣到口袋里淡定的回答 那现在我们干什么 七海显得有些不知所措 七海的妈妈还在厨房里 七海爸爸刚刚离开 七海和无声独处 计划暂时告一段落 两个人反而不知道该干什么了 按你爸爸的说法 先去你的房间休息一会儿好了 好好缓和一下精神 到了晚饭的时候 估计又会是一次失恋 无声想了想说道 目前无事可干 不如干脆养精蓄锐一番 如果时间充裕 再讨论一下接下来的计划 也未尝不可 这直接去我的房间吗 七海吓了一票 看上去有些惆怅 无声疑惑地询问 怎么了 难道说你的房间里 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 没有了 只是突然要让男生进我的房间 有点紧张 七海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你在出租房和樱花庄的时候 我不都进去过吗 也没什么呀 我也不清楚 可能因为这边才是大本营 住的时间最久 不过提前说明 我的房间里 真的没有什么可疑的东西 知道了 既然如此 带我去参观一下呗 无声打开房间大门 做出请的手势 跟着七海来到他的房间 这里和无声想象中差不多 家具的风格都比较普遍和中性 和在樱花庄时候的布置 差不了多少 除了他床铺的角落里 放着几个个头比较大的卡通玩偶 这些都是小时候的玩具 舍不得扔掉就一直留了下来 喜欢玩偶不是很正常的吗 不至于这么一惊一乍的吧 浮身坐在床边的小沙发上 有些困惑地看着七海 好像是这样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只是一个玩偶 会这么慌里慌张的 明明不是什么大惊小怪的事情 七海叹了一口气 坐到床铺的边缘 然后拿起一个玩偶 放在腿上抱着 把头深深地埋在了里面 藏起自己羞红的脸颊 他也不知道自己今天为何如此反常 他猜想可能是因为紧张计划能够顺利忽悠过双亲 所以有点神经敏感 抱玩偶多不方便 直接抱我好了 具备自动保暖真皮触感 一比一的等比例 自带智能语音系统 换装系统 按摩模块 强力振动模式等多项能力 还有更多功能等待你挖掘哦 浮身欢笑着指了指自己 又指了指他抱着的大布偶 半开玩笑地说道 讨厌 我才不要抱你 七海直接把大布偶猛地扔了过来 浮身伸手轻松地接住玩偶 把他重新放回床边后站起了身 怎么样 精神放松多了吧 既然这样的话 我也该继续出动了 看七海放松下来 浮身这边也放小心来 打算再去搞点事 你要去干什么 七海好奇地问他 我去赚点印象分 顺便试试 能不能拉一个帮手 帮手 你爸爸虽然严厉 但我觉得你妈妈应该是向着你的 这种关键时刻 就应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趁这个机会 我去策法一下你妈妈 乌生说道 七海的妈妈现在还在厨房里做饭 正好是乌生可以插手的最佳时机 用不用我跟你一起去啊 不用 我一个人去效果更好 乌生摇了摇头 既然如此只能祝你好运了 我等着你的好消息 得到七海的祝福 乌生独自一个人来到了厨房门口 轻轻扣下了门飞 谁啊 屋里传来青山太太温柔的声音 是我 七海的男友 乌生拉开门 看向正在灶台前忙碌的七海妈妈 啊 是你啊 抱歉 让你这个客人看笑话了 我这里太忙脱不开身 没法顾得上你们那边 找我有什么事吗 七海妈妈一边熟练地处理着食材 一边出声问道 没事 您这么忙本来就有我的缘故 乌生观察了一下厨房 发现和之前相比 又多了几道菜肴的准备 显然是因为得知有人来做客以后 现家的心菜 结果因为准备太繁琐 现在逐渐有点忙不过来 让七海妈妈手忙脚乱的原因 就在她身上 我来帮忙处理食材吧 看她这么忙 乌生显得有点过意不去 而且她此行的目的 就是趁着帮忙做饭的时机 刷刷印象坟 顺便策返青山太太 这怎么可以 哪里有让客人来做饭的道理 七海妈妈坚定地摇摇头 我是七海的男友 又不是什么外人 再说您这么忙 本身不就是因为我吗 放心好了 我很擅长这个 乌生说着来到案板前 熟练地拿起菜刀 这个食材是要切丁吧 乌生问了一句 这些材料摆放在这里 她一眼都能看出来 七海的妈妈是想做什么菜 身为家庭主妇 七海妈妈在一日三餐上 肯定会下很大的功夫 先投机所好 用共同话题 拉近关系刷点好感度 之后再聊其他的话题 就可以顺其自然了 嗯 对 等等 我来就好了 真的不用麻烦 七海的妈妈 聊了一下自己棕红色的发丝 用围裙擦了擦 自己湿漉漉的手 急匆匆地走过来 但话才刚说到一半 她就被乌生精湛的刀工给震惊了 等到乌生把食材全部处理好 她这才回过神来 你是专门学厨师的 七海的妈妈目瞪口呆 乌生放下菜刀 将处理过的食材分皮整理好 随即笑道 不是啊 我只是一个兴趣使然的厨艺爱好者 第三百三十二集 你果然是很擅长做料理啊 七海的妈妈回过神来的时候 乌生已经开始着手烹饪一道菜肴 她已经不方便再继续打断 只能在旁边帮着处理食材和调味料 小时候感兴趣 熟能生巧而已 乌生笑着说道 对了 之前一直忙活着厨房里的事 只知道你是七海的男朋友 还没问你叫什么名字呢 七海的妈妈想直接叫乌生 但突然愕然的发现 自己还不知道对方的姓名 于是乎立刻开始询问 我叫乌生 乌生 好奇怪的名字啊 这是姓氏还是名字啊 七海的妈妈歪着脑袋 琢磨了半天 表情有点呆猛 该说不愧是夫妻嘛 听到我的名字以后 反应居然一模一样 这是天朝名字 吴是姓 申是名 吴申耐心地做出解释 她已经习以为常了 七海的妈妈稍微愣了一下 天朝 外国人 嗯 我是留学生 那这些菜和你的口味吗 要不然我再做一道中式的料理 七海妈妈倒是没像七海爸爸一样 想得那么深远 甚至考虑到跨国婚姻的复杂理麻烦 只是有点担心 饭菜合不合客人的口味 这些菜就可以了 而且现在是我亲自掌勺 我也打算露一手的 吴申一边熟练地烹饪着佳肴 一边和身旁的青山太太谈笑风生 真是麻烦你了 不过 你如果厨艺这么好 总觉得 有些遗憾 唉 七海的妈妈手托着侧脸 轻叹了一口气 怎么了 为了七海着想 我也曾经教过她不少料理技巧 如果男友水平这么好的话 总有一种女儿的努力都荒废了的感觉 七海的妈妈不好意思地说道 说完以后 七海的妈妈感觉容易引起误会 又立刻解释道 我不是要责怪你的意思 只是单纯地感叹而已 没事 又不是说必须一直我来做饭 以后如果真的要一起生活 轮流来也不是为一种选择 而且 我尝过七海的料理 味道很棒的 无神夸赞道 好了 那孩子这么大胆了吗 明明这么害羞 但是居然开始 给男友做爱心便当了 七海的妈妈有些惊讶地 捂着小嘴 露出一丝欣慰的表情 倒不是爱心便当 只是新娘厨艺争霸赛的时候 尝过七海做的料理 无神心想 不过七海妈妈这个误解 有利于自己 于是乎 无神并没有解释 而是点点头默认了 当时是个什么情况 我女儿是个什么反应 能不能和我说一说 青山太太双眼发亮 显得十分好奇 嗯 其实也没什么 就是有一天 我随口提了一句便当的事情 结果没想到 七海转天中午送来满满一大河 当时真是把我吓了一跳 无神开始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看来你们的感情很好啊 你料理水平这么好 感觉以后 七海要想口福了 无神发挥着自己充分的想象力 算是成功的忽悠了过去 七海妈妈轻轻一笑 随即微微抬起头 脸上流露出一丝怀念的神情 想当年 他还是个小宝宝 现在已经长成 优秀漂亮的小姑娘 有了自己喜欢的人 感觉一切 真是恍如隔世 听到这句话 无神身子微微一颤 他意识到 这是自己的一个好时机 七海妈妈主动和他倾诉 这种私人情感 证明已经在不知不觉中 建立了最基本的信任 如果想拉帮手的话 现在应该是最佳时机 伯母 您声音真好听 七海嗓音这么好 肯定是遗传自您这里 心动不如行动 既不可失失不再来 无神当即开始旁敲侧击 这小嘴真甜 现在就想着来讨好我了 七海妈妈笑盈盈地说道 说真的 我女儿声音可要比我好多了 小时候教语文的女老师 还夸过他嗓音好听 经常让他来朗读课文 就是以此为契机 他才想要成为声优的 唉 可惜家里 他爸 七海妈妈说到一半 笑容渐渐消失 停顿了下来 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 看这个态度 有戏啊 如果处理得到 说不定 真能得到一大助力 成功让七海妈妈 当一把二五仔 伯母 您对于七海 以前想当生优的梦想 是怎么看的 试探过后 吴珊终于放下手里的活 正式摊牌 怎么看 其实我是支持的 只不过拗不过 孩子他爸的性子 你刚才说以前 是指的什么 七海妈妈 情绪隐隐有些低落 而且第一时间 察觉到吴珊话语里的 关键点 这次声优考核 他失败了 七海说 他已经打算放弃当声优了 为了不让父母操心 他要搬回来住 果然呢 七海妈妈依靠着壁竹 无奈地摇了摇头 对于七海落选的事情 您好像不是很吃惊 吴珊有点小疑惑 那孩子突然反常地 打了一个电话给家里 态度还那么奇怪 我要是察觉不到什么 那才不可思议 毕竟 从小到现在 一直看着他长大的 七海的妈妈 露出一丝狂笑 这就是所谓的织女 莫若母 婆母 您真的希望 七海就这样言不由衷地 放弃自己的梦想吗 无声询问道 今天晚上 我和孩子他爸 再好好谈谈 七海妈妈下定了决心 没用的 我和七海刚才都已经试探过了 确定了七海妈妈的确是站在七海这边以后 吴珊就不再遮阵掩掩了 七海妈妈左看看右看看吴珊 被我都眯起了双眼 从刚才开始 就感觉吴珊你是在故意试探和引导我 看你这么说 你也是站在女儿这边的 被发现了吗 吴珊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别把大人都当成傻瓜 七海妈妈盈盈一笑 温柔又不失成熟 吴珊继续坦白道 不管怎么说 我的确是想帮七海 不想他的梦想就此因为外界因素而中断 你既然说得这么自信 应该是有通过孩子他爸那一关的方法 当然 不过这还需要伯母年的一些配合与助攻 吴珊凑到七海妈妈的耳旁 开始小声地和他所说着自己的计划 就这样 七海的妈妈正式入伙 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二五仔 听完吴珊所说的话 七海的妈妈露出一丝欣慰的目光 我就知道七海的眼光不会差 这么替七海着想 我都想让你直接当我家的女婿了 怎么样 有没有兴趣 七海的妈妈笑盈盈地看着吴珊 哎 这个问题 现在假扮男友的吴珊没法回答 只能装出一副十分吃惊的模样 不过七海爸妈同步率还真是蛮高的 两个人全都提到了结婚这件事 七海家这么可怕吗 以后女儿就麻烦你了 追逐梦想的道路 一个人终究是太过艰苦 但如果有人在一旁陪伴的话 那就另当别论了 七海妈妈语重心长地拍了拍吴珊的肩膀 抱歉 我们只是为了达成目的进行了伪装 并非真正的男女朋友 吴珊看到七海妈妈对自己抱有如此大的期望 心中隐隐有些愧疚 不过很快她就平复好心情 未来的事情谁说得准呢 万一七海哪天也蹦出来一位萝莉女儿 那一切就顺理成章了 毕竟现在七海可是头号嫌疑人 聊到这里 吴珊的目的已经算是达成 剩余的几道菜她已经做好 只剩下最后几道简单的工序 就在这个时候 七海妈妈站在一旁随口问了一句 顺便问一下 你和七海发展到什么地步了 有没有接吻过 有没有坦诚相待过 啊 吴珊微微一愣 没想到七海的妈妈会如此直白地询问这么开放的问题 而趁着吴珊发愣的机会 七海妈妈直接把她手里的锅铲抢了回来 温柔的面孔下 然得露出一丝孩童的调皮心性 想和大人斗 你还愣了点 啊 吴珊如燥累积 她这才意识到自己居然中计了 七海妈妈明显是故意提问吸引吴珊的注意力 然后趁机夺回掌勺子大全 我才是这家里厨房的主宰者 即便是女儿的男友 也不能太抢戏哦 七海妈妈说着 轻轻点了一下吴珊的鼻尖 太太 你不要卖萌好不好 吴珊叹了一口气 自己果然还是突样突simple了 这么一个小小的问题 居然就把自己给问萌圈了 吴珊你先回去吧 别回来让女儿抱怨 你一直在我这里待着 反而不理她 结果把她给冷落了 嗯 应该不至于吧 让你回去你就先回去 说这么多干什么 我女儿最怕寂寞了 如果她回头给我告状 说你冷落她 我可不会站在你这边的 那好吧 我先回去了 吴珊想了想 绝大多数的菜她都已经处理完 七海妈妈应该不会再像之前那么忙 而且找帮手 让七海妈妈做间谍的目的也顺利达到 与其继续留在这里 不如回去和七海先报告一下喜讯 想必七海应该在房间里正心机如焚地等待着吧 和七海妈妈告辞以后 吴珊回到了七海的房间 正如她所料 七海一直在屋内不停地徘徊 看上去心神不宁 见到吴珊进屋 她立刻焦急地赶过来 期盼地看着吴珊问道 怎么样 机会顺利吗 妈妈 她怎么说的 在她看来 这次行动是有风险的 最糟糕的情况 就是妈妈的意见和爸爸完全相同 结果在试探的过程中 吴珊和她的计划败露 那样的话可就糟糕了 不如使命 你妈妈已经被我们成功策反了 现在她是我们这边的人 吴珊竖起大拇指 向七海传递出这个好消息 太好了 没想到居然真的成功了 七海紧绷的身子一下放松下来 直接躺倒在床铺上 其实 你妈妈本来就是站在你这边的 只是碍于各种原因不方便表达 吴珊也坐到一旁稍微休息一下 虽说不怎么累 但是试探七海妈妈的时候 其实也是提心吊疼的 不管怎么说 这样我们就不算是孤军奋战了 还能随时得知你爸的动向 总之 有这么一个安插的间谍 我们就可以更准确知道 你爸爸的想法与计划了 其实就算妈妈不同意 也算不上是孤军奋战 不是还有你吗 诶 七海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坦率了 可能是看出无声微妙的疑惑 七海撑起身子 表情有些犹豫 但最后还是下定了决心 说真的 你能陪我回来 还能出谋划策 真的是帮了我很大忙 仔细想想 我好像从认识你开始 就一直接受着你的帮助 欠了这么多 都不知道该怎么回报了 七海感叹道 没这么夸张吧 再说我也不需要回报 那怎么行呢 这可是我做人的准则 七海摇摇头 好 既然如此 那我就更加努力 争取帮你的份额 达到你这一生都回报不完的地步 这样你应该就会放弃了吧 无声半开玩笑地说道 哎 无声和七海这样聊天 休息了片刻 缓和了一下心情以后 两个人收拢心神 再次讨论接下来的计划 七海问道 现在下一步 我们要怎么做 我想想 总之先进观其变好了 在我拜托万元到来之前 我们能做的事情不多 小心别露出马脚 让你爸爸对我们的关系 生疑就好了 外缘吗 也不知道你父母 愿不愿意帮这个忙 七海低下头 心中感到担忧 别担心 你又不是没见过我妈 她想让你当儿媳妇都想疯了 大不了我也忽悠她一次 让她以为我们真的交往好了 无声安慰道 唯一的问题 就是忽悠容易 想让老妈在松口 那可就难了 所以这一招 只能在迫不得已的时候 作为底牌 就在无声思考的时候 她口袋里的手机铃声 再度响了起来 无声掏出手机一看 发现居然是自己老爸的电话号码 咦 明明说是晚上在联系 结果没想到够快的 你看 说曹操曹操到 无声给七海示意了一下 让她放心 然后无声接通了电话 喂 儿子 是我 对面传来的居然是老妈熟悉的嗓音 奇怪 这不是老爸的电话吗 他人呢 你爸最近太拼了 研究院奉命 让我把他带回去休养几点 帮我回去 我要研究 我要研究 这个时候 被经理传来一阵绵延悠长的呼喊声 呃 这个声音怎么越听越像老爸啊 第333集 老妈 我刚才好像听见了老爸的呼喊声 无声喊言 有吗 我怎么没听见 总之我需要把你爸带回去调养休息 整天闷在研究所里是会发霉的 胡妈装傻冲愣地说道 放我回去 我还能干 我还能继续搞研究 背景再度传来老爸熟悉的呼喊声 无声和老妈顿时一阵沉默 气氛显得十分诡异 刚才那个声音果然是老爸爸 无声打破了寂静 好了好了 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总之你爸现在需要信仰 我刚才听他说 你给他打电话 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谈 到底什么事啊 和妈妈说 我来帮你出谋划策 胡妈一下子问到了关键点上 显然 他也对儿子要和丈夫谈的事情 极度好奇 老妈 能不能让我和老爸亲自谈 无声一感往常轻松的口吻 态度变得认真了起来 儿子长大了 亲爸爸 不亲妈 妈妈对你很失望 你等一下 我把电话给你爸 可能是感受到了 无声认真的态度 无妈怨念的轻横了几声 听上去很不情愿的把手机还给了 无爸 儿子 在吗 手机对面沉默了片刻 突然想起了另一个熟悉的男生 老爸 你总算接电话了 听到老爸的声音 无声松了一口气 这么神神秘秘的 不会有上什么祸了吧 无声的脑袋摇得仿佛波浪鼓一样 怎么可能 我多乖巧 从来不搞事的 对了 老妈 他不在这围偷听吧 一方万一 无声警惕的多问了一句 没有 他像小孩子赌气一样 骗了骗再出屋了 回头 你最好和你妈解释清楚了 别让他生气 说起来 你到底找我有什么事情 和你妈居然这么保密 当然是大事 无声卖了个关子 不愧是老爸 虽然距离正确答案 微妙的有些差别 但也八九不离十了 老爸 其实事情是这样的 无声大概齐用精简的言语 把这次的事情和老爸解释了一遍 不过因为情况比较复杂 尽管无声已经尽量简略 但还是说了有一段时间 七海在一旁偷偷瞟了这边几眼 试图通过无声的直言遍语 来判断双方谈话进展如何 呃 我大概已经搞清楚 毕竟过逻辑关系了 不怕很快点点头 根据这个时间 我得出一个结论来 什么结论 无声好奇地问他 儿子 那个女生对你有意思啊 当然 根据条件参数不同 他也可能还没意识到自己对你有意思 哈 老爸 你在说什么 无声彻底蒙圈了 哎呀 你还不懂人心 虽然说是假冒 但他本身不还是假冒这个身份 这就已经很有搞头了 无爸解释起来 你试想一下 假如突然有一个妹子蹦出来 说要假扮成你的女朋友 你会同意吗 会啊 无声点点头 无爸掩面符合 你说的好有道理 我居然无言以对 他差点忘了 无声已经当了这么多年的单身狗了 总之 我的意思是说 他既然不排斥 就证明有气 儿子 你只要加把劲 那就脱团有望了 无爸的声音听上去很激动 虽然老爸要比老妈理智不少 但两个人希望无声早日脱团的心情 其实是一样的 无妈想早点抱孙子孙女 无爸同样也想啊 看样子 老妈好像没把他在拟红的剑门告诉老爸 自己正在遭遇修罗场的事 老爸好像还不知道 不过 无声现在其实非常尴尬 要问为什么 刚才七海因为好奇 等不及这么长时间的对话 用手势询问无声 自己能不能过来听听对话 无声想了想觉得没什么 就让七海过来了 现在可好 老爸的最后一句话 直接让七海听了个正潮 现在他都不敢回头看七海 到底是什么表情 真是尴尬到极致了 无声把手机暂时放远了一点 小声对一旁脸色有些红润的七海解释道 七海 你别误会 我爸妈没什么意思 因为我在那边一直都是单身狗 所以在这方面 他们怎么说呢 有点着急 没关系 我懂的 不愧是善解人意的七海小天使 他对此表示非常理解 不过看来 你父亲并不知道你在霓虹这边的风宫伟业啊 七海想起了无声周围的那几位少女 表情变得有些微妙 他经过这么多事情 可是知道无声有多受女生欢迎 他父母的担心应该其实完全是多余的 七海也不清楚为什么 心里隐隐地拌起了一丝酸楚 如果无声不是那么受欢迎该多好 呸呸 我在胡思乱想些什么 七海猛地甩来甩头 尽力让自己不去理会那些杂念 咳咳 无声立刻转移开视线 重新把手机贴到耳边 老爸 您就别乱分析了 我和他只是纯洁的友谊 纯洁的友谊 见了鬼的纯洁友谊 你怎么就这么不争气呢 你这样 我红年马月才能抱上萌萌大的孙女 无霸悲怆的声音中 带着一丝哀气不幸 怒气不争的兴臣 无声突然有点好奇 如果老爸知道 自己家里养着一窝萝莉孙女的时候 他会做出什么反应 先不谈这些 情况您已经清楚了 老爸 你能过来帮帮忙吗 我这个身份和你妈不一样 没办法随便出国 就算要出国 也是跟团外出进行研讨交流活动 这个事情你不如找你妈呀 找老妈 老爸 你这是把我往火坑里推啊 你又不是不知道 老妈她最不擅长的 就是这种事情了 无声顿时大惊失色 甚至有一瞬间 怀疑现在的老爸 其实是老妈变身伪装的 你以为我是无爸 其实我是无妈 老爸 你不能坑我啊 救救我 听到老爸不能过来 还要把事情推给老妈 无声打尽失色 无爸那边传来沙沙的笔触声 不知道是不是在计算些什么 可我还是觉得老妈可能会很坑的啊 无声心里依旧不放心 老爸 你仔细想想 你需要的是一个演技不会暴露的家长吧 人难免会露出破绽 但是你妈就完全不一样了 这种事情 无论你如何解释 她肯定会当成真的来对待 这样自然就没有露馅的烦恼 呃 还真有点道理 老妈本来就把七海认定成歪儿媳妇 如果让她来表演的话 几乎不会有什么破绽 可以说是浑然天成 顺便 如果你妈走了的话 我就可以继续研究了 无爸小声得意的说道 放弃吧 我已经把事情告诉老祖宗了 就算我不在 也有她盯着你 背景中突然冒出来无妈的声音 看来老爸的计划彻底泡汤了 我是真的挪不开身 只能拜托你妈了 至于为了不让她误解 解释的事情就由我来和你妈说吧 手机中再度传来一阵漠然 隐约能在背景中 听到老爸老妈的谈话声 不过因为有电流干扰 所以也听不清他们到底在谈什么 不一会儿的功夫 手机里再度传来老爸的声音 哦 幸亏我拦得快 差点又要搞出大新闻 怎么了 你妈听完激动的要死 想在大厅广众之下 从天津街头直接遇见飞过去 不过被我拦了下来 现在网络发达 如果真出现什么意外泄露 出去秘密可不好管制 无声询问他 老妈什么时间能过来 我好做个准备 为了配合下一步计划 他需要知道老妈到来的时间 好帮他安排 出面演戏的时间点 我提算一下 凌车机航班的话 晚上六点多出发 大概九点多能到吧 你做好明天中午 接你妈的准备 不是今天晚上就能到吗 为什么要等到明天中午 无声疑惑 他也是害怕夜长梦多 希望能尽早把事情解决 别忘了 你还要把你妈秘密 耽误时间考虑进去 你指望他能够 与其他东西所在的处置吗 无霸解释道 不愧是老霸 考虑条件就是全面 无声不由地感叹 那就先聊到这里 手机我请给你妈了 她说要和你聊聊 明天的见面事宜 无霸话还没说完 对面就已经传来 五妈激动的声音 儿子 干得漂亮 趁这个机会 想些真做了 提前说明 这次真的只是假扮 您可别想得太深了 无声汉言 我明白 我明白 还是他爸 你说 如果我到场的话 强烈要求 他们去立刻登记 这事能成吗 老妈 你说的话我都听见了 要商量阴谋 好歹离开手机听筒 再商量啊 无声对于老妈 这次拟哄 见亲家之行 越来越不放心了 聊了一会儿 和老妈确定了 明天见面的地点 以及交代了 最基础的一些相关事宜 无声输了一口气 挂断了电话 你爸妈怎么说 搞定 无声竖起大拇指 老妈说 他明天会加急赶过来 你母亲的那个性格 真的靠谱吗 七海上次就因为 无声的老妈 闹出过一次无龙 所以对于无声妈妈的欢托 深有了解 所以在听到无声说 她要来的时候 表达出自己深深的担忧 放心 放心 仔细想想 老妈那个非你要当儿媳妇 而不可的架势 对于这次演戏 不是再合适不过了吗 无声劝慰的 这倒也是 希望一切顺利吧 七海脸上的忧愁 稍微减少了一些 两个人聊完这些事情 没过多久 外面就传来了 七海妈妈 喊他们出来吃饭的声音 无声和七海对视了一番 知道新的考验 就要来了 今天的菜有点丰盛啊 好像还多了几道 我没见过的菜市 来到餐厅 七海的爸爸和妈妈 早就已经准备好 各自的小碗 与平分的菜肴 和天朝大部分一家人 一起吃一碟子菜的传统不同 他们这边 大部分人习惯 每个人分别准备一份小菜 按人数 用碟子分别成装 搞得无声有点不习惯 毕竟今天有客人来 而且其中有几份菜 是无声做的 七海的妈妈笑盈盈地说道 哦 你还会做菜 那我可要好好尝尝 我的要求可是很严格的 七海的爸爸显得有点吃惊 七海的爸爸随手加了几口 细细地尝了尝以后 便不说话 伯父 我做的菜还合您的口味吗 一般般 勉强给你算个合格吧 七海的爸爸沉吟了一声 然后没忍住又加了一口 不由他老脸一红 急忙变紧了 我再尝尝味道如何 刚才没品味出来 看到这一幕 无声和七海忍俊不坚 差点没笑出声了 感情七海的爸爸 还是个大傲娇啊 对了伯父 我问过我父母了 我母亲说 明天会赶过来和您见一面 谈谈相关事宜 趁着大家吃饭的这个时间点 无声决定出其不意 攻其不备 来个先发制 于是趁着七海爸爸发难之前 抢先提出了这件事 这次轮到七海的爸爸一脸蒙圈了 你江里人真要来 七海爸爸本来已经隐隐认定 可能是无声和女儿 联手忽悠自己 为此特意出了这个条件 来试探无声他们 不过他没想到 对方还真要把自己的家长 给召唤过来 他突然意识到 自己这次可能要玩拖了 第334集 你家里真商量好了 有人要过来 七海的爸爸难以置信地问 在他看来 无声和女儿的关系 可能只是一次粗劣的演技 为的自然是继续留下来当生优 他提出条件 要求见对方父母谈婚事 完全只是一字 为了让对方露出破绽的试探 他可不觉得一次演戏 能让对方家长也参与进来 是的 我和家里说了这件事 他们都很支持我追求真爱 我妈说他打算来你哄一趟 亲自见见您 这 这 七海的爸爸傻眼了 玩拖了 对方居然是认真的 对方家属还真要来讨论婚事 七海的爸爸伸出去的筷子停在半空 他呆愣愣了许久 这才重新回过神来 加了一口香喷喷的饭菜入嘴 但这一次却未懂嚼辣 其实没必要这样 我仔细想了想 之前的确是我太着急了 七海的爸爸想了想 婉转地说道 没关系 您之前的一番话 让我凡然醒悟 既然已经和七海交往 就要为未来的事情考虑了 之前是我太幼稚了 把感情方面的事 想得太理所当然了 其实真的没必要 这种事 等大学以后再谈 也不是不行 怎么能这么说呢 我要对七海负责 而且我妈已经订了 来的女红的机票 现在应该已经上飞机出发了 我总不能让我妈白跑一趟 啊 已经在来的路上了 七海的爸爸心中 已经手艺哆嗦 手里的筷子差点掉了出来 七海还是第一次看到 顽固的爸爸露出这样的表情 一直在强忍着笑意 原本紧张的心态 也放松了下来 是啊 大概明天中午 会到这里正式拜访 到时候还请多多指教 无神微微一笑 多指教 多指教 我会和你家里人 好好谈相关事宜的 七海的爸爸神情有些恍惚 但还是强撑着说道 你妈妈如果有什么喜欢吃的 可以提前和我说 明天上午 我好做好准备 不用那么麻烦 普通的饭菜就可以 无神礼貌地作出回应 对了 既然是无神你妈妈要来 不如让女儿来露一手 明天中午的饭菜 干脆就交给七海来做好了 说不定能给对方增加不少的好感度 七海的妈妈突然灵光一闪 适宜地出面补了七海爸爸一道 妈妈 七海听到这番话 脸色不禁有些微红 虽说 他知道无神妈妈是来演戏助攻的 上次也见过无妈 参加他主持的新娘楚王争霸赛 但性质毕竟完全不一样 听到自己妈妈这么说 七海还是感到有些害羞 说起来明明是新娘楚王争霸赛 最后的胜利者居然是无神 结果还真是非常的微妙 七海心里忍不住吐槽 好了 既然如此就这么决定了 明天由七海来掌勺哦 不用担心 明天我和无神都会给你帮助的 你就放心大胆的 向未来的婆婆展示自己的手艺了 七海妈妈晃了晃手指 顽皮的眨了眨眼 妈妈你别说了 我也羞人的 把男友带回家的时候 怎么就不害羞呢 当然害羞了 而且紧张得不得了 只是我一直强撑着 没让你们看出来 七海低着头小声嘟囔起来 哼 七海爸爸冷吼一声 把碗重重地放到桌子上 你到底是站在哪一边的 你们哥们找往外滚呢 说好的统一战线呢 七海的爸爸心中一阵苦涩 不过他突然觉得自己太过情绪化 显得很不礼貌 有些不妥 于是他环视了一下三桌 又可可巴巴的张口 给自己编了一个理由 哦 我吃饱了 对了 孩子他妈 一会儿吃完饭来一趟 我有点重要的事情 要和你谈 说完他便迅速起身 长须短探地背着手离开了客厅 确定七海爸爸越走越远 在场的三个人都不由得松了一口气 妈妈你眼睛真好 瞧把爸爸忽悠的 七海笑道 啊 我演什么了 七海妈妈费解地眨了眨眼 让我做饭的事情啊 那个难道不是故意在爸爸面前说的吗 不是 我的确是这么想的 哈 七海脸上的笑容渐渐消失 加油 争取给无声的妈妈留下一个好的印象 七海的妈妈收起大拇指给女儿加油 嗯 她虽然很想告诉自己妈妈 她其实见过吴妈一面 而且因为一些误会 吴妈对她的感官好到甚至有些过头 加油吧 一旁的无声拍了拍七海的肩膀 不要紧张 就当是第二届出王争霸赛好了 说得轻巧 敢不敢把原来的参赛者都叫来啊 七海游远地瞥了无声一眼 不敢不敢 无声立刻认怂 真把修罗厂搬到七海家 那岂不是瞬间爆炸 当天晚上 无声留在七海家住宿 七海妈妈本来是想让无声和七海住在一起 但在七海爸爸的强烈反对下 只能把书房空出来整理一下 留给无声大地铺 八字还没一撇呢 就同住一屋 那样成何体统 反正我肯定不会同意呢 唉 真是遗憾哪 本来还想两个人 好好地交流一下感情 七海妈妈叹息一声 但背对着爸爸 她的心思却活泛了起来 天色已经暗淡下来 无声躺在书房里准备早点睡觉 明天好早起去接自己老妈 而就在这个时候 漆黑一片的房间里 紧闭的门口 突然拉开一道小小的缝隙 一个人影偷偷摸摸走了进来 无声眯着眼睛 本来已经迷迷糊糊快要睡着 但门口轻微的动作却惊醒了她 谁 七海妈 是我啦 无声一开始还以为是七海来找自己 等眼睛适应了黑暗定睛一看 才发现来者居然是七海的妈妈 您来这里干什么 无声掀开被子站起身 惊讶地看着这位意想不到的赖客 我是来给你一个好东西的 七海的妈妈说着 从口袋里掏出一小串钥匙晃了晃 这是七海房间的钥匙 别告诉她 是我给你的哦 七海妈妈露出一丝淡淡的坏笑 惊了 这就把女儿卖了吗 不愧是二五仔太太 给我这个钥匙真的没问题 无声看了看七海妈妈摇晃着钥匙的手 迟疑了片刻 没有去接 没问题啊 不过进七海的房间 不可以为所欲为哦 没有七海的允许 不许对她做太过火的事情 这话说的 难道说如果七海允许 就能做过火的事情了 别担心 收下就好 我也是担心 七海晚上一个人太寂寞 本来就想把你和女儿 安排在一个屋子里 可惜孩子她爸坚决不同意 注意 千万别被她发现了 不然我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不光是卖女儿 连七海爸爸也一起卖了吗 无声心里吐槽 我知道 你这个年纪的小男生 都比较冲动 但是爱情一定要忍住 虽然小神说话没什么 但是如果有什么大动静 我们的卧室里 是可以听到的 七海妈妈说完 把钥匙叫到了吴绅手里 说起来 吴绅和女儿的关系 进展到什么地步了 你们有没有 同一个屋子里过夜的经历 没有没有 吴绅连忙摆摆手 但是眼神却是有些飘忽 对于这个问题她有点心虚 毕竟夏令营才刚过去 在约音的计划下 其海获得捉迷藏胜利者 和她可是有过一小段 同床共枕的敬礼 啊 这个眼神 感觉有鬼啊 快和我说说 吴绅想了想 那次的事件 好像也没发生什么过火的事情 稍微闪减一点关键信息 魔改一下说出来 好像也没什么 最主要的是 看着七海妈妈在黑暗中 闪闪发亮的眼睛 她如果不说的话 感觉很难通过这一关 咳咳 其实也没什么 夏令营的时候 学校找我们去做活动 我和七海都一起去了 我们当时玩捉迷藏的游戏 我当鬼 然后一群人来抓我 最后七海成功捉住了我 那群女生起哄 把奖励改成了两个人 共处一间宿舍小屋 然后 然后我们就在那个小屋里 住了一晚上 不过您放心 我们只是睡觉 我没对她做任何事情 啊啦 这么紧张干什么 我又没怀疑 你对七海干了什么 七海妈妈笑盈盈的说道 怕您误会 先说明一下比较稳妥啊 放心 我当然相信你 对了 你刚才说的 一群女生起哄 改奖励是怎么回事 那些女生 也是去帮忙的人吗 跟七海还有你 都是什么关系啊 七海妈妈好奇的问道 咳咳咳咳 无声突然猛烈地咳嗽了几声 七海妈妈凑过来关切地问道 怎么样 没事吧 要不要 我去给你端杯水来 没事 就是刚才稍微呛了一下嗓子 无声哭笑着摇摇头 表面上看起来没什么 但是心里却是一阵胆战心惊 女人的直觉怎么一个个都这么敏锐呢 自己一尸口误提到了这么一句话都能被揪出来询问吗 不过看七海妈妈的表情 对方应该只是单纯好奇而已 并没有察觉到什么 有的也是学校跟来的学生 也有参加夏令营活动的人 成分挺混乱的 人嘛 活动里出现情侣的时候总会有人起哄的 没什么大不了的 无声笑着随口把这件事忽悠了过去 对了伯母 有一件事因为涉及到后续的计划 所以我想问一下 伯父晚饭结束以后都和您聊了什么 现在七海妈妈的作用是在谈话的时候帮着助攻 另一方面就是探查七海爸爸的风口和态度 这都是当时在厨房商量好的 无声现在就是按照当时的约定开始询问 一方面他是真的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 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转移七海妈妈的注意力 正可谓是一举两得 孩子他爸的态度还是那个样子 还拜托我 想在明天见面的时候配合他 想办法探探实情 他还说觉得女儿和无声你是为了深忧的事而假装演戏的情理关系 岳父大人明察秋毫啊 幸亏自己请了外援 不然还真是凶多吉少 无声心里有些感叹 应该不是真的吧 毕竟七海和你的关系那么好呢 七海妈妈笑眯眯地问道 当然不是真的 伯父他只是太多疑了 估计是不愿意面对现实吧 无声赶紧摇摇头 虽然他很想坦白 但这个时候太不合时宜 谁知道七海妈妈会做出什么反应 还是等以后七海通过测验 一切尘埃落定以后 再想办法解释 现在一切就是要求稳 时间不早了 我先回去了 不然被孩子他爸 发现我离开太长时间不好解释 而且也不能继续耽误 你和七海的独处时间了 七海妈妈感觉聊得已经差不多 和无声告别以后便离开了 无声坐在床头愣了一会儿 看了一眼手里的钥匙 最后还是决定去七海房间看看 我是想和七海深入探讨一下 明天的家长见面行动 没有任何其他龌龊的想法 带着正当理由 无声来到七海的房间门口 轻轻地敲了一下门 七海在吗 但是屋内回应他的 却只是一片沉默 已经睡觉了吗 无声微微猝起眉头 来了这么一趟空手而归 总觉得有些可惜 更何况七海妈妈还特意给他送了一把钥匙 如果不用的话 对得起七海妈妈的一片苦心吗 鬼使神差之下 无声拿出了那把七海妈妈交给他的钥匙 另一边 深夜仍旧灯火通明的机场内部 无马迫不及待地下了飞机 我呼喊三爷回来了 这次我可是特意给手机充满了电 绝对不会再发生上次一样的乌龙事件 无马心里想着 十分自信地摸向自己的口袋 但是却发现里面别别的空空如也 啊 糟糕 忘记把手机从充电器上拔下来 放到口袋里了 怎么办 怎么办 完全不认识录啊 只还记得无声说儿媳妇老家在什么大 大板栗 完全不记得具体地址是什么 不要慌 冷冷静下来 总之先找到时光机 第335集 请问一下 有人知道大板栗怎么走吗 无马正在路边一个个的询问 可惜行人被问到以后 全都茫然的摇了摇头 怎么没一个人知道大板栗怎么走啊 这身衣服 你好不习惯啊 无马拉拉拉身上看上去很普通的变装 她本来想穿着原来那身飘逸的古装继续出发 但是被无霸及时地给阻止了 她自己也意识到 穿着那身去的话 极有可能给对方双心造成微妙的印象 所以特意让无霸挑选了一件普通的衣服 往常无论是谁劝阻都不能改变她的穿衣习惯 但这次为了儿媳妇的事情 无马也算是拼了 可恶啊 所以说大板栗到底在哪啊 就在无马迷糊的团团乱转 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的时候 她手上戴着的戒指 突然射出一道微弱的闪光 喂 听得见吗 孩子他妈 对面传来无霸熟悉的声音 咦 奇怪 戒指里 为什么会传来孩子他爸的声音啊 难道说他把自己缩小了以后 藏进去了 怎么可能啊 我就知道你总是丢三落四的 所以特意在戒指里 放了这个小型患的通讯定位设备 就是为了以防不备 反正你无论忘带什么 这东西你总不可能忘带 父妈心中一喜 六世如神呐 真是帮大忙了 顺便一提 我这里的定位显示 你已经在机场附近绕圈一个多小时了 你到底是有多露吃 内耳的半规管发育不良吗 回头我帮你检查检查 我只是在附近散步而已 才不是露吃哦 别撞了 银行的时候你和我约会 每次都要用指路数这件事 老祖母很早以前就告诉我了 无霸还言 老祖宗这个叛徒 你不仁就不要怪我不义了 孩子他爸 其实你看到的老祖宗的大欧牌 完全是他用幻术伪造的 是假的 不存在的 所以说老祖宗的老派大小和这件事有什么关系 吴妈思考了一下点点头 你说的很对 先不止这些了 你帮我指一下路 去见亲家才是第一重要的事情 儿子 等着我 妈妈这就来帮你 停停停 眼看吴妈就要腾空而去 吴爸赶紧喊停 又怎么了 吴妈差点栽了一个跟头 万脸不爽的问道 现在先别过去 这大晚上了都要到睡觉的地儿了 你要直接闯别人家大门吗 吴爸提醒他 说的也是 那就先等到明天上午再出发好了 对了 你不会又背着我偷偷研究了吧 吴妈把戒指凑到耳边 试图从背景音里听出来什么信息 怎么可能 我现在靠着戒指的通讯 打算全程监控你 为了防止你又把事情搞砸了 吴爸看上去决心已定 难得你对研究和我以外的事情 这么用心啊 吴妈感叹 研究过几天可以再做 但对儿子有好感的女生 可只有这一个 过了这个村 怕就没这个地儿了 这个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怎么可能轻易放过呢 吴妈流露出一副 欲言又止的微妙表情 儿子在拟哄的真实情况 因为回去以后 忙着调查神秘光球的事情 好像还没告诉孩子他爸 吴妈想了想 决定还是先不说了 因为他想亲自看到吴爸 得知消息时的惊讶表情 然后偷偷拍下来 作为黑历史留念 而如果他知道儿子这么受欢迎 说不定就改变主意 不愿意协助他了 不管怎么说 这次双方的目标都是相同的 虽说吴爸吴妈都知道 这只是演戏 但他们的目的 可不止演戏这么简单 总之 先找一处闭管桌下吧 我给你标注地址 跟这电视闪光的方向 前进就好了 吴爸提意子 走得比较匆忙 钱包里全是软媚币 霓虹这边 直接说软媚币吗 吴妈突然想起了 什么重要的事情 猛得一拍手 有的商业街好像可以 旅馆的话 我没去过也不太清楚 对了 还可以用支付宝 以后能用支付宝吗 钱不提能不能用 你没带手机啊 吴爸好心地提醒了一声 看来只能露宿街头了 就在吴爸吴妈 还在讨论的时候 吴神已经摸进一片 漆黑的漆海房间里 居然真的进来了 吴神刚从鬼使神差的状态中 恢复过来 不由他轻轻叹了一口气 仔细想想 漆海已经睡着了 就算自己进来 也不可能干起什么 最多就是收集一个 稀有的漆海睡颜表情包 那算了 收集就收集吧 聊胜于无 本来还想和漆海 讨论一下明天的具体计划 看样子 只能等明天早晨 漆海醒来以后了 为了防止漆海爸爸 发现这里的异状 吴神从门口探出脑袋 左看看右看看 然后静静地合上了房门 为了以防出现什么大声响 惊动漆海爸妈 吴神还特意开了一个隔音节线 这样 就算出现再大的声响 也不会吵到漆海爸妈了 呜 我真是太机智了 做好一切紧急处理 吴神静悄悄地朝床头走去 避免自己吵醒正在睡梦中的漆海 西海的睡眼十分祥和 呼吸均匀 侧身朝外躺着 脸部正好直面无声 看上去并没有什么特殊的 只是很快 他就仿佛做了什么噩梦一般 眉头微微促起 胸口起伏 也变得急促起来 吴神 花心大萝卜 宫口大魔头 做的梦居然和自己有关吗 不过这些称号 倒也的确符合 七海对我的认知 吴神露出一次鼓笑 但随着梦画继续发展下去 他脸上的笑容开始渐渐消失 不要 吴神你不要这样 我不要哪样啊 吴神心里一阵吐槽 可惜那枚能够浏览 控制梦境的吊坠 现在放在夜阁那里 不然他一定要看看 七海现在到底在做什么梦 甘瞪眼这么看着别人睡觉 虽然赏心悦目 但是说实话 什么都不能干 也是挺无聊的 唯一能够排友解闷的 大概就是聆听七海的梦话 因为他嘟闹的比较模糊 声音还小 就算吴神听觉敏锐 也要凑近才能听清楚 这个不行 就在七海的一句梦话惊呼声中 他猛地睁开了双眼 似乎是在噩梦里 遭遇了什么大事 惊醒了过来 原来只是梦吗 真是的 我的脑子里到底都在想什么呀 为什么会梦到 吴神对我做那种事情 七海剧烈地喘气着 过了一小会儿 这才逐渐换过劲来 从噩梦中平复过来心情 胸口波涛汹涌的起伏 也逐渐沉稳了下来 哪种事情啊 吴神凑过去好奇地问道 七海一开始根本没有发现吴神 七海一片的房间里 突然传来男性的声音 七海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 吓得直接喊出了声 七海 别喊了 是我 吴神赶紧把房间里的大灯打开 指了指自己 吴神 你吓死我了 七海短时间内受惊两次 依靠着双眼身子瘫软了下来 糟糕 结果刚瘫软没片刻 七海想到了什么 又一个鲤鱼打挺坐直了身子 焦急地看向吴神 你怎么不像平常一样 尽快地捂住我的嘴巴 难道七海是抖M觉醒了 怎么还希望别人捂自己的嘴巴 我刚才喊声这么大 爸爸他肯定听见了 说不定会过来查看的 你趁现在赶快走 七海焦急地摆摆手 看到吴神仍然淡定地坐在那里 没有半点挪动的意思 甚至从床上起来 直接去拉吴神 放心好了 我已经提前做好了准备 你现在就算是叫破了喉咙 也没人来救你 吴神笑了笑解释道 你想做什么 七海再次被吓得直接缩回到床上 用被子遮住了前半身 我刚才就是一种玩笑 不是真想做什么 七海你冷静点 相处这么长时间 如果是平时 七海肯定一下就能听出来这是玩笑 不过可能是因为刚才七海做的那个噩梦的缘故 让他暂时有点疑神疑鬼 对于一直围绕在吴神身旁的那些女生 七海始终能感觉到 他们和吴神的关系 与自己和吴神的关系 有着本质性的不同 他和吴神关系看上去很好 每次自己遇到困难 对方也很愿意帮助自己 但是不知道为何 就是总觉得两个人中间隔着一道墙壁 他不知道怎么才能击碎这道笔垒 用什么能够击碎他 七海了解吴神很多 但他也有很多不了解 能察觉到对方在瞒着自己一些事情 不过对此他并没有什么抱怨 毕竟就算是亲密无间的情侣 也不可能做到完全没有半点个人隐私 怎么了 看上去一副失落的表情 就好像被人遗弃的宠物狗一样 吴神在七海面前晃了晃手臂 你这是什么烂比喻啊 七海勉强露出一次口笑 抱歉 只是看你露出这样的表情有点疑惑 是刚才做了什么噩梦吗 对了 我记得睡觉前我把门锁上了 你怎么进来的 七海重新甩来甩头打起精神 然后注意到一个重要的问题 这个嘛 没锁啊 我本来是想找你讨论明天计划安排的 直接一有门就开了 你记错了吧 想起来七海妈妈说过这件事要保密 吴神就只好把锅往自己头上套了 真的 我怎么记得很清楚 我锁门了呢 七海眯起双眼 一脸狐疑地看着吴神 气氛一时间显得极其尴尬 就在这个危机关头 七海的窗外突然传来咚咚咚敲窗户的声音 把可怜的七海吓得又是一个哆嗦 什么情况 有小偷 七海惊恐地看着窗户的方向 直到看到吴神挡在自己前面 心里这才稍微安心一点 现在的小偷真够大胆的 居然直接敲窗户 只是为了确定屋里有没有人 吴神第一反应就是先护住七海 然后疑惑地看着窗外 儿子 就在吴神打算拉开窗帘 捶爆小偷的狗头时 窗户外却传来熟悉的声音 老妈 你怎么现在就来了 不是说明天中午才来的吗 吴神拉开窗帘 恶然发现吴妈居然趴在窗檐上 她就是刚才移动的罪魁祸首 七海也见过吴妈一面 不过看到对方趴在窗户口边上 还是又又又又吓了一跳 本来是这么打算的 不过忘记带钱了 所以想来先借一点 但是又不能走正门 于是只能感应一下儿子儿你的位置 然后就走窗户了 老妈 你可以给我打电话啊 算了 我懂的 手机又忘带了对吧 但吴妈一直这么在窗外亮着也不是回事 得到七海的许可后 吴神把她拉了进来 七海本来以为吴妈已经很奇葩了 但看到这么神奇的出场方式 她才意识到自己还是徒养徒simple了 咦 儿媳妇也在吗 伯母你好 这次让您来帮忙 辛苦您了 七海起身 礼貌地打起招呼 不辛苦不辛苦 都是一家人 有什么辛苦的 吴妈爽朗地摆摆手 七海无奈地看向吴神 你妈妈怎么还是这个样子啊 呃 你就当她是入戏快吧 吴神苦笑着说道 唉 事情的经过 我都听儿子说过了 七海你也不容易 吴妈找了书桌前的椅子坐了下来 想起来儿媳妇的遭遇 不由地感叹了一句 伯母 为人父母 我多少能理解他们的一点想法 大概就是所谓的万能的 为你好 听到吴妈这句话 七海身子微微一颤 为你好 简单的三个字 堵出了儿女能进行的一切反驳 每次七海想和父母谈些什么 对方一旦寄出这个杀手键 身为儿女又能说什么呢 话就这么憋在嘴边 一直说不出来 这让七海感到无比沮丧 不过你放心 我可不是这样 毕竟当初我也有过 和儿媳妇你类似的遭遇 伯母有过和我类似的遭遇 七海眨了眨眼 突然感觉自己对吴妈的认知 还是太少了 是啊 我当初想和孩子他爸结婚 家里的反对可严重得多了 第一 三百三十六级 伯母当初也被父母反对了吗 七海好奇地追问 能够找到拥有相同经历 而且还成功渡过难关的人 让他心里顿时燃起了一丝希望 既然吴妈可以成功 那为什么我不可以呢 是啊 当初老爸坚决反对这门婚时 说绝对不能让自己的闺女 祸害这么棒的小伙子 你说有这样的爹妈吗 吴妈愤愤不平地说道 西海一下子蒙圈了 自己老爷也是被邪性 吴深严重怀疑 老妈的蛇精病 就是从老爷那里遗传来的 缓和一下气氛嘛 我家庭结构比较复杂 父亲母亲在这方面 倒是没什么意见 但是其他多如烦心 顽固的四肢发达 头脑简单的长辈可就不同了 尤其是家里有位老祖宗 死活都不同意 吴妈还真是轻描淡写 何止意见不同 那是差点要真刀真枪开干啊 吴深心里感叹 根据吴深所了解的情况 当年的实际情况 可是要复杂得多 如果一旦没有处理好 真的可能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 所以最后问题怎么解决的 七海咽了一口痛 紧张地听取着宝贵的人生经验 他觉得这对自己明天的行动 会有很大的帮助 看到七海一副虚心学习的姿态 吴深心里有点想笑 不行不行 七海 你别和老妈学啊 他那一套 你真心学不来 问题解决很简单啊 我说服了家里所有反对的人 孩子他爸 去说服了老祖宗 吴妈轻松惬意地说着 嗯 物理版说服啊 没毛病 暴力可以解决的问题 老妈来处理 暴力解决不了的问题 由老爸来处理 这就是自己的双亲 吴深露出一丝淡淡的微笑 那伯父那边呢 伯父家里反对吗 七海突然发现 吴妈对于吴爸那边家里的情况 一直闭口不谈 啊 孩子他爸那边的情况 就更复杂了 因为特殊原因 打也打不得 说了也不听 王爸念经 所以孩子他爸 出了一个主意 我们暂时私奔了 然后过了两三年 又重新回来 然后他们就同意了 吴 七海一脸疑惑 有点搞不清楚里面的逻辑 为什么私奔两三年 回来就同意了 因为我们抱着儿子回来了呀 想要维系双亲的关系 其实很简单 像我和孩子他爸 当初就算得到老祖宗的许可 两边家里 照样还是有许多一根筋的老人 强烈抗议 但我们消声匿气了一段时间后 带着刚出生的儿子回来 他们还不是天天抢着抱 孙子孙女是万难的 七海看了吴绅一眼 吴绅对此只能耸了耸肩膀 他也是才知道 自己小时候居然这么厉害 七海点了点头 仿佛明白了什么 吴妈的这种方法 其实和吴绅现在的计划很像 就是先想办法忽悠过去一次 然后回去以后 立刻造成既定事实 把生米煮成熟饭 再回来的时候 父母也就没什么话说了 唉 当初儿子还小的时候 多萌多可爱 对其他人的杀伤力 就是这么强 吴妈未闭上眼 表情陶醉 看上去 像是陷入了回忆之中 能别提这些黑历史了吗 无声也面符合 这些形容词 压根不是用在一个纯爷们身上的 就算是正太 也是纯爷们啊 本来当初还想着 让吴绅穿女性的童装 拍几张照片留念 可惜让孩子他爸给阻止了 吴妈惋惜地说道 老八万岁 七海听到吴妈讲有关无神小时候的句事 榴得露出了淡淡的微笑 但很快 不知道是不是想起明天的事情 神色又变得阴阴有些担忧 吴妈看到七海表情的迅速变换 凑过来轻轻拍了一下他们肩膀 你也别太担心了 他们为你好是真的为你好 不过只是从他们的角度 用他们的人生经验来为你着想 但这个世界好心办坏事的情况 其实还是蛮多的 每个人对幸福的定义都是不同的 有时候为你好 其实只是把他们所认为的幸福 强加在你的身上 你有权利去追逐你所认为的幸福 当然前提是以后如果摔跤了 吃扁了 失败了 后悔了 想放弃了的时候 不要埋怨 当初的父母没有拦着你 毕竟能够成功追逐到自己梦想的 终究只是少数人 我不会这么做的 七海坚定地摇摇头 我当然相信自己儿媳妇的人品 既然如此 你还犹豫什么呢 胡妈爽朗地一笑 记住了 只要有了想法 就不要轻易放弃 你的人生 终归要由自己来做主 父母可以是你的引路人 但绝对不是你未来人生的长舵手 当然 如何既不让双亲伤心 又能成功自己做主 这里面可是有着不少的学问 我回头好好地教教你 这番话如果是有一般人来说 可能不过是一碗普通的鸡汤而已 但同为人母 又有相似经历的吴妈来说 那就只是纯粹的人生经验罢了 你看看我 如果我当初听了家里的命令 轻易放弃了的话 现在就不会和孩子他爸 在一起幸福地生活了 糟糕 突然觉得神经病的老妈有点帅怎么办 好了 严禁至此 儿子 借我点钱吧 和七海说完这番话之后 胡妈再次画风突变 原本挺好的气氛 全让这一句话给毁了 好吧 刚才那句话当我没说过 果然只是错觉而已 无奈之下 无神掏出钱包 拿出一塔钞票交给吴妈 我先找个宾馆住一宵 明天中午再见 吴妈说完 直接从窗户约了出去 透过窗户 吴神和七海看着吴妈的身影 逐渐消失在街道的拐角 我才知道 你妈妈当年 居然还有这么多的故事 七海趴在窗口 心绪飘散 当时你妈妈 还有你爸爸陪伴 两个人相互扶持可真好 如果我也有 七海淡淡地说着 在一半的时候 却突然停了下来 转过头来 看向一旁的吴神 怎么了 吴神同样疑惑地 看向七海 七海呆愣了一下 然后突然轻笑了几声 是啊 我怎么会忘记 我也不是国军奋战 夜幕之中 吴妈按照戒指的定位指示 朝着距离这里最近的宾馆走去 说起来 孩子他爸 刚才我和儿媳妇见面的时候 你怎么一直都不出声啊 连一句话都不说 这不像你的作风啊 吴妈看着戒指问道 因为我不想给未来二媳妇 留下一个奇葩的印象 很奇葩嘛 不就是戒指里的老爷爷而已 最多就是告诉他 你通过戒指里的通讯器对话 吴妈感到万分不解 在正常人的认知里 才不会有人用这种方式 来和人交流 不过不得不说 吴先生认识的这个女生 心里素质真强 看到你从窗户爬进去 居然根本没有吐槽 这不符合逻辑学 吴妈尴尬的笑了一声 吴妈没告诉吴爸 其实他已经见过亲孩一次 而且那次见面更加无厘头 所以这次的出场方式 对方也就见怪不怪了 你也亲眼见到儿媳妇了 怎么看她 能吃苦耐劳 独立自主 有梦想 被父母着想 在我看来 挺不错的 不过这种女生 一般自尊心会比较强吧 吴爸分析了 自尊心这么强 还接受了儿子的帮助 可能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 自己已经把儿子 当成很亲戚的存在了 无神这波 成功上来的概率蛮大的 我儿子就是厉害 吴妈骄傲地挺起了胸 厉害个毛啊 现在能放了几个都不少 这次说什么 都必须帮儿子连上线 绝对不能看着他光滚一辈子 我在他小时候 明明教了他不少技巧和套路 怎么就把他给培育成鱼木疙瘩了呢 不奔思议 看样子 孩子他爸还真是教导有方 不过仔细想想 吴绅以前不愿意和女生接触 大概也是和老子那家伙 有脱不开的关系 还在七海房间里的吴绅 突然打了一个喷嚏 这是谁又在想我 吴绅捏了捏鼻子 不由得打了一个哆嗦 还是把窗户关上 不然太凉了 七海看到吴绅打哆嗦的样子 以为是他怕凉 于是把刚才吴妈进出时敞开的窗户重新关上 有了吴妈刚才的一番嘴炮buff 现在七海已经真正的下定决心 不会再像之前那样轻易的产生波动 对未来担忱和迷茫 对了 说起来刚才被你妈突然出现打断了问话 你来我的房间里到底是有什么事啊 关上窗户后 七海重新坐回床边 其实也没什么大事 就是想和你聊聊明天的安排 结果下来是发现你已经睡着了 那个天色不早 如果没什么事我就先撤了 站住 我还有许多关于你如何进屋的可疑点要询问 过来 时间还早 我们慢慢聊 七海拍了拍自己旁边的位置 用超胸的目光 斥移吴绅过来 在七海的淫威逼迫下 吴绅还是坐了过去 你能进屋是因为有钥匙吧 钥匙的话 是妈妈给你的 我说的对不对 吴绅身子微微一颤 果然 我就知道是妈妈搞的鬼 你怎么知道的 见事情败露 吴绅也就不再继续隐瞒 因为 妈妈之前来过我的房间 一直在长嘘短探 遗憾你不能来这屋 你到底对我妈妈使了什么迷魂药 七海回忆起之前的事情 表情显得有些尴尬 天地良心 你妈把钥匙交给我的时候 我也吓了一跳 看来 你妈可能很喜欢我这个女婿 吴绅吐槽道 另外 我进来真的只是想和你讨论一下 明天的相关事宜 绝对没有半点其他意思 所以你就是为了这个 半点别的小心思都没有 七海显得有点小失落 你想让我进来干什么 偷窥七海女士的睡颜 还是趁机把你摆成十八蛮模样 吴绅反问的 我就是随口问问而已 七海脸色一红 好了 时间真的不早了 如果没有其他事 我就先回去了 本来还担心 你明天发挥会不会出什么问题 不过现在看来应该是稳了 吴绅原本来就是想帮七海稳定一下心态 结果没想到自己老妈帮他完成了 既然如此 他也就不需要再担心什么 而且为了避免被继续追究 现在溜走也是最佳选择 然而 他还没来得及站起身 门口突然传来了咚咚咚的敲门声 七海 睡了吗 爸爸有点事想和你聊聊 糟糕 爸爸他不会是听到我们刚才的动静了吧 七海压低音量 小声问道 没事没事 只要你爸没进门 就算是天崩地裂也不碍事 可音措施很稳的 吴绅悠然地说道 看上去十分轻松 七海 睡着了吗 敲门的声音开始逐渐衰弱 吴绅和七海都稍微松了一口气 而就在此刻 七海突然想到了什么 朝吴绅问道 你进来的时候 记得把门锁上没有 没有 吴绅瞬间不淡定了 他这才想起来 自己刚才进来以后 好像忘记锁门了 而与此同时 门口传来了扭动门锁的声音 吴绅的大脑开始飞快地运转起来 他看到刚才的窗户 突然想到 自己可以和老妈一样飞窗而出 心中有了主意 吴绅立刻就要起身 但还没站起来 就突然感觉身后的七海猛的一拉自己 他就重心失衡倒在了床上 然后接下来 他还没来得及问什么 七海便是用宽大的被子一鼓 把两个人全都用被子罩住 还拿过来床上的玩偶 塞进了一半作为掩护 在这里别动 操好了 千万别出声 啊 孤身刺客身处被子里 脸颊紧贴着七海的胸口 被他揽着身子 一脸蒙圈的表情 显得有点不知所措 他本来是想跃窗逃跑 怎么就被七海变成福利了 还有这种操作 虽然巫身绝对有点闷 但正处于一脸蒙的状态 但听到门口扭动门锁 以及门轴转动的声音 巫身立刻安静下来 保持一动不动的姿势 为了避免从外面被子形态的轮廓 看出什么端倪 七海特意把巫身 拉得和自己非常近 基本上就是身子紧缺着身子 呃 七海 你这不是醒着吗 刚才爸爸喊你怎么没应声 七海爸爸进来以后 看着睁开双眼躺在床上的女儿 露出疑惑的表情 刚才怎么敲门呼喊都没有反应 他还以为女儿已经睡着了 啊 刚刚被您吵醒 还没来得及回身 您就进来了 七海尽量让自己保持淡定 还假装揉了揉眼睛 张开嘴打了一个哈欠 做出一副刚刚醒过来的模样 自己被子里可是藏着一个大活人 万一被爸爸发现 那可就惨了 哦 抱歉 我原本只是想看看你睡没睡着 结果好像声音太大了 哎 爸爸你过来是有什么事吗 七海从被子里紧紧露出小脑袋 迅速地问他 七海之前脑子一热 直接把无声拽了进来 现在仔细想想突然觉得非常羞耻 但是有人在面前又不能把无声赶出来 于是乎只能这样一边感受着被子和对方紧贴体温 带来的双重温暖 一边继续和爸爸对话 深没想到 自己居然有一天会遇到这种本子里才会有的剧情 无声一阵汗言 现在他的眼前一片漆黑 一方面是因为环境本来就是如此 另一方面 也和他现在处于尴尬的洗面奶状态脱不开关系 当时情况紧急 七海没多想就把他拽了进来 结果莫名其妙地就变成了现在这个诡异的姿势 他想转动头部或者移动揽住对方腰部的双手 但是因为担心被子里的动静被发现 最后还是保持一动不动 明天就要见那小子的爸妈了 说实话 我其实一开始以为你们只是跟我开了一个玩笑 最多就是恶作剧性质 不过现在看来你们应该是玩真的了 七海爸爸不由得一番长虚短叹 瞧您说的 我们当然是认真的 那我有一个很严肃的问题要问你一下 一定要认真回答 一定要说真话 因为这件事 无论对你还是对我们的未来 都可能会有很大的影响 什么事情啊 七海咽了一口痛 心态紧张起来 连带着被子下的吴绅 也察觉到他的心跳开始加速 你是真的喜欢那小子 吴绅的吗 临到头来 七海的爸爸转变了对吴绅的称呼 正是从那小子转化成了吴绅 也不知道他的内心到底是发生了怎么样的变化 嗯 犹豫了片刻之后 七海只是吐露出一句最简洁的话语 便没有再说什么 仍旧躲在被子里的吴绅 知道按照计划 七海肯定会这么回答 但从那一句简短的话语里 他却似乎听出来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意味 我明白了 无悲无喜 七海的爸爸神情严肃地点了点头 随即站起身 那等到明天对方双亲来的时候 我会认真和他们讨论这件事的 爸爸 七海低下头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不过提前说明一点 现在就结婚什么的 果然还是太早 就算我和对方父母都认可你们交往 结婚也是上大学以后在讨论的事情 明白吗 七海的爸爸又突然补充了一句 知道 我其实只是想继续留在千亿陪他而已 七海点点头 他们的目的本来就不是现在结婚 倒不如说 之前七海爸爸提到结婚的时候 两个人反而慌了神 毕竟他们只是伪装的关系 现在七海爸爸这种想法反而正中他们的下怀 我知道了 等明天讨论结束 根据情况我会考虑的 我看能不能让对方双亲 绑着巫神一起搬到大阪 顺便转学 如果不行的话 让你留在那边也不是为一种选择 对此 七海的爸爸只能无奈地笑了笑 爸爸 七海顿时眼前一亮 好了 该说的我都说了 我就不打搅你继续睡觉了 七海爸爸晃了晃脑袋 背着手慢悠悠地离开了房间 听到脚步声 确定对方真的已经走远以后 七海立刻掀开背 同时自己下床去把大门重新上锁 行云流水般地完成这些所有操作以后 七海这才松了一口气 好险 差点就被发现了 巫神也从被子里钻了出来 结果这次又让你占到便宜了 为什么每次在你身旁 总会出现这种似是而非的福利事件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说 是不是一切都是你故意而为 一切都在你的掌握之中 七海双手插腰看着巫神 天地良心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算了 这次好像的确不是你的国 七海平复了一下心情 重新冷静下来 你说刚才我爸那番话 证明我们是不是要成功了 还不一定 你爸不是说了吗 要等明天的见面结束以后再下定论 所以关键还是看明天的见面 巫神叹了一口气 说实话对于老妈 她是真的有点不放心 应该不会翻车吧 当然 无论如何 心里这份担心还是藏起来为妙 千万不能让七海发现自己的担忧 为了掩盖自己的忧虑 和七海匆匆告别之后 她便迅速地离开了她的房间 重新回到书房过夜 第二天上午 因为巫神和七海要在书房里准备料理 七海太太出门打算去买点食材 结果走在半路上 刚好看到一名和自己差不多年纪的女人 与自己擦肩而过 而就在那一瞬间 两个人就仿佛有感应一般 相互回头看了对方一眼 孩子他妈 你怎么停下来了 嘘 先别说话 刚才那一瞬间 我感应到了 太太颠簸 什么鬼颠簸 为什么你总是说些 无名其妙的话语 无霸一阵无语 哼 不信啊 你看着 趁着对方愣神的时候 吴妈走上去试探地问他 请问您知道青山家怎么走吗 啊 我就是青山家的 您找那里有什么 啊 莫非 您是无神的妈妈 没错 我就是无神的母亲 这么说 您是七海的妈妈了 吴妈点点头承认 与此同时 为了防止他和吴爸的通讯泄漏 他轻轻地扭转了几下戒指 摘下来一个小玩意儿 贴到后耳上 接着用头发掩盖好 这样就不用担心别人发现 他在和吴爸及时通话 而他和吴爸交流 直接用特殊的传音法就好了 同样不会被人察觉 可以完美地让吴爸 成为自己的后方支援 孩子他爸 你怎么看对方 吴妈问他 客观来说 金格肯定要比你正常 主观来说 你永远是些第一 吴爸脸不红 心不跳地说道 嗯 看在后半句话的份上 原谅你好了 难得吴妈挠了挠头发 显得有点不好意思 还有 我问的不是你个人的评价 我是想知道 对方的为人处事性格 昨天晚上走得太急 忘记问儿子了 现在知道的情报还太少 不知道对方是支持还是反对 保守一些比较好 先探探口风 我听儿子说 他非气还不娶 以后我们就是亲家了 吴妈乐呵呵地 上前握了握 七海太太的手 乌生内心 我不是 我没有 吴爸在对面 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 是我好的保守呢 一上来就这么直白 真的好吗 真巧 我女儿也说 非吴生不嫁呢 七海太太笑盈盈地回复道 七海内心同样在呐喊 我不是我没有 看样子 我们很有共同语言呢 虽然两个人性格迥然不同 但在这一瞬间 两个人却完全对上了电波 几乎没说几句话 便达成了共识 所以说什么时候 让他们去登记啊 我把手续都带来了 吴妈说着 编析法一般套出一大堆证件 显得已经有些迫不及待了 虽然我也希望尽快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还要经过家里他爸的同意才行 七海的妈妈轻叹了一口气 虽然欲言又止 但其中的寓意已经不言而喻 看来对方家里和我们不一样 七海的后心应该是指定反对意见的吧 吴爸分析道 吴妈大大咧咧地笑着对七海的妈妈说道 没事 有反对意见很正常 毕竟是跨国婚姻 设计的内容非常之多 太草率了也不好 的确应该先好好谈谈 你带路 嗯 跟我来吧 我带你去我们家 女儿和吴深也都在呢 说起来 他们正在准备午餐 你可以好好期待一下 七海妈妈露出淡淡的微笑 拎着小菜篮子往回折返 打算带吴妈去她家 儿子的做饭水平 我还是清楚的 毕竟是我交给她的 啊 吴深的厨艺是你教的吗 七海的妈妈捂着小嘴 表情看上去十分惊讶 是啊 她小时候突然有一天嚷嚷着 要受女生欢迎 求着我教她做菜 然后我就交了 吴妈双手环抱胸前 开始一边走一边回忆过去 孩子她妈 别说她这么直白 吴爸提醒她 七海的妈妈微微一浪 随即娃尔一笑 想受女生欢迎吗 真是有趣的小家伙 现在她算是如愿以偿了 不过我觉得她能认识七海 应该和会做饭没什么关系吧 不过我觉得吴深是个挺不错的男孩 应该也和你的教导有方有关吧 七海妈妈笑道 那当然 吴妈骄傲地挺起胸膛 扯淡 儿子要真是学你 那才是要完 你知道我当初多辛苦吗 吴爸孕护无泪 其实我觉得你女儿人也不错 我听儿子在电话里 可我解释了 说她又漂亮又贤惠 勤劳能干 独立自主 有自己的梦想 演过了 其实也没那么好 七海也有她的小缺点 七海妈妈摆了摆手 谦虚地说道 七海太太和吴妈 就这么开始了商业互吹的环节 越聊越开心 越聊越带感 不知不觉 两个人已经来到了 转刻着青山二字门牌的家门口前 对了 以后有空 能不能也和我交流一些 做料理的经验 在这方面 我应该是不如你的 在暗动门铃前 七海的妈妈突然想到了什么 停顿了一下 转过身询问她 在她看来 吴绅的厨艺已经超过了她 那交给吴绅厨艺的吴妈 肯定更厉害 难得有这样的机会 身为家庭主妇 掌管厨房大烧的她 当然也想多学一点 当然可以啊 吴妈爽朗地点点头 以后都是一家人了 我可以教你许多 做饭方面的人生经验 另一边 吴绅本来正在一旁 看着七海准备材料 她偶尔会提点意见 帮忙处理一下食材 但绝大多数操作 都是七海自己一个人 亲自完成的 吴绅你料理水平 比我强许多吧 有我来做 真的没问题吗 七海显得有点不自信 七海做的食物 味道已经很不错了 重要的是心意和这个形式 味道其实无关紧要了 真要按你的逻辑 这顿饭应该直接让我妈来掌勺 吴绅笑着安慰她 而就在这个时候 吴绅突然听到了什么声音 身子紧贴了厨房的大门 厨房和走廊玄关距离并不是很远 她可以清楚听到 门外逐渐靠近的脚步声 这个脚步声应该是老妈 吴绅说道 小时候趁着双亲不在家 总喜欢偷偷玩电脑看电视的吴绅 练就了敏锐的听力 可以通过门外楼道 飞溅滑破空气不同的频率 汽车行驶的声音 脚步的频率来分辨出 是不是老爸老妈回家了 她敢肯定 门口传来的两个脚步声 有一个肯定是自己老妈 另一个如果没猜错 应该是出门买食材的七海太太 之后门外两个人对话的声音传来 吴绅更是直接确认了 肯定是老妈和七海的妈妈来了 不是说中午才过来吗 七海对于意料之外的事情 显得有些惊讶 脸盲凑了过来 无所谓 一不变硬弯变就好了 你也见过我妈这么多次了 没必要这么紧张 吴绅轻轻拍了一下七海的肩膀 嗯 七海郑重地点点头 虽说不要紧张 但是到了该紧张的时候 还是会不由自主地紧张起来 伴随着门外锁头扭动的声音 七海深吸了一口气迎了出去 儿媳妇儿儿子我来了 总觉得有老妈在 无论什么严肃紧张的场面 都会画风突变 吴绅靠着厨房门心想 第三百三十八集 妈妈欢迎回来 还有 七海紧张地打起招呼 儿媳妇真乖 接着前面传来吴妈熟悉的声音 用手摸了摸七海的头发 七海一时间慌张 光顾着喊妈妈 忘了对吴妈的称呼 结果一抬头 才发现最先进来的是吴妈 她刚才其实是对吴妈喊的妈妈 意识到自己犯的错误以后 七海心里更加慌乱了 这么急着就叫上了 后进来的七海妈妈 任君不禁地看着七海 我不是这个意思 七海的脸蛋 立刻染上了一层红韵 七海的妈妈 其实心里也有些小紧张 在她看来 女儿应该是第一次和吴妈见面 殊不知 其实两个人早就见过不止一面 已经算很熟了 看到两个人初次见面相处得不错 七海妈妈这才稍微松了一口气 毕竟婆媳问题 不论是在哪儿 都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七海妈妈当然希望 女儿能够和未来的婆婆 在一起和谐相处 听到门口玄关的吵闹声 七海的爸爸这次想要通关 把七海顺利带回千叶 阻挡在最后的真正大boss登场了 当然在无声看来 说不定自己老妈才是真正的大boss 这位难道是无声的母亲吗 七海的爸爸表情严肃 但出于礼貌 还是勉强挤出一丝笑容 没错 就是我 吴妈点点头 我刚才出去买菜 正好碰见她问路 一问才知道 正好要来我们家 我们真是很有缘分 七海妈妈在一旁笑着附和道 是挺有缘分啊 七海的爸爸欲哭无泪 本来她压根没想到对方的母亲会来 结果现在对方真人就出现在自己面前 能没缘分吗 她本来最后的一丝盼望 无声歧视只是虚张声势的想法 在吴妈到来的这一刻也彻底破碎了 您就是七海父亲吧 我听说您想讨论儿女结婚的问题 所以特意啊 从天朝连夜赶了过来 手续我都带来了 你看我们什么时候让孩子们去登记啊 吴妈乐呵呵地走过来问他 这个 这个 先不及 我们这不是还没了吗 跨国总是会有许多问题 比如今后您家孩子是否回国 以后的工作签证 我们还是要从长计议 七海的爸爸显得有些尴尬 毕竟当初试探的时候步子跨得太大 直接说想要他们立刻结婚 想要见父母 结果没想到 无声还真把自己的父母给叫了过来 而且看样子 对方双亲对这个事情还很积极 一点反对的意思都没有 这次真是自作聪明 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嗨 我还以为要讨论什么呢 这些其实都不算事 吴妈甩来甩手 表示一切尽在掌握 既然这样的话 有没有可能把无声也转学到大阪 因为我们考虑让女儿回大阪读书 听到这句话 原本在一旁看弃的无声和七海 都不有的精神一振 这么快就说到正题了吗 无声微微猝起眉头 接下来就看老妈回答靠不透普 这个当然美 孩子他妈 你不会忘记此行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了吧 虽说我们的目标是假期真做 但是要掩椎出气的原因可别忘记了 如果搬回到大阪 原本的生幽梦可就不得不终止了 另一边的吴爸立刻提醒他 吴妈反应也快 说到一半得到吴爸的提醒 话风当即一转 这个当然没办法了 其实我们也挺为难的 不过当初办理留学手续 就是原本的那所学校 我们也没能力申请变动 这样啊 那还真是头疼 七海的爸爸叹了一口气 而在七海爸爸叹气的时候 紧绷着神经的七海却是松了一口气 只要有这个理由在 他觉得他们就能立足于不败之地 对了 你看看我 一直让客人在这里站着 这城河梯头 来客厅坐 孩子他妈 你去给客人泡点茶 你们稍等 七海妈妈微微一笑 请 七海爸爸做了一个手势 请吴妈来到客厅沙发落座 吴妈大大咧咧 但又不失礼节 大大方方地坐到沙发上 而这个时候 七海妈妈也端着吴森 早就泡好的茶水 用盘子端着 放到了茶几上 然后他就坐在了吴妈身旁 两个人静静地等待着 看七海爸爸如何出招 七海爸爸心里也感觉有点无语 他隐隐也感觉到了 七海妈妈的态度 他颇为纳闷 老婆不是应该和自己一个战线的吗 怎么这两天总是胳膊肘往外拐 反正无论如何 在他眼里 这个儿媳妇是早就亲定了 您身为外国人 你红语说得挺熟练的 为了不让吴妈一直提结婚的事情 七海爸爸开始转移话题 工作有时候要涉及各国人员 自然要懂一些 水平一般而已 我其实还会很多种语言呢 吴妈微笑 扯淡吧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这说的都是汉语 吴爸吐槽道 直接揭开了吴妈的老底 其实吴妈根本不会其他语言 只是他新研究的一种术式结构 可以做到类似翻译的功能 吴妈说的其实还是汉语 只是对方听起来 却自动转化成自己国家的语言 万之亦然 不要打断吴日天行云流水般 巧无神气的装裤啊 吴妈撇了撇嘴传音过去 虽然客厅的大门被关上 隔离了吴山和七海 但两个人照样能贴着门 听到里面的对话 吴山能够听到吴妈的传音 因此判断出 吴爸好像也在全程监控 这让他轻松了不少 得知了这一点后 吴山就一直把矫正监督 吴妈的希望 放在了监听全场的吴爸身上 但是殊不知因为 他在天朝时 一直单身狗的行为 导致就连最正常的吴爸 在找儿媳妇这个问题上 难得和吴妈站在了同一战线上 等于说 现在在场三个人 外加场外援助一名 共计四个人 其中三个全都是二五仔 糟糕 他们不会假戏真做 真的把结婚这件事敲定了吧 吴山信终一阵忧虑 你这是和某个黑衣组织 有毛线区别啊 七海的爸爸加油 不要放弃啊 现在七海爸爸属于 宝宝心里骨子状态 本来以为对方来了 自己说点原因 就能让对方谨慎考虑 但对方来势汹汹这个样子 明显是看上了自家女儿 一副非他不可的姿态 再加上 现在七海妈妈实际上 也是吴妈这边阵营的人 还有吴爸在后复合 客厅里看似祥和平静 实际上 背后却是波涛汹涌 暗藏杀鸡 等同于三对一的烈士 我个人是觉得 像婚姻这种人生大事 果然还是不能这么草率 应该再等一段时间 而且现在是学业为重 七海的爸爸斟酌着词汇 距离力声 等不及了 郎才女貌的 现在全套搞定 多好 吴妈竖起大拇指 孩子他爸 你还说别人 当初我爸有点看不上你 你不是转天就带着我 去填表登记了吗 我们当初也不过高中而已吧 七海妈妈笑眯眯地揭露 有这回事吗 七海的爸爸拼命给七海妈妈 头眼神打暗示 但是七海妈妈只是呆萌地眨了眨眼 假装看不懂七海爸爸的暗示信号 当然有啊 当时你还和我说早一点登记 就当是为国家人口老龄化做贡献了 七海爸爸颜面俯额 哪有当着竞价自爆黑历史的 那都是年轻时冲动犯下的错误啊 这情况不一样啊 你夫妻那个时候是坚决反对我们交往 我当时一堵气就 但是我不反对女儿交往啊 七海爸爸一连 我是冤枉的委屈表情 完全没了最开始的严肃与霸气 有顽皮的七海妈妈和无厘头的五妈在 她想严肃地渲染气氛 也会被立刻打回原形 我只是觉得他们现在还有点太早 毕竟才刚互相认识几个月 我和你可是初中就在同一个班 不同情况应该不同讨论 我的想法是就算异地分开了 现在科技这么发达 也可以用邮件和电话联系 直接在电脑上视频聊天也是可以的 七海的爸爸讲出自己最理想的条件 啊 是吗 那无声和女儿分开的时候 我们也干脆分居好了 这 别啊 你当着客人的面说什么呢 过得好好的分居干什么 七海的爸爸有点慌了 不是你说的 就算分居两地 也有其他见面方式嘛 以后我们每天用邮件和电话交流好了 如果饿了 就开视频聊天 我做饭给你 让你干看着 你说的好有道理 我居然无言以对 七海的爸爸彻底愣住了 随后开口艰难地说道 既然如此 那就让七海继续在千叶那边学习好了 万证省忧的事情他已经放弃了 这样才对嘛 七海妈妈笑眯眯地说道 事情这样 是不是算已经谈妥了 七海爸爸掺了掺汗珠 和这两位说话实在是太费劲了 登记的事情还没谈呢 我们详细聊聊 吴妈说着 精神十足地拿出各种证件 好啊好啊 七海的妈妈同时也拿出一份申请表格来 吴妈的想法就是 这个儿媳妇她喜欢 她要定了 吴爸差不多也是这个态度 在他看来 难得有一个女生和儿子关系这么好 如果现在放跑了 恐怕单身狗的儿子 就没有下一次了 当然 之所以会这么想 是因为吴爸不知道 儿子家里的孙女 一只手都快数不过来了 周围更是环绕着 无数的修罗赏和白雪 七海太太的意图就更明显了 在她看来 就是女儿有了真爱 想追求幸福 外加还要顺便 偷偷加上继续追逐梦想的愿望 所以她自然要无条件的支持 在她看来 吴神是个不错的人选 合着这两位是都准备好了 打算坑定自己了 看着眼前两位妇女的灵牙 七海爸爸表示压力山大 说实话 她对吴神的看法其实没那么差 那唯一的一点糟糕的心情 也是因为感觉 自家水灵灵的白菜 要被猪给拱了 她以为自己退一步 事情就可以完美解决 结果她现在才发现 压根不是这两位太太的最终目的 房间外面 七海因为不能长时间的在那里停留 需要回去继续做饭 难得趁着有空闲的时间 七海担心的从厨房里走出来 压低音量 像一直在门外偷听客厅里面谈话的吴神询问 里面情况怎么样啊 七海拿纸巾擦了擦湿漉漉的双手 静悄悄地走了过来 很激烈 吴神往后退了几步 看向一旁凑近过来 对于客厅情况完全不了解的七海 听到这句话 七海立刻就慌了 脸盲担忧地问道 是不是我爸爸占了上风 不会讨论失败吧 不是 二对一完全的碾压局 你应该担心一下自己的爸爸 我觉得他现在肯定非常非常想哭 吴神摇摇头忍不住感叹他 虽说他的目标是击败最终boss七海的爸爸 但现在他自己都有点可怜七海爸爸了 惨 实在是太惨了 可以说就是被一番吊打 他都不忍心看下去了 这么凶了吗 七海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 计划挺顺利的 我们之前策反你妈妈也有很大的帮助 你爸爸刚才说他已经打算退让一步 允许你留在千叶 这件事情你不用担心是吗 看到七海担忧的神色 吴神先给七海来了一阵镇定计 塞了一颗定心丸 真的 那么说我们的计划成功了 七海心中一喜 脸上立刻洋溢起灿烂的笑容 不出意外应该是稳了 不过事情估计没有想象的这么简单 这件事恐怕还没完 吴神却没有那么兴奋 反而皱了皱眉头 看着七海露出一丝微妙的神情 不是要成功了吗 还有什么可担心的 七海疑惑地询问 就怕太成功了 按照这个趋势 咱们明天怕不是就要去领结婚证了 吴神依靠着走廊墙壁 一脸苦笑着说道 第一 三百三十九集 明天就领结婚证 有这么严重吗 七海显然不是很相信 明明最开始还是担心 自己爸爸不同意自己留在千叶 怎么现在直接跳到明天就去填表登记 这跨度未免也太大了吧 就是有这么严重 吴神点点头 做了一个请的动作 意思是 如果他不相信 可以亲自过来听听 七海匆忙地走过来 耳朵贴在客厅门口听了一小会儿 虽然七海没有像吴神那样 从头听到尾 不知道事情的前一后果 但是光听里面现在的辩论 也让他明白了情况的严重性 到底怎么回事 我怎么感觉爸爸他反而处于劣势 七海五只小嘴满脸惊讶的表情 他本来还以为 解决自己爸爸固执的思想 是件很困难的事情 结果没想到现在 反而被人压制吊他 不知道为什么 你妈妈好像特别热衷于这件事 可能是我昨天好感度刷的有点多 另外 我妈对你是什么想法 相信你上次就非常了解了 吴神一阵汗言 朝七海露出歉意的表情 这两位凑在一起 我看你爸真选了 凉了凉了 可 可是 结 结婚什么的 太早了 我还压根没有考虑过呢 七海捂着瞳孔的小脸 总觉得七海 你根本没说到点子上啊 虽说吴神也觉得太早了 当然这并不是主要原因 真正的主要原因是 更何况我们的关系只是伪装而已 你不是有其他女朋友吗 这样下去 真白该怎么办啊 七海摇晃着吴神的肩膀 焦急地说道 是啊 这其实也是吴神最担忧的问题 结婚这种事情 吴神虽说不抵触 但他也要考虑其他人的想法 首先第一点 七海本人就肯定不同意 毕竟他们只是伪装的关系 连交往都没有交往 怎么直接谈婚论嫁 第二点 退一万步 就算七海真的没有意见 自己还有问题没法处理呢 难得现在吴神这边的修罗厂 保持着微妙的平衡 结果他出去一趟 就从未婚人士变成了有妇之妇 施鱼怕不是要把他红烧了 血奶怕不是要把他清蒸了 真白怕不是要把他做成甜点 羊奶 女儿们估计也不会放过他 怕是要全体给他来一顿 萝莉组合版小圈圈捶你胸口 至于会不会闹出人命来 也有很大可能 毕竟那只神出鬼没的中二病小萝莉 还不知道是谁的女儿 吴神打了一个哆嗦 没敢继续往下思考 那画面简直太美不敢想象 现在我们怎么办 如果妈妈他们真的成功 那我们就只能坦白真相 可是坦白真相的话 之前的努力就全部功亏一篑了 七海在原地转来转去 显得十分焦急 别慌 先冷静一下 你下一次生有考核是什么时候 大概半寒假的时候 考核都是半学期一次的 这次因为没有成功 我还需要再参与一期的培训 七海想了想说道 好 既然如此的话 只要拖延时间到下一次考核结束 然后问题就能够迎刃而解了 吴神说着 看了看厨房的方向 饭准备的怎么样了 嗯 差不多好了 那正好 我进去通知他们开饭 你去处理剩余还没有做好的饭菜 不能让他们继续谈下去了 定好了计划 两个人立刻兵分两户 七海去端菜 吴神则敲了敲门走进客厅 以午饭已经准备好为理由 终止了愈演愈烈的谈话 这让七海的爸爸不由地松了一口气 趁着中午吃饭的功夫 吴妈夸扎了一番七海的手艺 气氛看上去挺融洽的 但很快 吴妈和七海的妈妈 就再一次在饭桌上 提起结婚手续表格的事情 吴神和七海对视一番 相互点点头 分别支开了自己的妈妈 这么直接草率的下决断不好吧 家里不是有规定 必须带另一半先回本家 见过老祖宗 才能递结婚姻关系吗 吴神直接把家里的规矩翻了出来 规矩不就是用来打破的吗 当年老祖宗反对 我和你爸不照样过得美滋滋的 吴妈表示这都不算事 可是我的情况不一样 我的这个体质 如果要结婚的话 必须找老祖宗 吴神小声提醒了 差点把这马事给忘了 吴妈扎了她嘴 那就等放寒假的时候吧 正好过年 顺便带着他们都过来 把事情一口气全部都办得火了 真想看看 老祖宗看到你 带着一群女生回来时 惊讶的表情 吴妈挫了挫手心 心中遐想连篇 总觉得好像给自己挖了一个大坑 不过不管怎么说 能拖延时间就好 只要到时候 七海成功通过考核 他就不用继续牵连其中了 至于施宇学乃他们的事情 倒是的确需要带他们回老家 见一趟老祖宗 所以对于此事 吴神并没有什么反对 七海 下一次生有考核 你可一定要成功 不然这次我们就真的要结婚了 饭后 吴神提醒了七海一句 嗯 这次 我一定会成功通过的 七海点点头 下午 七海的爸爸为了缓解一下压力 已有事要去处理 暂时溜出去散散心 顺便思考一下 接下来该如何挽回烈士 而另一边 吴爸仔细观察了一下 吴神和七海的相处 然后对吴妈说道 儿子和那个女生继续这样下去 怕不是黄花菜都要凉了 必须想办法加加速 你去和七海说一句话 吴爸算是看出来了 自己的儿子不知道为什么 压根没往那方面考虑 而七海则是一直在逃避 不敢直面自己的内心 如果一直这样维持下去 怕不是好想急死你洗脸 但既然他在这里 自然要给儿子来一拨神助攻 这招你确定真的有效 吴妈忽疑地问他 放心好了 虽然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让他一直强压着自己的情感 但你懂得一直憋着对身体不好 该释放时就要释放 于是乎 吴妈趁着无声不注意 悄悄把七海招呼到了别的房间 伯母 您有什么事吗 面对吴妈 七海显得有些紧张 就如同纯洁的小羊羔 进了邪恶大混狼的巢穴一般 他已经有点后悔 没让吴神来陪自己了 吴妈淡淡地说道 没什么 就是想告诉你一件事 暑假过去以后 吴神就要回国了 吴神要搬走吗 回天朝 突如其来的消息 让他措手不及 七海不知道为何 内心突然感觉空闹闹的 他怎么没有和我说过 七海小声嘟囔着 像是在抱怨吴神 可能是想等这件事 结束以后再告诉你吧 那 那真白施与薛乃他们怎么办 七海像是在找什么借口 一般询问的 吴妈露出了一所当然的表情 当然是跟着一起走了 他们都已经同意了 是这样吗 七海微微一愣 也就是说 只留下我一个人 再也见不到吴神了 本来以为 一直以来平淡的生活 会一直持续下去 但突如其来的消息 却让他意识到 平日里习以为常的事物 其实都意外的脆弱 OK 咱们先撤吧 种子已经种下 金克兰也放了 就看今天什么时候发芽了 希望儿子他面对女生土路自己感情时 能够男人一点 吴爸提醒他 有时候不得不承认 你真可怕 吴妈离开后耸了耸肩吧 仅凭一句话 就让好想急死你的事态 加速发展 真可怕 不愧是社会我吴爸 人惊话不多 吴妈离开以后 吴爸仔细寻思了一下 之前的对话 发现了许多意味不明的地方 吴爸怀揣着自己的疑问 开始问他 对了 七海刚才说的那几个人名 是什么情况 啥人名 我不知道哦 吴妈愣了一下 随即企图装傻充了 门混过关 真白是女学男 我记性可好的男 而且听起来 好像都是女性的名字 我突然感觉 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吴爸一脸 你别想骗我的表情 你想多了 不要在意细节 吴妈连连摆手 你越是这样就越可疑 说起来 你之前说要带七海回来 建许家老祖宗的时候 你用的是他们 而不是他 到底什么情况 不听不听 王八念经 吴妈捂着双耳 假装什么都听不到 你不会又控制不住 给儿子找了一带队未婚妻吗 没有啊 儿子从始至终 就两个未婚妻吗 嗯 不是一个吗 就是 还是你很早以前找他 吴爸察觉到和自己记忆 对不上的地方 啊 我上次来霓虹的时候 顺便又找了一个 吴妈挠了挠头发 顺便 呦 仔细想想 七海也能算一个 你还真是来一次霓虹 给武神找一个未婚妻啊 吴爸快要抓狂了 霓虹这个国度真是危险 来一次儿子多一个未婚妻 吴爸心想 不过没关系 第一个婚约 我上次来的时候 就已经彻底解散了 第二个 其实也只是口头约定 还没完全谈妥啊 那就好 那两个都没有感情接触 你家也不靠谱 我们还是专注于 现在这个女生吧 我挺看好她的 吴爸松了一口气 你说的有道理 吴妈连忙点头 心中一怂 觉得这一关 算是糊弄过去了 毕竟儿子开后宫 女儿穿越过去 这种不科学的事情 根本不在 吴爸的科学分析 理性思考范围内 所以说 刚才那三个人名 到底是谁 然而 吴爸并不打算就此放弃 这一关 难道没法忽悠过去了吗 吴妈掩面幅额 不说是吧 我自己查 吴爸轻哼了一声 随即关掉了通讯 显然是去查东西了 过了一小会儿 吴爸的声音重新发出来 根据我的数据扫描 一共发现 一百多个聪明的对象 新年龄 学校 性别 地区等等 进行分析和筛选 最后是这三个 比较符合的目标 吴爸 精精有条的念出声 第一位 水明真白 在英国艺术界 引起轰动的天才少女画家 近期阴退回国 又是一波大新闻 这个资料比较好找 吴妈心里咯噔一下 怎么这么准 第二位 学之下学奶 千叶县一个实力 还算可以的家族集团 主要经营地产装修方面 家里有县议员成员 其人是家住两个女儿的次女 顺便一提 这下我查了他们公司的运营情况 很神奇 前一阵子差点崩盘 结果后来又奇迹般的奇色回声 而且这个时间点 正好在你前往拟哄的时候 你说怎么就这么巧呢 吴妈一正言辞地说道 巧合 一定是巧合 第三位 甲智求诗语 这个信息比较模糊 我只查到了 五同班同学有成名的 所以才选定了他 妈 三位居然全让他找到了 吴妈彻底傻眼了 还有一件事 后来我又偷偷看了一眼 一家网站的后台数据 勉强推断出来 这可能是一位 毕名侠世子清小说作家 那本清小说 我找到了国内核子 翻译版本 从妈妈扫了地 这完全是写给儿子的行书 而且根据小说内容分析 现实中他 可能还有一个 使君礼籍的行敌 哇 吴妈忍不住书生感叹的 刚才鸡海说的人 是这几位吗 不知道 完全不认识他们 吴妈脑袋摇得 仿佛波朗鼓 可是根据对表情 和心跳分析 孩子他妈 已经完全暴露了 这三位你绝对认识 吴爸肯定地说道 顺便还有一件事 我浏览了一下 网络上有关儿子 正在就读学校的讨论 里面许多人讨论说 有一位令人文 风丧胀胀的宫口大魔王 叫吴深 不会说的是咱们儿子吧 怎么可能 他们和儿子到底是什么关系 如果 我说他们都有儿子的后代 你信不信 吴妈决定破罐子破摔 吴爸显然是不相信 这么不科学的事情 就在吴爸还在纠结 这几个女生和吴深 到底是什么关系 开始不停追问 装傻的吴妈时 得知吴深要回国的七海 却显得有些痴魂落魄 身子摇摇晃晃地 回到自己的房间 哟 回来了 刚才老妈把你叫走 到底有什么事 吴深靠着窗户 正好看到七海走进来 不要走 神情恍惚地七海慢慢走过来 下意识地拉住吴深的衣袖 我没走啊 吴深一脸懵圈 留下来陪陪我好吗 至少等我成功地通过 实用考核 不 至少等我正式地进入事务所 等我接到第一份深游工作 果然还是等到 我大伙的收好了 七海低着头 脸上的表情 不停地变化着 怎么留下来的时间 越拖越久 听着七海零碎的话语 吴深心里吐槽 为什么听到他要走的消息 我的反应会这么大 我们不是只是朋友吗 没错 朋友要离开 所以我才会感到悲伤 还是说 难道我喜欢吴深吗 这个念头刚一生出来 七海心中一紧 急忙将它强压了回去 然而这个念头 却如同吸收了 金克拉的种子一般 开始在脑内疯狂地 生长和扩散 一旦意识到这一点 两个人的关系 就再也回不到过去了 七海就这样一直拉着 无声的遗袖 两个人站在双口旁 久久沉默不语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被老妈叫出去一趟回来就变成这样 老妈对七海说了什么 不过她也意识到了 七海现在这个状况绝对不对劲 必须探明到底发生了什么才行 吴深你真的要回去了吗 沉默了片刻后 七海悠悠地问 回去 回哪里 吴深有点摸不清头脑 七海这句话省略的要素实在是太多了 回国 我听你妈妈说你要回国了 原来是这么回事 老妈把这件事告诉你了 的确是要回国 吴深点点头 她误以为是老妈把寒假 要把他们带回家 见老祖宗的事情告诉了七海 结果导致她心情紧张 听到这句话 七海的心猛地揪了下 今天天气很好 阳光很烂 湛蓝的天空万里乌云 但是七海日觉的眼前一片昏暖 那么说带真白是与雪奶他们一起回去 也是真的了 诶 这你也知道了 吴深温温一愣 当然要带他们一起去 倒不如说 这次冒着体质的风险回国的目的 就是带他们去见老祖宗 羞羞的事不会影响什么 但是如果地结了婚姻关系 不让老祖宗帮忙处理的话 体质会感染给对方的 他本来以为七海接下来 要要和往常一样 服口婆心地教育自己 不要辜负真白 结果这一次 他反而低下头一言不语 你不像往常一样反对一下吗 吴深觉得七海从老妈那里回来以后 实在是太反常了 我能反对吗 这是你们的事 和我又没有什么关系 七海表情略显苦涩 又有些像是在闹小脾气 我先去厨房了 还有清洁工作没有做完 七海说完 像是逃跑一般离开了房间 吴深还没来得及拦住对方 只能一脸蒙圈地看着对方离开 而就在这个时候 吴妈刚好回到了吴深所在的房间 老妈 你到底和七海说了什么 吴深叹了一口气 无奈地询问他 不及倒不及倒 哦什么都不及倒 吴妈脑袋摇得如同波浪鼓一般 我说 不听不听 王八年轻 吴深试了好几次 每当他刚要说话的时候 就会被吴妈下意识地给打断 看上去就好像刚刚被唠叨 追奔了许久一样 所以对于吴深来说 老妈和七海到底说了什么 依旧是一个未解之谜 现在知道 我为什么会让你用吴深 要回国这个借口了吧 吴妈离开房间以后 吴爸轻轻一笑 不懂 吴妈摇了摇头 中午吃饭的时候 你说了让吴深寒假回国的事情 这样七海回头询问吴深的时候 儿子就可能以为 他是在问寒假回国的事情 然后产生二重物件 令侍太在意的家族 就算吴深反应过来 证清了压根没有回国这件事 但是七海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感情 终于已经开始蒙发 我们也是万全不赔 虽然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但是感觉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吴妈感叹道 好了 以外话就说到这里 现在可以告诉我 哪几个女生都无神什么关系了吧 我说他们都是儿媳妇 你信不信 吴妈坏笑着说的 不信 这不科学 儿子怎么可能找到女朋友 吴妈表示自己快要疯了 我说假话你不信 说真话你也不信 你这样 我也很绝望啊 等等 心跳 表情 瞳孔状态等多些数据 居然表示你没有说话 你这种单细胞生物 不可能是精神的退学退学 所以数据应该是真实可靠 客观数据和主观一段 我选择相信 哇 态度居然转变得这么快 吴妈有点难以置信 证据代表一切 就算再脱离常识 只要有足够的数据支持 科学家对确选择相信 这才是真正的科研态度 记得回头帮我问问 儿子是怎么成功的 我要做一个社会学科题研究一下 如果成功的话 有助于帮助我们来单身偶托团 你的课题还真是全面 吴妈吐槽道 你还要和我讲讲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觉得我也不是清全 这么 回去再和你慢慢讲 吴妈笑道 现在讲的话 就没法用摄像机记录下来 你好玩的景象了 吴妈心想 她可不想留下 这么一个小小的遗憾 下午 客厅内的谈判再一次开始 了解了一部分真相的吴爸 已经决定 寒假先带七海他们回去 见老祖宗的吴妈 都不再想之前那么咄咄逼人 七海爸爸大喜 最后一番交谈后 他们决定各退一步 打算让七海继续留在千叶 和吴生一起 但结婚的事情 要等到这个学期结束再来决定 毕竟在她看来 两个人交往的时间太短 这可是未来人生的头等大事 不能这么草率的决定 儿子好好努力 争取下次我来的时候 跟上一层楼哦 吴妈挥了挥手 和众人以此告别 大大咧咧地离开了 吴生和七海解决了事情 为了避免夜长梦多 也提前订好车票 决定连夜赶回千叶 七海怎么了 这么失落 是不是没能达成结婚的结果 有点失望 没关系的 等下次放假 双方家庭再次会面的时候 一定让你如愿以偿 七海的妈妈笑着 用温柔的声音安慰 身为妈妈 亲自养了这么大的女儿 出现什么状况 七海妈妈都能很快地注意到 这一次也是同样 她很快就留意到了 七海的异常 只可惜 她猜不到事情的原委 究竟是如何发展的 我们先走了 七海勉强露出自己的笑颜 接着紧赶几步走到玄关 转过身 不让她看到自己的表情 因为 七海不想让妈妈 有多余的担心 心中种下的那颗种子 如今仍旧在迅速疯涨着 一直压抑的心情 已经快要支撑不住了 只等待冲破阻碍 宣泄而出的时刻 夜幕刚刚降临 飞驰的电车上 无声和七海 面对面坐在位置上 七海一直低着头 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 即使无声想和她聊几句 也是言语思绪混乱 聊不了两句 就松松中断 怎么了 一直闷闷不乐的 计划成功 你可以继续为了梦想而奋斗 应该高兴才对啊 回去以后 要不要去樱花庄 帮你开个庆祝派对 我亲自下厨怎么样 给你大展身手 做一桌庆功好菜 无声想让七海 重新打起精神 于是撸着袖子提议她 是啊 的确就如无声说的那样 我应该高兴才对啊 可是为什么还是觉得 空唠唠的 想笑也笑不出来呢 七海勉强想要 露出一丝笑意 但是表情却比哭还要难看 算了吧 回去以后 我想独自一个人静静 就不给你添麻烦了 七海把头低得很深 生怕对方看到现在自己的表情 想静静 评种静老师 无声试着开个玩笑 想要活跃一下气氛 但七海低着头 双眼无人 仿佛没听见一样 继续自顾自的小声碎碎念着一些意义不明的话语 看来冷笑话没用嘛 七海 在帝恩此尝试失败后 无声仍旧自自不倦地试图搞明白 七海在想些什么 因为临走前他缠着老妈问了无数次 得到的回答也只有 不知道和不听不听 您都已经当妈了 就不要卖萌了好不好 结果导致他到离开七海家 都没搞清发生了什么事 而且七海依旧是闷闷不乐的样子 窗外的景象飞速地拉伸飞尘而过 无声一只手撑着腮帮子 望着窗外的景象 思考七海心情转变后的话语 试图从中找到什么线索 回来以后 七海问我要不要回国 当我回答需要以后 他的表情好像更消沉了一些 难道说和寒假回国这件事有关 无声觉得自己抓住了什么要点 这么说来 七海应该知道 如果要跟着一起回国见老祖宗 就是要结婚的节奏 这么说来 是因为担心怕结婚的问题 所以才担心吗 原来如此 因为担心假戏真做 寒假回国以后 真的被逼结婚 所以才忧心忡忡吗 无声恍然大悟 逻辑虽然对上了 但是无声却十分微妙地想歪了原因 七海 你放心 到时候回国的时候不带你 这样你就不用担心逼婚的问题了 到时候你正式成为生优 直接和父母坦白真相就OK了 无声安慰道 我知道你回国不会带我 能不能不要再提这件事了 七海显得十分懊恼 但声调却有气无力 偶尔还能看到七海抬头时的 幽怨小眼神 哈 无声彻底蒙圈了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有人能给自己解释一下吗 这么沮丧干什么 你要是想去的话 我也带上你 无声笑道 多带一个人旅游而已 这都不算事 到时候 避开老妈和老祖宗解释一下就好了 无声心想 真的 七海猛地抬起头 突然眼前一亮 但很快似乎想起了什么 眼光再次暗淡下来 变得沉默不语 还是算了吧 我就算跟过去 又有什么意义呢 呃 所以说 这到底是想跟过去 还是不想 无声欲哭无泪 你后雨什么时候 这么难理解了 我终究和你没有什么关系 而且 我还有想要成为 声优的梦想 不能离开这里 七海心里悠悠地想到 列车依旧朝着目的地飞直着 这一路上 无声有试过各种方式 逗七海开心 试图试探出来 什么有用的情报 但七海却仿佛百毒不侵一般 无论什么招数都没有意义 他就如同沉溺在了 自己的世界里 封闭了对外界的感官 两个小时过后 电车到站 天泽已经彻底暗淡下来 无声和七海穿过车站 来到了夜晚的街道上 通往住宅区的道路上 两旁的路灯已经亮起 可能是因为时间的关系 来往并没有多少行人 不一会儿的功夫 两个人走到了前方的岔路口 左拐通往无声所在的公寓 住宅区 右边则是前往樱花庄 分别的时刻即将来临 但无声可不安心 放这种状态的七海离开 真的不需要庆祝一下吗 反正时间还算早 和你一起去樱花庄好了 无声再次提议 多些关系 不过没有必要 七海抿着嘴摇摇头 最后转身离开 只留下一道落寞的背影 嘿 我就不信这个邪了 连个女孩子心情低落的原因 难道我都搞不定 无声心一横 直接上前一把拉住 想要离开的七海 然后强行拉着他 朝左边拐去 无声你这是干什么 七海迷茫地问他 动作如同牵线木偶一般 根本反抗不了无声的力量 跟我走 去 去哪里 七海依旧一脸茫然 去我家 给你办个新工宴 看看萝莉 说不定你就没事了 我家萝莉 可爱到包之百病 无声自信地说道 真的不用啊 七海摇头 用不用我说了算 无声轻哼一声 你怎么能这么不讲道理啊 七海红着脸也有点慌张 无声苦笑着回头看了他一眼 我这次好歹也算是大功臣 你就让我任性一次好了 就在两个人拉来拉去的时候 另一旁的街道突然天降正义 你 说你呢 你这是在干什么 抢劫还是分离女伤 胆子很大嘛 穿着警服的巡逻女警 逃出警棍 摇晃着朝这边喊道 我去 居然碰上传说中的警察叔叔 应该叫警察阿姨才对 警察阿姨 你听我解释 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无声连忙想要解释 七海也不再继续闹腾 下意识地躲到了无声身后 他还没意识到 发生了什么 只是被咄咄逼人的喊声惊叨 叫谁阿姨呢 谁是阿姨 女巡警顿时瞪大了双眼 警察姐姐 你听我和你解释 这还差不多 无声见识中 哦 闹了半天是小情侣吵架 行了 你们走吧 别继续吵了 感情可是来之不易的 轻易放弃的话 等你到了我这个年纪 就该后悔了 呸呸呸 我在说什么呀 我明明还年轻着呢 第三百四十一集 你误会了 我我们不是情侣 西海红着脸反驳道 哦 不是情侣 这么说你忽悠我 跟我去警察局走一趟吧 女巡警的目光 顿时变得犀利了起来 西海立刻慌了 连忙上前拦住对方 拼命地摆手 不不 他的确是我男朋友 我刚才只是一时赌气 女巡警看了看 他拦在自己面前 努力的样子 会有得忍俊不禁 对嘛 这才对 坦诚一点 不然失去了 才知道追悔莫及 女巡警说着 西海心中微微一颤 好了 以后别在路边 继续瞎闹腾了 被人误会了 影响多不好 街道上来来回回 还这么多人看着呢 女巡警拍了拍 西海的肩膀 炫为了几句 感叹的一番后 摆摆手 让两个人离开 他自己则摇摇摆摆地 继续去巡逻 其他区域了 走吧 注意到对方远去 无声朝西海伸出手 可是 西海依旧有些退缩 如果继续闹下去 说不定一会儿 我真的要被送到警察局了 无声说着朝女巡警 离开的方向挪了挪嘴 怎么能这样 你这么说 太狡猾了 西海一愤填膺 但说话的声音 却越来越小 生怕被什么路过的警察 听到 在引发什么误会 不知道怎么着 她的脑海里 回荡起之前 女巡警的话语 失去了才知道追悔莫及吗 也许是这样吧 在各种想法的交织下 七海依旧犹豫不决 既然如此的话 那我只能使出杀手锏 见到七海这样的态度 无声微微一笑 梦地冲上去 用手揽住七海的肩膀和双腿 直接公主抱了起来 无声你干什么 七海摇晃着双腿 但因为这个动作的缘故 她不敢太大幅度的挣扎 对了 你不要叫得太大声 不然巡警被吸引回来的话 我说不定真要进局子了 啊 七海本来还想挣扎和喊叫 结果听到无声这么一说 立刻蔫了下来 变得十分乖巧 这才对嘛 走 开庆功会去 正好叫上萝莉们和真白 一起参加 无声爽朗一笑 就这样抱着七海 朝自己家的方向走去 看来 她还要感谢那位路过的女巡警 不是她的助攻 想把七海带回来 还真要费点力气 自家的公寓距离并不是很远 小步快跑没多久 无声就带着七海来到了自己楼下 到了这里 她才重新把公主抱状态的七海放了下来 晚上吃什么呢 让萝莉们看着七海 别让她乱跑 我一会儿估计还要出来买点食材 这个点也不知道 萝莉莉他们走没走 无声心里想着 用钥匙扭开了大门 五一 叶哥 有人在吗 我回来了 没人出来欢迎一下吗 打开大门 看着客厅内有灯光 隐约听到有人说话的声音 让无声知道房间里肯定有人 不过 是叶哥 五一他们 还是 英里里 真白他们都在 那就不得而知了 无声显得很淡定 这两种情况 无论是哪种 看到七海 应该都不会出多大的事 打搅了 七海换了一双客人用的拖鞋 脱下外套 挂到玄关的衣架上 小声自言自语地嘟唠了一声 而听到玄关门口无声的招呼声 客厅内很快有了反应 伴随着一阵 灯灯灯的脚步声 一只萝莉化作炮弹 冲到了无声怀里 还是熟悉的力道 够劲 爸 哥哥你回来了 五一好想你啊 五一注意到旁边还有其他人 灵活地改口说道 别耍贫嘴 我就走了一遍 想个啥 无声好笑地敲了一下 他的小脑门 怎么样 这一天在家乖不乖 我最乖了 五一抱着无声蹭来蹭去 全家就输你最能闹事 他最乖 无声揉了揉五一的小脸蛋 对了 还有其他人在吗 英莉莉和真白走了吗 无声朝着屋内一边走 一边张望 根据人数不同 他有购买的食材种类和数量 也完全不同 必须搞清楚才行 大家都在 可热闹了 五一一蹦一跳地说道 无声愣了一下 大家都在 不知为何他突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很快他不祥的预感就应验了 走进客厅 真白夜哥和英莉莉还像往常一样 坐在原来的位置奋笔疾疏 但是客厅沙发这边 却多出来血奶和诗语在一旁坐着 正坐在床上摇晃着白丝小脚鸭的月银也抬起头 朝他挥了挥手 哇 这是要干啥 军家捅吗 除了养奶和子 这两位经常神出鬼没的存在 其他和自己关系最亲近的几名女生 几乎都到了现场 这下子无声傻眼啊 他自己也没想到 大家居然都在 他还以为家里最多就是真白和英莉莉 所以不碍事 大家怎么都来了 无声有些意外 我只是按照你的要求 照顾五一和叶哥 他们画起漫画来就费心忘食 你可真是够疏忽大意的 如果我没有过来 他们怕不是要扼上一整天 学乃轻轻叹了一口气 我对他家里厨房的设备不熟悉 我也没办法 再加上真白的料理水平 我也不敢让他进厨房啊 英莉莉傲娇地反驳了一两句 但是声音却越来越小 因为齐海的事情发生得太突然 无声根本没有时间细细准备 就匆忙出发了 听到学乃这么说 他也庆幸自己临走前 摆脱了学乃帮忙照看着他 大家都在这里吗 齐海此时走进旅屋 看到一家子的熟人 神色不由地暗淡下来 齐海也来了吗 有点事要和无声商量 齐海已经失去了平常心 这次再见到众人 目光反而变得躲躲闪闪 见到他们 齐海终于明白曾经的自己 为何会一直压抑和逃避自己的情感 因为已经有人先到了 先陪伴在他身边 而那个人并非自己 看着屋内异常热闹的景象 齐海却感觉自己和这样的环境 合格不入 他突然觉得自己和无声的距离 异常的遥远 就仿佛两个世界的人一般 见到他异样的姿态和神色 施宇和学乃相互对视一番 神经百善的他们 都敏锐地察觉到 这里面可能存在着什么猫腻 施宇和学乃默默地注视着 无声和齐海 久久没有出声 无声紧张地咽了一口唾沫 说实话就算是修罗场再开 无声都觉得 比现在这种沉默的气氛 要好得多 那个施宇今天怎么会在这里 无声终于打破了 这诡异的寂静 没什么理由 单纯想见见自己的男友 不可以吗 可惜来了以后发现你不在 学乃说你有重要的事情要办 暂时回不来 本来打算就此离开 不过因为对真白他们的漫画作品 比较感兴趣 姑且留了下来 现在看来 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呢 施宇解释道 你直接说你是在观察 潜在威胁的阴里里不就好了 学乃大然地揭穿了他的真实目的 雪之下 没事不要胡乱推断哦 被人诊断成 患有妄想症 可就不好了 施宇抿嘴一笑 我是潜在威胁吗 为什么 英丽丽丽停下画笔 指了指自己 表情是一脸蒙圈 啊 这个熟悉的节奏 感觉一时半会儿没法消停了 无神心想 对了 雪之下之前和我说的 你要出去解决的事情 不会是和七海有关吧 施宇包裹着黑丝的双腿重叠在一起 眯着眼煞有其事地分析起来 就在他以为大战即将开启 无神打算决定先溜了的时候 没想到 施宇居然杀了一个回马枪 直接将话题引向了 无神和七海这边 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无愧是名侦探施宇 猜的就是准 真的 发生什么 雪奶被施宇这么一提醒 也感觉这其中的猫腻 很有可能与昨天 无神要去办的事情有关 虽然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是女人的直觉 让她总觉得 无神和七海之间的气氛 变得和往常不太一样了 这其实不是什么大事 给大家添麻烦了 我先回去了 被其他人盯得有点心虚 七海转身就想落荒而逃 在她看来 施宇真白雪奶他们才是先来者 更何况本身就有女友的正统身份 自己这个后来者算什么 企图拆散幸福情侣的恶人 她觉得自己根本没有资格去奢求什么 走什么走 不是说好了开庆功会吗 现在这么多人热闹一点不是更好吗 抓了这么多次 对于七海突然逃走的套路 无神早就已经清车熟路 一伸手就直接把她又拽了回来 庆功会 什么庆功会 施宇学奶他们好奇地凑了上 现在对于七海这匹黑马的情报 他们可谓是草木皆兵 几乎是闻风而动 无神觉得这件事没什么保密的必要 自己又不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 于是大大方方地解释了出来 原来如此 这么说你是去做好事了 施宇摸索着下巴 饶有兴致地说道 做好事不留名 请叫我红领巾 你们千万不要误会 我和无神绝对绝对没有其他关系 还有一件事 我擅自找他帮忙 你们不会生气吧 七海忧虑地问道 金子出面和他们解释情况 没事 帮忙而已 我们为什么要生气 大家都没有露出什么气恼的表情 不过 每个人都用怪异的目光注视着七海 我怎么了 你们怎么都看着我 七海被盯得有些发毛 没什么 只是好奇这两天都发生了什么 七海这个解释 让施宇和薰奶总觉得有一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感觉 这让他们认为 七海越来越可疑了 危险度等级更是蹭蹭地往上升 爸爸 想吃爸爸做的饭 这个时候 另一半的漫画工作似乎告一段落 三个人都开始进入休息时间 叶哥第一个捂着饿的咕咕咕 直叫的小肚肚跑过来抱住无声的大腿 整天就知道吃 妈妈做的饭 味道已经很不错了 尤其是烧麦水平 并不比爸爸差太多 可是我还是喜欢吃年轮蛋糕 明明烧麦最好吃 就什么东西最好吃的问题 两只萝莉开始争论起来 五一 你来评评理 你觉得年轮蛋糕和烧麦哪个更好吃 最后两只萝莉气呼呼地开始拉路人 试图成为助力 还是丈夫做的饭好吃 我已经一天都离不开 无声做的饭了 真白看到无声回来 立刻拉着他就往厨房走 好好好 不用催 我这就给你们去做 你们说的菜都做 正好顺便给七海庆祝一下 无声好不容易从年人的真白夜哥身边 解放 留下一句话 便立刻前往厨房开干了 耶 哥哥最棒了 几只萝莉欢呼雀跃 瞬间化干戈为玉帛 客厅里 真白和英里里在一旁聊天 萝莉们打成一团 诗语和雪奶虽然都在主动找七海聊天 但他们却没说几句 就找了一个借口 匆匆地跑到卫生间里 七海在回来的时候 就已经意识到自己的感情 原本想要倾诉的话语 在回来后见到诗语他们 被他自己强硬地压回了心底 他没有真白那般坦率 没有诗语那般敢爱敢拼 雪奶那般冷静 他不觉得自己有什么竞争胜利的希望 已经有这么多优秀的女生围绕在无声身边 自己就算试图凑近过去 可能也就是一个陪衬而已 七海的想法有些悲观 他并不觉得自己有多么耀眼 看看学校里各种关于女生的讨论 各种排行榜就知道了 诗语学奶他们永远是经久不衰的讨论对象 而他只是一个默默无闻 怀揣梦想 但不怎么起眼的普通女高中生而已 而这个时候 卫生间的大门突然拉开一道缝隙 月音竟悄悄地走了进来 吓我一跳啊 原来是月音啊 我还以为是无声的家伙 又偷窥 七海姐姐怎么看上去这么没有精神呢 月音走过来坐到七海的腿上 疑惑地问道 因为是蒙蒙哒罗莉的缘故 顿时让七海的戒心下降了不少 原本堵在心里的思绪 似乎找到了一个小小的发泄口 一个小小的倾诉对象 月音啊 如果你有什么喜欢的不得了的事物 但是想要获得它非常非常困难 几乎等同于不可能 你是会放弃 还是会继续努力追寻呢 七海摸着月音的小脑瓜 苦笑着询问道 它像是在寻求答案 又像是在自问自答 第342集 我不是很懂这么复杂的事情了 七海姐姐 月音抬起小脑袋 露出为难的深情 也对 这种问题对于小孩子来说 还是太糟了 是我没有考虑的 七海抚摸着月音的袖发 苦笑着摇了摇头 自己这是怎么了 居然和小罗瑞聊这种话题 七海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不过七海姐姐 虽然我不懂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但有一件事情我是明白的 月音突兀地打断了七海的对话 七海姐姐的梦想是深幽吧 月音翻转过来面对着七海 嗯 七海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 想要实现梦想 成为深幽的梦想 即使非常非常的困难 几乎等同于不可能 七海姐姐是会放弃 还是努力追寻呢 月音眨了眨眼睛 纯真的反问道 当然是努力追寻 啊 七海说到一半 突然捂住了小嘴 瞳孔猛然间皱缩 这一瞬间她似乎懂得了很多 可是 真白他们 真白姐姐怎么了 月音装作听不明白的样子 我的意思是说 对了 如果这个喜欢的不得了的事物 已经被其他人抢先得到了呢 而这个人还是和他关系很好的朋友 七海显得有些心虚 话语里许多内容都是尽量隐藏着 如果真白姐姐不想让你成为深幽 七海姐姐会放弃吗 听完月音看似童言无忌的发言 七海愣住 过了有一会儿的功夫 她才回过神来 随即嘴角勾勒出一丝淡淡的微笑 尽管笑容略显苦涩 但她眼中的迷茫却消失了一干二净 月音 真是多谢你了 我可真是个笨蛋 七海说着 温柔地摸了摸月音的小脑瓜 能帮到七海姐姐的忙就好 月音享受着七海的抚摸 同时背在身后的小手偷偷摆出胜利的威子手势 必须去做点什么 压抑的心情在体内翻涌 七海觉得自己必须要做些什么 她有一种强力的预感 这可能是她唯一的机会 如果现在不说出口 可能以后永远就没有开口的勇气了 吴绅 我有事想和你说 七海出来的时候 正好看到吴绅正在将做好的赛摇往外端 看气色好了不少 终于打起精神了吗 有什么事 吴绅明显能看出来 七海和之前的心态完全不一样 不过他也有点小好奇 自己就一个做菜的功夫 怎么七海心情就变好了 怎么了 表情这么严肃 吴绅发现七海的精神虽然振作了起来 但是神色还是有些差异 洪水决堤的那一刻 压抑许久的爆发永远是最猛烈的 就连他自己都无法控制 他的思绪一片混乱 唯一的想法就是 必须说出来 必须表明自己的想法 吴绅 我喜欢你 七海红着脸颊 不顾一切的开口 几乎是大喊出来 七海终究是经历过声油培训 那声音响亮程度绝对是刚刚吐 虽然他是在厨房说的 但是一扇厨房门和抽油烟机的声音 可阻挡不住他响亮的嗓音 听完这句话 吴绅直接僵住了 我刚才说什么了吗 发泄过后 七海反而立刻冷静下来 甚至对于自己刚才大脑一团浆糊时 做了什么都记得有点模糊 说出来了 居然真的说出来了 七海捂着一片通红的小脸 慌张的左右忘了忘 他脑子一热 就直接脱口而出 完全忘记了客厅里还有其他人的存在 我还有急事 先回家了 七海猛地打开厨房门 客厅连看都不敢看一眼 直奔玄关 衣服和鞋子都来不及换 跌跌撞撞地逃离了无身家 从敞开的大门 还能听到七海匆忙急促的脚步声 冲动是魔鬼啊 扑扑 月音从卫生间里探出小脑袋 露出计划通的笑容 而这个时候 无身才刚从一脸蒙圈的状况中回过神来 他把手里端着的碟子放下来 用手捏了捏自己的脸巴 刚才不会是做梦吧 我这是被七海告白了 无身的内心其实是震惊的 毕竟和七海相处的时候 对方总是提及 如果敢辜负真白就要他好看 他还真没想过 对方会对自己有什么想法 但现在看来 自己显然还是图样图simple了 麻烦了 我该怎么回应这份感情呢 无身苦笑着挠挠挠头发 其他人还有女儿这个理由 但是七海没有这方面的因素 自己又该如何考虑 无身警 我建议你先考虑一下 怎么回应我们比较好 就在这时 诗语笑眯眯地出现在了门口 与此同时 血奶 真白 英黎黎等人也跟了过来 五一 夜歌 语音和乐音 也都偷偷扒在门口 睁大了双眼 露出期待的神色 想要看一场好戏 羞羞 不愧是爸爸 亲爱姐姐也被征服了 五一趴在门口 压低音量小声说道 但话语里却掩盖不住自豪 这么说我们又要有新的姐妹了 月音脸色有点微妙 嗯 希望新人的性格 能够正常一点 现在这几位已经够奇怪的了 门外 英黎黎一脸 我果然没猜错 我就知道你们有奸情的表情 真白还和往常一样 见得十分呆猛 但是看着外面七海逃走时 没来得及关上 扔就敞开的大门 挂着头似乎在思考什么 学乃则视察无声 偷来冷冰冰的犀利目光 糟糕 刚才七海那句话声音貌似挺大的 大家不会都听到了吧 无声突然意识到 自己好像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 无声姐你可真受欢迎 让我操碎了心呢 诗语用手扶着塞边 脸上的表情看不出悲喜 解释一下吧 到底什么情况 学乃双手环抱胸前 冷冷地注视着无声 从上次的伪行事件 我就知道你们的关系不一般 现在看来其中果然有猫腻 无声欲哭无泪 七海 你说万六了倒好 留下我一个人独自面对愤怒的群众 救命啊 救救我 救不了 救不了 面对诸位群众的怒火 无声只能硬着头皮 指了指外面的饭桌 咱要不然先吃饭 太凉了就不好吃了 无声试图转移话题 饭凉了没关系 但是如果你还不解释 我怕一会儿 无声君自己凉了 诗语坏笑着说的 虽然表情不见恼怒 但这样反而给人感觉更加恐怖 可问题是 我真的不知道是啥情况啊 我也很绝望 无声反驳道 这件事的确是冤枉 无声从来没有对七海 采取过主动攻势 夏令营的时候 最后也只不过是 按照月音的要求试探一番 并没有任何出格的举措 英里里朝四周瞅了手 发现情况有点不对劲 除了她一个人是想看戏 顺便帮真白解决问题以外 怎么其他人 都是一副兴师问罪的模样 就好像他们也都喜欢无声 英里里突然心里 冒出了一个不靠谱的想法 不不 这怎么可能 这个伪行的变态 怎么可能会受女生欢迎 英里里摇了摇头 马尾辫也跟着甩了起来 但突然想起来 刚才和无声告白的 那个好像叫什么海的女生 就是原来她的跟踪伪行对象 英里里又变得有些不自信了 和伪行跟踪的人告白 那家伙不会是斗M吧 英里里心里思考着 突然打了一个机会 发现其他人都在看着自己 怎么了 英里里吓得后退了几步 如果继续深入谈下去 肯定避免不了女儿这个话题 但英里里这个不知情的外人在这里 他们就没法提到这件事 英里里好样的 Good job 撑住啊 只要有你在 我就能继续搞 无声显然注意到 英里里在场 有助于镇压修罗场 内心不由地为她加油骨劲 英里里 要不然你先去真白的房间 待一会儿好了 施语委婉地说道 嗯 我觉得可以 薛乃点点头表示赞同 英里里对此表示强烈抗议 为什么 因为这件事和你没关系哦 施语平和地笑道 表示关你什么事 抗议无效 谁说没关系 我是真白的青梅竹马 她的男友遇到问题 我当然旁骛责带的 要帮忙了 英里里挺直了腰板 表示都是扯淡 不知为何 薛乃看到英里里 表情有些同病相怜的意味 这里将来准备 执行Plan C计划 你先去我房间休息吧 这个时候 真白从看门口的动作里 回过神了 所以说 Plan C到底是个什么 你看 当事人都说了 先回避一下吧 一会儿是大人们的话题 小孩子可不适合 我才不是小孩子 我和你们一样大好吗 英里里鼓着小嘴继续反驳 一样大 你确定 诗语炫耀似的挺起了前胸 可是 你看雪之下 也和我差不了多少吗 嗯 你说什么 血奶缓缓转过身 表情虽然依旧十分的冷漠 但眼神中 仿佛有火焰在燃烧 看样子这两天的功夫 英里里也算是见识了 诗语和血奶 只是还有点不了解 比如像现在 英里里就在不知不觉中 触到了血奶的痛点 当然 英里里自己貌似也是痛点吧 哎呀 本事同根生 相间和太极 人类为什么总是重复着 同样的悲剧 在众人的催促下 英里里最终还是撇了撇嘴 离开了房间内 我先来说一句 爸爸 我还先是不对的 五一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五一 你们也去陪陪英里里 还没等其他人开口 无声抢先一步说道 哦 妈妈 爸爸他凶我 五一试图卖萌 向施宇告状 施宇笑眯眯地半蹲下来 摸了摸五一的小脑瓜 乖 先去外面玩一会儿 爸妈勾结欺辱民女 不要让我走 我要高一状 你不是国主吗 怎么又成民女了 语音忍不住吐槽 国王了 我当然也被变成民女了 五一露出可怜兮兮的小表情 可惜 蒙混过关这一招 早就对施宇和无声无效了 于是乎 其他三只萝莉 拉着五一一起乖乖地走出了房间 去找英里里 等外人全都离开后 其他几个人重新将五声团团围住 你们要干什么 五声满脸警惕 生怕谁突然抄起一把柴刀来 我先问一句 七海没有女儿吧 深渝想了想 第一个发问他 没有 我敢打包票 无声肯定地点点头 然而 事实证明 话还是不要说得太死为妙 做人不能太不赖 就在无声接受修罗场的审判之际 七海还在街道上 以惊人的速度飞奔着 等他回过神来 靠在墙壁上喘着粗气休息的时候 他才发现自己不知不觉 居然已经跑回樱花庄了 我 我居然说了 居然真的说了 回想起之前的事情 本来就因为剧烈运动 脸色一片潮红的七海 脸色变得更加同红 就仿佛红灯笼一般 嗯 以后到底要怎么面对无声 怎么面对 全能事与真白他们 他们一定觉得 我不要脸吧 明明知道他们的关系 居然还告白什么的 七海突然超想挖一个坑 把自己给埋进去 不过 七海一直以来 还是有一个疑惑搞不懂 在他看来 无声其实人很不错 但是为什么 他却偏偏要明目张胆地 脚踏N条船呢 这件事 七海以前和无声 早早聊过几句 还劝他尽快做出选择 但是 无声只是隐晦地提了一下 因为某些原因 自己无法做出选择 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 七海无从知晓 不管怎么说 还是先回去休息一下好了 回国 告白 还有其他人的关系 这些等明天早晨再想好了 七海舒缓了片刻情绪后 重新站起身 准备走进樱花庄 第343集 而就在他转身 准备进入樱花庄时 七海下意识地抬起头 却发现 从樱花庄外看 自己的宿舍当间 本来应该是一片漆黑 但是现在却明晃晃地亮着灯火 奇怪 难道说我临走前忘记关灯了 还是说小麦他们 进我房间开灯了 带着一丝淡淡的疑惑 七海走进了庄内 七海走进樱花庄 一楼的大厅里 并没有见到小麦等人的踪迹 七海估计 他们可能在自己的房间里休息 所以也没多想 回到自己的宿舍房间门口 七海并没有急着进去 因为他发现自己的房间门 没有紧闭 虚掩着拉开了一条小小的缝隙 而且里面很隐隐约约 传来一阵骚动的声音 里面显然有其他人在 到底是谁会在自己的房间 七海带着一丝疑虑 静悄悄地凑到门口 车缝隙内看去 黑暗细菌帝国的将领们 畏惧无知名号吧 看看我带来了什么 只见房间的窗台上 一个扎着双马尾 穿着黑白女服装的小萝莉 手里拿着一堆工具 正在说一些奇奇怪怪的话语 看看这个 瞬间Toothbrush 只要有它在 你们无论藏在什么角落 都难掏一死 那个不就是牙刷吗 外面围观的七海一阵汗颜 居然还有兴奉邪神的顽固分子吗 幸好我带来了去乌圣水 清化你那污秽的心灵吧 我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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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如果我没看错 那个好像是超市里最好用的清洁剂品牌 七海心想 还有顽强抵抗的分子吗 你们休想伤到我的一根毫毛 看我的圣顿 一块抹布而已 要不要说得这么夸张 不过这孩子到底是谁啊 小埋医或者上京草前辈带来的亲戚吗 七海心中带着疑虑 拉开门走进了房间 房间怎么被打扫得这么干净 真的快到一尘不染的境界了 七海觉得自己平时打扫整理房间 已经很勤勉了 但对方显然比自己又过之而无不及 就在七海逐渐靠近 依旧在和黑暗细菌帝国战斗的罗力时 她一不留神 脚下碰到了一瓶清洁剂 瓶子倒在地上发出轻微的声响 但在安静的宿舍内 却显得格外刺耗 是谁 罗力吓得打了一个机灵 恶然转过头 如同炸毛的小猫咪一样 妈妈 回来了 见到来者是七海以后 小罗力脸上的慌张 瞬间转变成惊喜 妈妈 这次轮到七海蒙圈了 妈妈 我刚才什么都没干 我只是抒发一下情感 罗力双手背在身后 把圣剑圣顿圣水杀的 全都藏了起来 小罗力满脸通红手忙脚换 立刻变身成一名乖宝宝的样子 再看不出快点中二病发作的迹象 七海又把视线转移到他身上的衣服 因为这个怎么看怎么像是女服装 这这个不是对鞋身战斗服 我只是觉得很可爱才穿的 我才不知道这是女服装 罗力低着头声音越来越小 七海显得有些无语 他想先问问对方的身份到底是什么 结果还没开口 门口的小麦刚好走过 七海你回来了 昨天你车爷未归 让我和美孝前辈都很担心呢 抱歉 我应该提前告诉你们的 七海倩意的说道 对了小麦 这个孩子是你们谁家的亲戚吗 七海你在说什么啊 这不是你的远方表妹吗 远方表妹 七海微微一愣 他自己说的呀 而且你看 你们长得多像 绝对是亲戚 小麦说完 走回到自己的房间里 我怎么不记得家里有这样的远方表妹 七海仍旧是一脸蒙圈状 不过仔细观察可以发现 这只小萝莉 的确和自己长得十分相像 难道自己真有什么不认识的亲戚 小朋友 你叫什么名字啊 妈妈 你连我的名字 难道说都忘了吗 你不爱我了 小萝莉当即双眼就开始泛红 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别哭啊 你妈妈是谁啊 七海顿时慌了神 同时也有些疑惑 如果真是自家亲戚 到底是谁直接给送到自己这里来了 而且还一句停止都没有 这也太不负责了 如果找到他妈妈 一定要好好责备教育一番 妈妈 萝莉笑着用手指向七海 七海一时间没反应过来 往后看了一眼 但是发现门口空无一人 然后他突然意识到 小萝莉指的人好像是自己 小朋友 这个玩笑可不好玩 七海苦笑着说道 妈妈不要我了 我这契约者 要再度把我抛弃吗 好吧好吧 我是你妈妈 那你爸爸又是谁呢 七海摸了摸小萝莉的头发 他知道不能和小孩子较真 既然问妈妈是谁心不通 那他只好试着问问爸爸是谁 看能不能找到什么线索 爸爸 爸爸叫吴申 与吴丁下一声誓约的另一名契约者 可惜他签订了太多的契约 已经背叛了盟约 见到他一定要处刑处刑处刑 小萝莉撅起小嘴 一脸闹别扭的小表情 哈 七海虽然对于后半段意味不明的话语 不是很了解 但是吴申二字他可是听得真切 正在另一边继续享受审判的吴申 突然打了一个喷嚏 又是谁在想我 吴申捏了捏鼻子 不要试图转移话题 告诉我们七海为什么会和你告白 审判的场地已经从厨房转移到了客厅 吴申现在正被施与他们团团包围 进退两难 可能是我太有魅力了吧 真是烦恼呢 吴申半开玩笑地说道 想要缓解紧张的氛围 我突然有想 抄起柴刀的冲动 雪奶眼中闪过一道犀利的光芒 冷静 我们现在要探明原因才是重点 吴申请好好想一想 你对七海的所作所为 然后告诉我们 不要故意露说哦 其实也没什么 许多事你们也都跟着参与了 无非就是帮七海给猫咪找宿主 帮他训练生油技巧 宴火晚会的时候帮他摆摊 遇到经济困难 利用夏令营的机会帮忙 生油考核临近给予鼓励 家里的矛盾帮忙 说啊 继续说呀 怎么不说了 施与眯起双眼 不是 我这都只是乐于助人啊 绝对没有任何非分之想 吴申欲哭无赖 这年头做好人都有错了吗 其他还有许多事情 吴申没敢继续往下说 比如 下令营时 七海被蛇咬了以后 帮他吸出来毒素 比如 为了缓解七海的身体疲劳 帮他按摩什么的 这些他可不敢说出来 因为他还想多活一阵 总体来说 只是做了一些微小的工作 吴申一脸谦虚的说道 学南也面符额 你确定 这叫微小的工作吗 我觉得就算是男朋友 都不会有这么热心 突然想起来 吴申君总是很喜欢帮忙 帮我看小说 帮学奶解决家庭矛盾 帮真白看漫画 看来你很乐于助人嘛 诗语摩梭着下巴 开始分析起来 不不不 这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帮你们这些忙 我是真的图谋不轨 有非分之想 但是帮七海 真的只是我单纯的 想拉一把 有梦想的人而已啊 吴申一整言子的说道 等等 你说你对我们 是图谋不轨 有非分之想 对啊 吴申坦然的点点头 喜欢一个人 然后去想方设法追求 不是很正常吗 诗语等人脸色微微泛红 都没有继续说话 那你对七海是什么看法 沉默了片刻之后 诗语第一个提问道 我对七海 真的没有什么非分之想啊 说实话 他告白的时候 我也很吃惊 我还一直以为 自己在他心里 印象其实不怎么样 吴申显得有些无奈 毕竟从七海 那个角度来看 自己妥妥的 是个脚踏 N条船的人渣啊 怎么可能会有好印象 那七海现在告白了 你敢不敢有非分之想 诗语笑眯眯的问道 不敢不敢 吴申赶忙摇头 七海是朋友 但也是敌人 还是战友 就在这个时候 一直没有参与审判的 真白突然发现了 所以惊恋一下 七海是二五仔吗 吴申在心里吐槽 真白对于七海之间 关系的诡异界定 既然你说你对七海 没有非分之想 那这件事情的后续 你要怎么处理 怎么处理啊 吴申双手环抱胸前 陷入了深思 这可是一道送命铁 必须谨慎处理 小心回答 另一边的樱花庄宿舍内 七海正坐在书桌前 呆呆的发愣 就在刚才 这名自称是自己女儿的小萝莉 将整件事情的经过 和他完全讲了一遍 尽管七海一时间 有些难以置信 但许多证据都表明 他所言非虚 而且如果真的是 因为女儿的缘故 那他长久以来 一直疑惑的 吴申为什么会脚踏 N条船的问题 也能够迎刃而解 常识与理性的碰撞 让七海的大脑暂时荡机了 妈妈 喝茶 就在这个时候 一只穿着女服装的小萝莉 点着脚尖 把一碗香气扑笔的绿茶 送到了餐桌上 妈妈 我给你吹吹腿 妈妈 我给你揉揉肩 萝莉凑到发呆的七海旁边 有节奏的按摩起来 朦胧之间 七海突然觉得 全身上下有一股暖流涌动 让他不由地 打了一个机灵 回过神来 这个手法不是吴绅用过的 欲仙欲死流按摩术吗 圣游考核前经历了吴绅的多次摧残 所以七海对这个手法异常熟悉 又多了一条对方和吴绅有着深刻联系的证据 七海脸上的表情变得更加复杂 你真的是我的女儿 从未来穿越回来 无一语音她们也都是女儿 当然了 如假抱怀 不过我才是最有特色最可爱的女儿 萝莉指了指自己说道 总觉得她在强撑着什么 七海看着小萝莉 敏锐地感受到一丝违和的气息 你刚才说 你叫千惠对不对 既然吟诵无知真名 母后即使是您 也难以压制这即将觉醒的力量 七海一脸无语地看着千惠 妈妈你不要用这样的眼神看着我 好害羞好害羞的 结果没撑多久 千惠便圆形毕露 用小手捂着自己通红的小脸蛋 果然是装的 所以你为什么要故意这么表演呢 七海叹了一口气 看着千惠满脸通红的可爱模样 不知为何她反而放心了下来 因为中二病不是很受欢迎的属性吗 要不然我下次试试浇 这才不喜欢妈妈呢 果然还是很羞耻 我觉得不行 话说你既然觉得害羞就不要演了 七海劝解道 那水下比较流行的冰胶呢 爸爸的眼里只能看着我一个女儿 千惠将桌上茶杯旁的小勺子当作柴刀比划起来 做最真实的你不就好了 何必做这些多余的表演呢 七海将千惠手里的柴刀抢过来 不解地问他 因为我想吸引爸爸的注意力 他的契约者实在是太多了 哦 千惠一下子发蔫地瘫倒在地上 如同一条咸鱼一样趴着 契约者太多了 什么意思 七海还想继续发问 但这个时候他的肚子却咕咕咕地叫了起来 七海捋了吕平坦的小妇 神色有些无奈 说起来当时脑子一热就和吴山告白 然后匆忙逃窜 到头来一口饭都没吃到 妈妈还没有吃晚饭吗 干脆我去做一顿好吃的 千惠说着 撸起女服装的袖子 看神色似乎准备大干一场 这个表情 这个狂热度 总觉得好像在谁身上看到过 七海不由地眯起了双眼 你还会做饭 七海显得有些惊讶 小小年纪就会做饭 这可是稀有无重 师辰爸爸 不提他 我天生骨骼惊奇 是万众无一的厨艺天才 无事自通 自学成才 小千惠也不知道在和什么赌气 那你之前给我用的那种按摩法 是从哪里学来的 七海决定逗走千惠 哼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爸爸每晚都会轮流给契约者按摩 我趴在门缝里偷学的 怎么样 我聪不聪明 棒不棒 千惠傲娇地抬起小脑袋 双手插腰 嗯 那你岂不是好棒棒 等于说你还是和无神学的 七海笑道 谁说的 按摩师的事 能教学吗 这分明是偷的 千惠十分耿直地说道 第三百四十四集 厨房里千惠拿着儿童用菜刀 正在以惊人的速度 熟练地处理着食材 而七海则站在一旁目瞪口呆地看着 完全插不进去手帮忙 说起来千惠 你为什么这么小就要学做菜 而且水平还这么好 一直在旁边干等着也不是办法 七海试着询问对方一些事情来试探情报 毕竟女儿从未来穿越什么的 这件事本身就太魔幻现实主义了 七海仍旧是半信半疑的态度 因为感觉会做饭的话 能够受大家的欢迎 也能吸引爸爸的注意力 所以我就去学了 原来试试证明 童话里都是骗人的 爸爸本来做饭技术就很好 我就算是学了 感觉也是画色天足 千惠趴在案板上 再次如同一条咸鱼 唯一的好处 就是因为提出要学做饭 和爸爸相处的时间变多了 七海吐露只捧红色的小舌头 傻笑起来 你刚才不是说不要提无声吗 说的没错 可恶的契约者 居然对我使用迷惑心灵的秘书 千惠眼神飘火 千惠 我觉得还是坦率一点 比较好 七海露出一丝苦笑 他算是看出来 千惠本质上还是很喜欢无声的 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 表面上却显得很抵触 聊天告一段落后 千惠继续处理着晚饭 七海在一旁默默地看着 时不时流露出欲言又止的表情 妈妈有什么想问的吗 就在这时 千惠放下了菜刀 从小凳子上跳了下来 转身看向七海 哎 七海被千惠突如其来的行为 吓了一跳 你怎么知道 我又想问的 因为妈妈的表情 都摆在脸上了呀 而且换回想想 如果真的有未来人穿越回来 肯定会好奇 未来都发生了什么事情吧 千惠胆了胆 小凳子上的灰尘 用纸巾掺了擦 然后小屁股直接揍了上去 真的能问 未来发生的事 七海眼前一亮 当然可以了 为什么不可以呢 因为我看好多故事里 未来人都是一副 这些是禁止事项 不能说的感觉 七海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头发 我可是妈妈最贴心的小百科全书 有什么问题尽管问吧 千惠骄傲地挺起小胸脯 那我就问了 犹豫了片刻后 七海下定了决心 难得有这么好的机会 怎么能够放弃呢 未来 我们是在哪里生活的 还是在这里啊 爸爸的那栋后宫 我的意思是说公寓 偶尔过年过节 会回国几趟 平时爷爷奶奶有机会 就会过来看我们 千惠眨了眨眼睛 不知道七海问这个问题 有什么意义 啊 无声没有回国吗 七海察觉到一丝 不对劲的情况 回国 千惠有些疑惑 显然搞不清 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次轮到七海惊讶了 千惠你难道不知道吗 无声妈妈说 假期结束 无声就要回去了 我也再见不到她了 看什么未来会有女儿呢 七海笑了 但是笑得却很悲凉 啊 到底发生了什么 千惠这时候已经意识到 事情似乎没有 她想象中那么简单 你真的不知道 千惠不是从未来来的吗 怎么不知道过去的事 七海露出些许 狐逸的表情 妈妈你难道知道 姥姥老爷相识相处的 全过程和所有细节吗 千惠反问道 我每次想问 爸爸妈妈的契约是 结果妈妈每次 都显得扭扭捏捏 还转移话题 怪我了 这 七海哑口无言 千惠说的有道理 让七海不知道 该怎么反驳 最后张了张口 也没有说出一句话来 无奈之下 七海只能把事情 发生的全部经过 和千惠讲了一遍 尽管七海对于千惠的身份 仍旧半信半疑 但不知道为何 那种源自心底的亲近感 却又让他隐隐相信千惠 什么 爸爸要回国 而且不带妈妈 千惠双手捧着面颊 脸上一副 仿佛遇到世界末日的表情 爸爸居然违背了誓约 这不可能 千惠双手称帝 呈现出失忆体前驱的模样 不 其实现在这个时间点 我才刚刚表白而已 无声还没有给回复 七海有些羞涩的说道 地节七月的申请已经发出了 爸爸他为什么不接呢 明明都接了这么多七月了 再来一个又如何 千惠大危机 妈妈大危机 千惠开始在原地打滚 脸上一副迟早要玩的表情 不过滚了一小会 千惠似乎想起了什么 一个鲤鱼打挺重新站起了身 妈妈 我们必须想办法阻止爸爸出国 不然历史改变的话 我也会因此而消失的 这时候 七海的目光直勾勾地看着千惠 如果把千惠你的事情告诉吴深 他会不会改变心意呢 七海脑子里突然冒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不要 我才不想见爸爸 千惠撇了撇小嘴 一副心不甘情不愿的表情 怎么了 一直这么赌气 看千惠的样子 就好像他在逃避什么 又像是在和什么赌气 小孩子撒娇的心思展现得淋漓尽致 不见不见就不见 我说不见就不见 千惠拉着七海的衣袖 开始使出卖蒙共事 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七海本着就尊重女儿的选择 至于千惠为什么这么排斥和无声见面 等先解决了出国的问题 再去调查也不迟 毕竟凡事都有个轻重缓急 必须规划好了才行 好吧 现在先听你的 我们不用这招 七海摸了摸他的小脑瓜 妈妈万岁 妈妈最棒了 千惠立刻风呼雀跃起来 不过既然这招行不通 那你说说 要怎么阻止无声回国呢 七海叹了一口气 随即画风一转 告白之后 他已经能够正视自己的情感 他意识到自己内心 其实根本不希望无声离开 很简单 我有一计 可助主公齐台得胜 马到成功 千惠从桌子上抓起一把白菜叶 当作与善关间的样子 很有格调地挥舞了起来 第二天清晨 无声还在床上 做着自己的美梦时 两只萝莉悄然间爬上了床 开始摇晃 分别在无声两侧充当抱枕的 另外两只萝莉 五一夜哥醒醒了 有事情要和你们商量 月音捏了捏 还在沉睡中的五一的小脸蛋 放肆 是谁敢摸 朕的脸蛋 模模糊糊之间 五一伸出手甩开了月音 你昨天不是还自称美女吗 怎么又成正了 月音灵巧地躲过五一睡梦中 慢慢悠悠地回击 用手指再次轻轻戳了一下 她的肚脐 哼 我昨天不过是微服私房 为了掩人耳目罢了 五一笑嘻嘻地说完 再次沉浸在睡梦之中 就算月音再去揉她的脸蛋 也没有用 睡得真死 不过想和我斗 五一你还是涂羊涂僧破呀 月音玩耳一笑 眼珠子一转 凑得她耳旁轻轻地说道 国主大事不好了 玉林军兵变了 什么 我的五一位跑到哪里去了 五一心里一惊 一个咸鱼打挺从床上蹦了起来 醒醒吧 别做春秋大梦了 哪里来的五一位啊 成功叫醒五一 月音后退了几步 直接蹦下了床铺 只留下五一还在那里发愣 没过多久 五一也回过神来 意识到自己被忽悠了 正想掀开被子找月音算账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对面突然传来一阵惨叫声 啊 发出喊声的正是和月音一起偷偷溜上床铺的语音 语音不由自主地发出大喊 但又怕惊动无声 意识到情况不妙后 狠赛地捂住了自己的嘴巴 看到无声声就闭着双眼呼吸平稳 另一边的语音才松了一口气 幸亏父亲没醒过来 不然他们计划的第一步就失败了 鸡肉味嘎嘣脆 与此同时 被语音压在身下的夜哥 揉了揉双眼 迷迷糊糊地醒了过来 夜哥你睡醒了 怎么还有咬人的习惯 语音一边抱怨着 一边用手搓了搓胳膊 有吗 我只记得每天早晨做梦 会吃到爸爸的胳膊 只不过今天变成语音的了 你当然吃到了 只不过你吃的不是爸爸的胳膊 还是我的手臂 语音把手臂上浅浅的咬痕 展现出来满脸的悲愤 扑扑 以后叫醒别人要温柔一些哦 月音坏笑着好心提醒了 你还说 之前讨论分工的时候 你特意把我分到这边 让我来负责叫醒夜哥 你绝对是知道这件事吧 不记得不记得 我什么都不记得哦 月音使出奶奶走床的装傻中冷技巧 嘘 你小声一点 别把父亲吵醒了 看到月音肆无忌惮地大声说话 月音急忙提醒他 五一和夜哥此刻也从迷糊中清醒过来 从床铺上掉了下来 你们大清早的这是干什么 突然跑过来叫醒我们 无疑打了一个哈欠 不解地问他 其实我和月音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想和你们谈一谈 看看你们同不同意 在月音的目光注视下 语音开始解释 大胆的想法 什么想法 五一和夜哥一听好像要搞事情 顿时间来了精神 下次的展会马上就要到举办的时间了 我们的作品已经完成 但你们不觉得还缺少专业人士的点评吗 月音笑着接过话茬 不是已经给爸爸看过了吗 他说很好啊 是给父亲看过了 但只是全年龄的版本 那一套公口版的 我们可没给父亲看过 你们想给爸爸看公口本子 不行不行 绝对不行 爸爸知道这电视的话 绝对会处以闹痒痒急醒 顺便打屁屁的 五一连忙摇了摇头 别着急啊 我们也没说找父亲 而且对于公口版本 父亲也算不上是专业人士 如果吴深醒过来听到这番话 肯定表示不服 想我饱览众多公口本子 怎么能叫不懂行呢 这是对一位绅士公口本评论家的最大的污蔑 都这个时候了 上哪里去找专业人士 五一摇摇头 觉得这个计划不可行 不 专业人士是有的 一直沉默不语的夜哥 波澜不惊的眼神中 突然闪过一道精芒 我们认识什么 对这方面颇有研究的专业人员吗 五一一脸蒙圈 当然有啊 公口界的琴明星 莉莉阿姨 夜哥敬重地说道 莉莉阿姨 五一歪着头 一时间没反应过来 就是因莉莉姐姐哦 月音双手背在身后 好心地提醒她 五一大吃一惊 哎 莉莉姐是 公口界的专业人士吗 当然了 夜哥最开始 不就是介绍过 而且 你现在帮忙做助手的那份漫画 也是公口本子 这么大惊小怪的干什么 语音对此表示疑惑 当初我以为只是一个玩笑就忽略了 公口本子嘛 难怪我在帮忙的时候就觉得 有时候漫画剧情衔接不上 就好像少了几页内容 原来那些省略的内容 就是公口环节嘛 五一思索了片刻 明白了些什么 所以说你们打算 让英雷莉姐姐帮忙提一些意见吗 五一问道 我觉得OK 夜哥投了赞成票 我觉得不行 还没等其他人表态 五一就表示反对 你们就没想过 万一英雷莉姐姐把事情告诉爸爸吗 这样太冒险了 我也觉得冒险 不过因为出了点意外情况 我没申请到展会的摊位 想要参加展会出售本子的话 只能借助其他人的摊位了 而英雷莉姐姐就是我们选定的目标 她可是有着自己的专属摊位哦 当初的消失事件 的确是在计划之外 虽然后来月音恢复了 众人的记忆也恢复了 但是某些现实中 月音的布置消失后 却并没有再恢复 可是 五一欲言又止 她还是觉得有些太冒险了 我明白五一你的忧虑 因为我们自然也要一份保险 只要我们能够找到 英雷莉姐姐不可告人的秘密 作为把柄 这样双方相互制衡 就不用担心 鲜密的情况发生了 月音脸上露出计划通的表情 你们大清早聚在一起小声嘀咕什么呢 就在这个时候 一只闭目沉眠的无声 从床上坐了起来 揉了揉刚刚醒来以后 略微有些刺痛的太阳穴 无声刚一醒来 下意识地摸了摸身旁的女儿牌抱着 想要体验一下温暖和柔软 结果发现自己铺了一个空 顿时有点不习惯 要知道 萝莉比自己起得还早 这可是稀有事件 于是 她一站起来 就发现几只萝莉凑在一起 不知道在小声讨论些什么 我们什么都没有讨论哦 因为担心公口本子的事情暴露 萝莉们立刻开始挥手掩盖 但那个慌张的动作 却显得欲盖迷章 越看越可疑 无声不由地眯起了双眼 你们不会又再思考讨论 什么古怪的恶作剧想搞我吧 没有啊 你看我们多么纯洁 多么善良 多么萌 怎么可能会恶搞哥哥呢 那样最好 如果你们真的搞什么恶作剧 被我发现 小心到时候被我处以挠痒痒急醒 无声走下床铺 伸了一个懒腰 对萝莉们 尤其是最喜欢搞事的 五一和月音着重警告 五一还好办一点 毕竟思路比较单纯 而且挠痒痒之行 对他的威慑力很大 但如果让月音老实下来 不要搞事 一直都是无声醉头疼的一个问题 月音每次都对挠痒痒之行 乐在其中 搞事的方法也是眼花缭乱 五花八门 防不胜防 如果说五一的级别是人小鬼大 那月音的水平 毫无疑问 就是智武双全了 提醒了几只萝莉 不要打自己的鬼点子以后 无声来到卫生间洗漱 就在他刷牙的时候 镜子里突然冒出来一张惨白的小脸 何妨要念 小时候一直经受的 如同恐怖片一样的场景 再度出现 下意识地激发出无声的应对方法 要知道 他小时候无论几点照镜子 镜子里映照出来的场景 都和鬼片差不多 可以说 无声还是正态的时候 基本上 就是一直生活在恐怖片的氛围中 就在这时 月音摘掉了自己戴着的鬼脸面具 用手摆出上列的V字形手势 不要这么突然吓我 我差点就要把你当成鬼怪 给处理掉了 无声抹了一把冷汗 刚才月音可把他吓得不轻 一瞬间 他还以为 自己又要开始经历 出国留学前的遭遇 我过来主要是想问问 父亲大人打算怎么处理 七海姐姐的事情呢 嗯 听到月音的提问 无声顿时头疼起来 这是个大问题 该如何回应七海 其实这个事情 从昨晚开始一直困扰着他 甚至就连做梦 梦到的也是一堆七海 将他团团围住 先不提这个 之前你说七海 很有可能是最大的嫌疑人 但现在七海都告白了 还是没有女儿出现的迹象 应该可以排除 七海的嫌疑了吧 无声将话题转移到另一件 他还在思考的事情上 谁知道呢 说不定女儿已经诞生了 只是没来找你也说不定哦 月音偷笑 怎么可能 女儿如果真的出现 怎么可能不第一时间 来找我这位风流倜傥 英俊消散的爸爸 无声表示这不可选 月音 你怎么不说话了 父亲大人您开心就好 月音笑眯眯地说道 不要这么温柔地看着我 我刚才只是开个玩笑而已 无声掩面符合 月音谈到今天计划的正事 对了 今天上午 我们几个人想一起出去玩 可不可以 想去哪里 我带你们去好了 月音联盟摇头拒绝道 不用不用 求我们几个人就好 有英雷雷姐姐陪着 不会有事的 随你们喜欢 别给我搞事就好了 无声露出一丝苦笑 既然他们不愿意自己跟着 无声也不抢求 总要给女儿们自己的空间 不过 这几个小家伙 先是聚集起来 鬼鬼祟祟的 不知道在讨论些什么 现在又准备集体外出 这里面估计有猫腻啊 无声心中暗暗想到 可疑 很可疑 非常可疑 反正今天正好也没事 等他们离开以后 自己偷偷跟上去 看看他们到底要干什么好了 身为爸爸 无声还是很关心 自己女儿们的情况 于是胡洗漱完毕 吃过早饭 期间英雷雷还来了一趟 说是有点事情要做 收拾好了 留在无声家的背包 告别后便离开了 而罗莉们见英雷雷离开 一个个也不耽误时间 交头见儿小声嘀咕了几句 和无声道别 然后扎堆组团的一起离开 打算去寻找英雷雷的弱点和把柄 与此同时 无声也做了一番伪装 轻手轻脚地偷偷摸出了公寓楼 女儿们 爸爸会在背后默默地守护着你们 免受那些变态和卫星者的骚扰 无声心中壮志凌云 而与此同时 公寓偏僻的一角的草总里 扎着双马尾的萝莉 拿着望远镜突然冒出头来 警告警告 十点钟方向 此次追踪目标出现 妈妈 我们该出发了 啊 终于来了吗 啊 在这里等得都快累死了 从凌晨五点就开始在这里等待 功夫不负有心人呢 七海从一旁的草总里站起身 眼神看上去有些疲惫 七海和千惠看着无声离去的身影 整装待发 说起来 我们不是要想办法 让无声不要回国吗 为什么要在这里跟踪他 七海不解的问道 要知道 违行无声的计划 就是千惠提出来的 哼哼 这您就不懂了吧 爸爸他有太多的契约者 我们必须想办法 占据主导地位 难得回到过去 不做些有利于妈妈的事情 都对不起穿越者的名号 千惠装出一副 智者胸有成竹的模样 装模作样地捋了捋胡子 尽管他压根儿没有胡子 只要能够找到 爸爸作为契约者的弱点和把柄 我们就可以对爸爸为所欲为了 我们可以这么搞 这么做 就算妈妈把爸爸 嘿嘿嘿 千惠说着说着开始傻笑起来 这种方法真的会有效吗 西海对此表示疑惑 他甚至怀疑 像无声这样光明正大 脚踏N条船的行为 真的还能找到什么被隐瞒的把柄 或者弱点吗 其他人既然没有排斥无声的做法 说明他们应该知道互相的关系 也都知道女儿的事情 究竟还有什么能作为把柄 七海对于千惠的计划并不乐观 这个谁也说不准 万一爸爸其实已经和谁进行过补魔仪式了 但是瞒着其他契约者没说呢 补魔仪式 什么补魔仪式 七海弯着头一脸疑惑 就是到了晚上 爸爸会和每位契约者 偷偷摸摸躲到封闭的房间里做的事情 我后来好奇地问过爸爸 他说这是在和契约者进行补魔仪式 千惠 那个不是补魔仪式 那个是 那个是 说到一半 七海脸色通红地捂住了自己的嘴巴 不是补魔仪式是什么 七月者之间补魔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千惠天真的眨了眨眼 七海叹了一口气 虽然他知道千惠的中二病多半是眼的 不过千惠的常识 果然和寻常人有些微妙的差别 他算是明白了 女儿会变成现在这个性格 怕不是也有无神教育方法的锅 感觉无神的教育方法有点问题啊 七海说道 是啊是啊 爸爸还有许多过分的地方 我讨厌爸爸 爸爸不爱我 千惠摇晃着消瘦 气呼呼地鼓起双塞 为什么这么讨厌无神 无神做了什么事吗 七海随着对千惠的逐顾了解 慢慢发现千惠对无神好像有一点抵触心理 明明喜欢爸爸喜欢得不得了 但是却又像傲娇一样玩命地否认 每次提到无神的时候 心是乐呵呵的 然后意识到自己失态以后立刻反应过来 摆出一副 我和爸爸聊不来 走了 这种神情 将嘴上说着不要 但身体还是很老实地骂这句话 表现得淋漓尽致 爸爸不让我和其他姐妹一起玩 妈妈你说够不过分 千惠开始揭露爸爸做过的事 无神会做这种事啊 七海有点不相信 他觉得无神应该不是那样的人 怎么不会 每次无疑想和我讨论一些我不知道的知识时 爸爸就会突然出现 把无疑带走 然后去和他玩不和我玩 这明显就是欺负人嘛 千惠不满地撅起小嘴 七海表情变得有些微妙 嗯 我能问问 无神是怎么和无疑玩耍的吗 用手在身上抓来抓去 然后发出笑声的游戏 还要用手拍屁屁 发出尖叫声的游戏 千惠想了想说道 千惠 我觉得这两种操作 应该都不算是游戏 七海汗颜 他一听就知道这是挠痒痒和拍屁股 分明是两种不怎么重的惩罚手段 估计是无神没法狠心教育女儿 才用这种相对温柔的手法来代替吧 七海先想 可是爸爸就是不和我玩这些游戏 明明我已经尽力在做一个乖宝宝了 这不公平 我要抗议 大概就是因为你是乖宝宝 所以无神才不和千惠你玩 七海在心里吐槽道 对了对了 爸爸的恶魔行径还远不止这些 千惠看样子对无神怨念很大 仍旧打算继续揭发 同时还用手比划出一个大圆圈 除了武艺之外 每当我好奇想看看叶哥都在画什么 爸爸就会直接跑过来把我抱走 说什么小孩子不要看这些漫画 爸爸太过分了 可能是因为这些东西 善而不易也说不定啊 七海做出假设 既然善而不易的话 为什么叶哥还能画 明明我和他一样的 你说的好有道理 我居然无言以对 除此之外 姐妹们也不愿意和我玩 千惠继续控诉家庭的种种布公 比如 我想去找云英玩 但是云英一直都在刻骨学习 每次都说 学习使我快乐 不要打搅我学习 未来 我也要成为像爷爷那样的科学家 嗯 我觉得千惠也应该努力学习哦 七海犹豫了一下说道 妈妈你也是个魔鬼 原来妈妈和爸爸都是同流合污的 千惠大惊失色 看到千惠可爱的反应 七海忍不住抱起来 蹭了蹭罗里 对了 还有月鹰大姐也是 看到我就扑扑扑的一直想 而且每次 爸爸都会让我远离月鹰大姐 说跟着他会学坏的 千惠义愤填膺地控诉着种种布公 哼 总之爸爸区别对待我 在他主动承认错误之前 我才不要原谅他 千惠赌气地说道 这哪里是区别对待 分明是满满的爱啊 七海不由得会心一笑 摸了摸叹的小脑瓜 不过此时的七海 心中也在困惑 犹豫和迷茫 自己真的能够成功挽留吴深吗 他喜欢吴深 但是吴深会喜欢他吗 如果最后挽留失败 自己是否要跟着一起去天朝 可是声优的梦想 他也不想放弃 不知道那边 有没有配音的工作 学习中文会不会非常麻烦 七海心中忧虑的事情 实在是太多太多 甚至许多事情都没有实锤 就开始不停地脑补 妈妈你怎么了 难道听完我的悲惨遭遇 感到十分的悲伤 哼 其实也没那么惨了 其他的时候 大家还是很和睦有爱的 并没有这么糟糕 我刚才说的有点夸张 这 这叫戏剧话 我和施宇妈妈学的 看到七海突然暗淡下来的表情 千惠大惊失色 因为害怕妈妈误会了什么 而为自己伤心 千惠连忙焦急地解释起来 不是这件事了 我是在担心我们的计划 能否顺利成功 这个计划真的没问题吗 真的能够成功地挽留无声吗 七海依旧对此表示担忧 妈妈你就放心吧 我可是老四级 只要有我周密睿直的计划在 绝对不可能翻车 千惠信誓旦旦地拍了拍小熊脱 第三百四十六集 真的吗 七海对此依旧半信半疑 好了 爸爸他开始行动了 我们也准备跟上去 我行着出发 我就不信 跟踪一整天 还不能发现爸爸不为人知的秘密 虽然七海觉得成功的可能性并不算多大 但想起昨晚月音作为小孩子毫无顾虑的话语 让他再一次振作起来 追汉子就像追求梦想一样 哪怕希望再渺茫也绝不放弃 而且如果今天没有成功 就当是陪千惠一起出来玩耍 七海心里安慰自己 七海还是第一次玩伪行 显然并不是很熟练 动作速度都慢了半拍 索性 吴神根本没注意到这边的情况 所以他才没有暴露 但千惠就不一样了 他就如同敏捷灵活的猫咪 穿行在各种小巷与障碍物之间来无影去无踪 千惠小时候到底干过什么 伪行起来居然这么熟练 七海汗颜 另一边 吴神的伪行技巧更是出身入化 有时候为了听清萝莉们的谈话 距离他们仅有咫尺之遥也未被发现 月音 你总是回头干什么 语音费解的询问了 我想看看 有没有鱼尔咬住鱼尔上钩 月音笑眯眯地给出一味不明的回答 鱼尔 鱼尔 语音一脸蒙圈 他也跟着月音回头看了一眼后面 但却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萝莉一行人成功锁定了英莉莉的位置 在追逐的过程中 因为他们人数比较多的缘故 所以五一他们在追踪的时候 特意拉远了距离 不过他们也有一个优势 就是身材娇小 可以躲藏在许多常人难以躲藏的地点 激动更加灵活 目标一直停在同一个地方 许久不动了 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 萝莉莉们簇拥着躲在墙壁的拐角 一个个伸出小脑袋来 在他们这个视角看来 英莉莉已经在樱花庄的门口隐蔽地点折服许久了 但却迟迟没有动静 莉莉阿姨 难道是在等人吗 叶哥歪着头 疑惑地看着远处的英莉莉 等人应该是在等人 不过躲在门口灌木丛里等人的 我还是头一次见到 五一眺望远方说道 英莉莉藏得十分隐秘 还用帽子暂时把双马尾辫盘起来遮掩住 墨镜口罩运动衫一样不少 现在想要辨认对方是谁 就只能从那略险平坦的飞机场来进行身份判断了 如果不是罗莉他们一路跟着违行 恐怕也很难分辨并找到对方的藏身之处 你们说 英莉莉姐姐 不会也是想违行跟踪什么人吧 语音观察了半天 最后根据自己的猜想得出结论 和其他罗莉分享自己的看法 有道理 我猜很可能是感情纠纷的问题 其实英莉莉姐姐是爱着七海 但是七海姐姐昨天却向哥哥告白 于是乎 由爱深恨的英莉莉姐姐 打算违行跟踪七海姐姐 五一打开脑洞 其他罗莉表示沉默 你们一个个的怎么都不说话了 五一有点小心虚 因为刚才美翻假设 完全就是她觉得好玩瞎扯的 五一 我觉得按照正常的思路 应该是英莉莉姐姐 担心真白姐姐和大哥哥的关系 所以才会想着 跟踪这位第三者 语音叹了一口气 用正常的思路给五一解释了一遍 不管怎么说 英莉莉姐姐偷偷跟踪七海姐姐 这件事可以算是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 还是赶紧拍照保留下来 以后说不定 能成为职业莉莉姐姐的把柄 月音坏笑着掏出照相机 把闪光灯和声音关掉 对准灌木丛里的英莉莉 接连拍了好几张照片 女儿们居然来樱花庄了 高耸的电线杆上 无声居高临下地 看着萝莉们的前进路线 显得有些惊讶 说是有英莉莉陪着 但是从刚才起 英莉莉就躲在草丛里一直不动 他们到底是在干什么 无声一阵汗言 从他这个角度看到的画面 是很诡异的 按照月音的说法 是他们要陪英莉莉出去逛街 英莉莉虽然一直引领着萝莉们 但是到达樱花庄以后 他就乔装咋扮藏到了灌木丛里 而萝莉们则在不远处的地方 用照相机拍照 真是诡异的场景 难不成他们在玩躲猫猫 无声一脸蒙圈 场景转移到七海这边 只见他张大了嘴巴 看着助力在高耸电线杆上的无声 七海慌乱之中 掏出手机就要打电话报警 无声危险 别眨眼的光复 他怎么跑到那去了 必须立刻报警救他才行 七海慌乱之中 掏出手机就要打电话报警 妈妈不要慌 千惠淡定地抱住七海的大腿 阻止他继续拨打电话 可可是 七海欲言又止 此时的他担心得不得了 生怕无声一下子失足掉落下来 战电线杆对于爸爸来说 再正常不过了 千惠挥挥挥手 表示自己早就已经习惯了 啊 战电线杆很普通吗 是我的世界观出了问题 还是千惠的世界观出了问题 在千惠的安抚下 七海逐渐冷静下来 他也意识到情况的不对劲 电线杆这么高 乌生到底是怎么爬上去的 乌生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七海焦虑地问他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成年人能站在电线杆上 不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吗 啊 真的吗 那为什么我不会 七海深情有些恍惚 这个动作 奶奶和老祖宗都会 见亲戚的时候 也见过不少人能做的 哈 七海有一种三观崩坏的感觉 好了 妈妈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我有新的观察结果 妈妈你看这里 不是你住的地方吗 千惠指了指不远处的櫻花庄说的 七海得到千惠的提醒 朝四周看了看 然后发现跟踪乌生来到的地方 居然还真是樱花庄附近 乌生为什么会来这里 那难道说是想和我见面 要给予昨天告白的答复 怎么办 我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呢 七海顿时间慌了神 心中一阵小露乱照 冷静啊妈妈 不要自乱阵脚 千惠留意到七海的心慌意乱 出言提醒道 可 可是 我就是爸爸妈妈 未来会在一起的证明啊 所以说妈妈你还担心什么 上了我这辆老司机的车 保准稳稳当当的 千惠十分自信地说道 这倒是 虽然对于千惠的身份 七海还没有完全相信 但换一个角度来想 如果千惠真的是 未来穿越回来的女儿 那证明在过去的她 的确如常所愿 虽然听千惠描述的背景 未来的情况似乎有点诡异 因为按照千惠的说法 乌生可不止和他七海 一个人签订了契约 不过说起来 千惠你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 回来过去的 事实上我也不知道 只是觉得精神恍惚 做了一阵子模糊的梦境 好像见到爸爸和姐妹们一面 然后不知道怎么突然就清醒过来 就发现自己跑到这个时代了 千惠蹲在地上回忆起来 说实话 一点实感都没有 有时候我甚至会产生 自己其实是在做梦的错觉 现实里的自己 人就躺在温暖的小床上 等待着早晨妈妈叫我起床吃饭 不过算了 反正这种事情也不是惊人一次两次了 千惠独囊着小嘴 什么事情不是一次两次了 是 算了 说出来妈妈估计也不会醒 千惠撇撇嘴 瞎说什么 女儿说的话我怎么可能不信 而且你不说 你怎么知道我信不信 犹豫了片刻 千惠低着头 经历了许久的思想斗争 最后终于下定了决心 开口说道 如果不是我亲身经历 我可能都不会相信 那么荒唐的事情 在我回到过去之前的那段时间里 每天早晨醒来 都会发生一些诡异的事情 妈妈消失不见 其他的姐妹们也见不到身影 反而是一个金发萝莉 替代了我们的存在 我就算去找爸爸 他也只是 把我当成迷路小孩看待 这 七海微微猝起眉头 于是我决定 去寻找失踪的妈妈 最后按照记忆 在您工作的地方找到了你 可是就连妈妈也不认识我 这样的事情时常发生 一般我只要随便找个地方睡一觉 醒来一切都会恢复原样 所以我一直 把这只是当作一场梦 直到后来 这场梦发生的频率越来越快 时间越来越长 到最后 我就算是睡觉 也没法回到正常的时机 千惠的声音越来越小 我就算存在感再低 也不可能爸爸妈妈 谁都不认识我 忘记自己的女儿什么的 千惠一边讲述着 一边缩成一团 娇小的身子 微微颤抖起来 虽然不知道是什么原理 但七海能感觉得到 千惠心中那份悲伤 并没有丝毫的作假 我保证 千惠无论发生什么 绝对不会忘记千惠的 七海将她揽在怀里 温柔地摸了摸她的头 而与此同时 身体微微地颤抖停止了 真的 千惠蠕动着郊区 眼前一亮 嗯 千惠的一切 我都不会忘记 虽然对于未来的事情 我一无所知 但是千惠可以全部告诉我 我绝对不会忘记的 七海严肃地点点头 在我在的那个未来 每个月都会有一百万的零花钱 不用上学 每天爸爸妈妈都要陪着我玩玩 这些事情都不能忘记 七海用微妙的目光 低头注视着怀里的千惠 妈妈你怎么不说话了 不是说好不忘记 未来我有关的事情吗 千惠可怜巴巴地看着七海 这些都是千惠献编的吧 说谎可不是好孩子 七海戳了戳她的脑门 我精妙绝伦的计划 居然就这么被发现了 不可能 千惠脸上满是不可思议的表情 对了 未来的事情最后怎么样了 千惠你说 再也没有回到正常的世界 七海间千惠情绪稳定了下来 试探着问他 我实在是太累了 于是偷偷地溜回家里 躺那个金发萝莉的床上睡着了 这次我感觉自己睡了很长时间 期间还做了几个模糊的梦 然后再度醒来 我就发现自己回到过去了 最后再一次地和妈妈团聚 千惠神武组统说道 显然 再一次见到妈妈 让她很兴奋 说起来 能见到年轻时的妈妈 也是一种别就一格的体验 千惠左看看右看看七海 若有所思地说道 怎么了 难道说未来的我很显老吗 七海摸了摸自己的脸颊 心情有点慌乱 不不不 未来的妈妈也很飘飘 只是 未来的妈妈感觉更有人气味 如果说妈妈现在是 珠珠茅庐的一级人气 那么未来就是 十级的满级人气 千惠斟酌了一番词语 你这是什么奇葩的比喻 七海苦笑着摇摇头 惊叹了一口气 抬起头 看了一眼 仍旧自挂东南枝 在电线杆上的吴深 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做 吴深他一直看着樱花庄那边 好久都没有挪动了 七海心里很纳闷 吴深为什么没有丝毫行动了 而且他站在电线杆上 真的不会恐高吗 嗯 假如爸爸是来找您的话 您这样一直躲着尾形 反而无法触犯触来个世界 这样吧 我继续偷偷跟踪爸爸 妈妈你到外面想而易见的地方 晃几圈 看爸爸会不会来找你 如果找了的话 到时候再随机应变 如果没找的话 妈妈就继续跟踪伟心爸爸 寻找弱点 千惠小眼珠子一转 很快有了主意 啊 随机应变 到底要怎么随机应变啊 这个还不简单啊 如果爸爸来见你 同意了交往 那么就顺道金银花庄 赶紧把我造出来 如果爸爸想要拒绝 妈妈你就不听不听 王八念经 如果还不行 就哭 千惠不愧是头脑派 立刻想出了一个馊主意 哭 齐海有些犹豫 哭还不行的话 我也出马 母女七星一起按住爸爸 这样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千惠还给齐海加油股劲 第一 三百四十七集 我觉得我们应该是按不住巫神的 秦海想了想 露出一丝微妙的表情 他以前有幸体验过几回巫神的力量 那种力度 他根本不可能成功推倒巫神 自己反过来被推倒还差不多 就算多加一个千惠也没戏 妈妈你这就不懂了 蛮力不够我们可以制取啊 千惠拿着树枝挥舞起来 怎么制取 比如您在饮料里加入一点不可说的成分 然后交给爸爸 等爸爸昏迷以后 不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吗 还可以拍几张照片留作纪念呢 齐海因为受到冲击过大 直接愣着吧 千惠果然不容小觑 居然如此平和地说出如此可怕的话题 齐海心中赶灿 妈妈你怎么不说话 千惠眨了眨眼 千惠 这一招到底是谁交给你的 齐海温柔地抚摸着千惠的小脑瓜们呢 在他看来 听之前千惠的叙述 巫神一直都在有意避免 他从其他人那里受到无无能量的影响 可是为什么千惠还是懂得这么可怕的谋略呢 奶奶交给我的 千惠乐呵呵地说道 巫神的妈妈真是可怕的人物啊 齐海心想 智者千惠终有一失 巫神还是栽了跟头 索性对千惠影响并不是很大 因为齐海实际问过就知道 千惠只知道这么做可以为所欲为 但是怎样为所欲为 就一问三不知了 看来为了保留千惠的纯洁心灵 巫神真是下了苦功夫 这个话题告一段落 齐海觉得不能再等太长的时间 于是决定在樱花庄附近走一走 看能不能让巫神上钩 毕竟 巫神回来樱花庄的理由应该并没有多少 齐海从隐藏的地方走出来 来到樱花庄附近转了一圈 但令他失望的是 巫神虽然从电线杆上消失了踪影 但是并没有来找他 是我猜错了吗 巫神来樱花庄有其他目的 听说巫神和小埋也挺熟的 也许他是来找小埋的 也说不定 齐海心里想着 一时间有些沮丧 不对 我怎么能够沮丧 千惠都已经出现了 证明未来应该成功了才对 要对自己有信心 齐海加油 齐海晃了晃脑袋 给失落的自己打气 虽然巫神没有出现 让他有点小失落 不过他并没有打算放弃 重新找到千惠 再一次确定了巫神的方位后 齐海再次偷偷摸摸的开始尾形 下了电线杆后在附近徘徊的午身 齐海并不知道 就在他的身后 同样有一双眼睛正在注视着他 哈哈 真是踏破铁鞋无秘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 终于让我等到 青山的出现了 戴着帽子 墨镜口罩 运动服 尾形四件套的英里里 在隔着一条街道的角落里 注视着齐海远去的身影 嘴角勾勒起一丝莫名的弧度 今天我一定要追踪到 青山和巫神 有猫腻的证据 然后好 告诉真白 让他清醒过来 不要继续被人渣 继续地蒙在鼓里 英里里此刻化身 捉奸使者默默地掉在 齐海远处的位置 而此刻性质高昂的英里里 并不知道 就在他追踪的同时 背后有数双小眼睛 正在注视着他 动了动了 英里里姐姐终于开始动了 在阴暗的角落里 等得都快要打瞌睡的武依 发现英里里 终于开始行动 连忙提醒其他 无精打采的罗里们 听到这个消息 就如同一窝小猫咪苏醒过来 罗里们个个都来了精神 他们的目的 可就是探寻英里里的弱点和把柄 他如果一直不动的话 卫星工作的进展 可不会有半点长进 全员准备出发 记得一定要安静 脚不要轻 跟紧队伍不要掉队 我们人多 一旦被发现可就完蛋了 语音在一旁提醒道 莉莉阿姨这副打扮 果然是在跟踪什么人吧 叶格看着天方鬼鬼祟祟的 英里里猜测道 谁知道呢 可惜我们这个角度看不到了 月音眯起双眼 眺望着云方 似乎发现了什么好玩有趣的事情 但他脸上的表情 却是一副不可说不可说的态度 因为罗里们为了避免被英里里发现 一直都是在比较远的一个距离 吊着英里里 这样虽然有跟丢的风险 但是重在安全 而且就算真的追丢了 罗里们有人多的优势 可以立刻分散开来寻找英里里 一旦找到再发射罗里电波 通知其他人重新聚集起来 不过问题就是 这样导致 他们视野的最远范围就是英里里 更远的地方都是街道拐角一类的场景 根本看不到英里里到底在追谁 之前英里里姐姐出动的那一瞬间 如果追溯英里里姐姐的视线 也许可以发现是谁 可惜当时我们都在发呆 五一遗憾地说道 不管怎么说 我们抓到了英里里姐姐跟踪别人的证据 可以说聊生于无嘛 月音一边说着 一边有机会就给远处的英里里 来一张写真偷拍 女儿们终于开始行动了嘛 一会儿要好好观察一下 他们跟踪英里里到底是想干什么 无神的视野宽阔一些 但也最多就是看清女儿们 貌似在跟踪疑似英里里的任务 具体情况如何 她也并不知晓 不管怎么样 只要有我在 任何绅士变态和跟踪违行偷拍狂 都伤害不到 无神一边一愤天赢地想着 一边用相机拍摄下萝莉们的照片 不愧是我的女儿 又萌又可爱 拍下来照片回去留作纪念 而且到审讯的时候 如果萝莉们不承认 照片还可以当作证据 我真是太机智了 无神拿着一台照相机 到底在拍什么 他不会真的是跟踪狂吧 七海趴在墙角 看着远处的无神 内心有些担忧 既然要跟踪的话 为什么不跟踪我 偏偏要跟踪别人呢 于是乎就这样 七海跟踪无神 鹰黎黎跟踪七海 萝莉们跟踪鹰黎黎 无神追踪萝莉们 一个完美的循环的四重卫星诞生了 最开始卫星的队伍还会有所移动 但是当它四方形的路线意外地套上樱花装外围时 整个卫星过程就开始变成 围着一块四方形的建筑区域绕圈 奇怪 怎么总感觉女儿们根本没挪地方 完全就是围着樱花装外围绕圈圈 他们到底在干什么 拍购了足够的照片留作纪念后 无神有闲暇时间来留意周围的景色 这时候他才发现 自己卫星追踪了半天 萝莉们还是没有离开这个怪圈 无神他为什么要一直徘徊绕圈啊 七海巴在墙角担忧地看着远处的无神 不会是在外面犹豫到底怎么回复我比较好吧 七海想到这一点立刻绷紧了神经 青山这家伙从刚才起 就没有停止在宿舍楼外绕圈 这是安浩 还是说他在等待和无神见面 哼 总之千万不要抓到你们肩负淫妇的证据 然后告知真白 到时候你们就玩完了 英莉莉姐姐不会磨正了吧 从刚才起就只会原地转圈 她到底想干什么 语音费解地注视着远处的英莉莉 也许是想锻炼身体 你看英莉莉姐姐现在穿的 就是全套的运动衫运动裤 而不是往常变装轻飘飘的小裙子 和过西黑丝袜 五一发表自己的猜测 不管怎么说 如果英莉莉莉姐姐一直这样 我们根本没办法 拍到有力的弱点把柄啊 就在他们一行人 仍旧处于无限循环的四重尾形中时 冰花庄内的小霾 暂停屏幕上的游戏画面 站起身 伸了一个懒腰 啊 假期什么的 一边吃薯片 喝着可乐 一边玩游戏 这才是享受人生嘛 就在小霾伸懒腰 下意识地将目光投向屋外的时候 她突然发现 无声居然贴在外面围栏的角落里 四处张望 咦 前辈为什么会来印花庄 小霾趴在窗口 显得有些意外 前辈 就在小霾打开窗户 想朝无声招招手的时候 无声却直接一个闪现消失不见 奇怪 是我看花眼了吗 小霾揉了揉眼睛 紧接着才发现 刚才无声消失的地方 变成了七海躲在那里 啊 七海前辈 小霾刚呼喊 七海却几个闪转腾挪 也消失在了窗户口的映照范围内 等她再次眨眨眼睛的时候 一个全副武装 戴着帽子墨镜口罩的神秘人士 从灌木丛里冒了出来 这家伙是谁 看起来好可疑 再然后是武装他们一群萝莉集体登场 哇 好多的萝莉 看上去好可爱 我是不是玩游戏太多 导致尸里出现了什么问题 小霾看着窗外顺便的场景 一脸的蒙圈 然后如同咸鱼一样栽倒在床上 看来是我熬夜时间太长 所以精神出了点问题 还是睡一觉好好休息一下吧 小霾拉上窗帘 被子一卷 直接开始睡觉 场景重新转到吴绅这边 绕了这么多圈 吴绅已经有点感泪不碍了 于是乎他做出一个睿智的决定 打算先找个地方休息一会儿 而他则用夜哥的吊坠 来持续感应追踪罗莉 可他这一感应不要紧 居然发现自己身后的不远处 还存在着一个吊坠感应源 不会吧 自己这么受欢迎 居然有妹子会伪行自己 吴绅一开始还以为 是血奶或者湿雨 偷偷跟在自己身后 但分辨出来是哪个以后 他竟然发现 跟踪自己的人是七海 吴绅害怕自己搞错 特地实验了一下 结果自己怎么移动 感应源就怎么远远地掉在后面 如同小尾巴一样 根本甩不掉 明显是在跟踪自己 七海是你吗 他回过头去 打算见七海一面 问问对方干什么要跟踪自己 在他认知里 七海应该不会做这种事情才对 糟糕 被发现了 看到吴绅回过头寻找着什么 听到吴绅呼喊他的名字 七海就知道自己暴露了 虽然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暴露的 他觉得自己的隐匿天衣无缝 但最后还是被发现了 千惠 我们现在怎么办 七海下意识地想向身旁的千惠寻求帮助 但是他却突然发现自己铺了个空 妈妈 我不想和爸爸见面 一切拜托你了 我相信 你按照我之前说的计划 绝对可以成功的 记住哭哭大法和不可说的粉末 千惠以最快的速度溜走了 溜下来 香喷喷的七海 作为宫口大魔王 吴绅的诱饵 你倒是好歹把不可说的粉末给我 七海心里忍不住吐槽 看到吴绅已经转过身来 朝自己这边靠近 七海心里一阵混乱 最后还是下意识地开始转身逃跑 我又不会吃人 为什么见到我就逃 看到七海那副逃跑时 如同见到恶鬼的气势 吴绅一阵汗言 我有这么恐怖吗 一见到我就逃 不过吴绅也不慌张 以他的能力抓住逃跑的七海 不过是小意思罢了 他耸了耸肩膀 暂时放弃继续追踪女儿们 转而去追逃算中的七海 扑扑 真的没想到居然有意外收获 可以看哥哥大人和七海姐姐 感情大戏的现场直播了 月音眯起双眼 看着不远处的方位 露出一丝短暂的惊讶表情 哼 终于让我见到了你们会面啊 你追我赶的 这是在调情吗 不过还不是决定性的证据 如果有他们俩 有着更亲密关系的决定性证据就好了 比如接吻亲手什么的 鹰丽丽一直追踪着七海 自然发现了七海的逃跑 以及吴绅在后面的追捕 不由得露出一丝胜利在望的笑容 莉莉阿姨好久不见 就在这时 千惠突然出现在鹰丽丽的身旁 把她吓了一大跳 这小孩子是谁啊 鹰丽丽一开始有些疑惑 不过想起这个称谓 她就释然了 八成是叶哥的同龄好友 然后知道了自己的事情 真白的表妹 好像是自己的狂热粉丝 此处往外传叫也很正常 鹰丽丽还不知道 她想要的决定性正确 就在自己身旁 近在咫尺的地方 不过未来和过去 你还真是一点都没变 这么喜欢跟踪我的契约者吗 千惠拖着腮帮子 对于鹰丽丽这身打扮 似乎习以为常了 第三百四十八集 莉莉阿姨这身装扮还是这么熟悉 不过没想到 您的尾行史居然这么早 千惠对鹰丽丽左看看右看看 一副感慨万千的样子 喵喵喵 鹰丽丽看了一眼这位 突然莫名其妙出现的罗莉 心中有些惊诧 我伪装成这样 你还能认得出我 鹰丽丽自认为自己的伪装已经很完美 没想到 居然这么简单 就被一个素未相识的罗莉 一眼认了出来 您这身熟悉的伪行装 从头到尾都没有变过 我当然认得出来 千惠骄傲的拍了拍小胸脯 小样 你以为你换个马甲 我就认不出来你了 还有 丽丽阿姨是个什么情况 我还是花鸡少女呢 丁丽丽不满的问她 她也是纳闷 回想起 叶哥那么乖的孩子 为什么偏偏也会管自己叫阿姨呢 自己明明这么年轻 花鸡少女 千惠弯着头 愣了一下 是花鸡少女 丁丽丽摘下口罩 再次强调了一下发音 反正已经被人认出来了 那么对她也没有必要继续伪装 也对哦 不是未来那位充满怨念的丹丑阿姨 现在还是金春亮丽的鸡毛败犬少女 千惠点点头 若有所思的说道 我怎么感觉 无论哪种称呼 都对我充满了恶意 丁丽丽丽怨念的目光都快要穿头墨镜渗透出来了 不要在意细节了 千惠吹着口哨搭起马虎眼 不过不管怎么说 为了您的人生幸福 我建议丽丽阿姨 您还是远离我爸爸比较好 不然今后 您绝对会后悔的 好 丁丽丽有点搞不明白千惠这番话到底什么意思 她现在的目的是揭露青山和乌山之间的猫腻 然后呈现给真白 好让自己的好友不被继续蒙在鼓里 不再被人渣忽悠 为什么这个小萝莉会劝自己尽快离开 不会她和乌山其实是一伙的吧 想起乌山身旁簇拥着这么多的萝莉 鹰莉莉突然觉得这个猜想很有可能 离开还是免了吧 在揭露无声的真面目之前 我是不会离开的 等你真的揭露爸爸的真面目 你想离开也晚了 千惠用极低的音量随口嘟闹了一句 你刚才说什么 鹰莉莉侧过身子来问她 因为千惠刚才那句话实在声音太小 导致她根本没有听清 就这么想和爸爸签订契约吗 实在不行 我帮爸爸求求情 或者我推荐你一款不可说的粉末 放到饮料里 千惠祸害完妈妈又开始来糟蹋李莉阿姨 总觉得你说的计划一个都不靠谱 我还是老老实实的伪心好了 鹰莉莉摇摇头 并不信任千惠出的主意 毕竟她和千惠其实还不算特别熟 我们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点 都是没有存在感的可怜人 正好趁着这个机会 以后共同进步 共同发展 千惠兴致高昂地说道 改变我悲催的未来 顺便也可以帮莉莉阿姨一把 人生败犬组的逆袭 你看如何 停停停停 你到底在说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 鹰莉莉一脸无语 这小萝莉也太自然熟了吧 小朋友 你能不能找个地方自己玩一会儿 不要打搅我搜集罪证 说起来 你到底为什么认识我 我们应该没见过面吧 这 这个 千惠这才意识到 自己出场有些草率 而且还可恶折拦 差点暴露了许多秘密 泄露天机 好了我知道了 肯定是叶哥告诉你的 唉 被人崇拜 总是一件令人苦恼的事情 鹰莉莉美滋滋地说道 虽然叶哥当着众人面说的时候 会因为宫口本质的缘故 有些羞耻不累 不过背地里仔细想想 这种自己的成果被人肯定 被人赞扬的事情 鹰莉莉其实还是蛮开心的 没错 我是从叶哥那里听来的 对莉莉阿姨老崇拜了 您就是宫口街的启明星啊 宫口街的启明星 果然是叶哥那个小丫头 嗯 鹰莉莉脸色微微发红 看到鹰莉莉相信 千惠这才稍微松了一口气 呼 幸亏叶哥总是唠叨这回事 虽然不怎么感兴趣 但是唠叨这么多次 自然而然就给记住了 千惠本来还在苦思冥想 想找一个合理的解释 不过提问的人都自问自答了 帮他编了一个合理的理由 千惠也就顺着这个回答点了点头 哎 他们怎么好像被巡警驯化了 还出了千惠的嫌疑 还在违行的鹰莉莉 再次将注意力集中到吴绅他们那里 他本来觉得自己可能已经追丢了 结果鹰莉莉惊讶地发现 吴绅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追上七海 然后两个人正在路边 被巡警找上了门 妈妈对不起 让你一个人受苦了 不过 我现在才不想见爸爸 除非他也陪我玩和武艺玩过的游戏 我要一视同仁 千惠吐出粉红色的软糯小舌头 找吴绅做了一个鬼脸 朗朗乾坤 居然有人敢抢抢名女 好大的胆子 就在吴绅追上七海 一只手握住对方手腕 然后 七海心里慌乱 仍旧不断挣扎的时候 突然之间正义天降 一位路边的巡警看到这里情况似乎不太对 连忙赶了过来 诶 怎么又是你们小两口 吵了一晚上 还没有吵够吗 巡警刚想执行正义 结果发现眼前的两个人有点眼熟 远 妙不可言 巡警阿姨 可恶可恶 巡警姐姐 这其实是个误会 你听我解释 两个人都老实了下来 就连七海也不试图继续逃跑了 只是一直低着头 别解释了 我大概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我给你们推荐一个地点 前面直走往左拐不远处 有一家爱情旅馆 听说那里隔音效果不错 你们去那里的床上尽情地吵去 这样就不会打搅街坊四灵了 而与此同时 其他伪行的罗莉也赶了上来 正巧看到了蹲在广告牌后面的英莉莉和千惠 少女配罗莉 你们说英莉莉姐姐不会也是后骨妈妈吧 语音大胆地猜测道 英莉莉姐姐的女儿在哪里在哪里 听到语音的猜测 武艺顿时来了精神 从罗莉群里探出头来四处张望 噓 小点声 别让月音听到 她还不知道这回事呢 没关系啦 刚才追踪的时候 月音说她有事已经暂时离开了 所以赶快告诉我 你说的女儿到底在哪里 就在那儿和英莉莉姐姐一起藏在广告牌后面 刚才看两个人谈笑风生 似乎很熟人的样子 语音挪了挪嘴 伸手给武艺指明了方向 嗯 这个方向看不到脸 不过发色好像不一样啊 武艺眯着眼朝远处眺望 看清楚语音刚才所描写的场景 提出质疑 英莉莉是金黄色的头发 而旁边的罗莉则是淡淡的棕红色头发 你不许人家经营突变吗 语音表示这根本不算事 而且你看发型不是一样的吗 都是双马尾 英莉莉属于将两侧的长发 砸成双马尾的辫子 而一旁的罗莉则是两侧 分别砸了两个小辫 头发也许是染的也说不定 叶哥也从后面走出来 难得发表自己的意见 仔细想想 英莉莉姐姐回来的旅游时机 和干的事情 的确有那么一点可疑 说不定那真的是英莉莉姐姐的女孩 又有新的互补妈妈诞生了 语音自顾自地分析起来 几时罗莉听完这句话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连大气都不敢出 总觉得我们好像发现了什么 不得了的大新闻 怎么办 五一看了看众人 作为罗莉们的领袖 虽然是她自认的 她对于这件事十分看重 还能怎么办 当然是要告诉父亲 好让她提前做好准备 洗英心妈妈呀 作为乖宝宝的语音 当仁不让的要为父亲着想 莉莉阿姨的女儿 绘画水平一定不错 宫口街起明星二代 简称宫口二代 期待 叶哥的双眼 看着远处的萝莉闪闪发亮 昨天亲爱姐姐刚告白完 现在又多出来一位互补妈妈 真是多事之秋啊 语音感叹 可是 现在是夏天 叶哥直勾勾地看着语音 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语音吹起了口哨 心虚地回应道 而在几只罗莉抱团聊天的时候 不远处的月音躲在小巷里 悄然探出小脑袋 眯着眼露出一额坏笑 噗噗 睡前好像变得有趣起来 我究竟是围观看戏呢 还是参与进去添一把火呢 嗯 好苦恼 与此同时的另一边 在接受了寻惊姐姐的一番教导后 吴绅和七海终于重新获得了自由 这次误会真是大了 不过仔细想想 我们之前的动作 在外人看来好像的确不太正常 吴绅显得有些尴尬 挠了挠头发走在前面 那个 吴绅 七海在后面紧跟着 低着头 声音小得如同蚊子嗡嗡一般 如果不是吴绅听力比较好 估计会漏听七海这句话 怎么了 吴绅停下脚步 回头去看七海 他尽量保持温柔平稳 好让七海别再受到刺激 能不能先松手啊 从刚才开始 你就一直抓住我的手腕不放了 七海轻轻摇了摇手臂 无奈 吴绅抓得很牢固 他根本挣脱不开 不要 吴绅果断地拒绝了七海的醒求 继续我行我素地向前前进 为什么 七海显得很惊讶 他还以为 吴绅是刚开始无意识地抓着他 结果现在看来居然是故意的 因为我如果现在松手 七海绝对会转过身直接逃跑了吧 吴绅仿佛看穿了一切 才不会 七海犹豫了一下 心绪地说道 因为哪怕是现在 他也恨不得立刻从吴绅身旁逃离 这实在是太煎熬了 如果吴绅松手 他自己都没有自信 能够控制自己不逃跑 真的不会跑 吴绅侧过身来想了想问他 真的 七海信誓旦旦地保证 好吧 那我松手 三 五 一 倒计时结束 吴绅轻轻一松手 七海顿杆手臂失去了束缚 然后身子不由控制地转身 就想迅速逃离 我吸了你的血 吴绅心中一阵无语 身体重心微微前轻 手臂一伸 直接以最快的速度 又把七海捞了回来 动作可谓是行云流水 一气呵成 欢迎回来 七海本来以为自己逃跑成功了 结果没想到 眼前景象一转 自己居然再一次正对着吴绅 尽了我的手掌心 就别妄想逃跑了 老老实实待着吧 说实话 昨天也就是七海那句话实在是太劲爆了 让吴绅直接头脑当机 不然怎么可能让七海这么轻松地溜走 当然 昨天的那个情况 就算他反应得过来 估计也会把七海放走 不然 留着七海面对人民群众 那才是真正万劫不复的修罗产啊 不过七海并不打算就这么放弃 他痛定思痛 想出一招妙计 吴绅 什么事 我喜欢你 吴绅发呆僵住 七海挣脱后转身就跑 一秒钟后 七海再一次正脸面对着吴绅 显然又逃跑失败了 而且因为刚才的炸裂发言 七海更害羞了 甚至直接抱着头蹲了下来 完全不敢去看吴绅 你不知道同样的招式 对神秘色大佬是不管用的吗 昨天趁我发呆让你成功溜走了 但是同样的戏码 今天绝对没门 知道你喜欢我 所以说你到底跑什么 见了鬼一样 吴绅一脸的无奈 起来 咱们找个地方好好聊聊 一直这样拖下去也不是回事 吴绅知道这种事没法拖延 越往后拖越难处理 如果不想交往 那就应该赶快给回应 别一直拖着单无边 如果是想交往 那就要和七海好好聊聊 讨论一下他是否会同意 施与学乃他们的事情 然后再想办法和施与学乃他们解释 总之 无论是想还是不想 一直拖着都不是什么明智的决定 乖 先起来 不然一会儿巡警又该过来了 对不起 那我就抱着你找个地方 七海欲哭无赖 只得站起身 乖乖地跟在无身身后 看来他今天是真的别想像 昨天那样顺利溜走了 咖啡厅呢 老旧的唱片机 画出悠扬空灵的声音 在靠近角落的一张桌子前 无身和七海正对面坐着 气氛看上去有些紧张 现在还有用唱片机的餐厅 感觉好稀奇啊 七海眼神飘忽 总想着转移话题 那个只是外壳像唱片机而已 其实就是个外放音响 无身波澜不惊地笑他 七海微微一浪 气氛再度回归到尴尬沉默之中 他之前已经试着采取了不同的手法 多次转移话题 但全都被无身 一一以最快的速度巧妙破解 无身能不能放手 这里这么多人看着 被发现了的话 感觉好羞耻啊 七海骚动了一会儿 终于再也受不了 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他的目光始终盯着桌子下面 一方面因为哪怕是现在 无身仍旧拉着他的手不松手 另一方面是羞于直视对方 也是主要原因之一 之前的教训我可没忘 无身微微一笑 牵着七海的手直接放到了桌子上 手肘顶着桌面 这个动作看上去就好像两个人在掰手腕 但是桌子距离比较大 我们这样不方便挪动和说话呀 咖啡厅的桌子略微有些宽阔 像现在无身和七海这样面对面坐着 双方必须同时身体向前倾斜才能勉强扣住对方的手腕 要不然你坐在我旁边来 无身另一只手折指自己左边的位置 不 不 不了 七海脑袋摇得如同波浪鼓 面对面坐着保持着一段距离 他的心脏都跳动得如此剧烈 要是直接坐到旁边 零距离相处 他感觉自己可能会紧张地晕过去 更何况 零距离靠着 无身如果想对他做点什么 他根本没法反抗 你这是什么眼神 就好像如果你坐过来 我会把你拿啥了一样 跟你说 我不是那种人 无身一脸无语的便捷道 为什么他们一个个人都要如此警惕呢 就好像 稍不留神 我就会把他们直接吃掉一样 我是那种人吗 无身心想 谁知道坐你身旁 你会不会鲜血来潮 又玩什么 欲仙欲死留按摩 七海低着头 小声嘟闹了一句 而且在这方面 七海脑洞特别的大 一旦想到 如果自己坐到无身身旁 就会立刻联想 挠不出无数种 无身玩弄他的方法 结果导致就是 无身明明啥都没做 七海脸上 却是一副 自己要被侵犯了的表情 这让无身深感头疼 如果不是他暗示了 周围人别注意这里 恐怕早就有人看到 他们这边的情况 直接打电话 呼叫警察叔叔了 所以 七海你为什么这么紧张呢 以前相处起来 不是挺自然的吗 无身轻叹了一口气 不有耐心地看着七海 现在的首要任务 是先让七海平和下来 不然他现在 一惊一乍的这个状态 根本没办法好好谈话 是啊 自己为什么会如此紧张 明明在意识到自己的感情之前 可以很自然地和无身相处 但是现在这副紧张兮兮的样子 实在是太丢脸了 没想到七海你还真是意外的纯情 无身拖着腮帮子 悠然地注视着七海的反应 像七海这样的女生 对待梦想无比认真 对待感情大概也会同样地认真吧 无身心想 偶尔有些时候 无身也会思考 如果自己单独遇到每一位女生 究竟会如何与她们从陌生到熟知 这么说你不纯情 也对 都脚踏这么多条船了 怎么可能会纯情 七海抬起头 气呼呼地反驳道 无身有些尴尬地挠了挠头 要说无身不紧张 那肯定是假的 十多年的单身狗经历可不是假的 她还记得自己当初刚接触诗语的时候 一时紧张直接口误 只不过后来随着和女生们接触越来越多 不知不觉就慢慢变得熟练起来了 当然这其中也有月音故意搞事 在不知不觉中锻炼无身的功劳 所以说七海现在如果来一句 你为什么这么熟练啊的台词 绝对是恰到好处 无身想着 想要直起腰板舒展一下身体 不过因为还牵着七海的缘故 她的动作幅度却不能太大 不然就拉着七海直接爬到桌子上 这样牵着手身体还要前轻 的确挺麻烦的 无身摸缩着下巴 似乎在思考着什么解决方法 那那就松手如何 这次我绝对不会逃跑 七海顿时眼前一亮 而且这个样子实在是太羞耻了 咖啡厅里其他人可都看着呢 她显得有些扭议 这一点你放心 我做了一些特殊处理 其他人不会发现我们的异常情况 有无身的特殊操作心理暗示 周围人对这里视若无误 其实他们现在就算玩出花来 摆成十八般模样 都不会有人留意到这边的情况 可是这个样子的确不方便啊 七海继续试着劝说 想要让无身改变主意 别担心 我自有妙计 无身说着往裤子里掏了头 如同辩戏法一样 拿出一副手铐 不离不弃手铐 无身特意拉长了银亮 用来模仿某位蓝色的狸猫 你是无身A梦吗 七海吐槽 话说你拿手铐出来干什么 七海突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接下来只听见咔嚓一声 他不祥的预感很快灵验了 无身把手铐两端 分别靠在两个人的手腕上 无身你这是干什么 用道具来代替我手腕 长度不错 刚好合适 无身说着直起身子 摇晃了一下手臂 因为手铐有铁链中间的一段长度 这让无身和七海 可以挺直腰板 面对面坐着 不用再担心距离不够的问题 这个手铐 七海仔细观察了一下手铐 仿佛发现了什么惊天大秘密一般 冷汗直接哗哗哗地流了下来 这个手铐怎么了 他记得这些道具都是当初老妈还年轻的时候 以某种目的为由制作的 貌似都以老爸作为实验对象实验过 然后以箩筐地放到了他的储存空间里 应该没什么安全问题 这个手铐好像压根就没有钥匙空 七海一字一句 十分严肃地说道 哈哈 这都是小意思了 无身挥挥手表示蛮不在我 神秘所大佬 什么时候会怕一个小小的手铐了 无身看了一眼自己的储存空间 这样的手铐看上去还有一大锣 所以他也不用担心弄坏了没有替代品 于是他深吸了一口气 轻轻一拉 一下子就把 等等 无身定睛一看 发现手铐的铁链居然纹丝未动 这个质量有点好啊 我再拉 无身又提高了一程力度 然后手铐还是纹丝未动 他又试着用脱臼缩骨挣脱手铐的技巧 但是仍旧没有半点效果 无身终于意识到情况有些不对劲了 他仔细观察了一下手铐的构造 结果在家层里 发现了密密麻麻的数式构成的电子回路 手铐的材质坚固已长 里面还转刻着一个 类似符合型编码类束缚结界的玩意儿 需要输入类似密码的口令才能解锁 留意到这一点 无身没有继续再轻取妄动的尝试 搞什么啊 我还以为就是一个普通的手铐 要不要搞这么复杂 这玩意儿到底是给谁用的 无身 这个没钥匙孔该怎么办啊 七海摇晃了一下手铐 脸色略微有些发红 稍等一下 这玩意儿是老妈做的 我给她打个电话问问 无身知道 有没有钥匙孔并不是重点 于是乎 偷出手机 给老妈打了一个国际长途电话 解铃还需寄铃人 为了避免出什么差错 比起蛮力解除 还是问问老妈正确的解除方法吧 喂 这里是闲来无事事务所 想要除谋请按一 外遇调查请按二 有一和我儿子交往请按三 想要和我儿子签订婚约请按四 想要和我儿子直接结婚请按五 想拜托介绍男朋友请按六 老妈 是我 面对电话里的录音回复 无声有些无语 儿子 又有什么事需要老妈的支援 对面传来无妈熟悉热忱的声音 的确有点事要咨询一下您 是不是关于和七海交往的事情啊 是不是 不是 是关于 以前您硬塞到我储存空间里的那一堆手铐 手铐 啊 无妈一开始有点疑惑 不过接下来似乎想到了什么 态度立刻变了 好 你不会是用了那个手铐吧 没错 我的确用了 老妈 这东西怎么解开啊 无声寻求帮助 儿子 你居然真的用了 实在是太有才了 对面的无妈似乎在强忍着自己的笑意 老妈你偷笑什么 无声欲哭无泪 这个手铐果然是老妈你研究出来的吧 不是哦 那个是你爸爸结合许多束缚式以及高强度的合金自己研究出来的 和我可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哦 无妈解释道 居然是老爸研究的 老爸他研究这种东西干什么 无声显得有些意外 在他的印象里 老爸研究和发明的一直是许多不明觉厉的高大上玩意儿 什么时候对手铐这种东西也感兴趣了 当时他说是因为怕我四处搞事 所以要把我束缚在身旁 其实我当然知道 他是希望我多陪陪他 这个傲娇的家伙 呀 说起来好害羞啊 不 我觉得老爸研究这玩意儿 应该是真的为了防止老妈你四处搞事 无声心里吐槽 所以说解除方法是什么 无声焦急的问他 这个手铐没有解除方法 要么强制性振脱 要么就乖乖的 等48小时后 他自动失效 不过 我提醒你一下 你所住的另一边如果是一般人 最好不要强制性突破 因为他检测到自己被强制破坏时 会释放强力的反击 一般人可撑不住哦 也就是说 必须等两天时间 手铐效果才会消失 嗯 无声偷偷看了一眼齐海 感觉这次事情好像大条了 挂断电话 无声开始斟酌 怎么把这件事给齐海解释 另一边 吴妈刚哼着小曲挂断电话 旁边被同样型号手铐锁着的吴爸 叹了一口气 为了不让我去研究 居然把以前我做的道具都拿了出来 重新设置了口令密码 不过 这玩意要强制挣脱的话 根本没有反作用 为什么要说谎呢 根据我的分析 他肯定是不小心对哪个女生用了 这么难得的机会 我当然要助攻一把 吴妈竖起大拇指 同时她的手腕上的手铐 也跟着晃动起来 有道理 干得漂亮 吴爸和吴妈 难得在对待儿子的事情上 达成了共识 吴绳挂断了电话 齐海第一时间 前倾身子凑了过来 怎么样 知道如何解除锁链了吗 老妈她说 这个东西等两天 会自动解除 吴绳抬起头 艰难地说道 这件事说到头来 怪她自作主张 结果玩脱了 所以她觉得 挺对不住齐海的 抱歉 这是我的锅 没事了 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 而且也赖我 一直想逃跑 齐海露出一次苦笑 不过真的没有办法了吗 比如说用钢锯 电钻 热汗枪什么的切开 千万别 老妈说了 这上面设有自动反击系统 如果检测到 有人试图截断手铐 会释放电流进攻的 吴绳现在没法 向齐海解释 神秘色的东西 就只能开始 忽悠大法好了 这东西 这么恐怖的吗 齐海看了一眼 连接着两个人的手铐 明显有些难以置信 不过需要两天时间 自动解开的话 也就是说 我们需要这样 被手铐靠着 共同生活两天时间吗 齐海脸色 微微有些红润 刚刚表白过 然后就要被迫 一起相处两天 而且因为手铐的缘故 还不能分开 光是想想 齐海头顶 就开始疯狂的冒争气 嗯 吴绳痛苦的点点头 事到如今 好像只有这一条路 可以走了 这算哪门子的恋爱喜剧啊 吴绳和齐海心中 异口同声的呐喊 第一 三百五十集 就在吴绳和齐海 苦恼手铐问题的时候 英丽丽和千惠 正在咖啡厅附近 四处乱转 因为之前 吴绳为了避免骚动 用了结界 来降低自身的存在感 结果 导致英丽丽 就这么追丢了吴绳他们 可 可恶 你们都看到 他们亲密的牵着手离开了 结果到头来 居然追丢了 英丽丽懊恼地攥紧了双拳 就连原本激昂的双马尾便都拈了下 怎么样 丽丽阿姨 要不要和我强强联合一下 来一场败犬的逆袭 我很看好你哦 千惠仍旧在一旁 安利自己的逆袭计划 一副不达目的 势不罢休的呀 哼 都是因为这个罗莉 一直在旁边唠唠叨叨个不停 货队分散了注意力 结果才追丢了吴绳他们 英丽丽撇了撇嘴 不过并没有直接说出来 好了好了 我对你的什么鬼计划 没有兴趣 你赶快回家吧 这么小年纪 一直待在外面可不好 会让你家里人担心的 英丽丽委婉地下了朱克力 哼 现在先起我 以后需要我帮助的时候 可不要后悔哦 莉莉阿姨 千惠看出来 英丽丽根本对自己的建议不感兴趣 于是爽快地放弃了继续安利 在离开的时候 千惠还朝英丽丽 吐了肚粉红色的软弱舌头 调皮地做了一个鬼脸 而另一边 罗莉们早就没有继续跟踪英丽丽 在发现远处 吴绅和七海的劲爆事件之后 他们也顾不上什么寻找英丽丽的弱点了 一个个如同香港记者一样 炮得飞快 想要跟上去看一场大戏 可惜 因为吴绅的节节干扰 罗莉们的结局也和英丽丽一样 追丢了吴绅他们 现在如同无头苍蝇一样 在街道四处乱转 这次真是陪了夫人又折兵 没追踪到爸爸和七海姐姐的后续 也拉下了英丽丽姐姐 计划大失败 泪感不碍 语音依靠着墙壁 显得十分疲倦 刚才 他们可是卯足了劲全力追踪 之前违行的时候 也一直紧绷着神经 现在 几只萝莉都如同咸鱼一样 瘫软不利 嗯 休息一会儿然后回家吧 明天再继续跟踪 嗯 叶哥哪里去了 五一突然发现有些不对劲 一个机灵蹦了起来 月银之前有事离开 罗莉追踪队成员 只剩下五一 语音和叶哥 可是现在五一朝四周看了看 却发现叶哥不见踪影 糟糕 不会是我们刚才追踪爸爸的时候 叶哥跑不了这么快 结果掉队了吧 语音想着 冷汗滑滑地冒了出来 如果是其他萝莉掉队 两个人的反应都不会这么激烈 但是叶哥那个鹿吃家天人呆 一旦迷了路的话 想让他找到家门 几乎可以说是天方夜谭 怎么办 五一焦急地看向语音 总之先冷静 然后去找石棍 呃 呸 呸 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兵方两路 先去找叶哥试试 语音一时慌张 都差点说错话 谁找到了就用手机联系对方 十分钟后原地集合 如果还没有找到 就立刻通知父亲 语音不愧是最懂事的 罗莉 很快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开始思考对策 嗯 我明白了 五一也知道事不宜迟 两只罗莉对视一番 相互点点头 没有耽误半个时间 立刻兵分两路 按照来时的方向 开始奔跑呐喊地搜寻起来 视角转换到五一和语音 正在苦苦寻找的叶哥那边 叶哥其实并没有掉队 只是大家注意力 都集中在吴绅和七海姐姐的 事态发展时 她的注意力 却放在了英莉莉身边的 千惠身上 她可是英莉莉的忠实粉丝 对于疑似英莉莉女儿的角色 公口界的启明星二代 更是在意的不得了 所以在五一和语音 急于去追求吴绅的时候 叶哥却偷偷留了下来 继续追踪尾行英莉莉和千惠 当英莉莉和千惠分道扬镳的时候 叶哥稍微犹豫了一下 然后调转方向 选择继续追踪千惠 对于莉莉阿姨 来自未来的叶哥 了解她的许多事情 但是对于千惠 她却是一无所知 选择自然是显而易见 只可惜 叶哥一个人的伪行能力 实在是太差 很快就被千惠发现了纰漏 千惠独自一个人离开后 想去找妈妈 看看那边的情况如何 但是安静的街道里 她总是能听到身后 传来轻轻的脚步声 虽然声音很小 但是仔细听却的确存在 而且她每次停下脚步时 身后的脚步声 稍微急速地响起几声以后 也会立刻停止下来 千惠猛地回过头 正巧看到来不及躲藏起来的叶哥 我看见你了 我把眼睛蒙起来 我看不到你 所以你看不到我 呆猛的叶哥 集中生智 捂住了自己的眼睛 觉得这样 遮挡住自己视线 看不到千惠的同时 千惠也同样看不到他 这个声音是 叶哥 果然是你 装迷藏的技术 还是一如今往的差劲 千惠小心翼翼地靠近几步 结果发现 跟踪自己的居然是叶哥 公口二代你认识我吗 叶哥放下挡着脸的小手 眨了眨眼 好奇地看着千惠 公口二代是个什么鬼 千惠叹了一口气 在未来 他和叶哥的关系 因为某个原因很好 甚至可以说是最亲近的了 要说唯一的怨念 就是每次他想看叶哥在画什么 就会被自己不知道躲在哪里的爸爸 迅速抱起来带走 叶哥就像一个好奇宝宝一样 发现千惠没有恶意以后 凑近过来左看看右看看 然后双眼发亮地问道 你会画公口漫画吗 不会 公口漫画是什么 千惠一脸蒙圈 遗憾 你不是伙伴 叶哥垂下头 显得有些失落 我虽然不知道什么是公口漫画 不过我会做年轮蛋糕 这个应该是叶哥的最爱吧 看到叶哥失落的表情 千惠有些于心不忍 于是眼珠子一转 想出来一个帮他提神的好办法 年轮蛋糕 你会做 叶哥原本黯淡的小眼神 再次闪闪发亮起来 当然了 其他方面不说 如果光乱甜点 就连爸爸都不一定是我的对手 千惠骄傲地拍了拍小胸脯 那做蛋糕的都是好萝莉 伙伴 叶哥当即凑上来 蹭了蹭千惠 搂着叶哥 千惠心中突发奇想 如果能用蛋糕收买叶哥 是不是可以帮他发展成暗线 用来了解爸爸和其他萝莉的许多事情 千惠鬼点子一旦冒出来 可就收不回去了 他仔细思考了一下 发现这事可行性还真高 叶哥 咱们姐妹商量的事 你看如何 千惠搓了搓手心 兴致勃勃地贴近了过来 什么事情 你看我这里 因为一些原因 自然是不能回到爸爸那里去 不过爸爸和姐妹们的动态 我却又不想什么都不知道 你能不能作为宠话筒 每隔一段时间和我汇报一些 你们那里发生的相关事情 叶哥低下头 似乎在思考如何回答 但是看上去又像是在发呆 爸爸说过 不能随便把事情说出去 作为给予情报的奖励 我给你做年轮蛋糕如何 千惠听到叶哥拒绝的意思 也不气馁 直接甩出自己最大的地牌 成交 叶哥双眼发亮 嘴角流出口水来 把什么叮嘱全都甩在了脑后 当然叶哥主要还是信任千惠身为 英里里女孩公口二代的身份 不然单凭年轮蛋糕 也不是万能的忽悠神器 那你现在跟我来 我先给你尝尝现火 就当十余付款了 千惠深知 如果不给叶哥一点实际的甜头 那么话语终究只是单纯的话语而已 只有确确实实 让叶哥尝过之后流连忘返 他才会真正卖力的去探查情报 协助自己 于是乎 千惠将叶哥拐骗 领到了樱花庄内的厨房里 前些天他来的时候 特意在厨房里 购置了许多做点点的材料与工具 让叶哥在一旁耐心等待 而他则进入厨房里 搬了一把小板凳 站上去跑购到厨台 终于到了我大战身手的时候了 进入厨房 千惠就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双眼中仿佛能够迸射出灼热的火焰 一番娴熟的操作过后 他端着一个小拖盘 纵营化妆的厨房里走了出来 作为叶哥辛苦费的预付款 好品尝吧 千惠将拖盘推到叶哥面前 充满自信的说道 叶哥接过拖盘 满怀期待打开拖盘上的盖子 只见一股浓郁的蛋糕香味扑鼻而来 与此同时 金黄色的膏体 放射出一股璀璨的金色光芒 直冲天际 这 这是发光料理 就连叶哥都被眼前的景象震撼到了 在他的印象里 原本只有爸爸和奶奶偶尔会拿出来的珍稀菜式 没想到居然能在佟灵萝莉手中看到 不错 真是发光料理 我就是专门钻研甜点的特技厨师 当然料理水平也很强 千惠自满地抬起小脑袋 这可是他为数不多的特长 教练 我想学做菜 叶哥兴奋地扑了过来 水灵灵的大眼睛一眨一眨地看着千惠 你 这个 叶哥 不是我不想教你 我觉得还是放弃吧 有时候基因的遗传很恐怖的 千惠嘴角抽了抽 似乎回想起了什么不堪的记忆 他倒不是不愿意教叶哥 而是纯粹的臣妾做不到啊 像当年 叶哥想要试着自己做年轮蛋糕 自己自足风衣足食 然后 他当时正巧对爸爸区别对待他的行为 有点心不甘 情不愿 闹小脾气 然后 把爸爸不要让叶哥进厨房的警告抛在脑后 试着亲手教他蛋糕烹饪的技法 结果嘛 千惠不由地身子打了一个哆嗦 不得不说 长者的人生经验还是要听取的 想要吃到这种特级的年轮蛋糕 叶哥你明白应该怎么做吧 千惠拿着蛋糕托盘在叶哥面前晃了一圈 保证听从拆迁 现在叶哥这里 把千惠当作是英丽丽的女儿 宫口二代 兼甜点特级厨师 好感度可以说几乎爆棚 完全刷满了 那么现在能跟我说说 爸爸和你们最近都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嗯 叶哥直勾勾地看着托盘里的年轮蛋糕 满心欢喜地点点头 嘴角流出一丝口水 妈 西海姐姐昨天晚上就告白了 哼哼 妈妈还是很能干的嘛 这样就对了 众拳出击 打倒一切牛鬼蛇神 哦 你们要去参加展会 还花了本子 之前还去了夏令营 哦 总觉得我错过了许多好玩的事情 千惠有点懊恼 自己来得太晚了 其他萝莉都回来得这么早 为什么偏偏自己来晚了一步 不过 知道了爸爸接下来要去参加展会 这样就可以和妈妈商量下一步计划了 从叶哥那里得知的情报虽然不多 但对千惠而言却有大用处 得到了叶哥的保证和情报 两个人相互告别后 叶哥拿着豪华版的年轮蛋糕 美滋滋地离开了 千惠回到厨房里 将各种工具整理好 又打扫了一遍卫生 然后一直守在樱花庄的门口 扑向一条交集等待主人回家的小狗狗 看着外面逐渐暗淡的天空 千惠心中不免有些担忧 妈妈怎么还不回来了 不会是自己之前擅自留走 让妈妈生气了吧 归家的路途上 乌生和七海并排而行 为了避免走得太快被手铐牵引 乌生特意放慢了自己的脚步 跨步的幅度也减少了不少 而七海走在路上 却时不时地回头一下 脸上的表情显得有些焦虑 怎么了 一副心不在焉的表情就好像落下了什么珍贵的事物 没 没什么 七海连忙摇摇头 但是心里的担忧却又加深了一层 自从和千惠分开之后 他就再也没有收到那边的半点消息 也不知道他一个人有没有安全回樱花庄 他现在这个样子胡声捆绑在一起 如果说回樱花庄想看看千惠的话 必然会暴露千惠的存在 怎么办呢 必须想个办法和千惠取得联系才行 七海忧心忡忡 第351集 就在七海担忧的时候 他的手机突然传来一阵邮件传来的声音 七海单手掏出手机来看了一眼 发现是小麦的邮件地址发过来的信息 妈妈你怎么还不回来 之前我一个人偷偷溜走是我错了 妈妈不要生气 千惠你最萌最可爱最乖巧的女儿 七海没有忍住 捂住嘴轻笑了一声 因为出了点意外 我现在暂时离不开无声这边 大概两天后回去 千惠你先耐心等待一下 七海编辑了一条邮件 以最快的速度发送了过去 小麦的房间里 小麦仍旧躺在床上呼呼大睡 而偷偷摸进来的千惠 暂时借用小麦的手机 看到妈妈发过来的邮件信息 心是放松下来 但很快又重新变得紧张 妈妈暂时要去爸爸那里住两天 这可是一个好机会啊 既不可失失不再来 千惠想了想 迅速编辑了一封邮件发送了回去 很快 七海再次收到来自千惠的回复 妈妈 此哪良机 必定要有所作为 我在您的衣服口袋里 后头塞了一包不可说的坟墓 这是家里流传的直白机配方 可以让对方表露出自己的真切实感 这样妈妈无论提出什么要求 爸爸肯定都不会拒绝的 只要用出这个东西 就可以了解到爸爸的真实心意 然后对爸爸为所以为 两天时间 真去把我创造出来吧 妈妈加油 哎 七海看着短信息微微一浪 随机用手偷偷摸了一下自己的上衣口袋 居然真的发现一个小小的粉包 怎么了 看什么信息 脸上的表情怎么这么丰富 无声好奇地凑过来 想要看看七海到底在看什么信息 没什么 一堆骗人的垃圾广告邮件而已 七海匆忙合上手机盖 装作一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的样子 无声一脸信你就怪了的表情 不过最后没有继续说什么 只是若有所思地注视着七海 不用再继续担心千惠的事情 七海悬着的心终于是落了下来 不过放松下来以后没过多久 七海反而变得更加紧张 之前是担心千惠 没有往这边考虑 现在仔细想想 这可是要和无声 一起形影不离地度过两天的时间 就连和无声面对面 七海都觉得十分害羞 更何况这样一刻都不能分离 啊天哪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老天爷要这样惩罚我 七海低着头 心脏剧烈地跳动着 缭拨着他的情感 距离无声家的公寓越来越近 甚至隐隐从远处已经能看到住宅区的入口 但是无声这个时候却悄然拐入了一条小巷 然后停下脚步看向七海 有什么事吗 面对无声突如其来的反常行动 七海有些应接不暇 回到家里有其他人在 有些话就不方便说了 所以在这里我想先聊聊再回去 聊聊 聊什么 七海缩着头 声音如同蚊子嗡嗡一般微弱 聊聊昨天你和我告白的事情 无声流露出一丝苦笑 你昨天大厅广众之下这么高 可把我给害苦了 我可是被其他人审判了整整一个晚上 活该 谁让你这么喜欢沾花惹草 七海微微一笑 对于无声的遭遇似乎觉得很解气 总之 他们好像都误以为我对你做了什么 我实在是冤枉啊 冤枉 你对我做的事情还不够多吗 还是说你还嫌少 七海忧愿的小眼神咄咄咄逼人 呃 两三句话 两个人之间的气氛变得些许微妙起来 七海会向我这种人告白 说实话我挺意外的 心里也很高兴 不过 无声犹豫了一下 打破了这片宁静 听到不过二字 七海的心里咯噔一下 不过七海你应该知道 我脚踏 呃 就是说有许多 呃 无声说到一半 显得有些支支吾吾 我知道 你是说我明知道你脚踏一条船的事情 为什么还会告白吧 对对 就是这个事情 无声点点头 说实话 他真的从来没有想过 七海会喜欢自己的可能性 其中最大的一个原因 就是无声知道 七海清楚他脚踏恩条船的事情 在不知道女儿事情的外人眼里 这些可都是他劣迹斑斑的行径 因此 他觉得七海不可能 对他这个人渣产生什么好感 然而 现实却狠狠打了他的脸 说他还是独样独simple 因为喜欢就是喜欢 和其他的没有关系 只不过 我表达完自己的感情 对方会不会回应 是对方的事 七海侧身说着 同时 有意无意地看了看无声 明显在暗示他口中的对方 就是只无声 可是你要知道 我是不可能抛下真白诗语他们的 唉 如果说 七海家里也有女儿就好了 这样所有的问题 都可以很快迎刃而解 不用继续纠结 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 女儿 有你的世界到底在哪里 还算你有点良心 我之前就说过 你如果敢让真白伤心 我绝对饶不了你 七海轻横了一声 所以说 你到底想怎么样 又要让真白不伤心 你又告白 我也很绝望啊 无声在心里咆哮 我到底在纠结什么 一直默默唧唧 可不是我的性格 对于自己对七海 到底是怎么想法 其实最初就应该有了答案 无声可不是什么烂好人 之所以三番两次的帮助七海 就是被他追逐梦想的身姿所吸引 朋友 男女之间 怎么可能会有纯洁的友谊 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 没有女儿 没有女儿那就创造女儿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既然如此 不如先演练尝试一下好了 无声当机立断地说道 演练尝试什么 当然是演练交往后的情况 毕竟我这边的情况这么复杂 一锤定音的回应告白并不好吧 更何况 这还只是模拟 模拟 模拟 因为很重要 所以重复三遍 苗 交往还有演练一说吗 七海一脸蒙圈 如果双方到时候觉得不合适 真白他们也完全反对 那就和平分手 如果双方觉得没问题 真白他们也不反对 那就正式开始交往 你看如何 不管怎么说 先让七海上了贼船再说 至于到时候想要下船 可就没这么容易了 真是 毫不掩饰自己的人渣本性呢 七海吐槽道 模拟交往的事情 怎么能叫人渣呢 无声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 吃着碗里瞧着锅里 我从未见过如此火眼无耻之人 七海一正颜色的反驳 同时撇了撇嘴巴 如果不是你昨天搞突然机接 我其实根本不会往那方面想的 说起来 你怎么突然想到在那个时间点告白 无声不解地问他 一时激动 顺着气氛就说了出来 我自己都不知道 我当时说了什么 七海脸色微微有些红润 现在想来 如果不是当初吴妈告诉他 无声假期结束就会离开 他恐怕还要维持原状很长时间 而意识不到自己 究竟怀有怎么样的感情吧 对他来说 无声身边早已存在着其他女生 一直都是他的心结 也是压抑着他的情感 让他不敢进一步行动的原因所在 就像喜欢的人 身边早就有了另一人的陪伴 绝大多数人都会把自己的感情 默默地埋藏在心间 随着时光流逝 让这份感情慢慢被淡忘 到最后 只在记忆里留下一份模糊的初恋踏本 未来偶尔打开尘封的回忆时 稍作品位 随后露出一丝无奈又苦涩的微笑 当然 无声的情况比较特殊 他身边不是陪伴着一个人 而是N个人 如果不是吴妈的话语刺激到他 令他意识到自己的真实想法 如果不是月音的童言无忌帮助他解开心结 恐怕他也会一直将这份想法埋藏在心底 直到永远留下终生的遗憾 不过 事情的发展就是这么出乎意料 吴妈和月音的助攻连破两道枷锁 压抑许久的情感爆发出来 七海就是趁着这股爆发的激流 才鼓足勇气进行了告白 因为他无比确信 如果他当时不说出口 那么 恐怕这辈子都不会有说出口的勇气和机会了 当时说完那句话 他感觉全身的力气都被抽干了一样 如果不是因为过度害羞急于逃跑 为双腿注入了最后的力量 恐怕会当场贪软在地 那样可就真的囧大发了 当然 这也造成了一个结果 就是他的告白除了吴绅 也被其他情敌们听到 这就很尴尬了 原本还能偷偷摸摸地刷吴绅的好感度 现在好了 必须还要面对全体成员的警惕 如果不是女儿的出现 让他有了些许自信 并且得知了其他女生的秘密 他可不觉得自己有什么胜算 但是现在有了千惠 他也终于和其他情敌 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 唯一的劣势 就是他起跑速度比其他人慢了半拍 想到这里 他慢慢地攥紧了拳头 默默地给自己鼓劲 这次手铐事件虽然羞愧无比 但却也不是唯一次机遇 正好可以趁这个机会 一口气追赶上其他的情敌们 七海 你没事吗 看着七海一直沉默的样子 无神弯下腰来 伸出手在他眼前晃了晃 从刚才起 七海好像就一直沉默寡言 仿佛有什么心事一般 你没事 只是刚才走神 再想一些事情 此刻的七海已经下定决心 重新冷静下来 不再想之前那样 光是看到无神就心烦意乱 在想什么事情 无神好奇地问道 在想 这个事情 七海一字一句地说着 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想的 身子不受大脑控制 下意识地微微贤轻 紧贴上对方 无神只感到嘴唇上 传来一阵温暖柔软的触感 然后还没来得及细细品味 就几乎在一瞬间消失不见 如同一场梦幻一般 哇 我居然真的做了这么大胆的事情了 七海捧着一片通红的脸颊 亮亮呛呛地后退了两三步 但很快因为受到手铐牵制的缘故 无法继续后退 他发现自己最近越来越奇怪了 明明看见无神就十分害羞 心一阵乱跳 但是却偏偏总是做出许多大胆的行为 七海 你什么意思 无神大脑有点当机 感觉大脑一阵发热 平时灵光无比的头脑 在这个时候也变得反应迟钝起来 没办法 在追妹子方面 他已经非常熟练 但是在被妹子追这方面 他的经验还不怎么多 平日里也就食欲主动一些 看来以后还需要多多努力 再接再厉 你还真是不开窍 这都不懂 七海气呼呼地说道 我的意思就是 你说的模拟交往 我同意了 同意了 无神愣了一下 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这次轮到他猛圈了 这个方案 本来就是他半开玩笑说出来的 只在让七海缓解紧张 消融尴尬的气氛 没想到七海居然真的同意了 七海 你应该知道 真白施语他们和我 无神表情严肃 欲言又止 在这件事 他可绝对不像大马虎眼 因为无论如何 这都是绕不开的一件大事 必须直面 无法忽略 我知道啊 说起来 真白黑我的助攻呢 七海温柔地笑道 那你还同意 无神目瞪口呆 施语寻海他们 没有明确的反对 那是因为他们知道 女儿的事情 就这样 他们还时不时 爆发出惨烈的修罗场冲突 七海居然这么爽快的 就同意了 他难道不会吃醋吗 无神朝七海问道 我问你个问题 你家最近 有没有出现什么 小小的 会卖萌的 很可爱的 什么 没什么 无神想了想 还是没有继续说下去 女儿这种事 终究太过天草夜谈了 就算说出来 估计七海也会以为 是在开玩笑 总之我们先回去吧 七海说着 鼓足勇气凑上去 主动牵住了 无神的右手 七海经过一番思考 他发现 自己现在的首要目标 是想办法 让无神留在国内 既然如此 就必须让对方 舍不得离开自己 彻彻底底的迷恋上自己 就像自己 彻底迷恋上无神 舍不得让他离开一样 攻略无神大作战 今天即正式启动 解决了最关键的问题 无神领着七海 从小巷里走了出来 不过 看到远处的公寓楼 无神仍旧显得有些犹豫 怎么了 七海见到无神 一直驻足不前 疑惑地问他 深白和雪奶 就住在我家隔壁 万一我们这个状态 被他们发现 总觉得会搞出许多事来 无神说着 举起手 摇晃了一下 胳膊上的手铐铁链 他在担忧 究竟要不要回家 万一被雪奶他们发现 那绝对够他喝一壶的了 要不然我们去樱花庄 避避难 无神提议 不 不行 七海连忙制止 脑袋摇得如同波浪鼻一般 千惠现在可还在樱花庄里 现在的千惠 因为某些原因 不想见无神 在他成功说服千惠前 如果让无神见到千惠 他怕闹出什么矛盾来 更何况 他已经答应了千惠 要替他保密 哦 为什么不行 七海的反常举动 让无神感到有些可疑 樱花庄上 有小麦和上金草他们 我暂时还不想让他们知道这件事 七海思来想去 最后想到一个还算靠谱的理 可是回我家的话 也有真白和雪奶他们啊 而且家里还有表妹他们 没关系 既然是正式交往的演练 真白雪奶他们 我迟早也要面对的 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 七海大有一副 林形壮实 慷慨赴死的豪迈 你做好心理准备了 可我还没有啊 无神欲哭无泪 不过 无神仔细想了想 真白的话 对这些事 应该不会有太大反应 雪奶的话 如果注意一点 应该不会这么巧被发现 思来想去 无神最后也只能任命地 朝公寓楼走去 来到公寓自己楼桑的走廊 无神就开始放慢步伐 紧张地东张西望 生怕突然从哪里蹦出来雪奶他们 确定了楼道里没人以后 无神松了一口气 来到家门前 用最轻的动作打开门锁 然后悄悄地拉开一道缝隙 往里面眺望 客厅的灯亮着 也就是说有人 无神感到有些失落 无神把耳朵贴上去 隐隐约约 能听到英里里和真白对话的声音 他心里最理想的情况就是 家里除了五一他们以外 没有其他人 最糟糕的情况 是雪奶师与真白等人 通通都在 来了一个全家头 现在看来 情况不好不坏 英里里和这件事不沾边 闹不起修罗场 真白的话 很大程度上 应该不会搞事 因为在他印象里 真白和七海的关系一直不错 说起来 七海还曾经算是 护白狂魔的意愿 不过 现在看来 这位左将军算是沦陷了 只留下来英里里 一个右将军 继续担任 护白狂魔的职责 爸爸 当时不好了 就在屋深想更仔细地观察 屋内的具体情况时 身后的楼道里 传来一阵轻盈的脚步声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身后就遭受了一轮 萝莉肉弹的重击 差点让他直接摔进大门里 这个声音 五一 你们回来了 无神转过头去 正好看到五一 拢着自己的大腿 而语音也凑了过来 爸 哥哥 大师不好了 五一这次留意到 一旁的七海的存在 匆忙中改口说道 已经知道真相 早已看穿一切的七海 见到五一走漏风生后 急忙改口的慌张模样 不知为何 觉得十分可爱 按照千惠的说法 五一的妈妈 应该就是诗语 现在仔细看来 母女两个人 长得果然很像象 出什么事了 慌慌张张的 闯口气 慢点说 大哥哥 你快想想办法吧 叶哥他不见了 啊 叶哥他又又又又走丢了 不过 无神并没有太过慌张 因为叶哥有些路痴 所以无神特意随身 给他携带了吊坠 只要查一下 就可以很快地找到叶哥 不过 感应了一下吊坠的位置 无神却惊奇地发现 叶哥好像就在家里 五一语音 你们怎么才回来 我等你们好久了 就在这时 门口叶哥 探出来一颗小脑袋 用手抓着一块年轮蛋糕 正美滋滋的小口啃着 叶哥你不是走丢了吗 怎么一个人回来了 五一看着就在家里的叶哥 目瞪口呆 不可思议 叶哥居然独自一个人回家了 我一定是在做梦 语音捏了捏自己的脸蛋 显然不相信 这么不科学的事情 难怪他们找遍了 周围街区的角落 都没有发现叶哥 合着他早就已经回了老窝了 我 叶哥 自己回家 强无敌 叶哥十分骄傲地说道 叶哥乖 说实话 无声摸了摸他的小脑袋问道 很显然 无声也不信 叶哥一个人能找到回家的路 半路上遇到月音 他带我回来的 月音人呢 无声问道 说是天色太晚 他母亲大人等急了 就一个人先回去了 咦 羊奶现在开始每天都去看望月音了吗 根据无声的了解 以前羊奶就是偶尔抽空去看看月音 不过 自从月音消失事件之后 每天去看月音 好像就成为了必修课 希望羊奶的行动能周全一点 不要被他父母看出来破绽 不然月音 万一被雪之下家族发现 恐怕又是要搞一波大事 无声心想 对了 叶哥 你吃的这个年轮蛋糕是哪里来的 无声很快将注意力 转移到了叶哥手里的年轮蛋糕 根据他的厨师经验 这肯定不是外面超市的产物 做法甚至还有点 他自己的手法在里面 可是在他印象中 家里好像已经没有蛋糕存货了 他原本还打算今晚再做一点 正让他十分好奇 叶哥 我可以尝一口吗 无声试探着问道 因为是爸爸 所以破例可以尝一口 但是 只有一口 才给一口吗 你每天早晨咬我那么多次 不应该多给点补偿吗 那下次爸爸早晨也咬我好了 呃 无声一下子无语了 那你能告诉我 这个蛋糕是谁给你做的吗 无声又试着询问 保密 先会说了 不让我告诉别人他是谁 叶哥想了想 十分严肃地说道 然后张开小口又咬了一口蛋糕 叶哥 你这不是直接把对方的名字暴露了吗 无声汗言 而听到叶哥口中提到千惠这个名字 一旁的齐海 心脏直接提到了嗓子眼 齐海原本平复下来的精神 再度变得紧张起来 叶哥怎么会知道千惠的名字 联想到千惠的厨艺 再看了一眼叶哥手上的年轮蛋糕 齐海似乎猜到了什么 千惠 叶哥 千惠是谁啊 无声若有所思地问他 根据他的推理 叶哥无意间说漏嘴的千惠 应该就是蛋糕的制作者 我明明什么都没说 爸爸居然能猜出来是千惠 可怕 叶哥五只小嘴 惊讶地看着无声 明明就是你自己说漏嘴的好吗 无声在心里吐槽 千惠啊千惠 我虽然不知道你是什么人 但是找叶哥来保守秘密 绝对是你犯下的最大错误 叶哥乖 告诉我千惠是什么人 我给你做好吃的年轮蛋糕 哼 没必要 千惠也可以做好吃的年轮蛋糕 而我只需定期为他提供 就在这时 七海剧烈地咳嗽了几声 让众人的注意力转移到了七海身上 怎么了 没事吧 无声担忧地问道 没事 就是刚才嗓子有点痒 七海嘴上说着 心里却松了一口气 还好阻止得及时 不然叶哥说不定 真的会把自己知道的事情 全都无意识地抖出来 对了 一口就一口吧 叶哥给我尝一下 见七海没什么大碍 无声重新看向叶哥 我来了 叶哥说着一蹦一跳地跑到 无声面前 然后静静地站在那里不动 似乎在等待着什么 嗯 蛋糕给我来一口啊 看叶哥一直不动弹 无声催促了一下 哦 爸爸原来是要吃蛋糕 我还以为刚才爸爸那句话的意思 是想要咬我一口 叶哥将身后的年轮蛋糕拿出来 但刚递出去 手又缩了回来 爸爸 我有点舍不得 干脆爸爸咬我一口 作为代替 姐姐查好了 叶哥可怜巴巴地说道 呃 无声对此表示汗烟 爸爸吃我 不要吃年轮蛋糕 叶哥蹭了蹭无声的大腿 咬眼神要多猛有多猛 我就吃一小口 别担心 无声半蹲下身子 眼急手快地撕下了一小块 放入口中细细品味 这个味道 很快 他不由地眯起了双眼 有点意思 没想到居然能在你后 遇到手法如此精湛的厨师 有机会 一定要会一会他 不过 通过品尝 他更加确信 这是他无家 代代相传的 欲仙欲死流厨艺 这个千惠到底是什么人呢 无声心中的疑惑更深了 好啊 他也对爸爸很感兴趣 还拜托我时不时地 试探有关爸爸的情报 一代药王厨师争霸 似乎将会在未来掀起一阵腥风血雨 啊 无声一下子来了精神 但是主要是针对叶阁所说的后半句话 你说千惠他在试探和我有关的情报 哇 爸爸你好厉害 你是怎么知道的 叶哥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叶哥到底是真的没意识到自己泄密 还是故意的 无声露出一丝苦笑 但他脑子随即一转 想出一个探查千惠的好办法 叶哥 我可以给你做许多好吃的 作为报酬 你能不能时不时地也向我汇报一下 有关千惠的情报 无声想要让叶哥玩一把叠中叠 而面对叶哥这个小吃货 美食就是收买他的最佳法宝 这看似是一场情报战 实际上却是一场厨艺比拼 只有做出更好吃的料理的一方 才能获得更多更精准的情报 一听到爸爸要给自己做许多好吃的 叶哥的双眼一下子发亮起来 无声啊 你就不怕叶哥这个大漏勺 到时候把这件事直接透露给千惠吗 七海心里默默吐槽 无依 我先回家了 明天再见 就在这个时候 语音和无依告别 直接走到对面敲响了房门 停停停 不要 无声听到敲门声 转过身急忙阻止 但等无声注意到语音去敲门的时候 一切都已经太晚了 今天真是祸不担心啊 无声想赶紧拉着七海叶哥五一他们进屋 但是 雪奶开门的速度 却要比他的反应快上许多 伴随着门口传来一阵急促匆忙的脚步声 对面的房门被轻轻推开 原本一脸焦虑的雪奶 见到出现在门口的语音 表情这才放松下来 但很快 她就重新摆出一副冷顿的扑克脸 语音 你怎么才回来 我不是说了不要太晚回来吗 你知道我有多担心吗 雪奶轻声责备道 话语严厉 但却又特意让声音轻柔一些 就算有事要晚回来 也要提前给我打电话通知一下呀 抱歉 当时太着急 结果就忘记打电话了 语音惭愧地低下头 因为急着寻找叶哥赶路回家 结果 她就把要和母亲联系这件事 给暂时忽略掉了 好了 先进来吧 一会饭菜该凉了 雪奶敞开门 重新露出淡淡的微笑 示意语音进屋 你看不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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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声在心底不停地默念 祈祷雪奶带着语音进屋后 能立刻关上门 发现不了他们几个人的存在 可惜 事与愿违 就在雪奶要关上房门的时候 七海突然鼓起勇气上前一步 雪奶 晚上好 因为手铐连带的缘故 无声也不得不跟着上前迈进去 七海啊 你这是想害死我吗 无声欲哭无泪 七海 万圣 雪奶最后一个好字还没说出口 脸上的表情变凝固了 等他回过神来 再度看向无声的时候 目光已经变得冷冰冰的 无声 你这是做了什么变态的事情 被警察追捕 然后被靠上手铐以后逃走了吗 雪奶看到无声手腕上的手铐 冷冷地问道 这个说来你可能不信 是我自己靠上去的 无声苦笑 没想到你还挺会玩的 把自己和七海靠在一起 这算什么 另类的捆帮不累 这其实有着很复杂的理由 雪奶 你听我慢慢解释 雪奶 我和无声开始模拟交往了 从今天开始 请多多指教 无声话还没说完 七海深深鞠了一躬 十分认真地再一次说道 七海 让我再多活一阵子吧 no do no die啊 第一 三百五十三集 七海 你在说什么 无声一脸崩溃地看着七海 模拟交往的事情 不是迟早要让雪奶他们吃到吗 不如现在直接说了 反正昨天我的告白 他们都听到了 想起昨天自己一时冲动下 大胆地告白 七海还是有些害羞 于是乎这次索性豁出去 就算要说 你好歹先告诉我一声 给我点心理准备啊 无声偷偷瞥了一眼 雪奶越发阴沉的表情 发觉事情好像有些不妙 无声 你能和我解释一下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吗 雪奶注视着无声声音低沉 其他几名围观的罗莉 语音躲到了家门玄关 同时招呼 武夷和野哥先过来 突然怎么了 雪奶姐姐和七海姐姐的表情 为什么这么严肃 难道是有人偷吃年论蛋糕了 叶哥咬了一口手里的蛋糕 天真浪漫地问道 叶哥 这个世界上的事情 比你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人们不止会为了争夺年论蛋糕而斗争 语音哭笑着给叶哥讲解 不明白 除了年论蛋糕 还有什么值得抢夺的吗 叶哥好像一只小松鼠一样 不停地啃食着手里的蛋糕 那如果是父亲和年论蛋糕 你必须选择一样 另一样则会永远消失 叶哥 你会怎么选择 语音循序渐进地问道 爸爸 叶哥不假思索地回答道 你看 父亲对于你而言 要比年论蛋糕更加重要吧 语音露出一次微笑 我又不是笨蛋 爸爸会做年论蛋糕 直接让爸爸做给我吃不就好了 叶哥抬起头 十分自满地摇晃着小小的身躯 嗯 语音愣了一下 才发现自己的问题有问题 让叶哥钻了空 那如果做完选择以后 父亲就不会再做年论蛋糕了 父亲和蛋糕你会选谁 还是爸爸 叶哥依旧不假思索地说道 虽然说我很喜欢年论蛋糕 但我最喜欢的还是爸爸 语音松了一口气 幸亏这次叶哥回答的比较正常 他要是再蹦出来什么脑回路心急的回答 他还真不一定能把这个问题圆回来 这不就简单了吗 七海姐姐和我母亲之所以看上去一触即发 就是因为他们都喜欢父亲 所以才要去争夺 语音解释道 原来如此 我也喜欢爸爸 我现在是不是也要加入争夺之中 叶哥吃完蛋糕 钻进小拳拳 一眼看着就要迈出不拔加入战局 你们都不要吵了 爸爸是我的 叶哥风风火火地关到了七海和雪奶中间 派了派小兄弟说道 七海和雪奶看着人小鬼大的叶哥一阵无语 捂着嘴就差点没忍住笑出声来 索性语音眼皮手快 一把将叶哥拉了回来 停停停 叶哥你去干什么呀 语音一脸的无语 不是要争夺爸爸的所有权吗 叶哥看上去表情十分无辜 我们的喜欢和母亲他们的喜欢 不是同一种类别的感情 我们不用去争夺了 语音苦口婆心地给叶哥做科普 是吗 搞不明白 太复杂了 叶哥歪着头眨了眨眼 默默地注视着不远处的战况 没有再做什么多余的举动 因为之前叶哥那下童颜无际的捣乱 让原本剑拔弩张的气氛微妙地降低了许多 无神看准这个时机和齐海说道 你们这样下去产生什么误会就不好 还是我去和学乃解释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吧 嗯 拜托你了 齐海想了想 往后稍微退了一小步 他之前那番话的目的 只是告知学乃发生了什么 以后还要和谐相处 更何况 学乃以前还帮过自己找猫和声优练习的事情 把气氛闹得太僵并不好 为了防止齐海听到学乃和他这边的对话 无神特意开了一个小范围的隔音结界 然后在手铐允许的范围内走到学乃的面前 你们真的交往了 明明我都没 没什么 学乃犹豫了片刻 眼神有些暗淡 最后还是没有说出后半句 波兰不经地沉默了下来 学乃 你别生气啊 我们都已经有夫妻失实了 还在交往这个初级阶段干什么 更何况 我和齐海还只是演练交往 不是正式开始交往 谁和你有夫妻之实了 学乃脸色微红 高冷的表情快要支撑不下去了 我指的是语音啊 无神一脸都无辜 语音 学乃微微一愣 随即意识到自己刚才下意识的就给理解错了 当然了 学乃 你想到哪里去了 你不会是把夫妻之实想成 想成那种事了吧 无神露出一丝淡淡的坏笑 我不是 我没有 学乃急忙摇头否认 但是表情却直接暴露了她的真实想法 学乃平时一副坦然自若的淡漠样子 不过在不坦率的时候反而变得很可爱 真难道就是所谓的反差萌 对了 我刚才还没问你 你说的演练模拟交往 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是一种演习而已 并不是真的开始交往 因为我怀疑七海可能也是后补妈妈 无神找了一个借口 当然这也不是完全没有根据 要知道 悦音也说过 七海是当前最大的后补妈妈嫌疑人 而且她也还没忘记 夏令营时突然窜出来的那个中二萝莉 原本有关那只萝莉的记忆 早就开始不受控制的渐渐变淡 甚至就连她长什么模样 说什么话都快要全部遗忘 可是最近这两天不知道怎么回事 那些快要遗忘的回忆 又全都涌现了出来 还时不时的出现在自己的梦境里 多亏这个原因 她最近睡得比较安稳 好几天没做 被一群妹子拿着柴刀追杀的噩梦了 这全部都是哪只中二病罗莉的功劳 以后有机会再遇到她 一定要举高高 然后斤斤抱抱 每次都会拿女儿当挡箭牌 真狡猾 雪奶淡淡地说道 语调里带着一股淡淡的醋意 只是雪奶并没有其他任何行动 不坦率 总是不懂得表达自己的想法 这是她最大的弱点 所以她其实挺羡慕 昨天七海表白时的勇气与行动力 反正你就去和七海施语 他们亲亲我我好了 我和你不是从来没有确立过什么关系吗 语音 我们回家吧 雪奶微微一笑 重新恢复那张漠然的表情 好像没事人一样 领着语音回家关上了房门 我和雪奶从来没有确立过关系 无神听到这句话愣了一下 然后发现好像还真是这么回事 她印象中和雪奶的关系突飞猛进 形象里有几个关键的节点 第一次是以无神被雪之下父母误会为契机 当时她顺便帮雪奶脱离了其父母的负面影响 第二次是她目睹了诗语和自己告白 误以为语音消失 情绪激动 说漏了嘴 让两个人之间第一次相互变得坦诚 相互告知了女儿的事情 第三次是她在后来的日子里 稍微缓和了一些雪奶和杨奶姐妹之间的矛盾 不过就算包括这三个节点在内 她和雪奶的关系也一直迷迷糊糊的 不像施语和七海主动向她告白 然后她做出正式回应 不像真白大大咧咧地以夫妻相承直接确立了关系 仔细想想 雪奶好像从来没有明确做出过什么表示 她也从来没向雪奶做出过什么表示 真要较真两个人现在的关系 好像只能说是邻居熟人同社团的成员 雪奶并不是施语那种主动型的女生 所以没有明确追求过无声 而语音一开始不是来找无声 所以无声也没有这么主动追求过雪奶 结果这种状态持续到现在 两个人的关系一直显得非常暧昧 还有自己把她姐姐那啥了 而且为了阅音的稳定 每周还在保持联系那啥的事情 必须找个时机告诉雪奶 不然万一哪天暴露出来也是个大问题 头疼头疼 解决了手铐的事情以后 必须向雪奶表示些什么 至少把关系确立了 自己有点太冷落雪奶了 仔细想想 当初为了求稳不让女儿出意外 她好像还没主动和人告白过 都是等别人先表态 要不然来个告白 把自己真实的想法告诉雪奶 看向对面刚刚关闭的房门 无声心想 把事情解决清楚了 七海见到雪奶离开 走上来询问 看到雪奶的反应 七海不知道为何想起了曾经的自己 一直压抑着想法 从来不敢主动表态 和自己曾经的状态是多么的相似 虽然现在他们是情敌的关系 不过她还是由衷希望 有一天雪奶能够解开自己的心结 坎诚地面对自己的感情 想到这里 七海换了换脑袋 重新打起精神 现在还不是担心雪奶的时候 就算无声要回国 她也说了会带上雪奶 比起关心雪奶 还是先想想 怎么让无声继续留下来吧 她现在可是尼菩萨过江 自身难保 嗯 姑且算是解释清楚了 现在先回家 无声注视了片刻雪奶的房间 转身打开了自家的房门 客厅里 英黎黎和珍白 依旧在认真地进行着绘画作业 不过 听到外无传来的脚步声 英黎黎这个时候 终于注意到了声响 抬起头 看向回屋的无声 而当她看到一旁并排进来的七海 眼神立刻变得犀利起来 好啊 你居然还有胆量和七海一起回来 英黎黎怒发冲变 上来就是甩动脑袋 用两个马尾便去抽无声 不过被她侧身轻松躲了过去 英黎黎 你还是注意力不够集中啊 你看珍白多用功 我就算现在说话 她都没有留意到我 无声耸了耸肩吧 老公 欢迎回来 无声话音刚落 珍白就放下手中的笔 站了起来 哎 别打脸了吧 英黎黎笑道 无声显得有些无语 珍白 你这次怎么留意到我了 装什么失败 这次可真是打脸啪啪啪的 我嗅到了极品年轮蛋糕的味道 珍白说着 犀利的目光 看向走进客厅里的 叶哥手里捧的小袋子 里面都是千惠 这次给叶哥的间谍资金预付款 叶哥乖 给我来一块 妈妈你还是吃爸爸吧 不要吃年轮蛋糕 叶哥说着 躲在无声身后 用尽全身的力气 往前推动无声 丈夫不好吃 还是年轮蛋糕好吃 珍白胆纯的摇了摇头 喂 你们又没吃过我 怎么知道我不好吃 无声吐槽表示不服 这个话题 只有羊奶有发言权的 是吗 好 珍白一歪头 凑近过来 举起了无声的左臂 然后张开嘴 直接咬了上去 啊 无声的哀号声 当即传遍整个房间 干得漂亮 珍白 快制裁这个 脚踏能跳船的叛徒 咬死他 丁丽丽在一旁鼓掌叫好 不是 我们远日无仇 近日无冤 何必咬我 无声摸了摸手臂 无辜地问他 现在他的手臂上 留下了一排整齐的牙印 和些许真白的口水 不是无声说我还没有吃过你 所以不知道你好不好吃吗 真白吃着小手表示不理解 你还真咬啊 况且我说的吃 不是这个吃的意思 无声无语 真白露出呆萌纯洁的表情 还有其他吃的意思吗 算了 没有 无声摇摇头 看来以后要找记性 真要吃真白的时候 有些比较危险的操作 可能不能做 比如 算了 还是省略掉吧 无声将这条信息紧急在心 毕竟 这可关乎着下半生的幸福啊 真白 你在这里正好 今天 我就要替你揭穿无声的真面目 凝丽丽拉着真白 让他先藏到自己身后 紧接着 他摆出一副 随时准备英勇就义的神色 正义里然的看向无声 无声 青山 你们准备接受审判吧 我早就看出来 你们之间有猫腻了 英里里猛的一拍桌子 随即 从自己随身携带的画包里 拿出数码相机 第354集 真白就由我来守护 说起来 从刚才就很在意 你们中间的手铐是怎么回事 难道是什么最新的昆帽不赖 英里里本来想马上开始审判 但是她的注意力 却始终无法从无声和七海之间的铁链上挪开 没办法 这个手铐两端分别靠着无声和七海 可以说 要多显眼就有多显眼 这个一言难尽 无声深深的叹了一口气 手铐什么的也无所谓 它反而能成为你们暗中勾结的物章 而另一份证据 我也早就已经准备好了 英里里大意里然的说着 调出数码相机里 尾行时拍摄的几张照片 这些刚好都是无声和七海相遇时的景象 全部被她都拍了下来 人证乌证俱在 你们还有什么想说的 英里里拿着数码相机得意洋洋地抬起头 看上去一起风发 今天终于可以制裁这对肩负淫妇了 说时吃那时快 乌深以迅雷不及盗铃掩耳之势的速度 躲过英里里手中的数码相机 然后把里面的内存卡拔了出来 再把相机还到英里里手中 好了 现在物证没有了 微笑地看着英里里 你耍赖 快把内存卡还给我 英里里摇晃着妈尾辫 激动地冲了上来 可惜几次都扑空了 全被无声灵巧地躲过 可恶 早知道把图片默认保存路径 盖真机子本身自带的那层空间了 英里里看了一眼数据库空空如也的相机 就如同被抢神了的小狗狗一样 哼 你想耍赖 但是刚才的照片 真白都已经看到了 英里里愣哼一声 是吧真白 嗯 我都看到了 真白点了点头 哼 英里里得意地看着无声 一脸现在看你怎么解释的表情 真白 对无声说出 看到这些照片的感想吧 下次 再要和七海一起玩的时候 记得戴上我 真白歪着头思考了半天 最后不清不痒地说道 听到没有 真白说了 下次再要一起玩 记得戴上他 哎 原本还很骄傲地 英里里回过神来 转身难以置信地看向真白 摁住他的肩膀不停地摇晃起来 真白你是怎么了 对方都已经凄脸了 真白你怎么还是这么悠闲 英里里不解地问道 年轮蛋糕 好吃 真白成功地 从叶哥那里得到一小块年轮蛋糕 开始美滋滋地品尝起来 嗯 猪队友带不动 英里里愈哭无泪 就在英里里灰心丧气 哀叹真白过于单纯 没有忧患意识的时候 真白迈着脚步走了上来 七海 你昨天的告白是认真的 被如此清澈的双目注视着 七海下意识地想要后退一步 侧过脸 避开他的视线 但当他后退的时候 手铐的牵扯感 就让他想起了身边的人 和朋友争抢恋人 七海心中多少有些自责 不过想起吴建操的无声 以及真白对于施语 他们似乎默许了的事情 让他心里压力缓解了不少 是认真的 七海点点头 同样指示着真白 严肃地说道 七海从今天起 就是敌人了呢 嗯 七海苦涩地点点头 不过还是朋友 啊 七海抬起头 有些不解地看向真白 还是战友 喵喵喵 七海这次彻底蒙圈了 所以说自己到底是敌人 还是朋友 还是战友 如果只说敌人和朋友 七海还能勉强理解 毕竟有一敌一友这样的词语 但是这个战友是什么鬼啊 七海并不知道 一个与师奶同盟 遥相而望的真黑势力 刚刚诞生了雏形 真白说完 左胯一步 正好面对无声 身子微微前倾 不许欺负七海啊 想欺负的话 来欺负我就好了 真白淡淡地说道 哦 这话怎么听起来怪怪的 搞不懂你们这群家伙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绝对不会回来了 莺莉莉看到真白 和七海和和睦睦的样子 觉得自己的三观 受到了严重冲击 喜呼呼地冲出了房间 结果没过多久 门口却传来急促的敲门声 狐身一开门 发现门口站着的 正好是刚离开 没多久的莺莉莉 这是哪位啊 好像是刚才说绝对不会再回来了的那位 无声扬起眉毛 嘴角勾了几丝脚匣的笑容 真白家的大门锁上了 而且我真好要把真白带回去 莺莉莉显得有些羞耻 磕磕巴巴地说道 不要让我发现 你们偷偷做什么羞羞的事情 我可就在隔壁 莺莉莉进屋迅速抱走真白 临走之前 她回过头来警告巫神 什么羞羞的事情 我不知道 莺莉莉你能不能举几个例子 巫神坏笑着问她 羞羞的事情就是 可恶 你故意耍我吧 你明明知道我说的是什么事情 莺莉莉张红了小脸 羞羞的事情指什么 擅长话公口本子的莺莉莉自然知道 只是让她亲口对无声说出口 就有些羞耻了 臣妾真的不知道啊 你不说我怎么知道 万一一会儿我真的违规了 那也是没说清楚的莺莉莉的责任 巫神一脸严肃为难的表情 故意挑逗起莺莉莉 真白天然黑 石雨腹黑 血乃高冷毒蛇 七海认真 羊乃影帝 子妈是童年阴影 面对这几位的时候 巫神多少有点压力山大 但是莺莉莉就完全不同了 自己和她没有任何瓜葛 莺莉莉的反应还特别有趣 想怎么调戏就怎么调戏 简直是居家必备的良品 就是这些 还有这些 莺莉莉一气之下灵光一闪 拿出纸和笔 画出了各种各样的体位 哇 看不出来 莺莉莉你懂的姿势 知识居然比我还多 简直就是一栋的功口本子 巫神看着纸张上的内容 不由地感叹 你才是一栋功口本子 人心自走胖 总之这些动作 一律尽致 你这么说 也就是画册上以外的体位 都允许操作 巫神摸索着下巴 不允许 不要想日钻漏洞 我会时不时的过来监视你们的 莺莉莉说完 直接拉着真白 离开了巫神的房间 莺莉莉和真白 现在离开以后 房间里只剩下他们两个人 还有几只可爱的小萝莉 巫神低头看向女儿们 莺莉们也仿佛感应了巫神的目光 抬起头来和她对视 女儿们 今天晚上的和平就全靠你们了 只要有你们在 就不用担心和其害独处 造成什么尴尬的事态 巫神偷偷的几眉弄眼 用眼神向五一他们传递了自己的想法 沉默了几秒钟后 莺莉们似乎从巫神的视线中读懂了什么 小脑袋点得如同捣钻一般 他们回应的表情仿佛在说 我们明白了 且放心交给我们 保证完成任务 哥哥我去找雨音娃了 今晚就住在玄奈姐姐家了 我要去帮莉莲阿姨 继续做漫画助手 来锤炼自己的画迹 两只萝莉说完 还没等巫神做出回应 便撒腿溜了 等等 你们别跑 我还指望你们呢 巫神伸手想要阻拦 但是却晚了一步 因为手铐牵制着她 导致她的速度大将 错失了拦住五一他们的机会 说好的妇女心灵相通呢 你们怎么一个个的把我意思都给理解反了 我是让你们留下来辅助 不是让你们全部离开 仔细想想 晚上睡觉的时候 如果让五一或者叶哥躺在中间 可以有效地缓解尴尬 但是现在两只萝莉都不在了 今晚怕不是只能面对面同床共枕 巫神 您很讨厌和我独处吗 心还显得有点小委屈 这个倒不是 只不过不难刮女共处一室 我怕你不放心 觉得不安全 巫神解释道 没事 对于巫神我当然放心 我相信你不是那种人 西海笑了笑说道 你对我放心 可是我对我自己不放心 巫神心里想着 单手挠了挠鼻头 房间里只剩下两个人多处 气氛立刻迅速变得沉默起来 就在一片寂静中 一个诡异的声音打破了宁静 这个 西海捂着自己的腹部 脸色微微有些红润 没有什么比这更尴尬的事情了 不过他整整一天没吃饭 下午去咖啡厅时 也不过点了一杯咖啡 肚子里一点祸都没有 灰鹅的肚子咕咕叫 也是在所难免的 抱歉啊 刚才是我肚子饿 闹出来的声音 我们要不要吃点什么 巫神事实地接过话题 顺便把肚子叫的锅给背了 做点什么吃得好呢 巫神领着七海走进厨房 拿出食材 准备处理时 却犯了难 因为只能一只手来操作 导致他的动作 也变得没有那么熟练 没有另一只手扶着 就连食材都无法固定 四处乱动 我来帮你 一旁的七海伸出另一只手 帮忙扶着食材 不过因为这个原因 七海操作的时候 身子需要紧贴着巫神的侧身 与其亲密接触 不然他的左手 根本够不到食材 巫神有了七海的协助 开始能够熟练地处理食材 但是手下的动作 反而变得更加缓慢了 平日里的七海穿着 根本看不出来 但毫无疑问 是隐藏的大 感受到手臂紧贴的柔软和弹性 巫神便得有些心源意马 巫神 你要冷静 你什么大风大浪没有经受过 怎么能被区区的大欧派 扰乱雏心 想到这句话 巫神摒弃宁神 重新让自己沉浸到 厨艺的世界中 而为了增加亲密程度 七海无意中会更贴近巫神 导致他多次功力被迫 不得不从厨艺中走神 几十分钟以后 一道简单的菜肴终于成功出锅 七海看了一眼巫神端出来的菜碟 微微促起眉头 总感觉巫神 你这次厨艺好像下降得很厉害 是因为单手不方便操作吗 虽然这道菜依旧比七海做得要强出不少 但很明显水平有所下降 这个倒不是 有七海你的辅助操作方面并没有问题 就是最开始有点不顺手 巫神摇了摇头 那是什么原因 七海疑惑了 如果和这个没有关系 巫神的手艺这次为什么会下降 之所以会这样 都是七海的错哦 巫神反开玩笑地说道 我做错什么了吗 你自己慢慢猜吧 巫神耸了耸肩膀 看来自己的厨艺还是尚未精湛 居然会因为这种原因干扰 而导致功力大减 以后必须还要勤加练习才行啊 嗯 等手铐解除以后 有机会就摆脱施宇和七海 来辅助自己训练吧 巫神一本正经地思考起来 吃饭的时候 因为手铐束缚着两个人的关系 所以只能并排坐在一起 巫神惯用手是自由的 所以用餐具的时候情况还好 但是七海因为不是惯用手 筷子根本没法像往常那样使用 我给你去拿个勺子 巫神看七海加了几次都没有成功 侧过身来询问 不用这么麻烦 七海说着放下筷子 巫神你直接喂我吃就好了 七海闭着眼声音磕磕巴巴的 看上去十分的紧张 最后活出去了再一口气说出来 哎 巫神愣了一下 手里的筷子差点从手里掉落下来 七海今天晚上这是怎么回事 突然变得意外的大胆 明明中午的时候还是看见自己就逃跑 而且害羞的说不出话 我们不是在演练交往吗 情侣的话相互卫食不是很普通的事情吗 七海鼓走勇气地说道 真的有这样秀恩爱的情侣吗 FFF团呢都跑到哪里去了 哇 七海姐姐真是大胆 居然要求主动投尸 巫神家的门外 三只罗里重新聚集在一起 贴着门口蜻蜓屋内的情况 你们怎么都错过来了 语音疑惑地问他 当然是因为好奇七海姐姐和爸爸的进展 这个问题可是关乎我们的新姐妹 自然要多留意 而且我们也有义务 为自己的妈妈提供情报嘛 五一义正言辞地回答 第355集 七海姐姐和妈妈终究还算是见证对手 我当然要好好地探查情报 五一身先士卒地说道 说起来你们两个怎么也来了 语音你不是回家了吗 叶哥你不是说去帮忙吗 回家以后母亲的情绪就有些萎靡 我想着为母亲尽一份力 所以才来探查敌情的 语音钻尖小拳拳下定决心说道 俗话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戴 只要能探查清楚 七海姐姐是如何勾引 我的意思是说吸引父亲的 就可以让母亲借鉴学习 然后使出同样的杀招 身为母亲的贴心小棉袄 语音义无反护地站了出来 语音说完以后 五一和语音同时看向叶哥 说起来叶哥不是对这些事情 不怎么感兴趣吗 不去帮叶莉莉姐姐他们画漫画 怎么也跑出来了 这是莉莉阿姨教给我的光荣使命 叶哥听起小药板 抬起头骄傲地说道 什么光荣使命 莉莉阿姨说了 这是绝密任务 绝对不能告诉任何人 她派我来监控爸爸和七海姐姐的事情 五一和语音对视一番 心中一阵无语 你这都直接说出来了 还算什么绝密任务 看来以后绝对不能让叶哥替自己保守秘密 他们也知道叶哥不是故意的 但是天然呆无意识地暴露反而更可怕 不管我们的目的是否相同 但结果都是要监视七海姐姐和父亲的情况 不如我们合作吧 语音提议道 我觉得OK 我觉得可以 五一和语音同时点了点头 于是乎三只萝莉拍拍站一起将小耳朵贴在房门上 试图通过里面传出来的声音来判断屋内的情况 不用去拿勺子 直接喂 喂给我吧 见无声迟迟没有行动 屋内的七海 鼓气勇气又说了一遍 真的没问题吗 无声还显得有些迟疑 虽然已经夹出来了一份菜 但是迟迟没有伸过去 来吧 真正交往的人做这种事情是很正常的 七海点点头 真的吗 现在的情侣们都这么炫酷了吗 我觉得一般情侣应该不会犯蠢的被手铐靠在一起解不开 无声颇为无奈地叹了口气 然后慢慢地将筷子送到七海嘴边 七海侧过身来轻轻仰了一口 细胶慢咽地咀嚼起来 而这个时候 七海的另一只手悄悄地伸进自己衣服口袋里 摸到内袋包装好的不可说粉末 现在难得两个人独处 千惠给的自白剂此时不用更待何时 七海定了定神 趁着无声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喂食的时候 悄悄将纸包拿出来 扯开一个小口子 往装着水的杯子里洒了一点 嗯 七海你在干什么 往水里倒什么东西呢 细心的无声听到七海那边传来一动 目光随着声音看去 正好看到七海正在往水里倒一些不明的粉末 七海的小动作被抓了个现行 这 这个是 这个是 营养冲泡剂 对 没错 一种营养冲泡剂 呃 要不要尝尝什么味道 七海心里有些发慌 但他很快找到了一个合适的理由 强迫自己暂且冷静下来 哦 营养饮料冲击 七海你还喝这种东西吗 因为生用练习对嗓子负担挺大的 所以要喝这个滋养一下 七海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因为内心紧张 冷汗更是刷刷地往下流 呃 我能来尝一口看看吗 无声注视了七海手中的水杯片刻 试着询问他 可以 当然可以 七海没想到计划居然这么顺利 他本来还以为事态会败露 然后发展成他自己不得不喝一口的情况 结果没想到 无声居然主动要求 这么激动干什么 无声轻笑一声 结果水杯小敏了一口 味道怎么样 七海小心翼翼地询问他 嗯 有点苦涩 话说你确定这个真的是营养冲击 无声试着又喝了一口 然后把杯子还给七海 总觉得这个味道隐隐有些熟悉 自己还小的时候 好像就被老祖宗用同样味道的东西恶作聚过 不过年代有点久远 无声想不起来这到底是什么玩意儿了 你当然是了 七海连忙辩解道 他现在的心情既紧张又有些激动 千惠说喝过这个的人 会完全按照本心来行动 你如果问对方问题 对方也会全部如实回答出真心话 见无声喝过一口以后 七海为了防止意外 也接过杯子喝了一小口 为了避免自己因为害羞 羞耻等因素打退腾骨 七海给自己同样灌了一口 这样的话就是孤注一掷 不用再担心自己选择逃避 客厅的餐桌前 两个刚刚喝过不可说粉末的少男少女 正彼此相互对视 七海一只闭口不敢多说一句话 因为他知道喝过自白剂后 就会不由自主地说出真话 画面转回到印花庄内 千惠正哼着小曲收拾着屋子里的东西 他掏出几包用纸袋包好的粉末 准备分类一下 结果整理过后 千惠发现凭空多出来一个空空如也的纸包 怎么多出来一个空纸包 千惠琢磨了一下 脸色一下子变得煞白 糟糕 我之前走得匆忙 难道说自己在调配药粉的时候 不小心把两份不同的药粉混合在一起 千惠脸上的冷汗直接哗哗地流了下来 药剂的颜色几乎都是一样的 所以有时候很容易搞混 千惠连忙翻开那个空空如也的纸包 只见标签上写着利尿剂三个大字 这个利尿剂是他想用来对五一他们恶作剧才做的 除此之外 他还做了养养粉 咸鱼糕 懒挨丸等等许多恶糕粉末 结果没想到 居然被他操作混合到最关键的自白剂里了 要玩要玩 自白剂和利尿剂混合在一起 感觉自己要闯大祸了 希望妈妈这两天不会急着使用那包粉末 千惠趴在桌子上 宛若一条咸鱼 无声 而就在此刻 已经被千惠狠狠坑了一把 但仍旧被蒙在鼓里的七海突然发出声音 打断了沉默的气氛 怎么了 看到七海有些反常的举动 无声好奇地问道 七海想了想 决定先试着问一个无伤大雅的小问题 来测试一下自白剂有没有生效 不然如果药效没有千惠说的那么神奇 乐子可就大了 测试完毕 如果自白剂真的生效 就问无伤对自己到底怀有什么样的感情 你 你喜欢我吗 然而七海一张口 却是完全不受控制的 一上来就单刀指入 七海连忙堵住自己的嘴巴 脸色微微有些通红 他差点就忘了 为了关键时刻让自己不要逃避 他给自己也灌了一口自白剂 七海突然觉得 这是自己做过的最糟糕的决定 哇 不要一上来就这么劲爆 之前还扭扭捏捏的七海 怎么一下子变得这么大胆 不过这个问题很关键啊 必须谨慎谨慎再谨慎 当然喜欢了 无伤斟酌了一番词语 但是一开口 之前想的谨慎词汇全部报废 他只觉得心口一热 就不受控制的脱口而出了 喵喵喵 这啥情况 我怎么控制不住自己嘴巴了 还是说刚才大脑短路了 就在无伤还一脸蒙圈的时候 七海听到这个回答 却是眼前一亮 那喜欢到什么程度了 七海也顾不得羞耻心了 立刻乘乘追击 喜欢到了想要女儿的地步 无伤再次不走奶子的脱口而出 这样吗 七海的脸色当起一片通红 只觉得眼前一阵眩晕 停停停 我不是这个意思 这个字面意思很容易被人误解 无伤是希望七海有女儿冒出来 这样诗与学奶那边许多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而不是说想现在造女儿 与此同时 门外三只萝莉耳朵紧贴着大门 试图获取什么蛛丝马迹 你们听清楚 屋内刚才说什么了吗 语音向身旁的两只萝莉问道 嗯 刚才勉强听清楚一句 爸爸好像说 他想要亲爱姐姐给他生女儿 无一想了想说道 他其实也没太听清楚 毕竟房门距离客厅还是挺远的 他只听了一个笼统的大概旗 然后自己挠补出了其他模糊的词语 诶 父亲这么大胆吗 这么直白 是女儿什么的 实在是太不知廉耻了 语音脸色微红 变成羞羞的萝莉 可是如果不做不知廉耻的事情 我们也不会出声啊 明明是孕育生命的神圣事情 怎么能叫不知廉耻呢 无一一本正经的开始教育习语音 要知道 不屋领域可是五一最拿手的项目 你说的好有道理 我居然无言以对 在这方面 语音的确不是五一的对手 只能甘拜下风 惹不起 惹不起啊 先小声一点 里面似乎还在对话 叶哥一直都在兢兢业业的完成 英丽丽布置下来的机密任务 没有片刻怠慢 听到这句话 五一和语音对视一番 没有再继续聊天 而是趴到门口 继续偷听里面的对话 因为两个人之间诡异的真心话大冒险 客厅里的气氛开始变得有些暧昧 七海这边心里琢磨着 既然已经确定了吴绅的心意 那么接下来就是要探查敌情 以及更多有关于吴绅的情报了 吴绅 你的初吻给谁了 今天七海这是怎么了 大孙对自己刨鸽问底 更何况 他感觉自己现在状态好像有点奇怪 总是忍不住要说真话 于是乎 吴绅心中警惕心大气 每个女孩子的新闻 对我来说都是第一次 都是初吻 吴绅冷不防的说道 真是毫不掩盖 自己的人渣本性呢 七海吐槽道 我问的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 物理上的 想这么忽悠过去 绝对没门 七海继续乘胜追击 这样能让吴绅彻底吐露真话的机会可不多 必须小心应用 巴 巴鱼 吴绅赶紧捂住了嘴巴 哦 好险 差点就把自己最大的黑历史暴露出来了 巴 什么 七海猝了猝眉头 没有听清 在他印象里 吴绅周围好像没有开头是八发音的人 难道是吴绅在天朝时发生的事情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其实我觉得真正意义上第一次应该是诗语 毕竟五六岁的时候的事情应该不算数吧 吴绅本来想辩解一下 结果一开口直接又把自己的真实想法说了出来 就这样 来来回回了几次 两个人都捂着嘴不敢再继续说话了 而这个时候 吴绅终于意识到情况不对劲了 七海 你是不是给我吃了什么 刚才我在水里加了一点自白剂 此时的七海同样说不出假话 自白剂 你怎么会有这种东西 无神惊讶 难怪他之前觉得那杯水味道很熟悉 现在想来 小时候老祖宗就给他喝过 还用这种办法来玩弄他 真是惨不忍睹的童年 七海连忙捂住嘴巴 生怕把千惠的事情泄露出去 而他还没回答 吴绅就自己脑补出了答案 只有吴家人才能做自白剂 你是谁 难道是前几天老妈临走前给你的 吴绅思来想去 也就老妈可能会做这种事情 估计是老妈为了给七海助攻 特意送给他的道具 糟糕 如果是老妈的话 他不会把一发入魂糖浆什么的可疑药物 也一并交给七海了吧 吴绅心里满满的担忧 话说回来 刚才那个药剂 你是不是也喝了一口 吴绅突然想到了什么 是啊 我也种了自白剂 我说漏嘴了 同样吃了自白剂的七海自然而然地说道 当他意识到自己说漏嘴的时候 事情已经无法挽回了 好 这么说七海你现在也只能说真话 吴绅眯起了双眼 套了我这么多真话 七海该轮到我来反击了 吴绅心里想着嘴角勾勒起一丝不易察觉的坏笑 此时的他们还未曾知晓 另外一股更加猛烈的药效 正在他们体内快速地酝酿着 第356集 吴绅 你有没有过 七海琢磨了一下 打算继续询问下一个问题 但这个时候 吴绅却突兀地插话进来 说起来七海 你怎么想起来昨天和我表白啊 啊 七海微微一愣 下意识地张开了口 因为我当时没忍住 没忍住 压抑的感情爆发出来 我就顺着气势一鼓作气地说了出来 七海低着头 当他意识到自己喝的自白剂也起了作用 他只觉得心头一热 恨不得将深藏在心底的想法全部说出口 呃 压抑的感情 吴绅挠了挠头发 感到有些不解 自己到底做了什么 居然能让七海产生压抑的感情 还不是因为你太受欢迎 有事与学乃 那些极优秀又可爱的女生 整天围绕在你身边 而且 我还和你做了约定 让你不要辜负真白 说过这样的话 我还怎么可能 我还怎么可能厚着脸皮表露自己的感情 七海将憋在心中的话语一口气抛了出来 原来如此 真是辛苦你了 吴绅伸出手 轻轻抚摸了一下七海的头发 我总以为自己不是鱼墨哥的 现在看来我还是同样多singpo了 吴绅摇了摇头 当初的他 一直以为因为真白他们的事情 七海在暗中一直对自己没什么好印象 觉得自己无药可救 根本没想到这一方面的可能性 这也不能怪你 当初就连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 七海回想起过去的自己 会有的惊笑一声 因为不自信 因为不想背叛挚友 他下意识地封锁了自己的感情 直到后来吴妈提出吴绅要离开的时候 他才发现 自己内心是多么的不希望他离开 不过你也不用这么妄自菲薄 我觉得七海也是很有魅力的女生 吴绅笑道 真的 七海的声音隐约有些发散 拜托 我被你灌了自白计 现在怎么可能说假话 多拿出点自信呢 吴绅露出一丝鼓笑 大事不妙 七海姐姐刚才说他想做正宫 房间外 五一大呼小喊 一副唯恐天下不乱的样子 七海内心道 我不是 我没有 大事不妙 爸爸刚才说七海姐姐比其他所有女生都有魅力 五一再次发出劲爆的消息 吴绅道 我不是 我没有 流言有时候就是这么形成的 武风捉影一些只字片语 然后挠不出精彩无比震撼十足的情节展开 煞有其事地告诉别人 喂 五一你不要搞个大新闻 七海姐姐和父亲说的话根本不是这个意思好吗 雨音忍不住吐槽道 你可别把这些加工过的信息告诉施鱼姐姐 而且万一传到我母亲那里 让她误会了怎么办 母亲她本来就已经很失落了 为什么我告诉妈妈 学乃姐姐那里会知道消息 五一对此表示不解 你没仔细观察过吗 我母亲和你妈妈现在已经结盟了 大名鼎鼎的施奶同盟 你不知道吗 结盟了吗 可是我看妈妈和徐乃姐姐 还是经常互相交接互对的呀 嗯 不过是名义上的合作 雨音想来想去 最后只能给出这么一个解释 五一灵光一闪 当即拍着手桌道 不如我们一来一个结盟好了 就要雨衣结盟 雨衣结盟 那看来以后下雨天我们都不用发愁了 雨衣嘛 雨衣吐槽 雨衣结盟 你不觉得这个名字土的吊扎 一点逼格都没有吗 你们知道H是什么意思吗 叶哥突兀地转过身来问他 H啊 我记得好像是普朗克常数 拉丁字母第八 电感的国际单位制导初单位 也用来代表十六近之数 霓虹俗语来源于1950年代 在霓虹女学生青年之间流行的隐语 用来形容公口的行为 还是轻元素的写法等等 听了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吐槽 比起你能说出这么多种解释 我更惊讶这些解释里居然真的有正确答案 五一都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吐槽了 爸爸遗传过来的吐槽基因都有点不够用了 说起来 叶哥你为什么突然要问这个国外的问题 语音面露无疑 因为亲爱姐姐刚才说要和爸爸H 叶哥长了眨眼单纯地说道 什么 什么 两只罗绿当场炸锚 就在五一和语音讨论H的含义时 叶哥一句话 直接把他们的注意力全部吸引回了房间内部 再次开始聆听内部的发言 吴深你不要回国 再留下来多陪陪我好吗 我愿意做任何事 回国 吴深一脸懵圈 他不知道七海为什么会对寒假的回国计划这么排斥 不过在这件事之前 他更在意七海说出来的后半句话 愿意做任何事情 这都是 是不可以的 七海红着脸解释 唉 百高兴一场 吴深当即目光暗淡下来 顿时间觉得索然无趣 看到吴深这样失落的表情 七海犹豫了一下 又小声说道 也 也不是说完全不行 吴深还想再具体问问 但是七海却死死捂着嘴巴 抿着嘴 一副誓死也不说的呀 无奈之下 吴深只能放弃继续追问 沉思了片刻 吴深想起来还有一件事 没来得及问 对了 你对回国为什么这么排斥 结果吴深刚发问 突然下腹感受到一股 黄河之水添上来 奔流到海不复还的磅礴气势 后半句话 就这么直接被憋了回去 啊 产生这种异常的感觉后 吴深立刻弯下腰 拱着身子 强忍住这股浩然之水 吴深 你怎么 察觉到吴深的异常 七海刚想询问出了什么事 他便同样感受到 腿流直下三千尺 一是银河落九天一般 宛如电流轻轻抚过下身的感觉 七海当机绷紧了身子 手用力向下拽着裙子 两条穿着过西袜的修长大腿 合拢在一起 忍不住的淹没 这个感觉是 糟糕 记忆再次回到小时候 回想起老祖宗的种种各自剧 整股四天王中的利尿剂 顺便说一下 四天王分别是 利尿剂 自白药 咸鱼膏 蓝癌丸 以及养凉粉 这是五种药 四天王有五个不是常识吗 七海 你往水里混合利尿剂干什么 吴深拱着身子抬起头问道 七海放自白剂 吴深好歹还能理解原因 恋爱中的人都想听到对方的真话 这情有可原 可是放利尿剂是个什么操作 七海难不成想看自己上卫生间 最主要的是 为什么偏偏要把利尿剂和自白剂混合在一起 这是想一边上厕所一边说情话 那画面简直太美不敢想象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利尿剂 七海用尽力气和拢着双腿 身子不停地晃来晃去 看样子情况并不比吴深好到哪里去 现在自白剂的效果还有 所以七海现在不可能说谎 看来七海真的不知道 自白剂里还混合着一部分利尿剂 不然她不可能喝下去和自己一起中招 这么说 罪魁祸首肯定是老妈了 肯定是她突发奇想 想搞恶作剧 才在药分里面添加了一定比例的利尿剂 与此同时 隔着大海的另一边 五妈突然冷不防地打了一个喷嚏 孩子他妈 你居然会感冒 不是只有笨蛋才会感冒吗 五爸打了一个哈欠 被喷嚏声惊醒了过来 侧过身来看向五妈 喂 你有没有良心 我打喷嚏 你居然还嘲讽 五妈瞪了五爸一眼 谁叫你平时睡姿总是这么差 衣服还总是掀起来 你不要污蔑人啊 我后来不是改了吗 五妈撇了撇嘴表示不服 是改了 从那之后 你脱了衣服只穿内衣睡觉 自然不会再出现衣服掀起来的情况了 五爸叹了口气 十分无语地说道 五妈爽朗地笑了笑 我的睡姿其实也没你说的那么严重嘛 是吗 那能请你现在立刻从我身上爬起来吗 五爸吐槽的 失误失误 因为有手铐连着 所以有点不习惯 这样躺着 就不会觉得勒手了 五妈晃了一下手臂上的手铐 翻了个身 重新躺到床上 对了 你要不要来杯水尝尝 五妈从床头拿过来一杯水 不要 根据我的统议 凡是你主动递过来的东西 97.6%的概率都会往里面下药 我已经神经百战 不会中招了 切 真没劲 五妈嘟囔着脸 显得很失落 不过我会打喷嚏 到底是谁在想我 此刻的五妈还不知道 自己默默地提前会背了一口黑锅 画面重新转移到无神家里 七海和无神比铃而坐 但都在不约而同地将视线 朝向卫生间的方向 我 我想去一趟卫生间 七海捂着小腹 双腿不停地研磨 实在忍受不了以后 直接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 真巧 我也想上卫生间 无神嘴角微微抽搐 也跟着站了起来 两个人同时小步挪动 似乎生怕步子跨大了 直接忍不住露出来 来到卫生间门口 无神停了下来 对七海做了一个请的动作 你先来 女士优先 七海点点头 此时的他感觉 小腹很快就要花子飘零水子流 已经来不及推脱前让了 不过 就在他想进入卫生间的时候 无神和七海两个人 却同时发现一个重大的问题 因为蹲遍在卫生间比较靠里的地方 所以如果七海坐上去 无神也会被跟着牵扯进去 根本没办法停留在卫生间门口外 现在怎么办啊 七海十分着急 可是无神也只能干瞪着眼 尽量让自己远离七海 背对着他 我把眼睛闭上 背对着你 放心 我不会看的 无神做出保证 你把耳朵也捂上 七海坐到马桶上 缩着头 脸颊一片飞红 我好像只能捂住一遍的耳朵 无神歪着头说道 另一只手被手铐牵连着 为了尽量远离七海 手臂已经被撑得向后延伸 如果强行要把两只耳朵都堵上 他就必须再度缩近 和七海之间的距离 我实在是忍受不了了 要出来了 现在这个情况 七海就算再怎么在意身旁的无神 再怎么害羞 也没有意义了 身体不停地向七海发出抗议 他已经忍耐到了极限了 而且更糟糕的是 因为自白记的缘故 他心里的话语也随着说了出来 要出来 要被无神看到 要被听到了 驾不出去了 伴随着七海的话语 他赶紧脱下自己的胖子 解除限制 紧接着 他的身子轻轻一抖 便是银瓶炸破水浆泡 房间外 五一和语音听着七海的喊声 被我的小脸一片通红 我们是不是听到了 什么不该听的东西 他们到底在干什么 语音问他 那还用说 肯定是在造我们的新妹妹呀 五一的小脸蛋也有些泛红 你这个人好污啊 叶哥 我们离他远一点 不要学坏 嗯 叶哥 叶哥哪儿去了 语音想要带着叶哥离开 他总觉得 不应该继续投听下去了 可是当他想去找叶哥的时候 却发现 他人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因为他们刚才都在全身灌注 偷听屋内的情况 根本没罗里注意到 叶哥悄然离开 那边的情况如何 叶哥 你探明清楚了吗 公寓的顶楼 人际罕至的地方 应立立把叶哥叫过来询问 叶哥把无声屋里发生的情况 精简地描述了一遍 嗯 不如使命 家里的情况 亲爱姐姐先是深情告白 然后爸爸回应说 想要他生女儿 紧接着 爸爸带着亲爱姐姐进了卫生间 最后 卫生间里传来亲爱姐姐 大喊着不要啊 要出来了一类的话语 第357集 嗯 因为叶哥反应的情况 实在是太过劲爆 导致应立立一时间 没有反应过来 你刚才说的都是真的 叶丽丽脸上摆出超胸的表情 就像被激怒的金毛犬 千针万确 同所无期 叶哥认真地点点头 亲爱姐姐最后一直在说不要啊 这样的词语 好像爸爸在欺负亲爱姐姐 没毛病 叶哥说的的确都是事实 并不能算是撒谎 只不过 因为忽略了许多细节 导致这些词语串联在一起 十分容易引起误会 好啊 当着我的面 都敢如此猖狂 今天定要给无声一个教训 英丽丽的双眼中 仿佛要喷射出火光 而与此同时 叶哥掏出来一个小电风扇 踮起脚尖 一蹦一跳地 从上往下 吹着英丽丽的双马吻 叶哥 你在干什么 英丽丽有些无语地看向叶哥 我看漫画里 人极度生气的时候 不是会怒发冲冠吗 就连马尾都飘起来 我在还原特效 叶哥欢快地说道 身边我还准备了许多BGM 莉丽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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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丽� 把真白一起拖了出来 然后大摇大摆地来到无声家门口 糟糕 英丽姐姐好像来找父亲算账了 我们要不要上去阻拦啊 五一和语音听到叫不声 早早地躲到楼下一层 抬头向上观望 不用不用 你不觉得现在这个画面很有歧视感吗 当初担任英丽姐姐这个角色 想要守护真白姐姐的 不就是亲爱姐姐吗 现在还不是被爸爸 没得神魂颠倒 我们要对爸爸有信心 五一 你就是不闲事的 语音汉言 就在他们讨论的时候 英丽丽已经带着真白 火速赶往无声家的门口 英丽丽 我们不是还要赶过漫画吗 为什么又要出来 真白不解地看着英丽丽 真白 我要帮你看清 无声的真面目 邀请你看一场好戏 英丽丽轻横一声 正要去开门 但是她想到了什么 伸出的手立刻缩了回来 等等 自己如果敲门的话 不是等于给无声他们提醒吗 必须想办法悄悄摸进去 才能给无声来个猝不及防 带真白撞到他们在卫生间里做的事情 心里想着 英丽丽把手放到门把手上面 轻轻转动了几下 可惜无声看过原之空 深植锁门的重要性 所以英丽丽期待的场景并没有发生 英丽丽你是想开门吗 就在这时真白凑了上来 是啊 可惜无声他还挺谨慎的 好气啊 英丽丽心里一阵失落 以为这次又要痛失良机 钥匙的话我有 真白说着 从衣服口袋里 掏出一把精致的小钥匙 这是以前无声妈妈来的时候 偷偷送给我的 真白已经见过他的妈妈了 既然如此 他还敢脚踏两条船 不怕被他妈妈骂吗 算了 现在不是在意这个的时候 先捉奸再说 英丽丽你也喜欢无声 真白带猛的看着他问他 不喜欢不喜欢不喜欢 因为很重要 所以说三遍 可是捉奸不是女朋友 或者妻子的任务吗 真白天真的目光 注视着英丽丽 显得十分不解 英丽丽顿时丫头无言 所以我这不是把你带过来了吗 进去以后 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英丽丽说着插入钥匙 轻轻扭开了门锁 缓慢地推开了房门 是谁在外面 英丽丽和真白说话 开门的声音并不是很大 但是动静 却被无声敏锐地捕捉到了 哼 终于让我抓到现行了 听到无声的声音 从敞开的卫生间里传出来 英丽丽顿时双眼发亮 拉着真白朝声音走过来 你 你别过来 听到靠近的脚步声 卫生间里的声音显得有些慌张 哼 太晚了 现在的你 就如同脱光了衣服 站在我们的面前 所有的一切都一览无欲 英丽丽拉着真白 急步冲到卫生间门口 把头纷纷探了进去 啊 流氓变态 短短几秒钟 卫生间门口传来 英丽丽的哀嚎声 就如英丽丽所料 他们果然看到了 十分劲爆的内容 许多东西 也的确一览无余 只可惜 此劲爆非比劲爆 画面劲爆归劲爆 但是 和英丽丽想象中 叶阁描述的羞羞画面 是南辕北辙 嗯 还有参考价值 真白点点头 竖起大拇指表示不需此行 嗯 辣眼镜 英丽丽瘫倒在沙发上 不停地揉着眼睛 无 无神发生了什么 我好像听到了真白和英丽丽的声音 什么情况 西海背对着无神 捂住了自己的眼睛 所以并不知道卫生间外面 到底都发生了什么 都说了让你们别进来 提前说好了 你们善愁民宅 这可不是我的国 我已经事先阻止你们了 无神提起裤子 无语地看着外面 现在的金发双马尾妹子 一个个可真是胆大 人心不古啊 可 可恶啊 英丽丽丽垂着墙壁 开口想说什么 但最后又咽了回去 的确 就像无神说的 这次是他们操作失误 实在怨不到无神头上 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 西海悄悄地把手挪开 结果刚好看到 无外的英丽丽和真白 当即一流烟地 躲到了无神背后 你们不是应该在那啥吗 为什么现在反而是在 你们到底是在玩什么 变态的play啊 英丽丽见无神 领着七海走了出来 一份填膺的质问 这个手铐太短 我有什么办法 总不能一直憋着吧 要怪只能怪你 非要冲进来 无神吐槽道 嗯 英丽丽也十分后悔 自己刚才鲁莽的举动 真白则一动不动地 注视着卫生间 似乎在回想 之前发生的事情 平复了一会儿心情以后 英丽丽 这才从震惊中恢复过来 重新回想起 自己此行的真正目的 无神 你现在别想转移注意力 刚才在隔壁 你们喊不要的声音 我都听到了 你们到底在干什么 英丽丽双手插腰地质问他 这个啊 其实也没什么 就是 无神也没想到 卫生间里的动静 居然让英丽丽听到了 不过 神正不怕影子鞋 他们又没做什么 见不得人的事情 不过是分别在卫生间里 上厕所而已 不过 就在无神想说后半句的时候 一旁的七海 却不停地拉着无神的衣袖 脸色通红地摇头 别说 不要把这件事情说出去 好丢人啊 回想起刚才发生的事情 如果被真白他们知道 七海就有一种 无地自容的羞耻感 可是 不解释清楚 英丽丽会误以为 我们在干其他秀秀的事情 我宁可被误解 也不要让他们知道真相啊 七海说着 摇摆无神的衣袖幅度 越来越大 你们在那里 交头接耳的干什么 对于证词 我就知道 果然有猫腻 英丽丽情衡一声 这件事一会儿再讨论 英丽丽 说起来 刚才的事情 我还没找你讨个说法 无神机智地将话题 转移到别处 讨个说法 什么说法 英丽丽眉头微醋 面露无疑 无神双手背后 义正言辞地说道 你私闯民宅 不顾劝阻 擅自偷窥卫生间里的我 这难道不该给个说法吗 我不是我没有 英丽丽急忙摆手辩解 她可是来捉奸的 人证物证俱在 你还敢狡辩 说实话 你这种行为 称之为痴女也不为过 痴女 你怎么恶人先告状 英丽丽抗议 无神故作感叹的 一本正经胡说八道 哼 这个世界就是这么不公平 男生偷窥就要接受惩罚 女生偷窥 难道就能忽悠过去吗 不要以为你是美少女 就可以为所欲为 我 我在你眼里是美少女吗 英丽丽指了指自己 她突然警惕心大气 无神不会盯上自己了吧 想到这一点 她不由她打了一个冷战 这个问题不重要 不要在意细节 无神摆了摆手 总之 你今天必须想出一个解决方案 不然 我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 英丽丽 微微后退了几步 她意识到 无神这次是玩真的 你 你想怎么样啊 英丽丽紧静地看着无神 你私闯民宅 偷窥卫生间的举动 对我幼小的心灵 造成了不可磨灭的巨大损伤 你说怎么样 无神十分痛心地说道 经过这么多的大风大浪 无神的影帝技巧 也算是熟练无比了 不然 又怎么能从 这么多的修罗场 从拼杀出来的 月音的白学家训练 已经出现成效 啊 英丽丽惊呼一声 鬼才心对你的心灵 造成了损伤 太幼小不可磨灭 要不要这么夸张啊 这么说你是不认了 白天违行 外加晚上偷窥 你还说你不是痴女 英丽丽突然发现 她说的好有道理 自己明明是为了 帮真白捉肩 怎么突然就变成了痴女 真白 快帮帮我 左思右想之后 英丽丽只能向真白 请求援助 真白呆萌地看了看 无声又看了看英丽丽 最后得出结论 我觉得无声说的有道理 啊 英丽丽张大了嘴巴 她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一直想要帮助的真白 居然是个二五仔 这不公平 好 既然如此的话 我们就来个公平的评判方式 每个人举手投票表决 少数服从多数 无声轻轻一笑 觉得英丽丽只是为了帮助朋友 不需要佩礼道歉 并做出一些赔偿的请举手 英丽丽搜的一下 就把自己的小手举了起来 可惜英丽丽一个人的手 在众人面前却显得无比单薄 一旁的七海 看着英丽丽的可怜模样 心中犹豫不决 缓缓地想要把手举起了 七海乖 不要乱动 不然我就把之前 卫生间里发生的事情 说出去了 无声偷偷地给七海传音 七海听到这句话 当即老实了下来 原本快要伸出来的手 也缩了回去 英丽丽 局势已经很明朗了吧 不一定 说不定还有中立人物 英丽丽说着 将期盼的目光 投向真白和七海 她看到了 七海刚才犹豫的表情 觉得她是可以争取的对象 好 看来你是不到黄河不死心 既然如此 那就让你输个明白 无声清了清嗓子 继续说道 觉得英丽丽丝闯民宅 擅自偷窥卫生间的行为不对 需要做出一些赔偿的请举手 话音刚落 三只手同时刷得伸了出来 你们作弊 英丽丽都快要哭出来了 看到没有 操纵民意就是这么的简单 乖乖做出补偿吧 无声轻轻摇了摇手指 你们欺负人 英丽丽感觉委屈极了 身体不停的哆嗦 主要是因为 她不清楚无声这个宫口大魔王 到底想要什么样的配偿 无声觉得自己好像玩得有点太嗨了 于是胡走过去安慰她 英丽丽你也别太担心 说是惩罚你 但又不能让你做多过分的事情 真的 英丽丽眼前一亮 我想想 什么样的惩罚合适呢 无声眼神四处飘忽 最后停留在了餐桌上的水杯 里面的水还剩下许多 无声忽然灵光一闪 有了主意 不如这样吧 作为象征性的小惩罚 你就把那杯水全部喝完 然后坐在一个地方十分钟不许动 然后顺便回答我几个问题 你看如何 无声嘴角勾勒起一丝不易察觉的坏笑 只是喝一杯水 这也太简单了吧 英丽丽胡逸地看了一眼桌面 齐海站在后面 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但是想起来无声之前说过的话 她还是选择乖乖闭嘴 都说了只是象征性的惩罚 让你长点记性而已 好 一杯水而已 我喝 英丽丽走到餐桌前 端起水杯 一饮而尽 我也不是真想把你怎么样 就是象征性的惩罚一下 你就当是自罚一杯 如何 好 英丽丽很爽快地点了点头 走到餐桌旁 只见英丽丽拿起杯子一扬脖 蹲蹲蹲地就给一杯水一饮而尽 齐海本来还在犹豫要不要阻止 结果没想到英丽丽行动居然这么迅速 于是乎只能朝她露出祝福可怜的目光 好了 我已经喝完了 这件事是不是可以一笔带过了 英丽丽抹了抹嘴角的水渍看向无声 无声摇了摇头笑 你不会忘了我之前说的要求了吧 除了喝水 你还要乖乖在沙发上坐十分钟 并且回答我几个小问题 我坐就是了 英丽丽撇了脖子 用手甩掉搭了在肩膀上的马尾辫 直接坐在了茶几前面的沙发上 见到英丽丽如此乖巧听话 无声满意地点点头 很好 真是搞不懂 你为什么要提这么古怪的要求 英丽丽手肘撑着沙发扶手 身子微微倾斜 整个手腕拖着下巴显得有些无语 英丽丽你很快就明白了 记住一定要撑住十分钟 无声轻轻一笑 总觉得你在搞什么阴谋 英丽丽坐在沙发上 不疑地看下无声 怎么可能呢 你觉得我是那种人吗 无声搓了缩手心 整天这样提防英丽丽的尾行和桌奸 也不是回事 无声决定给她来一个深刻的教训 我觉得你是这样的人 英丽丽一字一句地说道 因为担心无声对她耍什么阴谋诡计 英丽丽一直保持着警惕 但是无声却离开了沙发 带着七海一起并排坐在餐桌前 并什么都没有做 奇怪 无声不打算做什么 难道他真的只是想让自己原地坐十分钟 就在英丽丽疑惑的时候 他突然感觉下体仿佛有一股电流蹭过 伴随一阵苏玛感后 他只觉得一股汹涌的洪流奔腾而下 随时可能会冲破大坝闸喷涌而出 英丽丽身子一抖 嘴里发出一声轻横 伴随着这声轻横 无声和七海纷纷将注意力转向英丽丽 终于来了吗 这次要笑倒是蛮快的 不过这也难怪 毕竟他喝下了整整一杯药剂 无声目光瞥了一眼空空如也的水杯 英丽丽 你怎么了 没事吧 无声假装担心地向他问他 没事 英丽丽咬着嘴唇 强忍着便意 装作一副没事人的样子说呢 真的没事吗 看你一直捂着小腹 不会是闹肚子了吧 无声担忧地走了过来 伸出手轻轻捋了捋英丽丽的小腹 在无声手指的刺激下 英丽丽当即打了一个哆嗦 立刻蹦进了身子 这么疼吗 真的没问题吗 一点事都没有 刚才是你碰到我的羊羊肉了 所以我才这么大反应的 英丽丽赶紧护住自己的小腹 防止再被无声偷袭 想去卫生间什么的 这种事怎么可能在无声这家伙面前说出口 英丽丽已经打算强忍十分钟 然后回真白的房间解决 但是就在他打算继续隐瞒的时候 他却突然感觉到心口一热 嘴巴不受控制地开口说道 有事 我实在是憋不住了 让我去卫生间 想去卫生间啊 无声眯起双眼 撞出一副人畜无害的模样 不 不 没错 我实在是忍不住了 英丽丽拱着身子 不受控制地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 那你现在来回答我几个问题 确定自白剂的药效的确开始发作以后 无声正式开始询问 等我去完再来 慢慢回答你的问题 英丽丽迫不及待地想要站起身 但是无声面对着英丽丽 轻轻用大拇指顶着她的额头 她尝试了几次 发现自己怎么都站不起来 这不是什么神秘色的法术 而是一种人人都会的技巧 虽然只需要偏移一下身子 或者两手支撑着 还是有可能站起来的 但别忘了 英丽丽现在还要忍耐洪水泛滥 全身上下根本使不出力气来 自然无法挣脱 不要着急 按照约定 你可是要在这里坐着十分钟不动 还要回答我许多问题 什么 英丽丽彻底绝望了 真白救我 英丽丽转向真白进行求助 做一个好孩子应该遵守约定啊 真白淡淡地说道 无声摇摇头 微笑着说道 你也别着急 一切都是可以通融的 如果你乖乖回答完几个问题 我就算你完成约定 你想去干什么就干什么 真的 英丽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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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 成不承认自己错了 错了 我做错了 英丽丽最快的速度回答 以后还这么做吗 以后再也不这样了 我再也不干扰你们的事情了 就在这个时候 真白突然偷偷地跑到无身背后藏好 开口说道 我想让英丽丽来当欢迎模特 穿各种衣服 可以吗 我想看英丽丽画的漫画 你以前总不给我看 可以吗 可以可以 我都答应了 英丽丽脑袋如同捣钻一样 英丽丽现在满脑子直升下 我是谁 我在哪了 此刻的英丽丽已经彻底迷糊了 无论提出什么请求 都会下意识地同意 那英丽丽 你愿意做我的专属女服吗 无身见状开玩笑地问道 愿意 我愿意 无论什么事情我都愿意 放我走吧 哇 居然真的同意了 无身自己都惊讶了 他只不过是想开玩笑尝试一下 并没有这方面的意愿 结果没想到居然真的成功了 幸亏秦海和真白没有听到 很好 这不是很坦诚地就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吗 无身满意地点点头 松开摁住英丽丽前额的手指 他也只是想给英丽丽一点小教训 太过火了就不好了 感受到自己不再受束缚 英丽丽当即站起身 以最快的速度冲出房间 而与此同时 客厅的窗户外 月音收集了自己的录像机 英丽丽姐姐的弱点收集完毕 这样任务 就算顺利完成了呢 不过说起来 这还要多亏原因你的帮助 不然我也做不到 不被爸爸发现的拍摄技巧 月音收起摄像机 转而看向身旁的云英 仔细观察就可以发现 月音本身其实并没有站在外面的阳台上 而是客厅窗外的半空中 突然冒出来一个小小的细间 然后月音将摄像机伸了出来进行拍摄 而月音本人和云英 仍旧待在自己原本的家中 这个能力真是神奇 而且好像在某个人身上 见过类似的力量 月音摸索着下巴 注视着眼前这个 仅仅能够勉强容纳摄像机镜头 穿过去的通路 云英 我记得你以前好像没有这种能力 什么时候学会的 月音好奇地问道 我也不知道怎么学会的 只是从夏令营回来的时候 身子突然微微地闪烁了几下 感觉体内充盈了不少 然后我回家 按照动画里练习魔法少女的招式 直接就使了出来 身影微微闪烁 突然获得了力量 这些到底代表着什么 到底是什么现象 让云英产生了这样的质变 回想起她依靠吊准 预测到的一成不变的未来 月音心中云英有些不安 比如 云英鼓足勇气 姐就在熟悉的人面前 她的胆子会大一些 隐藏着黑暗力量的钥匙 与你定下约定的云英命令你 封印解除 云英摆出萌萌哒的pose 一边念着 一边迅速地脱下来自己身上的紫色连衣裙 换上了一件普通的蕾丝睡衣 而当她念完的那一刹那 她手指滑过的地方 突兀地裂开一道缝隙 云英摇晃着小手 脸上的表情微微有些兴奋 我果然是魔法少女 月音想了想 最后还是没说什么 早知道当初就不给她看 马虎少九小方 摆遍小萨魔法砍了 不然她也不会对这个题材感兴趣 又搜了许多类似的动画 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现在看来 她似乎是把从母亲那里继承来的能力 微妙地给理解成为魔法少女的力量了 不过你为什么要脱衣服呢 看到云英又把睡衣脱了下来 重新换上平日里的紫色连衣裙 月音轻叹了一口气 魔法少女需要变妆 这是规则 云英说完 脸色却变得有些羞红 不过这个变身太羞耻了 我只要在月音或者爸爸的面前使用 云英如果想要正式的魔法少女套装 我可以去帮忙定座哦 月音笑道 真的 云英赛高爱死你了 云英当即兴奋地冲上来扑倒月音 露住她蹭来蹭去 两只可爱的萝莉 当即在榻榻米上翻滚嬉戏起来 场景重新回到无参的房间 时间稍微往回倒转一点 只见无参刚解放英里里 她便飞也似的跑出了无参家 结果没过两三秒 她又夹着双腿红着脸跑了回来 拉着真白往回赶 钥匙 真白赶紧用钥匙开门 我快要憋不住了 我被玷污了 英里里一边跑一边小声嘟囊 几只萝莉守在楼道口 看出头 看到英里里捂着脸 快速地跑出无参的房间 便纷纷议论起来 爸爸原来这么厉害嘛 明明人一姐进去的时候 这么气势汹汹 结果逃出来的时候 样子却好像被宫口大魔王飞领了一样 我倒是好奇 父亲到底对英里里姐姐做了什么 按理说七海姐姐和真白姐姐守着 父亲不可能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 一定是很棒的漫画素材 叶哥双眼发亮 自己的妈妈现在走的就是现实取材 然后画出来稍微改编的路子 所以叶哥也想试一试 无参 你这么喜欢调戏女生吗 等到英里里和真白全部离开以后 一直沉默不语的七海终于开口了 这不是给他留一个深刻的教训吗 不然他不长记性 以后还会一直纠缠不放 我感觉你这样做 他以后反而会更加地纠缠着你 七海吐槽道 我好像的确玩得有点过火 找机会给英里里一点补偿吧 无参也做出了反省 到底补偿什么好呢 无参沉思起来 时间已经不早 已经快到睡觉的时间 因为只有一张床 而且两个人被手铐困在一起 所以只能来一次同床共枕 不过因为有了夏令营的那次经验 两个人并没有像当初那样慌张 因为手铐的缘故 两个人要么对视着侧躺 要么就一同平躺 最后七海和无参选择就这样平躺在床上 七海心情紧张 时不时的往无参这边偏移 几乎可以说是睡意全无 怎么办怎么办 关于无参突然想和我做什么 我到底是同意还是拒绝 如果他来强硬的 我该怎么办 论了一起 我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还是说我应该主动出击 七海躺在床上 脑子里忍不住一通乱想 但是无参就不捧了 同床共枕这种事 他早就倾车熟路了 当然是和女孩们 所以要淡定了许多 他心中也在犹豫 到底该不该主动出击 只是想着想着 因为太过于疲惫 很快眼皮子打架 直接进入了猛墙 无 无参 七海不计勇气 朝身旁喊道 但回应他的 却只是一片寂静 无参 七海试探性的又喊了一声 确定真的没有声音后 微微侧过身 看向自己身旁 啊 居然睡着了 笨蛋 难得我想做点什么 七海枕着枕头 心中隐隐有些失落 看着无参平静的睡脸 七海一只手臂 微微撑起身子 紧张又期待地 注视着身旁的他 心脏扑通扑通地 剧烈跳动着 然而就在七海思考了片刻 考虑到底要不要 为所欲为一次的时候 睡梦中的无参 突然侧过身子来 同时 双手熟练地搂住了七海 平日里无参睡觉 会搂住女儿当作抱着 这个已经成为了 他睡梦中的习惯性动作 嗯 女儿身上的真快 好大只 朦胧中 无参小声嘟闹着梦话 梦境之中一片朦胧 吴神感觉自己悬浮在一片空旷的场景之中 无数的画面从他面前飞速地流逝 但是因为画面模糊 使他看不到上面到底描述着什么 吴神身体不受控制地缓慢向前漂浮 穿过无数画面与线条凌乱交织的地狱 在一切圆圆的尽头 他隐约看到一颗淡紫色的光球 闷烁着神秘的光芒 这是光球 吴神突然感觉一阵头痛 在梦境中 意识居然被刺激地逐渐清醒过来 看着这颗光球的外形 很难不让吴神想到 女儿们穿越时 异口同声描述的那个罪魁祸首 把女儿们从未来传送到现在 就是你吗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吴神向着光球大声质问 然而回应他的却只是一片寂静 光球闪烁着的光芒逐渐暗了 然后慢慢地朝着他所在的方向飞来 吴神下意识地想要躲避 但是身体全不在半空 却不受控制 面对缓慢飘来的光球 他只能伸出双手打算接住对方 而就在光球触碰到他手指的那一刹那 他突然听到一个声音在他耳边回答 对不起 十分空灵清零的同音 让吴神既感到熟悉 但却又陌生 他努力去回想 但只要用力思考 头脑就会感受到一股阻碍的顿痛 对不起 为什么要对不起 你做错了什么吗 吴神一脸蒙圈 对不起 对不起 空洞的声音似乎充满了悔意与绝望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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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音不停的重叠 别 别撞了 我都听到了 吴神双手环抱胸前 好歹说句话呀 不然我就继续翘了 吴神说着又抬起手了 坏坏 罚罚 光球的表面突然激荡起一阵耀眼的紫光 糟糕 好像惹他生气了 吴神刚向后退 他便觉得一阵天旋地转 意识很快再一次变得模糊了起来 吴神 该起床了 伴随着一声轻柔的呼唤 吴神迷迷糊糊地睁开了双眼 七海 到早晨了吗 吴神揉了揉双眼 打了个哈欠问头 七海 七海是谁 熟悉的声音 让吴神不由地打了一个冷战 这个声音几乎伴随了他整个童年 基本上每天早晨醒来 都会看到这位随时可能把自己 当作早餐吃掉的妖怪 子 你怎么会在这里 吴神下意识地从床上爬起来 匆忙地后退了几秒 这时候 他突然发现 原本靠着他的手铐 已经彻底不见了 你睡糊涂了吗 我是这里的女主人 为什么不能睡在这里 子慵懒地翻了一下身 手臂轻浮脸盘 侧躺着看下慌张的吴神 女主人 吴神望向四周 虽然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刚醒的缘故 眼前的景色有些模糊 但身下大到夸张的床铺 日式装饭的宽敞房间 从窗外能够看到秀丽的自然风光 甚至还有一两个长着翅膀的小妖精飞光 呃 小妖精 吴神此刻已经意识到自己压根不是身处在自己原来的房间 甚至说不定都不在千叶线了 不对啊 如果巴云子想要诱拐自己 胸口的吊坠应该会起到警告作用才对的 子并没有在意吴神的反应 而是重新翻了一个身趴下 顺便将被子掀起来 露出淡紫色的薄纱睡衣 最近搞事的家伙有点多 这些可都要归功于你 吴神 给我按摩一下吧 然后我们再做些舒服的事 一个 我觉得还是不够 喵喵喵 吴神依旧一脸懵圈 他感觉子说话的态度有点不对劲 要比平时温柔许多 这个态度 简直就像是在和丈夫说话一样 周围一片朦胧 这个感觉难道说自己在做梦 吴神试着掐了一下自己 果然没有痛感 就连周围的景色也变得模糊起来 果然是在做梦 不过意识到自己在做梦 看来还是个清醒梦 吴神想了想 看向扔就趴在床上 完全不在意他面前展现出的风盈身姿 静静等待着他的子 嗯 既然是做梦 是不是代表自己可以为所欲为了 吴神突然灵机一动 目光也变得异样起来 于是乎 吴神做了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 此处省略1437个字 就在他打算继续再接再厉 更进一步的时候 光球却再次突兀地出现在他面前 酥酥坏坏 伴随着银铃般的声音 光球飞速地朝他飞了过来 与此同时 吴神猛地张开了双眼 哦 胸口如同风香一般上下起伏 吴神急促地喘了几口气 这才让心情平复了下来 刚才那个梦到底是什么情况 吴神威威促起眉头 直觉告诉他 事情应该没有那么简单 不过他觉得自己现在 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要处理 此刻清醒过来的他 发现自己正搂着七海 就如同他梦里搂着子妈的动作 而七海早就醒了过来 蜷缩着身子 对睁开眼的他怒目而视 抱歉 可能我睡相太差了 没冒犯到你吧 吴神赶紧松开了七海 回想起睡梦里他做过的动作 吴神有点紧张 自己不会把梦里的动作 对着七海都做了一遍吧 那可是全套不带任何限制的 余险余死流 一般人的话早就被玩坏了 不过因为七海本身 就接受过很多次按摩 所以情况应该会好许多 没有 你只是一只搂着我而已 七海微微把头偏过去 一只手横着揽住鸥派 脸色微微有些红润 对了 八云子是谁啊 七海带着怨念的目光盯着无声 与此同时 完全不同的另一片时空中 八云子睁开双眼 慵懒得依靠在柔软的床铺上 微微眯起了双眼 刚才真是做了一个 有趣的梦 不过这个梦 还真是诡异啊 我为什么会做这种梦 是这么多年的等待和忍耐 都到了极限 对其体质下意识的渴求吗 紫慵懒得侧躺在床上 一举一动 宛若优雅的贵妇 还是说因为女儿的缘故 我也开始胡思乱想了 紫波兰不惊的面孔上 露出一丝淡淡的动摇 存在于世间如此之久 早已看透许多东西 看却许多存在 已经很少有人或物 能够使其内心动摇 但偏偏云莺这个凭空冒出来的 货真价实的女儿 便是具有这份量的存在 因为她对亲情一无所知 对如何照顾女儿一无所知 对如何当合格的母亲一无所知 自许见识渊博 智慧充盈的贤者 但在女儿这件事情上 却依旧是一个 什么都不懂的初学者 难办了呀 就算想不止下问都没处问 毕竟这里 哪里会有人有孩子 一个个的都是单身狗 就算有也是稀缺品种 子微微猝起眉头 她思来想去 貌似她能找到的熟人里 对这方面经验最丰富的 就是吴妈了 自己是蛇筋病 还能把儿子教育得这么正常 她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子拖着腮帮子沉思起来 至于真的去找吴妈请教 此却一直没有挪动地方 毕竟这么做风险实在太高 找吴妈去讨论养育后代的经验之谈 万一被她发现蛛丝马迹 找到云莹的真相 才能想象出 吴妈那副得瑟的表情 一直管我叫小丫头小丫头 现在被我儿子得手了 还不乖乖地叫妈 啊烦恼 还是再睡一会儿好了 不知道会不会再做一个这样的梦 子想了想再次躺倒在床上 甘悟妈老子今天仍旧绝在摩鱼中 场景重新回到吴申家里 吴申也不是傻子 一看七海这个动作 反应和表情就知道 自己睡觉是手铁定没老是 读取了七海胸口掉坠残留的数据 果然发现是猜想被证实 完全是证据确凿 不过索性都是些小打小闹 只不过是比按摩师更过分一点 令他比较意外的是 七海并没有抗拒 既然七海自己都不提 吴申自然不会作死提这件事 一切就当没发生过 吴申刚想下床去准备早点的时候 身后七海拽了一下手铐链条阻止他 怎么了 被七海重新拉回来 吴申不紧地问道 别想这么谋混过关 我问你 巴云子是谁 七海幽怨的小眼神注视着吴申 吴申一下子僵住了 你怎么知道这个名字 因为你刚才做梦的时候 一直在念叨这个名字 七海撇了撇嘴 不会又是哪个女生的吧 我去 自己还有这种容易翻车的恶习吗 自己居然会无意识地说梦话 仔细想想 五一和叶哥他们好像都喜欢说梦话 不会都是遗传于自己吧 冷静 这个时候绝对不能慌张 快用你的无敌翻车技术想一想 到底要如何才能度过这次危机 吴申眼珠子一转 突然之间灵机一动 于是乎装出一副蛮不在乎的轻松模样 这个你就别想太多了 她虽然是女性 不过是个老婆婆 你不用吃醋 老婆婆 真的假的 七海表示不信 千真万确 她的确是货真价实的老婆婆 年龄至少在五十岁以上 吴申连忙点点头 一本正经地说道 没毛病 吴申说的每一句话都不是谎言 以前在诗语还有策访仪时 锻炼的文字游戏能力 在这个时候再一次体现了出来 那既然是老婆婆 你为什么会在睡梦里喊她的名字 这个嘛 我小时候被她整得挺惨的 都快留下心里阴影了 肯定是我睡觉时做噩梦 梦见她了 所以说她到底是什么人 七海刨根问底的问她 我也不太清楚 不过是比我老妈还要高一辈的存在 吴申说着心里却想 何止比我老妈高一辈 真要比相同辈分的话 应该拿家里的老祖宗来和巴云子去比 他们俩才是一个级别的辈分 当然 如果云英这件事被老妈知道了 那可能就要上演一出 叛逆的吴妈妈了 比你妈妈年纪还要高吗 当然了 你如果不信 可以直接打电话问我母亲 谁说谎 谁是小狗 好吧 抱歉 看来这次是我误会了 七海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见七海相信了自己的说辞 吴申才轻轻地松了一口气 翻身起床 吴申立刻带着七海前往厨房 准备早餐 五一夜隔真白 英丽丽 外加自己和七海 其中还暗藏着大小母女吃货两枚 消耗的食材可是十分惊人的 另一边的樱花庄里 早早起床的千惠 先打扫了一遍樱花庄 去厨房帮小麦他们准备好了早饭 按照安排 今天不是该轮到我来做早饭 打扫卫生吗 小千惠你怎么把这些全部完成了 打扫哈欠走进厨房的上京草 看到已经准备好的早饭 显得十分惊讶 我已经把美潇姐姐全部做完了 不愧是七海将的表妹 不禁可爱还懂事 简直就是又妻典范 小千惠干脆嫁给我好了 上京草拢着千惠蹭来蹭去 直接给她来了一拨洗面奶 千惠摇摆着幼小的身子 过了好久才挣夺开上京草的洗面奶公室 嗯 什么时候 我如果能有大欧派就好了 千惠摸了摸自己微微隆起的前胸 会有的撇了撇嘴 不用着急 小千惠还没到发育的年龄呢 你有你姐姐那样的大欧派基因 肯定没问题的 上京草爽朗地拍了拍她的小肩膀 这个可不一定 养奶妈妈欧派那么诱人 但是学奶妈妈和语音前面还不是钢板一块 千惠心中并没有放松 没笑姐姐 我今天就不待在樱花庄了 要出门一趟 再见 和上京草告别后 千惠收拾好各种预备的药粉药丸 整装待发准备前往爸爸所在的公寓 而与此同时 月音和云英也刚好一同出门 带着昨天拍摄的录像 决定前往无神所在的公寓楼 第三百六十集 真白 你男朋友欺负我 你要为我做主 恢复了一整个晚上 英莉莉的情绪总算是平和了许多 不过回想起昨天发生的事情 她依旧咬牙切齿 恨得牙痒呀 刚刚起床的英莉莉 一边帮着习惯裸睡的真白 披上外套 一边抱怨起来 无神做了什么过分的事情吗 真白侧过头来 单纯的注视着英莉莉 那杯水绝对有问题 而且她故意的 不让我去卫生间 害我在大家面前 差点出丑 英莉莉嘟囔着小嘴巴 在埋怨的同时 对着镜子将自己的发箍砸好 重新剂出双马尾的发型 可是你亲自答应了无神的要求 最开始 也是因为英莉莉你跟踪 所以才会被她抓住口实 因为衣服有些松松垮垮 所以真白拉拉拉身上的衣服 以前都是Lita 七海或者无神 这种非常会照顾的人来饲养真白 英莉莉这方面的经验还太少 我去卫星青山 还不是为了帮你 更何况我找到了证据 你怎么还为他们说话呢 英莉莉趴在桌子上 露出委屈的表情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 七海是我的好朋友 可是看到他们在一起的时候 不知道为什么 会觉得心脏 隐隐的有些难受 第一次有了不想离开的人 还得到了亲密的好友 两份喜悦相互重叠 这双重的喜悦又带来了更多更多的喜悦 本英已经得到了梦幻一般的幸福时光 然而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缺乏常识的真白 想不明白到底是因为什么 得不到答案 这就是吃醋的感情 不过也就是说 你真的迷上了那个叫无声的渣男 英莉莉挠了挠头发 一脸的崩溃 干脆直接分手好了 分手 真白歪着头 好奇地看着英莉莉 就是和他一刀两断 从此以后和对方断绝往来 英莉莉比划了一个手刀 真白眨了眨眼 思考了片刻后 一只手紧紧攥着胸口处的衣服 捏出无数的褶皱 用力呆蒙地摇了摇头 不行 如果那样的话 我感觉心脏更加地难受了 就好像喘不过来 比之前还有难受许多倍 真白低着头 轻声地喃喃道 真是头疼 英莉莉叹了一口气 面对真白盘腿坐了下来 看这个样子 他算是明白 想要真白放弃无声 几乎不可能的了 于是乎 他也砸了砸嘴 停止了太说 毕竟 最终做决定的人 是真白自己 而不是他本人 既然你不愿意 那就只剩下一种方法了 英莉莉认真地说道 他身为真白的好友 兼袁室友 自然不会希望真白难过 因此 这个时候 只能帮着出主意了 什么方法 让无声那家伙 彻底地迷恋上你 迷恋到 眼中除了你 再也容不下其他女生的地步 失去你 离开你 就会痛苦欲绝 就像你 对他现在这样 英莉莉拍了拍桌子 做得到吗 当然了 你以为我是谁 我可是恋爱大师英莉莉 英莉莉说着自信地拍了拍胸脱 好厉害 英莉莉大师 单纯的真白信以为真 露出淡淡崇拜的目光 哼 那当然 搞定一个小小的巫生 还不是一如反掌 英莉莉昂起头 显得有些飘飘然 那以后的计划 可不可以全部拜托英莉莉大师 真白用纯洁无暇的期盼目光 注视着英莉莉 这 真白的一番话 让英莉莉的脑袋上 如同浇了一桶冷水 直接给他来了一个透心良心贼羊 彻底让他冷静了下来 他这才意识到 自己压根不是什么恋爱大师 而是一只至今为止 恋爱兴艳为零的单身狗 自己恋爱经验都没有 怎么去帮真白解决这么复杂的敌人 不可以吗 真白渐渐垂下头 看上去十分失落 不是不可以 当然可以了 一切交给我英莉莉的恋爱大师吧 为了不让真白失落 英莉莉只能继续强硬装下去 但实际上 心底里 英莉莉已经快哭出来了 那就拜托你了 我先去吃早饭了 英莉莉一会儿也过来吧 无声做的早饭很好吃的哦 真白笑了笑 随即离开了房间 跟往常一样 去无声家吃饭 而英莉莉一个人发呆着 留在真白的房间里 却是直接失忆体前驱 然后在地板上滚来滚去 怎么办怎么办 自己恋爱为零 要面对的对手 却是一个女人员 桃花运貌似很旺盛 将所有人玩弄得团团转的渣男 感觉完全没有胜算 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对手 对方可是连脚踏N条船都泰然自若 这场战争到底怎么打 就在英莉莉显得不知所措的时候 门口突然传来咚咚咚的敲门声 你找谁 英莉莉站起身 疑惑地来到门前 这是谁这个时候会过来 如果是真白的话 她应该有钥匙 根本不用这么敲门 请问英莉莉姐姐在吗 门外的声音显得彬彬有礼 你是哪位 是五一叶歌他们把我介绍来的 我是社团的总负责人月音 有些事情想和姐姐谈一谈 社团的总负责人 你就是月音 英莉莉想起来 自己前段日子邀请叶哥加入自己的同人社团 但对方好像就是以有了自己的社团为由直接拒绝了 记得当时乌生他们说过 是一个叫月音的小萝莉 就是社团的总负责人 当时她还觉得这件事很不靠谱 现在月音来找自己是要商量什么事 在这一次好奇 英莉莉说的 外面的门没锁 你直接进来吧 英莉莉并不知道 她这一句话 当于放进来一只可怕的小恶魔 英莉莉姐姐你好 我们有一部精良的作品 想要给英莉莉姐姐观摩一下 希望你能帮忙提一些意见 月音和英莉莉礼貌的打过招呼 并提出此行的目的 可以啊 英莉莉爽快的点点头 对于这个社团 她本来就很感兴趣 再加上月音很礼貌的样子 让她好感度大增 那好 英莉莉姐姐 我现在就给你播放 月音捂着嘴偷偷一笑 然后从纸袋里 掏出一张物像光盘 月音将光盘放入播放记录 后退到和英莉莉平行的距离 舒缓地坐了下来 英莉莉在一旁满怀期待地 等待着电视上开始播放画面 对于叶哥的实力 她已经有所了解 现在的她 很好奇这个纯粹由罗莉组成的社团 到底靠不靠谱 有事 我实在是憋不住了 让我去卫生间 就在英莉莉思考的时候 电视上呈现出清晰的画面 只见屏幕里的英莉莉 长红了小脸 两只手五只小腹 拱起身的 穿着黑色过膝袜的双腿 不停地合拢研磨 这 这个 英莉莉张大了嘴巴 随着视频播放 她惊恐地发现 录像光盘上拍的 居然是她昨天晚上出球的全场景 这个不是她昨天晚上被无声玩弄时的场景吗 为什么月音会有这样的影像记录 这 这个 你是从哪里得到的这个录像光盘 英莉莉不忍再去看上面的画面 虽然昨天亲身经历了这些羞耻的画面 但事后被拍成影像 从第三视角再看自己出丑的行为 那个羞耻度可是绝对爆表 昨天偷偷拍摄的 月音微微一笑 拿起遥控器按下了暂停键 将画面定格在了英莉莉羞耻的动作上 好了 英莉莉姐姐 现在让我们来谈一些重要的话题 什 什么话题 英莉莉一边说着 一边将目光撇向光碟播放器 似乎准备随时出手抢夺光盘 而月音早已看穿一切 笑眯眯地看着英莉莉 露出人畜无害的笑容 莉莉姐 作为见面礼 这个录像光盘就送给你了 反正家里还有无数的数据备份呢 听到这句话 英莉莉当即蔫了下来 不再打光盘的主意 可 可恶 好可怕的罗里 不愧能成为社团的总负责人 所以说 你来找我到底是想帮什么事情 英莉莉咬牙切齿地问她 她总觉得 自从认识了无声以后 她就从来没有过好运气 身为宫口漫画家的英莉莉 很自然地脑补出 不想秘密被泄露出去 就乖乖被我玩弄 嘿嘿嘿等一系列场景 而威胁她的对象 不知为何 自然而然地被她脑补成了无声的模样 不过因为对方是一名罗里 所以英莉莉的实感并不是很强 但如果今天上门来播放光盘的是无声 恐怕她就会彻底陷入恐慌 我才不会这么简单就屈服 英莉莉倔强地说道 不知道如果哥哥大人 看到这张光盘会是什么反应呢 好期待呢 月音不慌不忙地小声点了一句 哥哥大人 你是说无声吗 英莉莉不由地紧张地咽了一口痛 是啊 我的哥哥大人只有一个人啊 我明白了 英莉莉双马尾锤了下来 当即重新认怂 无声这家伙 不仅女生人缘很好 就连对罗里都有吸引光环 英莉莉对此实在是匪夷所思 英莉莉姐姐的社团 在展会上有自己的摊位吧 因为一些缘故 我们没能申请到摊位 甚至连印刷厂都没有找好 所以我们想把这个本子 寄存在你的摊位上出手 月音说着 从随身携带的纸袋里 又掏出一个档案袋 里面装着宫口本子的复印件 这是 你们居然还能画宫口本子 浏览一番之后 英莉莉不由地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她本来以为 叶哥他们能把全年龄像的本子 画得这么好 已经实属罕见 结果没发现 他们居然还是画宫口本子的天赋 要知道 他们可都还是孩子 说起来 叶哥好像一直很崇拜自己 说什么想当宫口漫画家 不过是因为自己 才让真白的表妹学坏了吧 想到这里 英莉莉心中有些坠坠不安 英莉莉姐姐 摊位收卖的事情就拜托给你了 只是单纯租赁一下摊位 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你们画宫口本子的事情 无声知道吗 当然不能让哥哥大人知道啊 英莉莉姐姐真喜欢说笑 月音摆了白手 对了 公和本子的事情要偷偷地进行 如果被哥哥大人发现 就说是 英莉莉姐姐自己的作品 帮忙蒙混过关哦 如果让哥哥大人知道这件事的话 后果 想必 莉莉姐姐应该也知道 月音说完 从播放器里 拿出光盘 惬意地摇了摇 嗯 你这个小恶魔罗里 在英莉莉眼里 月音就仿佛长出了恶魔的长脚 背后两只小小灵活的蝙蝠翅膀 忽视忽视地扇动着 不不 多谢莉莉姐姐夸奖 事情我都说完了 不过这样靠弱点威胁来让人帮忙也不好 莉莉姐如果有什么苦恼的事情 可以和我说哦 我会帮忙出谋划策解决的 月音坐下来提议的 之所以拍了录像带 是为了抓住英莉莉姐姐的把柄 防止她把空口本子的事情 透露给人生 起到了制衡的作用 而并非是纯粹用来做什么要挟 我的事情 你哪能帮上忙 英莉莉自嘲地笑了笑 她刚才居然下意识地 想把自己夸口恋爱大师的事情说出来 然后让月音就求自己 不过仔细想想 月音一只小萝莉能帮得上什么忙 在这方面她难不成还能比自己强 我还以为莉莉姐 你会请教我怎么帮真白姐姐出谋划策的事情 你怎么知道这件事 英莉莉一脸无疑 我在门外都听到了 实不相瞒 七海姐姐和哥哥大人进展这么飞速 也有我的一份功劳哦 月音笑了笑 请叫我帮父亲那人找老婆恋爱大师 另称父亲御用的白雪稿是专家 除去寻找新女儿的人物 月音也没忘记 同样有必要巩固一下原先女儿们的存在 根据她的假象 除去要有新女儿 老成员的存在感也必须彻底稳固下来 才有可能改变那个一成不变的未来结局 而其中最稳固最快速的方法 自然就是 那个什么了 然而最近一段时间 一切看上去都风平浪静 再加上要处理七海的事情 回来以后 房间里又总是有英莉莉这个电灯泡出没 导致吴申和其他女生的关系 一直没有决定性的进展 父亲大人不用担心 月音这叫重出江湖了 不 月音轻轻一笑 双眼里满是稿式的目光 第361集 真白的房间内 不知道月音和英莉莉谈了些什么 过了一小份的功夫 月音拎着空荡荡的纸袋走了出来 虽然脸上表情没什么表现 但是心中却感受到一股 奸济得逞计划通的愉悦 月音怎么样 计划成功了吗 一直在门外等候的云莉立刻走上来问他 虽然他基本没怎么参与这次本子的制作 但名义上他现在也算是加入到了其中 成为了社团的一员 所以同样很担心本子的问题 当然成功了 不仅如此 还有点意外收获呢 美滋滋的 带着云莉来到隔壁无神家 他并没有急着开门 而是打算先利用云莉的席间能力 挥视一下屋内的情况 云莉点点头 伸出小手 朝着门口轻轻一滑 只见屋内的天花板上 裂开一道小小的缝隙 月音探出头去往缝隙内看去 呈现出的正好是那屋客厅的虎视视角 大家在做什么 基本上一览无余 咕咕 难得有机会 要不要干脆帮父亲大人助攻一下 盯着桌子上摆放在漆海身旁的牛奶杯 月音突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小小利用席间碰到牛奶 白卓叶撒了漆海姐姐一身 因为衣服湿透而被父亲大人看待 然后要去洗澡 因为手铐的缘故只能一起洗 一起洗澡的成就get 云莉 能悄悄地把戏间开到漆海姐姐面前的牛奶旁边吗 行动不如行动 月音当即向云莉问道 我试试 云莉点点头 事情进展得很顺利 一个只能容纳一根手指的迷你间隙 在牛奶杯旁开启 月音正想要行动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意外发生了 坐在漆海右侧的五一吃东西的时候 有点噎嗓子 匆忙间拿起了放置在漆海这边的牛奶杯 而她的小手无意间触碰到那个 散发着淡淡油光的吸烟 紧接着匪夷所思的事情发生了 原本毫无异常的五一身形居然变得虚幻闪烁起来 哦 云莉快把戏间从五一身旁挪开 快 月音脸上的笑容一下子凝固起来 她很快就意识到造成现状最可疑的存在 立刻发出指令 云莉这边虽然看不到发生了什么 但听月音的声音 隐约感觉到有些不对劲 于是以最快的速度操纵着戏间 重新升空到天花板上 而这个时候 戏间与五一分离 五一身上原本的虚闪立刻消失了一干二定 快到根本没有人发现五一的异常 只有无声微微促起眉头 因为感觉到周围的空气有一个意义 这种感觉 只有八云子悄悄用戏间 偷窥自己的时候才会发生 不过这种感觉很快便消失不见了 哦 幸亏没有扬成大火 月音见五一恢复原样 甚至五一没意识到刚才发生了什么 这才松了一口气 而当他侧过身看向云莉的时候 表情却一改往之的轻松 变得异常严肃 到底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云莉的能力触碰到五一 就会引发消失现象 难道说真的和他预测到的那个 一成不变的未来有关 此时的月音心中充满了疑虑 为了能清楚事情真相 他必须进行进一步实验调查 不过 虽说是做实验调查 但他不想用自己的妹妹们来冒险 看着他们一个一个因为自己而消失 这种事情只发生一次就够了 他已经不想再经历第二次了 于是乎他只能选定自己作为测试对象 云莺 在我面前看一个放昔 拜托了 月音强忍住心中的焦虑 微笑着对云莺说道 刚才发生了什么吗 云莺还在疑惑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 没什么 就是差点被发现了而已 月音摆了摆手 装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 自己的能力会让朋友消失什么的 如果云莺知道这种事情 肯定会极度消沉 甚至可能为了确保五姨他们的安全 自己主动远离他们 所以月音选择将这个秘密藏在心里 由他来想办法解决 由他来监控云莺 防止意外发生就够了 他不想提他妹妹们 因为这种事情而操心伤心担心 哦 那我开了 云莺对月音十分信任 因此也没有什么怀疑 手指轻轻一晃 便在月音面前 踩了一条小小的膝肩 月音深吸了一口气 让颤颤巍巍的身体平静了下来 伸出小手触摸向膝肩 并随时做好了收回的准备 然而 事实却有些疏忽月音的意料 尽管他的手已经无数次触碰到膝肩边缘 但他却没有发生任何闪烁消失现象 奇怪 明明都是同样的事情 为什么五姨会出事 而自己就没事呢 月音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难道说是因为母亲大人和父亲大人已经有过关系 而事与姐姐和父亲大人还没有那方面的关系 因此稳定程度不同 月音也不确定 这终归只是一个假说 而如果想证明假说就需要去做实验 至于实验的方法吧 月音再次坏笑起来 就在月音思考的时候突然听见砰的一声 他面前的膝肩居然消失得无影无踪 嗯 到底是怎么回事 云音你把缝隙关上了 月音问道 云音摇摇头 又试着想要发动膝肩 但是却发现能力如同被压制了一般 彻底消失掉了 我 我现在用不出能力 云音用力摇晃着手臂 但是之前可以随心所欲操作的力量却不领了 云音的能力突然失效了 到底是什么原因 云音鼓起小嘴 他发现谜团好像变得越来越多了 而他们并不知道的是 就在云音的能力消失的那一刹那 千惠插着腰站在了公寓楼的门口 如果我记得没错 这里应该就是爸爸的住处 还是要小心一点 不要被爸爸发现了我 我可不想见他 我是因为担心妈妈 所以才过来看看他 绝对一点都不想见到爸爸 千惠朝门口吐了吐粉红色软糯的小舌头 做起了鬼脸 能力消失了 我做不了魔法幼女了 云音又尝试了几次 发现自己还是没法释放出膝肩 变得垂头丧气 本来这个小能力 可是他最引以为傲的力量 然而现在确实用不了了 云音突然觉得心里空闹闹的 没关系 说不定只是一时间用力过度 休息休息也许就没问题了 月音只能在一旁劝慰他 即使是曾经轮回过无数次 对未来值之甚多的月音 也从来没见过这么诡异的事情 希望如此吧 云音无精打采地点点头 宛若一条失去梦想的咸鱼 趁现在我们去找五一他们玩吧 为了不让云音再去烦恼能力消失的事情 月音当即转移话题 哥哥大人 我们来玩咯 月音不给云音丝毫反应的时间 直接敲了敲门 朝屋内大声呼喊 这个声音 月音 刚吃完早饭 还在厨房内和七海一起刷碗的乌绅 听到外屋的声音 不由得微微一浪 打开房门 只见月音领着云音 直接朝乌绅冲了过来 猝不及防的双重萝莉冲击 让乌绅差点重心不稳摔倒 如果不是平时经受了许多次 五一萝莉肉蛋的考验 已经神经百战 再加上还有捆绑在一起的七海 帮忙往回拉着自己 这次非要被两只小萝莉成功偷袭扑倒 你们今天这是怎么了 这么热情 看到两只萝莉拽着自己的衣角不放 乌绅有些惊讶 爸爸要赶快和妈妈复合 不然代表妈妈惩罚你 云莺说着 小手掐了掐吴绅的肚子 云莺显然还记得夏令营时 子对她的说法 当年她亲我年幼无知 又骗了我之后 便狠心离去 简单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 吴绅年幼时 曾经对子做过不可言说的事情 导致子妈现在成为了妈妈 哈 吴绅一脸懵圈 之前云莺已经知道自己的爸爸是谁了 子阿姨上次告诉她真相了 不过可惜 云莺在其他方面产生了一点小误会 以为自己是魔法少女 月音招手让吴绅半蹲下来 然后她点着脚尖凑到父亲大人耳边轻声解释道 已经知道真相了 子他 吴绅微微一愣 本来还想继续问 但是她突然想起来 七海还在身旁呢 她知道班云子这个名字 如果让她听到从自己口中说出来 估计又要翻车 魔法少女又是怎么回事 吴绅一个急转弯 直接换了个问题 嗯 怎么解释呢 月音四处看了看 最后灵机一动 从厨房的冰柜里 拿出一袋包装好的冷冻小章鱼 云莺 你看这是什么 月音一边捂着小嘴偷笑 一边将章鱼包装袋 突兀地摆到云莺面前 云莺当即如同一只受惊炸毛的小猫咪 纵身一跃直接躲在吴绅的身后 死死拉着她的裤腿 时不时地探出小脑袋向外张望 看上去十分可爱 月音你欺负人 你明知道这是身为魔法少女我的克星 月音嘟闹着小嘴抱怨她 魔法少女 章鱼 克星 这两个东西之间有关系吗 吴绅扔就是一脸蒙圈 我在爸爸的电脑里见过 许多魔法少女都被助手搞得很彩恩彩 肯定是可行 云莺一正言辞地说道 呃 从某种角度来说也不能算错 吴绅一时间五言以对 看到吴绅已经理解云莺的现状 月音这才把章鱼重新放了回去 然后再次朝着吴绅扑了过来 喂 凭什么你们和哥哥亲热 中将听令 跟着我五一王一起上 抢夺父皇 五朝星 五一王 客厅里的五一他们也不甘寂寞 三只萝莉一起加入了争抢无声的行列 把她本人折腾得够呛 你可 真受萝莉欢迎 一旁的七海见到这一幕 神色显得有些复杂 因为千惠的缘故 她已经知道这些萝莉 这么亲近无声的原因 对于他们而言 无声就是他们的爸爸 羡慕几多恨 好羡慕他们 房屋外面 千惠爬在门前 小耳朵紧贴着大门 眼睛里充满了羡慕 她恨不得也把大门打开 一头扎进去 跟着一起抢脱嬉戏 不行不行 爸爸对我做了这么过分的事情 不去见爸爸 不过千惠还没动手 又想起了什么 赌气地把头撇向一边 什么时候爸爸给我道歉 我什么时候再去见他 千惠点点头 暗下决心 不过爸爸现在压根不知道我的存在 怎么让他和我道歉 Watson 你发现了盲点 算了 还是先帮妈妈攻略爸爸再说吧 等成功了以后再见面 再让他道歉也不迟 如果到时候爸爸还是执迷古物 哼 千惠心里想着 跑出随身携带的众多纸包 我千惠药王可不是吃素的 现在这年头学出师的 谁没一手下药就学 千惠坏笑的 如果到时候爸爸还不道歉 那就别怪我手下无情 到时候好好品尝我精心调治的药品的威力吧 他还不知道 无神昨天晚上早就品尝过他的药剂威力了 因为一个人在外面 看上去孤零零的 千惠为了再探索情报之余 消遣时间 索性玩起来抛纸包接纸包的游戏 来回这么几次 纸包的折叠风口处彻底松散开来 直接在空中来了一个千女散花 千惠闭上眼睛低着头想要躲闪 却已经晚了一步 虽然躲过了最大的袭击 但剩余飘散的粉末 还是直接降落在他娇嫩的皮肤上 不要了 糟糕 好痒好痒 受不了了 千惠不停地抓到这身子 发出急凑的喘息声 可是搔痒的程度却是愈演愈烈 奇怪 是我的错觉吗 总觉得好像外面隐隐约约 传来了小萝莉娇喘的声音 无神的耳朵比较敏锐 随意也能听到声音 不过这个声音没多久便消声匿迹 所以无神也只当是错觉 没有继续追究 第一 三百六十二级 要完要完 必须赶快用解药 不然这个药效至少持续好几个小时 千惠此时的衣服松散 两只手一会儿在娇嫩白皙的皮肤上抓挠 一会儿在前胸处不停地揉捏 一会儿在并拢研磨的双腿间摸索 但无论他怎么处理 身上的搔痒也只能得到微弱的环节 根本治标不治本 药效继续发挥 甚至就连身上穿着的布料 对他肌肤的摩擦 都会造成难以置信的搔痒卡 慌张之余 他翻遍全身 最后终于找到了解除的药膏 立刻在身上突破起来 哦 幸亏我准备了预防翻车的解药 不然恐怕这次真的是凶多吉少了 感觉到身上的搔痒卡慢慢退去 千惠这才松了一口气 以前他想利用药剂恶作剧来吸引姐妹们的注意力 好让自己的存在感突出 可惜每次不知为何都会莫名其妙地自食恶果 从那以后为了避免翻车 他都会随身携带好解药 以备不时之需 千惠仍未知道过去所经历的恶作剧 为什么总是会莫名其妙地反弹 可不愿音笑 说起来 爸爸和妈妈为什么要用手铐把自己铐起来 这是什么扑勒 恢复正常之后 千惠开始疑惑起 他之前悄悄拉开一道门缝时偷窥到的场景 我记得妈妈没有这样的癖好 难道说这是爸爸的兴趣 千惠突然打了一个机灵 就在千惠想要贴到门口继续窥探里面的情况时 外面的楼道里传来一阵清晰的脚步声 为了防止什么意外 千惠退到楼道上层的拐角处 然后向下张望 是鱼妈妈 看清楚来到无神门外的客人后 千惠在惊讶中张大了嘴巴 妈妈还在爸爸家里 希望诗语妈妈不要听什么乱 千惠注视着家门口的女生 眼神中充满了担忧 而与此同时 诗语面对着大门 稍微整理了一番衣容 紧接着扣向了门飞 诗语你怎么来了 门开的一刹那 无神身体微微前轻 让其还尽可能地靠在后面 防门只拉开一条小布 这样只要不调整视角 从外面基本看不到七海本人 怎么 我不能来吗 没有 没有 无神只能硬着头皮打开门 让诗语进来 哦 七海也来了 真是意外呢 门一打开 诗语正巧看到了躲在后面的七海 前些天看你当众告白 我以为你还要躲我们一阵子 对你刮目相看咯 诗语轻笑的 不过在心里 诗语此时已经将七海 列为了危险度优先度极高的对手 而不再像原来一样 单纯评价它是一匹黑马 我不是 我没有 七海连忙摇摇头 不用妄自菲薄 你现在可是比对面的某位要强多了 至少你还敢说出来 诗语走进客厅悠然地说着 似乎一有所指 七海心中最开始的紧张稍微放松了一些 他本来以为自己告白的事情会引来诗语他们的敌视 甚至言语态度上都会对他斥责和讽刺 不过现在看来 怎么感觉诗语真白他们好像早就习以为常了 七海心中一阵疑惑 唉 怎么就这么倒霉呢 明明只有两天时间 这件事想不让其他人知道的 结果现在好了 全员都知道手铐这回事了 无神默默地叹了一口气 客厅的沙发前几个人并列坐着 七海面对施语和蔼的目光的注视 总觉得有些压力山大 不由得微微偏过头去 这个气氛好压抑啊 无神左看看右看看 最后决定想办法打破这种氛围 施语今天这是怎么了 来这里有什么事吗 无神试着提问 我没事的话就不能来吗 施语轻行一笑 温柔地反问道 当然不是 无神只能摇摇头 那不就好了 女朋友来见自己的男友 还需要什么理由吗 如果真的要说理由 那就是想见你了 施语妩媚地说着 与此同时 风营的身躯慢慢凑了过来 倾倒在无神的右侧 两只手更是直接环抱在 无神空出来的右手上 施语的动作显得十分亲密 看上去就如同热恋中的情侣 如果无神的左侧没有七海在的话 而既然左侧有七海和无神捆绑在一起 现在这个场面的构图就十分诡异了 面对着施语旁若无人的亲热 以及七海幽远的目光 无神脸上的冷汗画画地开始往下流 女儿们 救救我 无神向一旁的女儿军团发出求助 狗不了 狗不了 无疑拼命地摇头 现在可是自己妈妈在冲锋陷阵 她怎么可能去捣乱 她想帮忙还来不及呢 至于云莺和月音 云莺挥舞着手指 仍旧在那里测试着自己的能力有没有恢复 根本没注意到这边的情况 而月音则是身为吃瓜群众 一直坐在一旁窃笑 像是看一场大戏 月音 我的乖女儿 快来救救爸爸 无神在心里一边呐喊 一边朝月音投去求救的目光 然而 月音却仿佛没有看到无神的求救 仍旧在那里小口啃着切好的西瓜 这瓜真甜 你们这个手铐是怎么回事 新鲜的不累 依偎着无神有小片刻功夫后 施宇眯起双眼 终于提到了无神和七海被手铐绑在一起的事情 于是乎无神耐心地把事情的来龙絮脉和施宇解释了一遍 哎 需要两天才能自动解开的手铐 我怎么觉得这么玄乎 不会是无神你为了和七海亲近 故意骗他的吧 施宇凑上来在无神耳边轻轻吹了一口气 故 故意的 七海微微一浪 怀疑地看向无神 的确 需要两天才能解锁什么的 仔细想想 的确不怎么科学 无神 你不会真的 七海说着 声音却越来越小 脸色也一片通红 即使无神是故意的 七海也不会因为上当受骗而气愤 反而很有点小开心 因为如果这是真的 无神真的是故意的话 也就是说他希望自己陪在他的身边 七海 你不会真被施宇一句话就给忽悠了吧 无神询问他 毕竟 故意两天写锁的手铐什么的 听上去就有些不靠谱 谁闲得没事干 会发明这种东西 又能给谁用呢 七海思考了一番以后 冷静地说道 面对七海的话语 无神还真没法反驳 大概也就老爸老妈这样的奇葩组合 才会制造出各种闲得难受的秀恩爱用的道具吧 结果到头来还是把儿子给坑了 可是我真的是冤枉啊 看着施宇简简单单几招就把七海忽悠绝了 无神一脸的郁闷 我怎么知道无神君是冤枉的呢 有什么证据吗 施宇点了点沙发扶手 证据 无神想了想 为了自证清白 他毅然决然地又拿出了一副手铐 这就是原版的手铐 不信你自己检查 我会故意骗人不成 无神说完递给施宇一副手铐 施宇摆弄了几下无神给他的手铐 但脸上无意的神色仍旧未变 就只是一个普通的手铐而已 等等 好像没有钥匙口 不会是有什么机关吧 施宇将一半的手铐套在手腕上摆弄起来 如果真有机关就好了 然而遗憾他就是这么设计的 小心点 别一个不小心把自己铐上 看着施宇摆弄的样子 无神连忙好心提醒他 这个时候施宇停下了继续转动手铐 而是用手指着手铐上其中一个部位说道 无神君 让我找到证据了吧 这里明明就有一个藏起来的机关 只要按一下手铐就好 什么 无神一脸难以置信 难道说老爸老妈忽悠了自己 真的假的 在哪里 无神一把将施宇套着手铐的手臂拉了过来 开始自己观察施宇刚才所指的位置 就是这个位置 不行你自己摸一下 无神伸出手 想要触碰施宇所指的地方 但是说时迟那时快 只听见一声咔嚓 施宇以最快的速度把手铐靠在了两个人之间 等无神回过神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原本能够自由活动的右手也被手铐束缚住了 而连接着的另一端正好套在施宇的左手上 无神一下子傻眼了 他压根没想过施宇会有这种操作 另一边的七海也傻眼了 不过比起无神 女生总是能更快地揣摩到其他女生的用意 他提前反应过来 重新恢复了平静 看向施宇的目光中带着一支严肃 不愧是经历过修罗场搏杀的女生 和施宇比起来 自己还是不样多simple 需要多多学习 施宇 你这是干什么 无神张大了嘴巴 错是啊 施宇露出计划通的幻想 现在这个样子 无神君只能帮我们解开机关了吧 我说过了 压根没有机关 无神欲哭无泪 无神君难道说很喜欢这种 左拥右抱的感觉 所以说不愿意解开机关 施宇右手手指轻点着嘴唇 都说了 如果能随心所欲地解开 我早就解开了 是吗 没关系 那就这么待两天好了 施宇微微一笑 显得无比淡定 看到施宇这副毫无慌张 淡定无比的姿态 无神算是明白了 合着 自己这次又被施宇给坑了 他明显就是故意把自己也靠起来的 所幸 第二个手铐起作用的时候 会和最开始的手铐同步时间 也就是说 明天到了第一个手铐解锁的时候 第二个手铐也可以趁机掠食小鸡一起打开 你不需要回家吗 这个至少明天才能解开 没事 我已经和父母说了 要去朋友家住几天 完全不需要担心哦 果然施宇最开始就是朝着手铐来的 听到这句话 无神更加坚定自己的猜想 你爸妈知道你是来男生家里住几天吗 不知道呢 他们还以为无神区是一名女生呢 施宇拖着腮帮子轻松地说道 顺便一提 我把你做过的英勇事迹 全都告诉爸妈了哦 他们怎么看 他们说如果你不是女孩子就好了 那你可以恭喜他们了 因为他们的愿望实现了 我的确不是女孩子 无神吐槽道 不远处的月鹰看着三个人的互动 一边吃瓜一边思索起来 其他的后补妈妈人选中 施宇姐姐应该是积极性最高也很主动 非常适合作为下一个稳固的目标 再加上之前产生消失现象的又是五一 月鹰最后就这样默默地选定了要支持的目标 于是乎他招呼正在一旁密切关注战况的五一过来 月鹰你先别打叫我 现在局势正处于最危机的时刻 此乃五一国存亡之秋也 五一躲在客厅外围 盯着沙发上的三人组 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 危机什么 五一国都亡了 月鹰撇了撇小嘴 你说什么 这不可能 听到月鹰说出最为禁忌的词语 五一也顾不得所谓存亡之秋 直接转过身来和月鹰争论 不不 五一你大可不必这么着急多虑 我有意气 可祝你复国 哦 月鹰丞相有何妙计 五一当即双眼发亮 他也留意到最近妈妈处于烈士 但是苦于不知道如何帮助妈妈 只能在一旁傻呆呆地围观卖萌 覆耳倾听 月鹰朝五一招了招手 五一立刻歪着头 将耳朵凑了过来 如此这般这般 嗯 月鹰你怎么知道这么多事 五一很惊讶 月鹰说道 你们都说了这么多次 我偷听都偷听到了 这件事情可不要告诉哥哥 放心 那么 我这个让你和施玉姐姐 成功达到目的的计划 你有兴趣吗 想谁想 不过居然这么复杂 这么艰苦吗 五一显得有些犹豫 吃得苦中苦 方为罗上罗 月鹰挥舞着小拳头 鼓舞着五一 你想成为大姐大 想帮施玉姐姐如愿以偿 又需要付出相应的努力和代价吗 五一在原地转圈了许久 不停地徘徊 但最后还是下定了决心 重新看向月鹰 好 我做了 五一复国传 今日起正式开始 第363集 就在月鹰和五一 讨论五一国的复国大计时 吴绅坐在沙发上 看了看左右 左边的七海侧过头 似乎想在避免和施玉对话 但是偶尔也会转过头来 用忧怨的小眼神 瞪吴绅剂 而如果把头偏向施玉那边 他柔软的身子就会自然而然地靠过来 丰盈的肉包子紧贴着他的手臂 还时不时挑逗般地在吴绅耳边吹气 七海见到这一幕 强硬地想要做出模仿 但因为各种感情复杂交织 动作不仅好像是机器人一般 就连表情也十分僵硬 看着自己彻底失去自由的双手 吴绅瘫痪在沙发上面怒绝望 他主要倒不是担心七海和施玉之间 爆发修罗场 修罗场这种东西 吴绅也算是神经百战了 更何况五一他们也在这里 就算真吵起来 施玉的力度也不会太大 不至于让他如此忧愁 现在真正让他头疼脑热的问题是 他上卫生间要怎么办 以前好歹那时还有一只手可以自由活动 现在他还能怎么做 怎么了 吴绅君 看上去这么悲伤 施玉啊 你在策划这件事的时候 就没有思考过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吗 吴绅长叹一声 仰望着白色的天花板 哦 什么问题 现在我两只手都被你们困住了 你们要我怎么解决生理问题 吴绅脸色一片死灰 哎 生理问题 七海红着脸 似乎联想到了什么羞羞的事情 吴绅君 你的欲望 难道就连一两天都忍不住吗 时间长了最好时不时地发泄一下 听说憋得时间太久 对身体不好 施玉身子贴上来 一只手不停地在他腹部勾勒画圈 而且每隔一小会儿 手的位置就会下沉一点点 不间断地挑拨着他 腰瘦了 施玉耍流氓了 吴绅在心里大喊 你们都想歪了 我说的是卫生间 卫生间 我现在这个样子双手被困 我怎么上卫生间 吴绅软绵绵地躺在沙发上 一脸的感泪不爱 七海和施玉不约而同地微微愣了一下 紧接着便是一阵沉默 没过多久 施玉轻笑一声 第一个打破沉默 这还不简单 大不了到时候我帮你 不要说出来了 吴绅赶紧打断了施玉接下来的话语 这玩意儿实在是太羞耻了 吴绅 我也可以帮忙的 七海鼓足勇气也编出来一句 不过犹豫了一下 他又小声问他 请问家里有没有那种 一次性的透明塑料手套 七海不觉得 这是为了以后打下基础的重要演练吗 用手套不觉得太可惜了吗 那 那我就不用了 七海攥紧小圈圈 看上去就下定了决心 够够够够了 我明白你们的好意了 求别继续说了 我还是自己想办法吧 吴绅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让他们帮忙 但画面简直太美不敢想象 自己好歹是神秘策大佬 有没有招式可以在不用双手的情况下上卫生间 怎么可能有啊 神秘策的人怎么可能闲得无聊去研究这种招式 不过说归说 人总是被逼出来的 没有这样的招数可以去创造一个嘛 就这样思考了大概十多分钟 吴绅总算是想出来一个合理的操作 可以帮助自己解决这个难题 具体的操作方法 涉及到席间方面的相关知识 任君联想 这里不便继续细说 解决了最困难的问题 吴绅本来以为 这两天应该稳了 不会再出什么大事 然后整整一下午的经历 让他明白 自己还是太嫩了一点 事实证明 解决卫生间如厕 反而是最简单的问题 到了中午做饭的时候 因为吴绅双手不方便移动 于是乎就变成了 七海和施宇一起做饭 那七海你对自己的厨艺 有信心吗 如果是料理的话 我还是很有自信的 七海感觉到空气中 淡淡的火药味 不卑不亢的淡然火应 他好歹接受过 妈妈全方面的训练 逃出无声这种 论外级别的对手 和其他同龄女生 最差也应该可以五五开 什么 那么我们不如比比 谁的手艺更好 施宇嘴角够了起一丝笑容 要怎么审查 七海询问 这里不是有一位 公认的大厨吗 施宇摇晃了一下 自己的左手 带动手铐另一边的巫绅 也跟着摇晃手臂 好 七海点点头表示同意 在厨艺这方面 他还是很有自信的 并不觉得自己会落施宇下风 于是乎在施宇的提议下 两个人开始卯足全力制作午饭 喂 怎么没人询问我的意见 无声痛苦的吐槽了一句 可惜 双方都在全身贯注的筹备料理 根本没留意他说的这句话 整什么整 如果双手能够自由活动 我才是这里的主宰者 看着他们的动作 吴绅这个手痒 可惜碍于双手铐的缘故 只能在一旁 偶尔承受他们一点技巧和诀窍 当然 刚一忍不住出口 他就后悔 他提醒七海一句 施宇就会粘上来 控诉吴绅不公平 于是为了平衡 他又指导了施宇一条 而他指导完施宇 七海又会不满意地鼓起嘴巴 然后施宇又 这样一直无限循环下去 直到料理准备完毕 吴绅这才从口干舌燥中解脱过来 吸取教训 下次还是不多嘴了 吴绅露出一丝苦笑 与此同时 另一边的真白家内 刚刚和五一聊完计划的月音 再一次来见英莉莉 他既然答应了英莉莉姐姐 要帮她解决问题 自然不能失信 而且 帮助英莉莉姐姐 就是在间接促成真白 和父亲大人之间的关系 施宇那边的状况 说服了五一 基本上就已经搞定 只要事后再和施宇姐姐商量一下 便可以待在一旁 默默地做吃瓜群众 看一场好气 所以现在的她 开始将注意力转向 她选定的第二位目标 追命真白 至于小姨学奶的问题 因为其不坦率的性格 以及和母亲大人 关系比较复杂的缘故 月音打算 留到第三位再来解决 你真的想知道 攻略哥哥大人的方法 真白的房间内 尽管月音要比英莉莉 矮伤不少 但氛围却是完全颠倒过来的 月音大师 请教我 现在的英莉莉 恋爱经验为零 但是却在真白面前 跨口恋爱大师 被拜托了帮助真白和无声 增加亲密度的任务 但是苦于不知道该怎么操作 英莉莉现在也算是 死马当回活马医了 所以才找了月音帮忙 这次算活出去了 好吧 我既然答应了你这个条件 自然会给你提意见的 月音不禁不慢地点点头 姐连还需寄礼人 想帮助真白姐姐 贡献哥哥大人 英莉莉姐姐首先要做的 就是了解哥哥大人这个人 了解无声 英莉莉面对着月音 露出不解的表情 英莉莉姐姐现在觉得 哥哥大人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花心大萝卜 恶趣味的宫火狂魔 英莉莉想起真白和漆海的事情 想起昨晚被整的经历 一愤填膺地说道 英莉莉姐姐还是不行啊 月音砸了砸嘴 遗憾地摇了摇头 英莉莉表示不服 怎么不行了 我觉得我说的没啥问题啊 我没说英莉莉姐姐 说的有问题 但是看人只看缺点的话 怎么可能帮真白姐姐 取得成功呢 如果说哥哥大人 真的只有这些缺点 七海姐姐为什么 会和哥哥大人告白呢 真白姐姐又为什么 不愿意放弃呢 月音的话语 让英莉莉暂时沉默了下来 看得出来 英莉莉现在内心 其实十分纠结 真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你知道哥哥大人的爱好是什么吗 知道她喜欢什么样的女生吗 知道她对什么感兴趣吗 知道什么方式的诱惑 是最能撩拨哥哥大人的吗 知道哥哥大人的敏感点是什么吗 英莉莉失落地摇了摇头 不知道 等等 最后一个是什么鬼 我说的是哥哥大人 对什么事情敏感 简出敏感点 英莉莉姐姐想到哪里去了 月音捂着嘴偷笑了一声 开始装傻充了 英莉莉被月音的影帝级别演技欺骗 以为自己真的误会了月音的意思 不由得脸色微微发红 月音你说的这些问题 我的确不知道 你能教教我吗 到了现在 见月音说的有模有样 不像是在忽悠人 英莉莉只能继续虚心请教 不止瞎问 呼了个扑 英莉莉姐姐 这你算是找对人了 我就是活生生的哥哥大人百科全书 无所不知无所不晓 就连哥哥大人喜欢什么口味的公口本子都知道哦 月音神采契 你看上去十分自傲 喜欢的功课本子类型 知道这个有必要吗 英莉莉汗眼 当然了 而且非常重要 只有知道了哥哥大人的爱好 盈莉莉姐姐你在帮助真白姐姐出谋划策的时候 才能制定出有效的诱惑计划 虽然不愿意承认 不过的确有点道理 月音大师请教我 盈莉莉再一次求教 不教 月音调皮地说道 啊 为什么 盈莉莉又求了几次 但是月音都是铁了心地不教 让她有些闷闷不乐 答应好了要帮我 结果现在又不告诉我情报 你这是出尔反尔 别着急嘛 我就算亲自告诉你 那要你自己去摸索去发现 来得更加的深入人心 我的意思是 这些问题 盈莉莉姐姐 你应该自己舍身去调查 等你调查完毕 彻底了解了哥哥大人的为人性格 想帮助真白姐姐攻略哥哥大人 岂不是一如反掌 月音笑了笑说道 当然 到时候盈莉莉姐姐会不会也成为二五载 那就不得而知了 与此同时 巫神家的客厅内 巫神正在拼命地摇头 不要了 我吃不下去了 两位女侠手下留情 中午饭做好以后 巫神以为争斗可以告一段落 然后事实却给了她一记沉重的打击 因为双手不方便挪动 七海和施雨决定直接给巫神喂食 但是施雨喂食的时候只为自己做的菜 而且动作显得异常亲密 就差直接嘴对嘴投食了 七海实在忍受不了 施雨当着她的面 攻城掠地 于是乎自己也撸起袖子披挂上阵 于是乎就有了现在 七海一口施雨一口 压根不让她歇息地轮番喂食战斗 两个人看了看巫神 手里的动作渐渐停了下来 对视一番后 一口同声地说道 品尝应该已经品尝够了 现在选择吧 选择谁的厨艺更生一筹 还有这么一回事 因为被喂食喂得昏天黑地 巫神差点都忘了 还有这么一回事 选择谁 我选择死亡 这种问题巫神当然知道 不能有什么偏向性 现在的难题是 她如果说平局 恐怕这两位还要继续按此较劲 龙争虎斗一番 必须想个方法停止这种比拼才行 巫神一直没有幻想过什么 Double Fly的主要原因 就是她认清了现实 做个饭都能斗争成这个样子 这要是到了床上 她就别忘想让自己放个假了 味道都不错 一般人能够做到这种水平 已经很强了 我觉得两边都挺努力的 巫神斟酌着此语慢慢地说道 巫神姐 不要妄想打马回眼哦 我们这次可不会认可平局的 可是我真的觉得都挺好的 技术不分上下 巫神显得十分无奈 是吗 施语眯起了双眼 既然如此 那就只能再比一次了 小巫神斤快快打起精神来吧 之前我还有些不熟练 不过这次我是不会认输的 七海同样钻紧了小泉泉 看上去斗志昂扬 听到这番话 想歪来的巫神 不由得露出了一丝微妙的神情 这些话语即使换到另一个时候的环境 也毫无违和感 要是不知情的人在外面听到 说不定直接就会误会发生了什么 那画面太美简直不敢想象 听到他们还打算继续比拼 巫神泪流满面 这就是所谓的痛病快乐着吧 下午时分 历尽千辛万苦 巫神总算是阻止了他们再比一场厨艺的打算 因为双手被束缚在一起的缘故 巫神凭日里能做的事情几乎都做不了 但是如果一直闲着没事干 巫神又怕两位再一次 一言不合开启修罗场 所以他选择了一项 比较适合用来消磨时间的事物 学习 学习是我快乐 我爱学习法子真心的 虽说现在是放暑假期间 但学生的本职工作还是不能忘记啊 自从上次帮真白补习过后 由于白学现场修罗场事件频发的缘故 巫神好像就一直没什么机会沉下心来学习 实时证明啊 当你身边围着一群妹子和女儿的时候 学习的时间就会不知不觉间变少 再仔细观察一下就可以发现 除去真白以外 貌似她的女性朋友一个个都是学霸级别的存在 比如现在正在自己右面的诗语同学 全班成绩名列前茅 时不时还得个底 最主要的是上课时总是打小差睡觉 回家还要熬夜写小说 她到底是如何学习的 对于巫神而言一直是一个谜 典型的学神 而在左边的西海同学同样是一位传奇人物 不仅每天都要辛苦打工 还要去参加生优测试 但是学习成绩一直没有落下 妥妥的学霸 说真的 我很好奇 你们的学习时间到底是从什么地方寄出来的 巫神在心里吐槽 至于夹在中间的自己 巫神的属性比较特殊 他属于极度偏科的那种类型 树立画三科超神 英语不错 语文和历史则是烂到比学渣还要渣的地步 巫神在天朝时 语文就已经很烂了 到了女后 因为语言不熟 更是烂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所以平衡下来 巫神的考试成绩往往徘徊在中等水平 因为沉迷女儿无法自拔 看期末考试成绩最近还有下滑的趋势 因为老爸老妈对这方面并没有要求多严格 所以他没啥动力提高成绩 不过现在可不一样了 学习一件多么美妙的事情 如果你正在经历白学 那么请来学习吧 如果你还在为修罗厂发愁 那么快来学习吧 如果你还在苦恼 女儿们总是喜欢搞事 那就快让他们去学习吧 沉迷你果然好奇怪啊 明明书学物理这一块 有些我不会的难题都能解出来 但是语文和历史居然这么烂吗 因为理合基本上都是大同小异 但是文科这方面因为环境不同 从小开始学习的就不是一个类型的内容 无神叹了一口气 只要抓下来考试前的准备 此基因背一下不就好了 这样至少可以拿到一部分的分数吧 七海十分震惊地提一道 对于无神的文科成绩 他也有些看不过去 我没时间背啊 无神喊言 试想 如果你正在专心学习的时候 一个萌萌哒的萝莉突然凑上来 一边卖萌 一边用月耳的铜音说道 爸爸陪我玩一会儿吧 爸爸 我想吃年轮蛋糕 爸爸带我洗澡走 我想睡觉觉 爸爸要抱抱 要亲亲要去高高 你能忍吗 反正我忍不了 无神正义里然地心想 万般接下品唯有女儿高 如果是提不起学习兴趣的话 我倒是有一个好点子可以试试 施语说着露出一丝坏笑 什么方法 无神趁着空闲 又看了一眼眼花缭乱的文科内容 不禁摆下阵来 比如说我在全身各个部位 贴上ABCD的字幕贴纸 并且标上代码 然后我进行选择提问 如果答对的话 就可以揭开标签 对那个区域为所欲为 越是和谐的地方 贴纸代码代表的 习题难度就越高 对了 连英语最近不是有一点点下降吗 也可以用这个方面 用可食用色素在身体上写下各种 英文单词汉字 如果答对拼写方法 就可以用舌头直接舔掉文字 呃 你们霓虹人真会玩 无神吐槽道 霓虹套路身 我要回天朝 天朝露也滑 爸妈更复杂 停停停 是诗语 你到底在说什么呀 七海听到诗语大胆的发言 脸色一片通红 比起大胆的诗语 七海明显要纯情许多 此乃美少女刺激学习法 无神君怎么样 有没有兴趣尝试一下 我很愿意帮你提高学习成绩哦 诗语凑到无神耳边 轻轻地说道 听起来 小哥好像不错的样子 无神咽了一口唾沫 无神 你震惊一点 七海鼓着嘴巴 瞪了无神一眼 不要误会 这只是为了提高学习成绩罢了 绝对没有任何非分之想 你看我 纯洁清澈的目光 无神一正颜色地反驳道 双眼闪闪发亮 鬼才相信你呢 七海一阵面红耳赤 我看你是宫口的目光还差不多 诗语笑了笑 身体微微前倾过来 不如七海也来帮无神经补补习 我负责语文 你负责历史 哇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两手都要抓 两手都要硬吗 才不要 七海被施语的话语调气的脸色一片通红 事实上 现在的七海显然还不是施语的对手 乌乌能量根本不在一个级别上 就在情况愈演愈烈的时候 门口突然传来一阵敲门的声音 无神松了一口气 总算是从现状里挣脱了出来 你找谁 我是阴莉莉 我有点事情想拜托你 哦 阴莉莉 无神愣了一下 他本来以为经过昨天的事情 阴莉莉短时间之内是不会再来找自己 结果没想到事态和他猜测的好像不太一样 有什么事找我帮忙 无神带着两个人来到门口 拉开一条小小的缝隙 真白家里的电脑坏了 我能暂时用一下你家的吗 阴莉莉小心翼翼地斟酌着词汇 只有他自己知道 他此行怀揣着一个阅音大师交给他的机密任务 那就是找个借口混入无神家中 趁机调查无神电脑里的公口本子什么类型居多 以此好指定接下来的真白诱饵计划 电脑可以借用一下吗 阴莉莉侧着脸扭扭捏捏地问道 可以啊 无神爽快地点点头 不过经历了昨天晚上的事情你还敢来见我 说实话我很惊讶 无神略微敞开房门 侧神躲到一旁 给阴莉莉控出来一条行走用的通道 我有什么不敢的 阴莉莉面露豁输去了的表情 一咬牙直接冲进了房间里 今天为了真白未来的幸福 这龙潭虎穴她是闯定了 如果不是刚才月银和她保证 如果出现哥哥大人在捉弄她的情况 就出面帮忙 她也不会硬着头皮 现在就来帮真白进行调查了 不管怎么说 昨晚我开玩笑的确有点过头了 还希望美丽善良傲娇的 英莉莉小姐可以原谅我 无神说道 前两个形容词我还可以接受 傲娇是什么意思啊 英莉莉停下脚步 转过身怒怼无神 身为宫口界的起明星 英莉莉你居然不知道傲娇的意思啊 无神捂着嘴巴 看上去很惊讶 我当然知道傲娇是什么意思 但是我才不是傲娇呢 还有 别叫我宫口界的起明星 这歪号也太羞耻了 你看这教科书般傲娇 英莉莉 你还说你不是傲娇 无神怂了怂肩膀 而且你看 金发 双马尾 简直完全就是被傲娇量身定做的 无神说着竖起了大拇指 你才是傲娇 你全家都是傲娇 英莉莉甩动着自己轻盈的马尾辫 在无神面前晃来晃去 英莉莉 你这个地图炮就有点大了 中枪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我一时间都数不过来几位家中无辜躺枪人士啊 英莉莉出了出气 准备进客厅 借用电脑去完成正事 不过 他走进玄关 回头仔细看了一眼 这才发现 和原来相比 无神身旁居然又多出一个女生 而且 他和七海同样 也被用手铐和无神靠在了一起 无神 你绑着一个还嫌不够吗 英莉莉目瞪口呆 别看我 这锅我可不背 我也是被他暗算了 这个狮鱼 亲手趁我不注意扣上去的 无神一脸的唇凉 这个的确是我主动 无神军当时也被我吓了一跳 真可惜没能录下来这一幕 诗语遗憾地叹了口气 哼 你有今天 走没运了吧 英莉莉幸灾乐祸地看了一眼无神 不过 他很快就意识到不对劲了 诗语毫无疑问 也是高分数的妹子 他主动把自己和无神靠在一起 这种事 多少人求而不得 无神哪里是走霉运 分明是走桃花运爆棚了 而且根据他前几天见到施语时的情形 以及综合现在施语的表现进行判断 这亲密的站位和称呼方式 自然而然搂抱在一起的动作 两个人要是说没有猫腻 他绝对不信 英莉莉本来还想反驳几句 不过想起来月音让他低调行事 这才忍了下来 哼 等我帮真白拔得头筹 到时候你们都要傻眼 英莉莉自信地想到 借英莉莉用一会儿电脑的事情 他进屋时很爽快地就同意了 因为他的机密文件藏得非常隐蔽 还上了密码所层层防护 他怎么也联想不到 英莉莉其实是来侦查他公口本则喜好的 无声带着七海和诗语 回到茶几前继续进行愉悦的学习 顺便一起写点暑假作业 而英莉莉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迅速开机 准备调查无声的电脑里 都有些什么公口本子 那种类型偏多 有了月音的指示 他很快便找到了无声隐藏的文件夹 输入密码 解锁了窗口 遥远的另一边 巴云子依靠着柔软的床垫 突然想起了什么有趣的事情 说起来 记得上次 让我发现云莉意外地浏览到 无声电脑里 学习资料以后 我偷偷把他的资料 全部转移到了另一个磁盘 换成一些有趣的东西进去 不知道无声现在 有没有发现这份惊喜 然而 最近这段时间 因为女儿们的缘故 时与徐乃真白 他们经常光临 再加上固定的每周一次 和养奶的会面 无声已经很长时间 没有打开过自己珍藏的文件夹了 自然不知道 子对他的电脑 到底做了什么手脚 现在第一个打开 原先文件夹接受惊喜的 反而是英莉莉 奇怪 居然没有本子 只有几个小视频 难道无声是动画拍的 只看李范不看本子 英莉莉本来还显得十分紧张 甚至有点小兴奋 但看到文件夹里 居然只有几个视频文件 顿时就觉得索然无味 不过为了调查 她还是戴上耳机 稍微调低音量 然后打开视频 开始调查 几个视频播放完毕 自动关闭 英莉莉却傻呆呆地 愣在那里 大脑彻底当机了 我 我 是 是 是 她居然对这方面感兴趣 不行啊 这完全超乎自己的预料范围了 英莉莉本来已经 对无声的公口本子 做好了心理准备 生怕见到什么重口的东西 然而 事实上 她还是图样图simple了 就在英莉莉一脸蒙圈 不愿意接受现实的时候 电脑里突然自动弹出来一个文档 怎么样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这是上次你让云莉不小心看到的惩罚 原本的文件 我转移到了这个地方 你自己去找吧 文档下面标注了新的路径名称和密码 此的恶趣味体现得淋漓尽致 只可惜无声没有中枪 反而是英莉莉躺枪受到了一波惊吓 按照留下来的陆敬明 经历了一波三折 英莉莉终于找到了真学习资料的本体 大概粗略地扫了一眼 英莉莉重重地松了一口气 先不细看里面的内容 至少她现在可以确定 无声的兴趣相没有问题 好 接下来就让我看看 你的兴趣爱好和口味都是什么吧 英莉莉深吸了一口气 让心情平复下来 准备挪动鼠标 第一 三百六十五集 英莉莉满怀期待地打开文件夹 但她却发现情况有点不对劲 公口本子有几个 但全都是些不可描述 除此之外还有几个游戏文件 打开以后显示的名称分别是 女庄山脉 女庄海峡 冲城萝莉岛等等 后面还有一个文件夹 标注了这是Gal十二神器魔器 不过因为名字听起来很诡异 前几个文件受到的冲击太大 英莉莉没敢继续打开 这就是无神的爱啊 我要怎么和这麦开口 因为有上一次的惊吓 这次英莉莉的心情缓和了许多 但面对这些把灵魂出卖给卢西法的作品 她的内心仍然十分纠结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又是一个文本弹窗弹了出来 刺不刺激 激不激动 也以为我会这么轻易的放过你 好好享受这些美妙的内容吧 然后在下面又是一行新的陆镜铃和密码 英莉莉又被这么耍了两三次 总算是找到无神正经的收藏家 总觉得我这次帮无神把全部雷人的陷阱 和恶作剧都清理掉了 嗯 好不甘心啊 明明这是一个能让无神自作自说的好机会 英莉莉欲哭无泪 而且回想起之前她看到的那些重口味内容 英莉莉强烈怀疑无神是不是招惹了什么人 怎么对她怨恨这么大 难道是被她曾经玩弄过的女人 因为信息不多 英莉莉也没有多想 终于开始浏览她这次来之不易 才获取到的收藏家 金发好多 无神这家伙 难道是金发控 将所有本质粗粗浏览一遍 英莉莉不由地吐槽道 与此同时 她将自己马尾便垂下来的头发捧在手心 她这么在意这个要素 很大一部分原因 是因为她自己也是金发 全是纯爱 偶尔还要几步后攻 亏我还以为她的口味会很鬼畜呢 英莉莉撇了撇嘴 不知道是该庆幸还是该失落 另外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 之前云莉无意打开电脑看到的那些魔法少女和触手的小本本 不知道为何全部消失得无影无踪 英莉莉滑动着鼠标混轮 在最后又发现了一个文档 不会还要来吧 之前英莉莉都快被这个神秘人折腾出心里阴影了 现在看到类似的文档就会不由自主地警惕起来 做好心理准备 深吸了一口气 英莉莉点开最后的文档浏览起来 对了 无声 我觉得会对你或者意外发现这个文件夹的女儿容易造成不良影响的内容 全都被我处理掉了 啊 难怪 英莉莉阅读完这行文字后 恍然大悟 虽然现在他依旧不知道这位神秘人物姓甚名谁长什么样子什么性格 但毫无疑问他敢肯定对方一定有着金色的头发 这个心态其实挺好理解的 如果是施语发现这种文件夹 说不定会把黑长直连裤袜属性以外的内容全部移除到其他地方 假如 我的意思是假如 假如自己对无声有意思的话 意外发现这么一个文件夹 肯定也会吃醋的把金发双马尾属性以外的内容全部删光光 英莉莉心想 原来我看的是阉哥版的收藏 到头来还是没有获得什么有意义的情报 英莉莉关掉电脑和三个人告别离开了房间 时间一点点继续向前推进 前来探查敌情的千惠 发现时间已经不早 于是乎只能恋恋不舍地离开了熟悉的公寓楼 回到了樱花庄 是因为妈妈果然命不虚传 不过有我在 一定会有一天会带领妈妈 获得爸爸的芳心的 无声 喵喵喵 芳心 而与此同时 云莉也惊喜地发现 自己的能力居然神奇地复原了 见到这一幕 月音轻说 她和五一商量的计划 可以在最近开始执行了 不过 为什么云莉的能力会突然消失又突然恢复 即使是了解许多事情的原因 也不知道其中的原因 傍晚时分 因为床铺容纳不下三个人一起睡觉 所以他们只好在客厅里 铺了宽阔的地铺 看着地铺 无神知道 今天真正的考验就要开始了 左右各一名女生 而她自己则像夹心饼干一样 被夹在中间 现在的她 可没法像昨天晚上那么淡定了 同床共枕的事情 她现在已经算是轻车熟路了 但和两名女生同床共枕的话 那可就是初体验了 如果只有两个人的话 无论是想睡觉 还是课金抽卡 几乎都是为所欲为 但是三个人的话 这就形成了互相监督 防止了许多小动作 这就是所谓的俗语 一个单身狗挑水吃 两个异性恋抬水喝 三个白学家没水喝 为了尽快度过这个煎熬的夜晚 无神死死地闭上双眼 假装自己已经睡着 而就在这时 她感觉到右边的诗语抱了过来 温热的身子紧紧搂住了她 诗语你在干什么 另一边的七海感觉到诗语的蠕动 侧过身一看 不由得质问她 我觉得有点冷 这样抱团靠互相的体温取暖的话 就暖和得多了 诗语淡然地说道 抓着无神的手并没有半点松开的意思 七海注视到这一幕 身子也微微往无神这边靠了靠 但是不知道是因为矜持害羞 还是其他原因 并没有像诗语那样大胆地贴上去 见到两边迟迟没有争吵或者搞事 紧闭双眼的无神 心里终于松了一口气 然而就在她松了一口气的时候 她突然感觉到自己的右手被对方 摁在一团触感柔软的物体上 与此同时 另一只鲜鲜细手开始在她身体上不停地摸索 无神警 我知道你在装睡 不想让七海发现我们在做什么 就不要出声 乖乖地待着别动哦 无神的诱饵忽然感觉到一阵酥马 无神身子微微一颤 我去 这剧本不对吧 怎么感觉男女立场颠倒了 耍流氓的戏粉不是应该我来吗 面对施宇的偷袭 如果是以前的话 无神可以迅速用欲仙欲死流反击 但现在她的双手都被控制住了 右手被施宇牵制住 封印在洗面奶上 而左手如果大幅度摇摆 肯定会惊动七海 不想惊醒七海 让她发现眼前事态的话 就不要乱动哦 无神君 施宇轻声在无神耳旁说着 身子已经整个贴了过来 如果再往左来几步 怕不是直接就变成了上尾 等等 无神怎么觉得这一幕有一种即适感 记得霓虹的爱情动作大片里 这样的画面很常见 只是男女全部颠倒了而已 不是 施宇 你这个逻辑有点不对 明明是你对我动手动脚 我为什么要闭嘴不出声 相反 我更应该开口叫醒七海 来阻止你的恶行才对 无一他们不知道为何 又跑到雪奶和真白家过夜 房间里只剩下他们三个人 你等我一下 我现在就喊七海 嗯 嗯 嗯 无神刚要开口 施宇便眼疾手快地偏过头来 柔软的嘴唇 直接覆盖在无神的嘴巴上 还没等无神反应过来 施宇已经迅速撬开他的牙关 探出软弱的粉红色舌头 开始攻城掠地 无神也不示弱 反应过来以后立刻做出反击 两个人打得有来有回 偶尔无神还能反过来侵入到对方的地盘 杀得对方措手不及 会不成军 无神军 明明应该已经和这么多人接过吻了 但是技术还是不是很熟练呢 施宇偏过头来 小咪咪的舔了舔嘴唇 脸上一副多谢款待的表情 哪有很多 而且这么主动的就只有你而已 无神翻了翻白眼 其他的一般都是他主动 要么就是对方蜻蜓点水一下 哪里会像这次一样凶猛 这架势就好像恨不得吃了自己一样 这么说我算不算是最特殊的 真是可惜 如果不是七海在一旁已经醒过来的话 我还想再多搞一些大动作 你说是不是呢 七海同学 施宇说着目光撇向另一侧的七海 听到这句话 七海合拢双眼的身子微微颤抖了一下 连带着无神的手铐锁链也轻微地摇晃 就连无神也能清晰地感觉到这一颤 七海 无神这时候 也将视线转向了施宇注视的方向 不过此刻的七海并没有理会无神的呼唤 而是继续紧闭着双眼 一动不动 试图蒙混过关 说不定他真的睡着了也不一定 无神君你可以试着 用睡美人的套路唤醒他 王子闻醒公主 不觉得很浪漫吗 总觉得你没安好心 无神喊言 施宇虽然相对反应会小一点 但并不是说他不会吃醋 无神才不会信他主动要求 自己去亲吻其他女生 而这时候施宇没有说话 朝他眨了眨眼神 似乎想要示意他什么 思考了片刻 无神意识到了施宇的目的 和他对视一番 两个人相视而笑 两个人达成共识 好主意 那我就试试你的方法 无神点点头 表示自己懂他的意思 无神凑过身来 正面对着七海 然后一点点慢慢的靠近 就在无神和他脸对脸 只有几厘米距离 甚至可以相互感受到对方呼吸的时候 七海终于忍不住 猛地睁开了双眼 我认输 不要再继续折磨我了 七海 你是从什么时候醒过来的 我 我看到你把无神推倒 强迫他 七海 支支吾吾的说着 但是后半句 却一直羞于出口 七海 你看到的都是假象 其实我是被他要求这么做的 才不得不屈服于他 无神君就是个大恶魔 施宇恶人先告状 喂 你不要血口喷人 明明是你趁着我不能动弹 直接强吻外加耍流氓好不好 我那个时候是想叫七海的 无神吐槽 这次事情的发展流程的确是这样 总结起来 就是施宇把王印上功未遂 无神相信 如果不是中途七海醒了过来 施宇绝对会顺着下去 把全套都完成了 我都看到事情的发展经过了 无神你放心 现在起 我会监视着施宇的欲挤移动的 三个人这样一直折腾下去 七海和施宇的精神仍旧很不错 不过无神却担心再出什么幺蛾子 索性给自己略施小技 直接强行昏睡了过去 反正睡着了 就算被做什么也不会注意的 最糟糕的情况 也不过是被两位女流氓 糟蹋一遍而已 逞何我意 呸 我的意思是 这有什么好怕的 深夜时分 施宇注意到 他们相互监视的时候 无神已经不知不觉间睡着了 无神现在睡过去了 我们正好可以为所欲为 不如平分怎么样 上半部分归你 下半部分归我 施宇提出来一个公平的平分方式 想 想得美 施宇 我没想到你居然是这样的人 七海红着脸抗议道 哪种人 主动追求着喜欢的人 有什么不对吗 七海微微一愣 低下头 表情显得有些犹豫 施宇 你果然也 虽然七海看平常的表现 早就已经猜出来 千惠也告诉过他 施宇和五一的关系 但这还是他第一次 听到施宇亲口承认 而且是直言不讳地对他说 这其中有什么含义吗 正式宣战 前些天七海你的告白 说实话我很吃惊 不过那的确不错 比起某个家伙要强百倍 施宇摇了摇手指 总觉得施宇好像对学乃很怨念的样子 我只是有点看不惯他的行为处事 相比起他 七海你就是正面的例子哦 如果事后也有这种勇气就更好了 不过幸亏你没有 不然就得被你拔得头愁了 施宇目不转睛地看着七海 目光中似乎蕴藏着什么深意 七海只能甘笑几声作为回应 现在两个人之间这种感觉其实蛮奇特的 明明应该是敌人 但是却又不是那种完全拼个你死我活的情况 对于会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 七海其实是知道的 来自未来的女儿们 因为她们的存在起到了缓冲器的作用 也因为她们后补妈妈们意识到 她们不可能真的拼个你死我活 就像母亲绝对不愿意见到自己的女儿消失 父亲同样也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女儿们消失 哪怕消失的仅仅只有一个 第366集 七海 说实话你不在意我们吗 施宇沉思了片刻 斟酌着子宇说道 三一你们 你经常和无神在一起 应该能够看出来吧 我们和无神君之间的关系不寻常 她们现在的关系 在不知情的外人看来 的确挺怪异的 就连造成这个原因的真实情况 七海也是告白以后 回家才从刚刚穿越回来的千惠那里得知的 我知道你们的关系 但这不是我选择放弃的理由 而且就算被拒绝 至少把自己的心意表达出来 也足够了 此刻的七海并不是站在后骨妈妈的角度 说出这样的话 即使千惠没有出现 她仍旧会这么说 压抑在心中的情感 就算得不到回应 也必须坚定地说出口 忽然 她相信自己绝对会爆汗终身 不错的回答 施宇赞许地点点头 但随即表情也变得严肃起来 从手铐接过来的那一刻起 我是不会手下留情的 你的情感我认同 但这并不是我让步的理由 七海是主动告白 表达自己的感情 施宇又何尝不是呢 而且真要分个前后的话 施宇甚至比七海还要早许多 真巧 我也是这么想的 七海同样不甘示弱 那从今往后 就让我们比比 谁更能让无声君 沉迷到不可自拔吧 施宇看了一眼无声的睡颜 嘴角勾勒起一抹淡淡的笑意 然后放平手臂 枕在了柔软的床铺上 好 七海坚定地点点头 也重新躺了下来 轻轻将被子盖了起来 正式宣战之后 七海和施宇两个人 反而不再相互搞小动作 也不再继续暗地里相互较劲 转天中午 甚至还合作试着 一起做了一道菜 你们不继续比试了吗 无声担忧地问他 他们如果继续比拼 无声好歹还有点谱 现在他们这样 其乐融融的样子 反而容易让无声 联想到暴风雨前的宁静 不用了 我们发现这种比试 只能让无声君更加为难 甚至还要被轮流卫石 撑坏肚子 我们光顾着比拼 却忽略了无声君的感受 有点本末导致了 没事 你们别太在意 无声摇摇头 看向两个人的目光 却欲加狐疑 说好的修罗场呢 怎么今天突然就 亲如姐妹了 下午时分 两天的时间经过 因为第二副手铐的解锁时间 会自动和第一副同步 所以 在七海的手铐 自动解锁的时候 施宇的手铐 也跟着一起解开 七海和施宇如同往常一样 相互告别后纷纷离去 表面看上去和平时没什么区别 但无声却隐隐闻到一股硝烟的气息 他们之所以走得这么爽快 是因为双方意识到 只要自己一放流下 对方肯定跟着流下来继续消耗 与其这样 还不如索性 全都爽快地离开 今后岔开时间 再席卷重来 各家师各家的本领 看看谁能吸引到的注意力最多 对于施宇他们而言 独处才是杀伤性最强 实用性最宝贵的机会 无声身旁还有其他女生在场的时候 如果凑过去 催发的只能是修罗场 但好处是可以阻击对方 防止其他人遥遥领先自己一步 打乱对方的节奏 而独处的时候 则是要提防被人捣乱 同时重拳出击 说得直白点 就是能怎么诱惑 就怎么诱惑无声 如此可见 修罗场也是一门艺术 唉 我还是再补一觉好了 这两天各种紧张 简直就是身体和精神双重压力 和妹子在一起 有助于调节心情 这话没错 但如果这个一起 是靠手铐的话 放松的效果不仅打个对折 还要处处担心 别被其他人发现 而如果是两个妹子 再加一副手铐的话 那效果就实在是太恐怖了 现在束缚自由的手铐没了 巫神一身轻松 精神和肉体放松下来以后 反而变困了 就在巫神准备上床休息的时候 他发现家里的几只小萝莉 正躲在客厅门口 看着巫神一脸欲言又止的表情 似乎有什么事想要告诉巫神 怎么了 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有什么事情想和我说 几只萝莉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相互推让 最后 五姨和语音 一致推选出来天然呆 天不怕地不怕的夜哥 来告诉巫神 爸爸 我发现一个惊天大秘密 才一个啊 刚才可是走了两对惊天大秘密 巫神半开玩笑地说道 要知道 七海和诗语的欧派 可是绝对的分量充足 他这双手可是亲自鉴定过的 爸爸 我们发现英雷雷姐姐也有女儿 巫神刚要端起杯子喝口水 幸亏还没下口 不然全都要分出来 你 你刚才 说 说什么 听到如此劲爆的消息 巫神一下子提起了精神 腰不酸了 腿不疼了 一口气 可经十连抽都不费劲 不过因为心里阴影的缘故 他现在听到女儿两个字 就感觉到一阵肾疼 我们之前无意中发现 英雷雷姐姐 结果 看到她在和一个小萝莉聊天 看上去十分亲密的样子 语音详细地解释了一番 石春了喜不了 英雷雷姐姐也有女儿 巫医跟着带头起哄 巫神相信女儿们 绝对看到了她们描述的场景 不过 单凭这一幕 的确不足以证明 那就是英雷雷 来自未来的女儿 巫神本人是觉得 不太可能 不过本着不怕一万就怕万一的精神 她认为还是有必要 找机会试探一下英雷雷 毕竟英雷雷的一些行为 在她看来 的确挺可疑的 另一方面 石宇离开了公寓 打算回家的半路上 月音突兀地蹦了出来 拦住了石宇回家的去路 石宇姐姐还记得我是谁吗 月音活泼地问道 月音虽然经常和五一他们在一起 但是和石宇他们的交流 却几乎没有 下令营的时候 双方虽然见过几面 但都没有说过话 这次月音主动来找石宇 让石宇有一种 回到第一次见到月音时的感觉 当然记得 你叫月音是吧 想当初你直接出现在 我家楼下门口 告诉我五一的真实身份 当时我还不相信呢 石宇露出一次淡淡的微笑 石宇姐姐 人家这次来 可是有一笔大声音 要和石宇姐姐谈 哦 什么大声音 石宇半蹲下来 好奇地看着月音 我这里出说父亲大人的节操 要不要满意点 月音凑到石宇耳边 小声说的 哦 无声君的节操 你打算怎么卖 石宇感兴趣地看着月音 我有一个计划 只要成功就可以让石宇姐姐 对着父亲大人为所欲为 怎么样 有没有兴趣 月音引诱道 父亲大人 你果然也是无声君 从未来穿越回来的女儿吗 石宇微微猝起眉头 是哦 我就是父亲大人 可爱乖巧的女儿 月音坦率地承认 他第一次来告知石宇 五一是他的女儿的时候 估计身份就已经显现出来了 凭借这么多线索 恐怕石宇早就隐隐猜出来 月音的身份 所以月音本身也就懒得 继续拐弯抹角隐藏自己 那你的妈妈是 石宇试探着问道 多一位女儿就是多一名竞争对手 不过这种事经历的多了 也就习惯了 对此石宇并不惊慌 他真正感到不可思议的是 根据他的了解认知 并没有发现另一位 经常缠绕在无声身边的女性 简单来说 就是他没有发现 符合后不妈妈标准的女生 当然 这是以前 最近几天倒是蹦出来一个挺符合目标的人物 难道说月音是七海的女儿 石宇静静地思考斟酌着 至于杨乃本人 他藏得实在是太过隐蔽 再加上影帝技术超群 他就算直接说出去 他和杨乃的关系 绝大多数人也会呈现出半信半疑的态度 杨乃和月音就靠着隐藏在暗处 没有和任何人交锋 靠着猥琐发育加一波奇袭 便稳稳地拿下了首杀 而且拿下首杀后 杨乃也从来没有宣扬过 导致其他人争得你死我活的时候 压根不知道已经有人成功偷塔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七海的危险度 恐怕还要提高一个等级 稍不留神 就可能被对方赶超了进度 明明是我先的 众人起先怀疑 云莺的妈妈是三婆 罗莉们猜测 千惠的妈妈是莺莉 诗语推断月音的妈妈是七海 反正一看到女儿猜妈妈的环节 大家基本就从来没猜对过 为什么要帮助我呢 我不是你的亲生母亲吧 你妈妈知道你这样 胳膊肘往外拐 不会说你什么吗 就像妈妈不希望女儿消失一样 我也不希望自己的妹妹们消失 月音笑道 妹妹们 施语心里对这个称呼有点奇怪 这种称呼方式就好像她是大姐一样 不过施语想了想 并没有直接说出来这个疑惑 发表看法 你说要帮助我 那你的计划是什么 施语对月音提的事情挺感兴趣 于是继续问她 月音也没犹豫 立刻点着小脚尖来到施语耳朵旁 小声地将计划全盘拖出 这一次的行动需要施语和五一的权力配合 所以对于计划 月音没有半点隐瞒 这个真的能保证安全吗 五一不会出什么事吧 听完计划 施语一方面惊奇于月音执行力的强大 另一方面 对于其中的一些要求却显得很担忧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了 舍不得五一套不住父亲大人 我已经用自己做过许多试验了 应该不会有什么安全问题 而且这个计划 五一已经同意了 月音如实说道 是吗 既然五一统一了的话 那就没什么大问题了 施语点点头 随即看向月音 无声君的节操我要满意点 多谢会顾 月音粗了松手心 脸上露出计划通的灿烂笑容 此刻的无声还没有意识到 不久的将来 自己怕不是要争吵不保 几天之后的早晨 暑假本来是无声和罗莉们赖床的好时机 但是今天清晨 天还没有亮起来的时候 罗莉们便和无声早早起来 开始忙着各种准备工作 究其原因 从今天开始 同仁志的天堂 平日里 大家小本本的主要产地来源 夏季CM就要开始了 野哥他们的小社团 可一致做了本子 就是打算参加这场圣战 说起来本子的印刷 你们最后是怎么处理的 无声看几只罗莉 并没有拿着他想象中一大罗的印刷本 显得有些好奇 虽然久闻同仁展的大名 但对他的实际情况 无声可是一点都不了解 具体的事意我们也不清楚 不过都交给英雷雷姐姐去办了 她说印刷都已经完毕了 也已经送到会场的社团摊位 我们只需要直接过去就可以了 无一兴奋地在屋里跑来跑去 你们省点体力 我在网上查了查 听说参加这种活动 一直都是人山人海 耗费体能也很大 你们还小 撑得住吗 无声担忧地问道 为了防止罗莉们迷路 无声这次还特意给全员配备了吊队 并且全程监控 生怕出半点差错 不用担心了 我们都是参加人员 到时候只需要在摊位上待着就好 不需要去其他的地方 这么多人都在摊位待着 不会给别人添麻烦吗 无声现在是各种操碎了心 什么意外情况都要在脑内 先过一遍应急处理方案 英雷雷姐姐说 我们过去帮忙的话 说不定还会有引流的神奇效果 没办法 谁叫我这么可爱这么萌呢 五一显得有点飘飘然 首次出道 兴奋 即使是平时淡定的夜哥 此刻双眼也是闪闪发亮 不过也是新奇 英雷雷这次怎么这么热情 好像所有工作全都让她包办了 总有点过意不去 无声听月音他们解释 摊位直接是借用了 她所在社团里的一小部分 印刷登记等等工作 也全被英雷雷一人包揽 无声是没有想到 月音会偷偷把这一段录下来 作为英雷雷的把柄 而且她答应了帮英雷雷出谋划策 带领真白贡献无声 再加上英雷雷雷雷本来就很欣赏夜哥的天赋 还有真白也希望她帮忙 各种因素结合在一起 所以英雷雷对于他们的要求 几乎是有求必应 谁知道呢 说不定这里面还有各个大人的功劳 月音嘴角勾勒出一丝神秘的微笑 呃我的功劳 无声喊言 她觉得自己上次做了那些事 如果英雷雷记仇的话 说不定还会对这次活动造成什么阻害 比如说英雷雷以帮助夜哥他们为代价 要挟自己做许多羞羞的事情来反击 说实话你们不用起这么早 需要带的东西不是昨天就已经准备好了吗 现在这么早起来 穿完衣服吃完早饭就没事干了 无声无所事事地坐在客厅里 他们约好了要跟着诗语一起去参加统认展 所以现在诗语还没到 全员还没集合前 只能在家里继续默默地等待 就在这个时候 兴奋地一直在屋内跑来跑去 蹦蹦跳跳的五一身上 突然开始闪烁出一层淡淡的光芒 就连她的身影也开始不停地虚化 变得如同立体投影一般 而这一幕似乎五一本人并没有发现 她仍旧我行我素地在屋内 欢快地奔跑跳跃 本来还在相互聊天的语音和夜哥都停了下来 神情严肃地看着五一一时间全都愣住了 大家这是怎么了 一个个跟木头人一样 而且眼光还这么凶狠地瞪着我 我身上有什么东西吗 五一用余光扫到众人看向她的视线 停下来不解地问道 五一你一定要冷静 要冷静 语音艰难地开口说道 现在你低下头看看自己的身体 消失现象又发生了 什么 一声慌乱的叫喊声 惊醒了正待在阳台上 望着窗外发呆的巫身 怎么了 发生了什么 无声急忙冲回客厅 第一眼就看到了身影不断闪烁的五一 在萝莉中这种现象实在是太显眼了 而且她曾经见过许多次这种情况 毫无疑问 这正是她最担忧的萝莉消失现象 五一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事与那边情况不是很稳定吗 无声百思不得其解 爸爸怎么办 我不想就这么消失 五一见到无声 立刻化身萝莉肉弹 冲到无声这里 紧紧抱住她的大腿 五一可怜巴巴地抬起头 晶莹的泪珠正在她的眼眶中打转 看上去惹人怜爱 别担心 我会想办法帮你恢复原状的 无声蹲下身子 一只手搂住五一 另一只手轻轻地抚摸 安慰着她的小脑瓜 想让她心情平复起来 可恶 到底发生了什么 事与那里难道出了什么意外了 无声重新站起身来 刚想用吊刷探测一下事与的位置 用最快的速度把它找回来 这时候门口就传来了一阵敲门的声音 无声君 我按照约定来参加同人展了 你有没有睡醒呢 诗语的声音虽然听上去和往常一样 但无声却从未感到如此悦耳 来得实在是太及时了 他先让语音好好照顾啜奇的五一 然后如同见到救世主一样跑向大门口 只听砰的一声 无声急匆匆的来到门口 直接猛的打开房门 反应速度好快啊 我才刚敲门 你就来开门了 无声君 你这是要干什么 事与话才刚说到一半 一只手就被无声拉住拽了进来 他还没有反应过来什么 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 回过神来的时候 已经背靠墙壁被壁咚了 无声君 诗语对于无声突如其来的行为 有点反应不过来 一会儿再和你解释 现在情况紧急 时间来不及了 无声本来还想和诗语解释一下 但余光批到客厅内 他却发现五一的身形 已经变得十分淡薄 看上去仿佛随时都要消失的样子 如果再耽误下去 到底会发生什么 无声不敢想象 于是乎 他只能豁出去地靠近过来 嘴唇轻轻地附在诗语的嘴唇上 柔软的触感侵入无声的神经 诗语并没有激烈地反抗 反而温柔地进行着回应 就好像早就料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其实 无声也不知道 自己为什么会稀里糊涂地选择 这种解决方法 因为时间紧迫 完全就是下意识地行动 哇 这就是爸爸妈妈亲热的方式吗 好狂野 就连原本哭哭啼啼的五一 看到爸爸妈妈之间的交流 也不由得张大了嘴巴 此时此刻 月音满意地点点头 小手背在身后做了一个手指 月音看到后点了点头 很快 五一身上的闪烁 开始逐渐淡化 身形也重新变得凝湿起来 不知道过去多长时间 病急乱投医的无声 仍旧下意识地不停地索求着 爸爸妈妈这是要打破 亲吻时长的吉尼斯世界记录吗 五一活泼的声音 让大脑一片空白的无声清醒了过来 五一 全球吉尼斯世界记录 接吻时长最高的是五十个小时 父亲只连十分钟都不到 月音撇了撇嘴 没往无声那边去看 虽然他知道父亲是为了救五一才这么做 但心里隐隐还是有些吃醋 哼 下次一定要让母亲亲回来 月音暗下决心 听到女儿们的对话 无声彻底清醒过来 老脸一红终于松开了诗语 五一 你没事了 无声摸了摸鼻头 惊讶地看向五一 此刻他的身形已经完全凝实 一点都看不出之前的闪光效果 嗯 爸爸妈妈亲了亲到一半的时候 我就没事了 那你干嘛不早说啊 无声吐槽 没想到这一招效果还不错 无声摸了摸嘴唇心想 因为人家想看爸爸妈妈再亲热一会儿嘛 五一可怜巴巴地看着无声 对了 我还拍了照片留念 干脆以后就当做手机拼包好了 回头再收拾你 因为五一刚经历了那样的事情 无声也不忍心惩罚他 所以这件事暂时就不再继续追求 见到五一恢复原状 无声这才彻底松了一口气 无声警 能和我解释一下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吗 一进门就当着这么多孩子的面 做这种事 无声就这么饥渴吗 诗语笑眯眯地看着无声 看诗语情绪有点不对劲 无声赶紧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解释了一遍 这次试出友音就原谅你了 不过下次可不能这么粗暴 要搞得有些情调 啊 还有下次吗 当然了 谁知道会不会再发生类似的事件呢 为了防止五一消失 一旦再出现这样的事情 一定要第一时间联系我 不想让女儿消失的心情 我们应该是一样的 我明白 无声点点头 不过他并没有留意到 此时的诗语和五一 悄悄地互相投了一个眼神 纷纷露出计划通的笑容 这个怎么样 不一会儿的功夫 诗语从卫生间里走了出来 此刻的他将轻飘飘的白色连衣裙下身 换成一条紧致的短皮裤 象征性的黑丝依旧保留着 上半身则是换了一件清爽的白衬衫 打了一条红领带 外面半套着一件棕黄色的外套 外套型号松松垮垮地搭了在肩膀上 仿佛随时要掉下来的样子 头顶则是把长发简易的一盘 从随身携带的胯包里 拿出一副深红色的长发款假发戴上 怎么样 是不是很像 诗语特意摆了一个pose 怎么说呢 只能说欧派破坏了整体的还原度吧 无神平头论足了一番之后 遗憾地摇摇头 你这的cosplay也太走心了 无神吐槽 不过 施语的颜值显然不需要多余的化妆 哪怕是这些东拼西凑来的东西组合在一起 也能一眼就认出来是谁 没办法 颜值高就是可以为所欲为 诶 我本来还会以为是神还原的 施语有些惊讶 你怎么突然想到干这个了 没什么 只是觉得好玩 所以想试一下 恰风铜人展也是一个展示的好场所 施语对着镜子转了一圈 使童右手挤牙欧派 试试看能不能让他变小一点 但显然这种努力是徒劳的 不仅肉包子没有变小 沟壑反而更深更明显了 话说你既然真要玩角色扮演 何苦这样 扮演一个大欧派的角色不好吗 你这样看着实在是太出戏了 只是觉得都是习惯穿黑色 装扮起来更容易一些 需要我也穿个白大褂 陪你演一回疯狂的科学家吗 无声吐槽道 他可是见过货真价实的疯狂科学家 再加上经历无数修罗厂后 培养出的影帝技巧 绝对有丰富的表演经验 情侣cosplay吗 感觉好像很不错的样子 到展会以后试着找找 有没有卖白大褂的吧 施语说着把头套摘了下来 重新解开盘起来的头发 还把外套脱下来 叠起来放到了背包里 不是说要这么穿着去同仁展吗 怎么又摘了下来 穿着这身过去怪引人注目的 到时候想演的话 随时套上头套穿上外套就好了 随时随地变身 施语笑了笑说道 其实你就算不这么穿 也够引人注目的 无神心里感叹 不用想啊 这趟出门身边陪着施语 周围围着一堆可爱的小萝莉 自己这仇恨值绝对刚刚的 施语姐姐会变身 她是魔法少女 绝对没错 这是实锤 云音看到施语变身的模样 不由她说道 一旁的月音耸了耸肩膀 不知道该怎么吐槽 月音觉得 自己这回做的最错误的战略 就是怕云音闲得无聊 给她推荐了许多马猴烧酒类的动画 来消磨时间 施语解除换装 罗里们准备完毕 时间也差不多到点 吴绅想了想便带领着大家向展会出发 这场面堪比春运啊 在外面排队耗费了两三个小时 上午九点左右的时间 一行人终于挤进了会场内部 到了内部 为了防止众人走散 吴绅还特意加了一个结界 这样周围就算人流再多 也会自动和他们隔开几厘米距离 不会和他们产生碰撞挤压事件 不过所有人在内都挺泰然自若的 完全不在意这样的人山人海 而且吴绅发现除了他自己和语音外 其他人对这里的规矩都挺熟悉的 每年我都有来参加 已经习惯了 施语解释道 我也会陪爸爸妈妈经常一起来逛的 吴依高举小手 未来这里就是我的战场 怎么会不了解 叶哥呆猛地说道 不过我和妈妈想来的话 每次又要被爸爸用体链拴着了 喂 你们别看我 真白和叶哥这个路师特性 我敢撒手吗 吴绅见众人朝他投来怪异的目光 脸盲解释道 就连现在 吴绅都是紧抓着叶哥的手不放 月音则是凑到吴绅耳旁翘说道 父亲大人想买什么本子可以告诉我 经历了这么多回 这次展会所有的作者摊位和布局 我早就滚瓜烂熟了 甚至还能告诉你 在什么位置 什么事件 什么条件 可以触发什么样的修罗场剧情 如果可以 我希望你能告诉我 怎么回避这些修罗场剧情 吴绅十分严肃地说道 因为好像会很有趣的样子 所以保密 月音轻轻摇了摇手指 吴绅露出一次苦笑 但随即想起了什么 蹲下身子与月音平视 同时拉住他的小手不让他离开 对了 有一件事一直没确认 月音你应该没法再扭转时间 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吧 许过愿望之后 我已经没办法再倒转时间了 月音点了点头 那就好 吓了我一跳 本来还想说些什么 不过现在好像没必要了 吴绅松了一口气 父亲大人想说什么 月音眨了眨眼 好奇地问道 其实也没什么 就是如果你又擅自倒转了时间 我希望你能够直接来找我 说明一切 至少这样我也可以一起跟着帮忙 我不想再看到你一个人承担这么多 这么复杂的重任 吴绅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之前月音一声不响就消失掉的事情 已经让吴绅开始感到害怕了 这种不知不觉间遗忘掉一个人的感觉 实在是太恐怖了 即使是现在 他偶尔从噩梦中惊醒 冷汗不由自主地滑落脸颊 他醒来后都会下意识地去担忧自己 是不是忘掉了什么重要的人 我明白了 之前这么做是我的不对 让父亲大人多虑了 月音乖巧地点点头 懂事的他听得出 无声话语中 蕴藏着的忧虑与恐惧 那种害怕 再次失去宝贵之物的情感 就在无声放松下来 准备站起身的时候 月音冷不防地凑上来 直接搂住了半蹲着的无声 普普 最喜欢父亲大人了 月音难得像小猫咪一样 蹭了蹭无声 按照提前购买的区域指导手册 浮身一行人来到英莉莉社团所在的摊位 不知道是不是其他社团成员有失的缘故 此刻守着摊位负责收款售卖的 只有英莉莉一个人 而现在的英莉莉身上穿着长袖长裤的运动服 脸上戴着黑色镜框 原来的双马尾也放了下来 完全转变成金色的飘逸长发 不过不知道是不是英莉莉不擅长梳理长发的缘故 她的头发慢糟糟的 看上去有点不休蝙蝠 此刻的她见到狮鱼也跟着一起过来 顿时瞪大了双眼 我明明只邀请了真白 怎么连你也跟着过来了 英莉莉看了一眼被巫神紧紧牵着不松手的真白姐妹 又看向旁边的诗语 顿时间气呼呼的质问 怎么 这么重要的同仁展 我难道不能来吗 这同仁展 难道是你家开的不成 诗语轻松愉悦的调戏着英莉莉 英莉莉气得鼓起了嘴巴 但偏偏却反驳不出来什么 总觉得英莉莉和诗语嘲嘴 好像就没有一次胜利过 英莉莉姐姐 我们的书销量怎么样 有没有销量大伙 无依期待的扑向舒坦 果然在上面看到了自己社团 已经印刷成册的同仁本作品 而且旁边的挂牌标示了 这是其他社团租借地方 在这里寄卖 不会让其他人误会 这是英莉莉他们社团制作的本子 目前卖出去了几本 总体上来说还可以吧 英莉莉斟酌了片刻 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无依他们 基本 难道才各位说 无依趴在摊位前 露出难以置信的目光 明明我觉得画得不错的 无依这很正常 不要惊讶 我们没有任何知名度 也没有提前在网上发消息预约 再加上第一天最开始 大家都会抢着 去知名度高的社团排队 抢购自己喜欢的本子 没什么人来买 其实很正常 叶格非常淡定地解释道 我们作为刚出道的社团 如果这三天就能够将 运刷的份额全部卖出去 就已经很厉害了 像小说动画里描述的 什么刚出道人气爆棚 围满了人 一下子销量成百上千 都是夸张的手法 现实里基本不可能 对于新手而言 有时候甚至连五十本都卖不出去 百本可以算是奇迹了 第一次就能出售几百几千本 估计就是下一次的同人奇迹了 质量就算再好 也不可能超越那些人气超高的社团 更何况和他们比起来 我们本子质量也只能算是一般 叶格难得一下子这么多话 叶格虽然在尝试方面一问三不知 但在熟悉的领域却掌握着许多知识 不过你们也不要沮丧 和其他新手比起来 你们也有自己的优势 盈利利这个时候接话道 优势 我们社团也算是小有名气 可以帮你们引流 之所以现在还没体现出来 是因为绝大多数人还在大社团排队 估计中午和下午的人流高峰 就该轮到我们了 而且你们自身就是算最大的优势 要知道 蒙克是可以为所欲为的 如果从这点下手 卖出百本也不是不可能 盈利利说完 直接把叶格扑到了 摊位前面的小椅子上 然后拿出一块提前准备好的宣传牌 上面写着 真实蒙罗莉主笔现场牵授 现场作画 欢迎光临 紧接着 盈利利也让其他罗莉 分别坐到对应的小椅子上 无疑负责18X摊位区 叶格负责全年龄区 云英负责后勤 月音和语音则在摊位两旁 举着牌子宣传 事实证明 蒙是可以为所欲为的 罗莉是可以为所欲为的 两者合并在一起 迸发出的力量是强大的 在一群罗莉的强力宣传下 奔涌的人流 开始朝着这里进发 叶格他们的本子 本来质量就不错 只要能吸引过来人 迈出去的几率还是很高的 哼 我果然聪明 让叶格他们来做宣传的话 果然人群是一蜂窝的 往这里聚集 现在网上都开始产生 话题热度了 好多人都在讨论 传说中 罗莉画师的社团 叶格他们人气变高 努力得到肯定 无神自然乐得看到这些 为了防止拥挤的人群 出点什么事 他还特意为每个女儿 赏了多重结界 在安全上得到最大的保护 说起来他们社团名字叫什么 好像是叫鬼妇来着 这一点在网上 也被大家大规模的讨论来着 幸亏无神没喝水 不然铁钉又要全部喷出来 鬼 鬼妇 这社团名字起得真是有创意 无疑他们可真够恶趣味的 不过起什么名字 是他们自己的自由 无神不想过多的干涉 看着他们慢慢成长 在背后帮他们遮风挡雨 就足够了 对了 印刷费我是不是还没给 无神突然想起来什么 这种印刷几百本 印刷费应该挺多的 上万是肯定的 这么多钱都让英黎黎垫付可不好 别担心 月音已经付过账了 英黎黎轻描淡写地说着 月音 无神显得有些惊讶 父亲大人 为什么要这么大惊小怪 我熟悉这么多未来走向 赚钱的方法逗了去了 不差钱的 月音凑到无神身边小声解释道 好吧 不得不承认 如果只算自己的存款 月音的确比自己还要有钱 知晓未来这个buff实在是太强力 生才知道简直要多少有多少 而与此同时 展会的内部 一个戴着口罩墨镜 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的黑色长发少女 正在朝着五一他们的摊位进发 她一个人有些应付不过来会场内人山人海的情况 当见到大批量的人时 她都会有些头晕凶猛和排斥 月音这些天神神秘秘的 问她在做什么也不肯说 我必须出来一探究竟 不然万一月音被人骗了 或者学坏了可就晚了 许乃坚定了自己的想法 不顾人多时的不适 映着头皮继续向前进 中午时分 英莉莉的社团摊位本来的死忠 开始前往这里排队 再加上原本萝莉们吸引来的人流 导致这里的火爆程度一时间 可以堪比那些大热的同仁社团 此时光靠几只萝莉已经忙不过来 原本在一旁举着告知牌宣传的月音和语音 也加入了售货员的战场 英莉莉还把自己社团那几位 去外面采购公口本子的女性社团们 召集了回来帮忙 但即便如此 她们以前仍旧显得应接不暇 我是不是应该上去帮帮忙啊 见到萝莉们辛苦的样子 无声有些于心不忍 憋屈 无声刚想过去 就被英莉莉拦了下来 你一个男生现在过去 小说众女的包围 你不怕FF团的审汗吗 FFF团 无声脸露不屑 你是指那群追着我喊大舅子的家伙吗 最开始 见到谈位中唯一的男性 单身狗的游人们还露出羡慕嫉妒恨的目光 但当萝莉们集体称呼无声哥哥的时候 那群人的目光立刻变得那叫一个金切 至于审判无声 谁敢提审判无声 怕不是要先被群众给审判了 我说你们好歹是FFF团的成员 检订一下立场好不好啊 可恶 这群家伙 英莉莉对此也非常无奈 总之你就别去帮到忙了 我有一个事情想拜托你 什么事情 英莉莉帮了女儿们这么多 无声自然不会没有回报 无声对于同人展的准备 完全是两眼一抹黑 如果不是英莉莉帮忙租借摊位 申报的印刷和登记 恐怕 叶哥他们能不能如愿来参加同人展 都是个大问题 因为我们这里腾不出人手 所以想拜托你去帮我们搜刮本子 英莉莉说着递给无声一份详尽的地图和路线安排计划 这其实是月音给英莉莉安排的计划 目的是为了支开无声的监控 不然他们的底牌公口本子不好开卖 为什么要我去 就你闲得最无聊 如果不是要安排叶哥他们 我们这里其他社团的成员 也不会忙到腾不出时间去采购本子 对了 干脆你也带上真摆好了 英莉莉按照月音的答复说道 无声君要去逛逛同人展吗 这里人多道路复杂 一不小心就容易走错场馆迷路 不如我跟着你一起去吧 这是刚刚逛完周遭摊位 收获了一纸带素材的施语回来提出邀请 哼 英莉莉怨念地瞪了施语一眼 原本她安排完美地促进真摆和无声感情的机会 就这么轻而易举地被施语搅乱了 而施语歪着头表情却显得十分无辜 真摆 你不跟着无声一起去逛逛吗 英莉莉朝身后的摊位喊话 不用了 我先在这里陪女儿卖本子 真摆认真地看护着夜哥 现在夜哥和真摆作为本子的主要作者 是摊位的核心人物 显然不方便就这么离开 不过女儿这两个字一出口 却是一时惊奇千层浪 周围的人一个个都目瞪口呆 他们原本以为真摆和夜哥最多是姐妹花 结果没想到居然是母女关系 英莉莉 真摆最近沉迷过家下 你应该知道的 这方面无声早就给英莉莉打过预防针 所以英莉莉倒不是多惊讶 不过不知道真相的吃瓜群众们可就瞬间爆炸了 既然是女儿的话 那她的父亲到底是谁 真摆 机会千载难逢啊 英莉莉拼命地暗示 可惜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 唉 真是烂泥扶不上墙 英莉莉不由地心中感叹 就在众人费解的时候 真摆继续说道 在家里想和无声见面 随时都可以啊 啊 这句话看似普通 但群众的联想力是极其丰富的 同居在家随时可以见面 这不是夫妻是什么 于是乎众人的目光 全都闪闪发亮的 投向了存在感看上去 并不怎么高的无声身上 无声突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那啥 你们慢聊 我先溜了 无声说着 顺便晃了晃手里的地图 英莉莉 这任务我接了 一会儿见 无声说完 趁着广大人民群众还没反应过来 直接消失在了另一拨人群之中 事与反应过来想追上去 但终究还是晚了一步 只能在原地露出一丝苦笑 等其他人一拥而上 想要和无声套近乎的时候 无声早就留得没影了 另一边就在人群四散 开始寻找无声的时候 学乃戴着墨镜口罩 全副武装地来到摊位前 还堆这么久 他终于抓住一个机会 来到了摊位前 学乃对于动漫 同人展这方面的了解并不是很多 周围的一切 在他看来都很新奇 不过学乃也不知道 自己为什么不适应 人山人海的环境 强忍着不适走进来 只是因为担心 语音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 正所谓可怜天下父母心 这里的美样 请多给我来一本 学乃低着头 拉高了衣服的衣领 尽量提高声调 生怕自己被萝莉们认出来 他现在所做的 就是秘密调查语音热衷于 所谓的本子 到底都是些什么内容 嗯 给你 自己参与制作的本子 居然如此有人气 语音同样欢天喜地 不过 就在他把本子递给学乃的时候 却不知道为何总觉得对方 给人一种十分熟悉的感觉 只是语音此时并没有纠结这个问题 后面排队的客人还有不少 他不可能为了心里这点疑惑 来耽搁时间 就在学乃松了一口气 抱着买到的本子正准备离开 找个地方好好研究一下的时候 探位不远处 正在为放跑无神而懊恼的诗语 余光无意间撇到了探位前的人 顿时间眼前一亮 尽管学乃做了全方面的伪装 但是那平坦的胸口 还有诗语作为女人的一丝直觉 都让她直接锁定了目标 血奶 什么风把你给吹过来了 诗语偷偷地摸到血奶身后 趁着她不注意 突兀地发出声音 好奇地问道 第369集 诗语突如其来的袭击 打得血奶措手不及 不过她很快平复好心境 压低声线 冷冷地说道 你认错人了 血奶警惕地看着诗语 同时攥紧了 搂在胸口的本子 还是这个熟悉的冰冷语调 我果然可能认错人了 诗语微微一笑 她特意压低了声音 等血奶离开的时候 才上前搭话 还在后面继续专心 售卖本子的语音 并没有留意到这边的异动 真是没想到 居然能在这里见到血奶 难道说 其实你也有这种爱好 诗语眯起了双眼 留意到血奶胸口处抱着的本子 血奶并没有答话 而是目光朝四周扫视 身体微微移动 试图寻找突破口溜走 不要轻举妄动啊 我如果大点声说出口 万一被语音发现了怎么办 诗语注意到血奶的意图 轻飘飘地说道 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逃走 那她乔装打扮 来偷偷买语音本子的事情 就要暴露 你到底想干什么 血奶冷冰冰地注视着诗语 没什么 闲得太无聊想和你聊聊天 这些日子 其还可是后来居上 阴影都快要赶上你了 作为师奶同盟的一员 我是在担心自己某位 不坦率的盟友啊 诗语似乎话里有话 你说话没必要这么拐弯抹角的 血奶摇摇头 是吗 那我就直接了当地问了 你对无神君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此时的血奶沉默了 他张了张嘴 却没能发出一个声调 怎么 平时说话这么厉害 这个时候反而卡壳了 如果是七海的话 虽然犹豫胆怯 但肯定会笨拙可爱的 表达出自己的感情哦 诗语叹了一口气 看向血奶的目光中充满了失望 血奶游默了片刻 总算是憋出来一句 个人私事 有必要告诉你吗 你连我都不敢坦率地说出口 面对无神君的时候 我觉得就更不可能了 诗语惊情一笑 抱歉啊 我本来以为你会是我的劲敌 不过现在看来 是我当初看走眼了 联合的事情 就当没有发生过吧 所谓盟友 是着实力相当的人 现在的你还不够格 诗语面露遗憾地说道 最后给你一句忠告哦 感情的阵地 你不去占领 敌人就会去占领了呀 诗语说完这句话 还不等血奶出口反驳 便与他擦架而过 只留下血奶一个人 停留在原地发漏 原来如此 双方修罗场的时候 另一方会是这种反应吗 正好可以用到第三卷的恋爱节拍器里 走远了以后 展会走廊的拐角处 诗语拿出一个小本文 似乎在记录些什么 诗语姐姐 没想到你还能用这种方式 对小说进行情景演练吗 月音这个时候 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冒出来问道 我才不会故意地演练小说场景 只是刚才为了完成你交代的任务 顺便做的记录而已 如果不是你要求的报酬 我才不会这么好心地 去帮自己的穷敌 诗语说着 合上了自己随身携带的小笔记本 激励血奶的任务 已经按照你说的完成了 今天早晨的消失测验 也顺利完成 报酬我已经复兴了 现在 该正式开始说你的计划了吧 诗语十分严肃地说道 这可关乎武夷的安慰 以及他能否如愿以偿地 俘获无神的重大问题 是与自然十分重视 当然 一切准备就绪 万事具备指签东风 月音打出来一个OK的手势 会场的另一侧 七海正牵着千惠的小手 穿行在人群中 似乎在寻找着什么目标 千惠 按照你获得的情报 无神他真的会来参加 这个展会 当然了 这是我使用绝密手法 从特种机密人员那里 获得的重大一级情报 千惠十分自豪地说着 此刻他的脸上 还戴着一张 刚刚在摊位上买的奥特曼面具 看上去很兴奋 见到千惠摆弄着面具 套在头上 七海微微一笑 心想 千惠果然还是小孩子新星 不过说起来 你既然知道 无神要来展会 为什么不早点 把情报告诉我 这样我也好去和无神联系 跟着他一起去 不用这样单枪匹马的 在这偌大的人海中寻找啊 七海现在的目的 是想无神不要回国 因此自然不会放过 每一个相处的机会 我对这方面不是很了解 我也是昨天晚上才知道 今天就是这个展会举办的时间 这些日子 机密情报员看上去 在忙什么事情 根本就没有再来过 这次事情过去以后 我会主动去联系他看看 千惠一脸苦涩地解释道 这次简直就是 他最重大的一次失误 千惠不知道 叶哥这些天 一直在忙着 准备本子的事情 也不知道叶哥 其实是个大陆痴 一个人的话 根本找不到樱花庄 只能他自己去主动接头 与此同时 正在四处排队 采购本子的无神 也来到这片区域 眼见的他 很快发现了 一道熟悉的身影 七海 你怎么也来了 无神从背后凑上去 轻轻拍了一下 七海的肩膀 不过想了想 他也就释然了 七海立志成为生忧 多少了解一些 ACG方面的内容 也算半个爱好者 还 无神 七海母女 都被无神这一拍 吓得半死 他们的目标 是去找无神 结果没想到 反而先被无神 给找到了 哇 你们不要这么吓人 好不好 而无神也被 七海的反应 吓了一大跳 不由他捋了捋胸口 然后很快 他就注意到 七海身旁 牵着的 奥特曼小萝莉 之所以前面 带着奥特曼三个字 是因为千惠的脸上 正戴着之前 刚买的卡通面具 这孩子是谁 无神心中猛地紧张起来 立刻提高了警惕 七海刚要做解释 千惠先慌张地插话进来 家里人都走散迷路了 这位小姐姐 正在带着我去 寻找祖师的爸爸妈妈 是你迷路了 而不是你爸爸妈妈 迷路了吧 无神吐槽 听到罗莉的说辞 无神稍微放松了一点 如果七海解释说 这罗莉是她表妹 那她肯定不可能 就这么轻易相信 反而会更加怀疑 毕竟 七海本身就是 候补妈妈的 重大嫌疑人之一 不过如果是会场里 和家长走丢的罗莉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你一个人怪累的 我也帮忙一起找找吧 采购本子的任务 已经完成的差不多 她也算是 可以自由活动一会了 本来无神是打算 去逛逛展会 身为ACGI爱好者 同人展圣战的名号 她还是听说过的 不过现在既然遇到了七海 自然不可能不管不顾 好吧 七海勉为其难地点点头 根本不好拒绝 无神的好意 而且机会难得 她也想增加 和无神接触的机会 不过到底要怎么解决 千惠说的 找爸爸妈妈的事情 真要说的话 千惠的爸爸妈妈 其实就在眼前 七海心里吐槽 小妹妹 你爸爸妈妈长什么样 无神耐着性子 蹲下身问道 她自诩 面对罗莉经验 还是蛮丰富的 然而 她就是低下头 靠近了一下 却让千惠 悄悄地躲到了 七海的身后 抱紧大腿 为什么要躲着哥哥 哥哥有哪里吓人吗 无神欲哭无泪 说好的百事百灵的 罗莉光环呢 我不是罗见罗爱吗 无神在内心疯狂地咆哮着 这对她的打击 实在是太大了 妈妈说了 不要和怪叔叔说话 不然会被拐走的 千惠偷偷偷探出 小脑袋说道 七海一下子 被忍住笑出声来 无神露出一次 无奈的苦笑 你妈妈说的没错 可我不是怪叔叔啊 你看我这青春靓丽的容貌 怎么可能是怪叔叔呢 不过 在无神看来 她是自己女儿的可能性 又降低了不少 按照目前的经验 女儿们对她这个当爹的 还是蛮喜欢的 而且女儿才不会管 自己叫怪叔叔呢 我不管你就是怪叔叔 妈 当姐姐 我们去找爸爸好了 不要理这个怪叔叔 千惠在面具后面 偷偷坐落坐鬼脸 现在的她 显然还在和无神怨气 那你好歹和我们说一下 你爸爸妈妈 有什么引人瞩目的特点吧 不然这人山人海的 我们怎么帮你寻找啊 无神站起身后提议道 哼 爸爸就是个大坏蛋 整天到晚 不让我干这 不让我干那 处处限制我的自由 千惠牵着七海 气呼呼地说道 哦 你爸爸到底什么呀 听到这个描述 无神变得有些气恼 不仅如此 她还经常对我实施 惨无人道的提法 岂有自立 居然敢欺负 如此可爱的罗莉 无神当即怒吓一声 千惠义愤填膺地 继续叙述着 还总是和我别的姐妹们 嘻嘻 却一直冷落我 做坏事自然不会被惩罚 她这明显就是偏心 哼 实在是太过分了 无神表示不能忍 更可恶的是 爸爸除了妈妈以外 还有许许多多的契约者 千惠越说越带劲 无神不解地问道 契约者 就是每天爸爸都会和 其他许多女性交往 这明显就是 欺骗小朋友嘛 什么契约者 这不就是脚踏的条船吗 听到父女俩的对话 七海露出微妙的表情 因为虽然千惠的许多认知 其实都是对无神产生了误会 但千惠现在说的就是无神本人 小罗莉 你等一下 我要送你一点东西 无神说着辩戏法一样 掏出一枚吊帖交给他 这是保佑家宅平安的护身符 如果你爸爸下次再敢欺负你 你就用这个踢他的屁股 无神不由分说地将吊坠塞进了罗莉的手里 而就在一刹那 罗莉的身子微微一抖 就仿佛被电流触击一般 结果吊坠就继续缩到七海的身后 除了起到保护的作用 无神也打算偶尔查看一下 这个罗莉家里的情况 如果再发生类似家暴的情况 他好及时报警或者偷偷阻止 看来他和你挺亲近的 无神看到这一幕 有些无奈的叹了口气 从今天开始 他的罗莉不败经历算是彻底终结了 千惠抬起头 似乎看出了无神眼中的失落 他撇了撇嘴 犹豫了片刻 最后还是朝无神伸出手 怎么了 要谈过吗 无神看着千惠伸出来的洁白小手 一脸的蒙圈 不知道他想要干什么 牵手了牵手 千惠气呼呼地说道 我不是怪叔叔吗 怎么突然乐意牵手了 无神指了指自己 脸上的表情十分不解 他乖叔叔 你跟我们走丢了 千惠颇为傲娇地红着小脸说道 他现在很庆幸自己戴着面具 别人看不到他此刻羞羞的表情 要知道我爸爸妈妈 就是因为一不小心松开手 才会迷路走失的 我找他们找得好苦 无神耸了耸肩膀 看样子 这小罗莉到现在都是死鸭子嘴硬 就是不承认是自己迷路 非说是爸妈迷路和他走散了 不过不管怎么说 无神还是牵住了千惠的小手 你把袋子交给我一部分来拎着吧 一路上 无神又要牵着千惠 还要手里同时拿着三个装的满满的纸袋子 看着就很累人 那拜托了 无神也没多想就随手分给了七海一个纸袋 没办法 他累倒是不累 不过周围人流太多 他单手拎着三个纸袋子 的确碍事 七海刚接过一个纸袋子 结果身旁有个女人急匆匆地从他身边挤过去 他手一松 整个纸袋直接掉落在地上 用塑料包裹着的本子也散落一地 他急忙弯腰去剪 不过这一剪 也看到了无神购买的许多本子的画面 七海属于比较纯情的那一类 看到这些无法描述的插图封面 顿时脸色胀得一片通红 等他收拾好散落一地的本子 重新站起来的时候 神经已经因为脸色胀红 变得晕晕晕晕 没想到无神你喜欢这种 这是不对的 你应该喜欢女孩子才对 七海结结巴巴地说道 没想到你居然是这样的无神 此时的七海误以为这些本子 代表了无神喜欢的口味 而英里迪社团的几位妹子 成员口味都比较独特 偏向于扶女口味 因此本子画面许多都是帅哥俊男 七海对此反应剧烈 这就是问题的 我太悔了 是什么词